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鲜血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06集 这张A4纸上虽然有不少名称 它也觉得很陌生 但是有那么三分之一的名称 它是知道的 在这知道的三分之一里 有几样让它心惊胆战 看来这几天孟白阴郁胶着的情绪 和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碌 都跟这个有关 那么这个和它手里这一叠检测数据 也是有关系的 袁木书的眉心一跳 下意识地攥了攥手里的两份资料 有那么一瞬间 它的心尖都仿佛被某人的手给攥住了 紧张得不能呼吸 定了定神 它才将那一叠数据重新放回了原处 而将那张A4纸平摊在台面上 然后拿出了手机 打开相机对着拍了一张照片 拍完了之后 它才将纸塞回台面上 那厚厚的一叠资料的最下面去 看了工作台一眼 将所有东西跪于原位之后 它转身走向门口 关灯 开门 它的动作轻巧无声 重新上楼去 上到二楼的时候 它突然发现 孟白和成兰的房间开了灯 二楼走廊上 没开闭灯 一片漆黑 它们的房门是关着的 那灯光是从最下面的门缝里 透出来的 原木记得没错的话 刚才他出来的时候 孟白刚刚回房休息 那房间里并没有灯光透出来 停住脚步响了响 他便悄声地走到了孟白 和成兰的房门口 还没到门口 他便听见里面隐约有话传出来 你在干什么 翻来覆去的 我这刚睡着 孟白明显气不顺 嗓门有点大 没有刻意地压低声音 过一会儿便听成兰说道 你吼什么吼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这不是做了噩梦睡不着吗 他的语气听着也不那么温和 这么说完之后 又听他话锋一转 哎呀 我说老孟 朵朵的事情你到底办得怎么样了 那个什么红颜的你到底能不能解 你瞧他今天 我真是不放心 我刚刚就做梦 他那个什么后妈 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 满手都是写的要把他抓走 老孟 再这样下去我也不行了 你不行了 我还快折磨你不行了 红颜那么豪杰的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越是对朵朵 越是要慎重 急早地拿出结果来 出事了你负责 我 我不是怕他等不了吗 你瞧他 今天就晕倒了 以后他可不会这样 要是以前 哎 算了 跟你这个老太婆简直说不通 先睡觉行不行啊 你睡不着就先起来 别吵到我 今天还得忙呢 你要是想我早点想出办法来 就安静一点 行了 我知道了 你睡吧 我还是起来吧 陈兰这么说完 很快房中就传出了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 原木怕被他发现 慌忙退开 快速地闪回了自己的房间 房门眼上的瞬间 他的心猛地咯噔了一下 朵朵 红颜 叶朵朵睡了一觉醒来 整个人感觉好多了 起身靠在床头 靠了一会儿 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又随手拍了拍身旁 空空地床踏 左右看看 才想起今天是周六 荣寒生在不在家 他不确定 叶子夕那个小东西一定在的 昨天回来之后 因为太累 他也没跟孩子亲近 今天有时间 刚好可以多陪陪他 这么想着 他就没在床上多磨叽 随即起身下了床 梳洗完毕之后 他就去了儿童房 走到门口 房门敞开 那小东西早就起来了 但是 子夕 你怎么这么一大早 就趴在电脑面前 叶子夕热爱电脑 就像热爱美食一样 常常欲罢不能的 但是毕竟他还小 叶朵朵总担心 他这样会把眼睛弄坏了 所以盯他盯得很紧 不许他长时间地对着电脑 拉着脸走过去 小家伙坐在椅子上 非但没有被威慑住 反倒朝他 摇起了白白的小手 妈咪 来呀 干什么 叶朵朵醋梅 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那 你看看 叶子曦等他到跟前 就又收回了手 又胖乎乎的手指 指着电脑屏幕 离婚 财产分割 叶子曦 弯腰凑过去 刚看到几个字 叶朵朵就忍不住 爆发了河东湿吼 她想都没想地伸手 就揪住了叶子曦的小耳朵 你在干什么呀 你是巴不得我跟你爸离婚 还是你自己又在游戏里 跟哪个小姑娘乱搞关系了 妈咪 叶子曦两条眉毛 拧成了一条 你能不能低调一点啊 怎么说你现在也是豪门贵妇 有点素质行吗 什么叫乱搞关系 我那顶多是互助合作 有爱共进 再说了 你看清楚啊 这跟我没关系 跟你也没关系 她扬起小手 拼命地把她老妈的手 从她的耳朵上巴拉了下来 随手又揉了揉耳朵 一脸忧愿地看着叶朵朵 妈咪 奶奶说得真对 你就是抛张性格 一点就着 能淡定点吗 奶奶指的是承岚 承岚以前就这么说过她 总是毛毛躁躁的 容易着急 被儿子教育了一下 叶朵朵也没觉得尴尬 反倒理直气壮地瞪了她一眼 然后才将目光 重新挪到电脑屏幕上 如果她一眼没瞎的话 除了一条一条的离婚 财产分割方面的新闻之外 她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 说实话 这到底是什么鬼 猜不出来 她忍不住催问了一遍 叶子西这才扬起小脸 朝她露出了个得意的笑脸 嘿嘿 这个是大伯母现在正在看的东西 叶朵朵愣了一下 叶子西欣赏着她妈咪的呆萌状 咧开小嘴笑得得意非凡 我没事的时候 顺手做了个软件 又顺手入侵了她的电脑 你 你这是犯法 叶朵朵眉心一皱 抬手不轻不重地 在小家伙那毛茸茸的脑袋上 拍了一巴掌 你无聊不无聊 没事入侵她的电脑干什么 她离婚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对 她有离婚 叶朵朵突然来了个神转折 脸一转 又盯到了屏幕上 这是叶子西弄过来的截屏 整整一个屏幕 都是离婚和财产相关内容 那就是说 许怜寒这个时候 正在电脑上查找这些资料 她大概还没有去跟律师咨询 但是显然动了这个念头 不然不会没事查这些 她是见荣耀现在落魄的无力拯救了 所以要离开她了 这个女人还真是现实 叶朵朵正心里鄙夷的想着 就听身旁叶子西问了一句 妈咪 如果她们真的离婚的话 是不是以后在家里 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叶朵朵弯着腰 双臂撑在桌子上 扭头看着叶子西 大概是吧 所以这真是一个 令人愉快的消息 叶子西笑出了满嘴的小白牙 叶朵朵心里 也很认同她这个话 但是一想到 她没事居然跑去 监控许灵涵的电脑 心里顿时又冒了火 叶子西 不管这是不是个好消息 你这样做都是不对的 当然了 她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这还是不对的 叶朵朵语气极为笃定 为了达成目的 用点小手段 那是大人的事 她是孩子 孩子的世界应该纯粹 应该呆萌 在这个方面 叶朵朵一向坚持 叶子西当然知道 她母上的原则 但是这一次 她还是反驳了 妈咪 我可不是为了 偷窥她的什么隐私 我只是觉得 她很危险 我不想她再来害妈咪嘛 然后 就那么一顺手 弄了个软件 吃入了她的电脑里 下一步 我还打算在她手机里 也装一个 全方位监控 行了 叶朵朵 母老虎似的呵斥了一声 随即直起身体 站在叶子西身边 严厉地看着她 不许 叶子西 我告诉你 不许这样 电脑的事情 我不追究了 手机什么的 不许你再想 叶子西本来觉得 她在做一件 很有孝心的大好事 却没想到母上 如此反对 一时间 她的积极性 受了打击 小脸就垮了下来 嗯 哼 叶朵朵一见她 撇着小嘴 打拉着眼皮的模样 心头又忍不住一软 缓了缓脸色 抬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又说道 好了 妈咪知道你孝顺 不过呢 你还小 这么做不合适 再说 现在她大概 自己也是焦头烂额 应该不会再来 挑什么事了 你别担心 就算她来找麻烦 妈咪也会保护好自己的 叶朵朵低头看着 目光柔柔地落在了 叶子西粉嫩的脸颊上 叶子西微扬起小脸 大眼睛闪了一闪 仿佛又想起了 什么事的说道 妈咪 你的话说得太早了 什么太早了 你说她不会挑事啊 我觉得你说得太早了 我跟你说 我的软件里 自带监听设备 只要她的电脑开着 就能听到 这个房间里的任何声音 昨天 她跟那个新墨的叔叔 打了好久的电话 两个人聊得很愉快哦 叶朵朵又一次 被叶子西的话震住了 什么意思 那是说 许凌晗现在 跟墨西洋走得近 他们之间有声音来往 走得近也很正常 不过 这电话打很久 聊得又那么愉快 大概就不是单纯的 谈生意了 哪种生意 真需要那么长电话 才能说得清的话 为了慎重起见 他们一定会面谈 所以这个电话 大概就是普通的聊天 聊天聊得很愉快 听上去 好像有很多寒意似的 一想到这里 叶朵朵不由的 就皱起了眉头 她倒不是对 许凌晗和墨西洋的 八卦感兴趣 说实话 以她现在对 这两个人的厌恶来说 她是想到 他们就觉得烦躁 根本不会浪费 什么心思多想 但是 想到这个墨西洋 她就不由地想起柳倩 又忍不住想到 那日容寒生 对她说的话 墨西洋对柳倩 有那种意思 如果容寒生 说的是对的 那她现在又是什么意思 又跟许凌晗 勾搭上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叶朵朵就觉得 头猛的一疼 就像一根钢丝 突然戳进了 她的脑门 搅得她一阵头疼 抬手扶了扶额头 定了定神之后 她又觉得 自己想得太远了 柳倩经过那件事之后 应该不会原谅墨西洋 就算墨西洋 真有那种意思 柳倩也不会同意的 只要跟墨西洋 再也不会有什么关系 她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么一想 叶朵朵稍稍放了心 可这一想到柳倩 她又想起 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关注过柳倩的事情了 自从得知自己中了毒之后 她就没联系过 给柳倩看病的医生 也不知道柳倩病好点没有 看来 还是得打个电话问问才好 如果她好了 能面对自己了 就更应该去看看 叶朵朵越想越多 走上的时间 就有点长 直到叶子西在旁边 扯了扯她的衣服 她才回过神来 妈咪 你在想什么 哦 没什么 那个 叶朵朵看了一眼 她的电脑又说道 许灵涵的事 你跟我说说就可以了 别说出去 还有 你这个什么监控撤了吧 或者 她突然皱了眉 叶子西一听事情 也许有转折 小眼睛冒了光 或者什么 叶朵朵想了想说道 或者 你去问问你爸爸 看他有没有需要 他最近挺关注许家的 他没有把话说得特别明白 叶子西小眼珠子一转 却已然心领神会了 嗯 好嘞 我去问问爸爸 嗯 没再说什么 想着今天天气不错 叶朵朵就让叶子西关了电脑 把他从房间里拉了出来 下楼吃饭的时候 小东西就开始叙叙叨叨的 说他听小伙伴说 海洋馆心到了几头虎沙 想去看看 叶朵朵本来今天不想出门 不忍扫了孩子的信 就点头同意了 于是吃了饭 他们就收拾了一下 去了海洋馆 小孩子都喜欢热闹 今天是周六 海洋馆里的小朋友也齐多 叶子西一头扎进去就玩得乐不思数 一直到中午两点多 他才依依不舍地从里面出来 回城的途中 孩子累了 叶朵朵也累了 一大一小两人靠在后座 都闭上了眼睛 睡了一路快到家的时候 叶朵朵的手机响了 迷迷糊糊地摸出手机 张开沉重的眼皮 看了半天 才看清上面的字 瞬间 他便愣了一下 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天 听到了他的诉求 这个时候 居然是给柳倩治病的 那个精神科的主任 打来的电话 这个电话像一阵兴奋剂 叶朵朵瞬间就来了精神 接起电话 先打了个招呼 客套了几句 还没等叶朵朵发问 那边就说道 叶主任 柳倩的疗程已经完全结束了 前几天就是最后一次治疗 我太忙了 忘了跟你说了 真是抱歉 一听这话 叶朵朵立即洗上心头 那他的病好了吗 我可以去见他了吗 这个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你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有什么异常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真的 叶朵朵惊喜地叫道 那好 我知道了 谢谢 真是太感谢了 叶主任客气了 这是应该的 那边谦虚地说了一声 随后又叮嘱了一些 需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就挂了电话 电话挂断 叶朵朵也就睡意全无了 他早上还在想着柳倩的事情 现在就接到了电话 真是太好了 一激动 他就想现在转道去柳倩家 正想告诉司机 让他去柳倩家 一扭头 看见叶子曦的小脑袋 正搭拉在自己肩上 小嘴还张着 一点点精亮的口水 挂在嘴边 正睡得香 他又改变了主意 司机照常把车开回家之后 叶朵朵本想自己 把叶子曦抱下来抱回家 可就是这个 他曾经做过很多次的小事 如今做起来 却异常地吃力 手臂抱住小东西 刚刚一用力 他就觉得手伤一软 完全没力气 再抱起这个只有四五十斤的小东西 心酸立即袭上心头 怕自己的无力会惊醒孩子 他最终放弃了努力 转身让司机把叶子曦给抱了下来 送回了家 安顿好孩子之后 他才出来 又让司机送他去了柳倩家 去的一路他都很忐忑 他已经很久没见柳倩了 这次见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会不会还像上次一样 弄得不欢而散 他连多看柳倩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带着这样的担忧 一路上叶朵朵紧促的双眉 都没有展开过 好不容易车进了柳倩家所在的小区 车已停稳在楼下 他又纠结了很久才下车 磨磨蹭蹭地摸到了柳倩家 犹豫了一下 他才缓缓抬手敲门 开门的是柳倩妈妈 一见叶朵朵 他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脸上便扬起了笑容 朵朵 你来了 快进来 那个 阿姨 借借她 叶朵朵对上次的事情心有余悸 虽然柳妈妈一脸热情地欢迎她进去 可她却不敢朝里面迈步 只是稍稍伸了头 朝着屋子里张望 客厅里没有看到柳倩 她又将目光转了过来 看向了柳妈妈 柳妈妈笑道 倩倩在自己屋子里看书 你来了正好 进去吧 她昨天还在念叨你 是吗 叶朵朵很惊喜 她不怕我了 病好了 朵朵啊 这多亏了你 你说 这什么神经方面的事情 阿姨真的是很糊涂 她没工作 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还不能见你了 后来 我也没问出什么来 朵朵啊 倩倩不会是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吧 柳妈妈的话 让叶朵朵一愣 想了一下 她才明白 原来柳妈妈误会了 她以为柳倩怕见她 是因为跟她闹了矛盾 稍做了思考之后 她才回答 阿姨 你想哪儿去了 哪有啊 我跟倩倩的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以前 我不是还在你们家 跟她睡过一张床吗 哪有什么对得住对不住的事情 她就是那段时间压力太大 又总是跟我诉苦 才会弄到最后见了我 就想起那些事 才怕我的 叶朵朵脑子转得快 随口扯出的理由 倒也很说得过去 柳妈妈现在见女儿病也好了 也就没再纠结这件事情 听她说完 便往旁边一闪 说道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次多亏你 你看你 不但找医院的专家给她看 还麻烦你师兄 从那么老远的地方 跑来给她看病 这都是厉害人物 要是没有你 我们这种普通人 哪能请到人家 朵朵 阿姨谢谢你啊 柳妈妈爱客气 说了一大堆的话 叶朵朵没多说 只随意地应了一句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用谢 那个阿姨 那我先去看看倩倩 她说着 朝柳倩房间方向指了一下 柳妈妈这才没说什么 笑着让她过去 叶朵朵朝柳倩窝室走去 刚走到门口 就听得轻轻一声巴搭 紧接着 那房门就开了 门开得一刹那 叶朵朵心 都仿佛要停止跳动了一般 她立即收住了脚步 不敢再往前半步 就那么站在那里 紧紧地抓着自己的手提包 看着门口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函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207集 门缝越开越大 柳倩的身影 从门里闪出来的瞬间 叶朵朵是连呼吸都忘了 倩 倩倩 她紧张地 结结巴巴地 喊了一声 刚拉开房门的柳倩 也愣住了 她什么也没说 脸上只是呆呆的表情 就那么一手扶着门边 依旧站在门里 没出来迎她 在他们关系正常的时候 每次她过来 就算柳倩不来赢 至少看见她 也立即会堆出笑脸来 可现在 现在她的样子看起来 像正常了吗 叶朵朵刚刚放下的心 立即又紧紧地悬了起来 她不敢上前 甚至不敢开口 只窃窃地看着柳倩 等着她先开口 可她越是心急 事情越是不朝着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她像一段呆木头一样 站在那里 僵了半天 柳倩也是一字没坑 只呆呆地看着她 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时间分秒过去 叶朵朵觉得她的心 都紧张得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 一旁的柳妈妈走过来 说了一句 哎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朵朵 你快点进去 倩倩你也别站着了 快让朵朵进去啊 你不是昨天还在说 要约朵朵的吗 柳妈妈轻轻推了叶朵朵一把 叶朵朵试探着看着柳倩 见她没有特别排斥的表情 才敢动步朝她走过去 倩倩 我来看你了 她心里非常紧张 但还是努力地挤出了一点笑容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点笑容感染了柳倩 总之 在她露出这点笑容以后 一直呆愣的柳倩居然有了反应 朵朵 你来了 柳倩的语调还算平静 粉唇也微微扬起 勾出了一抹浅笑 这回应虽然不热烈 可也给了叶朵朵莫大的鼓舞 定了定神 她便鼓足了勇气 又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伸手抓住了柳倩的手 有那么一瞬间 她明显感觉到了柳倩的排斥 她抓住柳倩手的时候 就觉得那手冰凉又僵硬 然后还稍稍往后撤着力 似乎想将手从她的手中挣脱出来 但也就是这个瞬间 叶朵朵的拗劲也上来了 她没有松开柳倩的手 反倒将她的手抓得紧紧的 目光也没有回避 而是直接逼试着她 倩倩 叶朵朵又喊了一声 一旁的柳妈妈 这才终于看出了不对劲来 先前 她只当柳倩经常提到叶朵朵 看来这病也没事了 这才放心大胆地让叶朵朵进来 现在 借女儿那种排斥的反应又上来了 她立即又急了 朵朵啊 柳妈妈忍不住抓住了叶朵朵的手 想让她放手 先别刺激柳倩 却没想到这个时候 柳倩原本紧绷的脸色突然松了下来 朵朵 你进来吧 她轻声说道 这几个字 如神话剧里的灵丹妙药 给了叶朵朵末大的安慰 好 叶朵朵爽快地答应了一句 唇角扬起 笑颜如灿烂的春花 柳倩微微一勾唇 点了点头 叶朵朵随后看向柳妈妈 阿姨 没事了 我跟倩倩先聊聊 能让她进去 这就是末大的进步 柳妈妈也知道 始终要走出这一步的 所以健壮也不由得高兴 没有阻拦 退到了一旁 叶朵朵跟着柳倩进去 柳倩在前 她随后轻轻地关了房门 这房间还是那个房间 只不过似乎比先前 少了一些暂时不用的东西 显得更加整洁一些 房间不大 十几平米 柳倩从进门起 就在前面板低着头 脚步缓缓挪动 没停下 也没有说什么 根本就没有回头看她 叶朵朵看着前方那 单薄又熟悉的身影 脑子里不可遏制地 浮现出那日的情形 瞬间 她的内疚和难过 就都涌了上来 安安攥紧了拳头 而后 有声呼吸了一口气 她才鼓足勇气 加快脚步上前 倩倩 她刚喊了一声 柳倩就突然回过头来 杜朵 你这阵子都在忙什么 怎么到现在才来看我 这话的声音比刚刚刚昂一点点 她唇角扬起的弧度 也比刚才明显一点 叶朵朵先是愣了一下 冲了一下才说道 我前一阵子生了一场病 在家待了好多天 哪也没去 今天听说你好了 就过来了 我没什么 柳倩低了头 雨声淡淡 叶朵朵也瞧不出 她眼里是什么颜色 只听她随后又说道 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 很快就会好的 她这几个字说得很轻 却让叶朵朵一阵难过 工作的事情 你也别操心了 我跟韩生说一下 你去她公司上班吧 这点小事 她觉得她还是可以做主的 集团那么大 随便几个职位给柳倩都可以 这是她欠柳倩的 她得偿还 她必须好好照顾她 叶朵朵很诚恳地说道 说完又想起来 柳倩曾经告诉过她 自己找工作 被摸想暗中使坏的事情 想把这事提出来劝柳倩 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合适 咽了回去 她是没说 可看柳倩的脸色 分泌也想起了那些事 周梅想了一会儿 柳倩才笑了笑 那也行 麻烦你了 叶朵朵一听她没怎么拒绝 心中一喜 那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回去就安排 你别急 有了消息 我马上告诉你 好 柳倩点点头 见叶朵朵还站着 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出了手 去拉她 朵朵 来坐 她的指尖 已有了一丝温度 叶朵朵毫不犹豫地 跟着她上前 坐在了那张 他们曾经一起睡过的床上 有了这样的开头 接下来两人的谈话 就轻松多了 只不过 刘倩虽然脸上带笑 可那感觉 却不似以前那么活泼了 说话笑都显得很谨慎 甚至连说话的声音 都小了很多 没有了以前那一份 洒脱自然 目光对上来的时候 似乎也不敢在她脸上 多停留 而是扫了一眼之后 很快又垂下了眼帘 避开了 看着这样的柳倩 在想起他们以前 肆无忌惮的玩笑 叶朵朵心里很不好受 她在柳倩房间 待了大概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这四十分钟里 柳倩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那天的事情 更没有提到 墨西洋这个名字 柳倩自己不提 叶朵朵自然也不敢提 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 生怕刺激了 好不容易 有点起色的柳倩 两人就这样 闲聊着其他的话题 坐了一会儿 叶朵朵就起身告辞了 对待曾经出过 精神疾病的人 原则是循序渐进 不能操之过急 所以叶朵朵 没在柳家 停留太久的时间 从柳家出来 叶朵朵心里 先前那份紧张忐忑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一抹沉重的情绪 有时候 一个人的改变 只需要一件事 就像柳倩现在这样 那件事在她心里 布下了浓重的阴影 现在病虽然好了 可人却变了 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能找回曾经那个爱笑 爱闹 说话都脆生生的柳倩吗 她也不知道 低着头一路琢磨着 不知道下到第几层楼梯 她的眼前突然闪过了一个人影 这种老式住宅楼 楼梯都很窄 同时上下两个人的话 两人一定会挤到一起 擦肩而过 刚开始的几秒内 叶朵朵并没有在意 甚至下意识地停了一下 往旁边一侧 想将路让开 让那人上去 却没想到 她闪身的瞬间 那个刚刚从下面上来的男人 突然仰起了一只手 捂住了她的口鼻 叶朵朵一声闷哼 同时就感觉到口鼻间 闻到了一股异样的味道 那味道很淡 带着一点点诡异的香味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本能地觉得 这是迷药 心中一惊 这时候她才发现 这男人手心里 有一小块纸巾 那香味 就是从纸巾上散出来的 她应该是把迷药 涂在了纸巾上了 叶朵朵立即屏住呼吸 咬紧牙关 不敢再吸入半点 这明显不对的味道 与此同时 她还抬起了腿 忧烈地踢着 这个捂住她的男人 可是很快 她就觉察到了不对劲 即便她在这几秒间 掐断了自己的呼吸 可她的头 还是越来越昏 眼前的影像 也是越来越模糊 很显然 这个迷药的药性 比她想象中的要强烈 就吸入了那么一点点 她已经中招了 这个念头刚刚闪过 她的眼前就是一黑 接着 人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男人顺手将她扶住 随后松开了手 扶下了龙 她也没将叶朵朵带多远 只下了一层 便拐进那一层的 一户人家里 十几分钟后 从这个单元楼门洞里 急匆匆地跑出一个男人 那男人身上背着一个身着普通 暗红色中产款大衣 昏迷不醒的女人 男人一边跑 还一边喊着 老婆 你千万别有事啊 老婆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她一边飞快地跑 一边大声嘶喊 焦急的模样 惹来了不少目光 跑了两分钟 她跑到了一辆停在两栋楼之间过道上的灰色的面包车边 伸手拉开了车门 将背上的女人塞进了车 五分钟后 车即使出了小区 刚刚的一场喧闹 瞬间归宁 没人再在意这辆车到底有没有去医院 也没有人在意 这个女人到底生的什么病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幕 原先在等待夜多多的那个司机 也将这一幕看在了眼里 只不过 跟那些看热闹的路人相比 看得更加不真切 因为 也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过来 让她挪车 说她的车 停在了他们家的停车位上 让挪开 而这个人的身体 刚好将司机的视线 遮挡掉了大半 等她按照指示挪好了车之后 远远的 她只看见了一抹大红色 夜多多今天穿的是件乳白色的外套 所以 这么红 跟她没关系 司机挪好了车之后 就安坐在车里等着 这一等 就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起初 她还是没有意识到什么 她是专门开车的 主人家去参加什么活动 或者拜访什么朋友 一呆呆几个小时 也是常有的事情 两个多小时没出来 并不算什么 更何况 现在还是大白天 时间也不算多晚 夜多多 又很久没有见柳倩了 多停留一会儿 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是 就在她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的时候 单元楼里的门洞里 出来两个很不正常的人 柳倩和柳妈妈 两人相邪往外走 有说有笑 柳妈妈手里还提着个 彩条纹的塑料篮子 看样子是打算去超市 或者菜市场买菜的 司机一瞧这两个人 就愣了一下 瞎意识地朝他们身后看 却没有看见 叶朵朵的身影 心疑之下 她也不敢多耽搁 立即下了车跑过来 拦住了柳倩母女 柳小姐 她冒冒失失地 刚跑过来伸手一来 还把柳倩妈妈吓了一跳 本能地一把将柳倩 扯到身后护了起来 你干什么 柳妈妈瞪眼 警惕地盯着司机 柳倩 确定神瞧了瞧之后 想起了这个人是谁 便从她妈身后绕了出来 妈 没事 这是朵朵家的司机 她见过这个人 不知姓名 却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听她这么一说 柳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 哦 朵朵的司机啊 哎 那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是不是朵朵有什么事 柳妈妈第一反应就是 叶朵朵有事想起来 让她来转达 却没想到 这人听了这话之后 脸一下子就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家少夫人 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司机惊得不轻 高声喊了出来 柳妈妈和柳倩都是一愣 旋即 两人都皱起了眉头 柳倩先说道 朵朵很早就走了 大概都有两个小时了 是啊 柳妈妈接到 送她出门之后 还睡了一觉 这才刚起来 看看快到饭点了 准备去菜市场买点菜呢 怎么 你没见到朵朵 一句话问出 三人都沉默了 失踪 这两个字 同时在三人心头浮现 柳妈妈上了年纪 胆子小 经不住下 这么一响 立即又叫了起来 哎呀 那她 不会出事了吧 你怎么在这等着 也没瞧见她 她 她这是上哪去了 就这么大的地方 她本能地四处张望 柳倩紧紧抓了一下 她的胳膊 紧紧皱眉地看着司机 你在哪儿等她 就在哪儿 司机随手一指 随后强调道 一直都在那一块 没动地方 刚刚挪出 也就是挪了一个车位 并没有挪很远 就现在这个位置 她坐在车里 还是能近距离 很清楚地看清 丹苑楼门口发生的 任何事 柳倩顺着她手指的 方向看了一眼 沉默了两秒说道 她是真的很早 就从我家里走了 我们也没说什么 随便聊了几句而已 这 哎呀 司机急得乱窜 柳妈妈正是看向柳倩 你给多多打个电话呀 看她是不是临时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可是打电话这个提议 提醒了司机和柳倩 两人都同时掏出了手机 你打吧 柳倩捏了手机在手上 见对方也掏出了手机 便这么说了一句 司机不敢耽搁 立即拨通了叶朵朵的电话 几秒钟之后 她便脸色疏变 僵在了那里 滚机了 什么 哎呀 那不得了了 肯定出事了 倩家 快报警吧 柳妈妈慌得手里的篮子 都掉在了地上 一把抓住柳倩 只催着她赶紧报警 柳倩神色纠结地想了一下 然后看向司机 你还是先打个电话 给容寒生吧 司机面露惧色 有点犹豫 他也知道这时候 应该赶快通知容寒生 但是 把少夫人弄丢了 容寒生能饶过她吗 她的犹豫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柳倩一见却火了 你倒是打电话呀 嘟嘟不见了 瞒能瞒得住吗 她自己没有容寒生的电话 情急之下 她什么也顾不上 嘀嘀地吼了一声 滨海西郊 一处高档别墅区内 夜幕已沉 京东的风险的格外的凉 一辆黑色的奔驰 缓缓滑入 停在了一栋别墅门口 车停下 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 他自己下了车之后 就绕到了另一边 打开车门后 从里面小心翼翼地爆出了一个女人 她很小心 就像捧着一件西式真旗一样 但就是这样 似乎惊动了本来毫无意识的女人 女人竟然扭了扭头 缓慢 而艰难地张了张眼睛 但她还是没有醒 只是眼皮抬了抬 然后 又沉沉地合上了 她还没有看清 抱着她的男人是谁 男人低眉看着她 脸也沉了沉 她没有喊她 只是加快了脚步往前 穿过修剪精致的小院子 穿过主屋客厅 最后上了楼梯 到了三楼 转进三楼靠右边的一个房间后 她将女人轻缓地放在了床上 替她脱了外套 又替她脱了鞋 然后才轻轻拖着她的小腿 将她的脚挪到了床上 摆正她的身体后 她才扯了被子将它盖好 这时候 刚刚躺到床上的女人 又扭了一下身体 这一次 她不像刚才 只是抬了抬眼皮 然后又昏睡过去 她扭动的幅度越来越明显 没一会儿 又摇了摇头 她这样难受地挣扎的时候 男人起初站在床边看着 并没有做什么 见她挣扎得剧烈 她才忍不住屈膝 坐在了她的床边 朵朵 朵朵 她的声音 一句一句地传进 叶朵朵的耳朵里 似一把利剑 劈开了她混沌的思想 月墨挣扎了两分钟的时间 她终于抬起了 沉重不已的眼皮 眼前人影先是很模糊 而后渐渐清晰 袁师兄 朵朵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 叶朵朵顺着她的话 寻起了自己的感觉 目的 她瞪大了眼睛 猛然抬起上半身 袁师兄 你绑架我 起得太急 头又是一阵血晕 她没撑住几秒 就倒了回去 小心 袁目一急 侧身过去 扶住她的肩膀 别碰我 叶朵朵利吼了一声 身体动不了了 那双眸 却似脆了火一般地盯着她 你想干什么 这是哪里 你跟我一起 跟她在一起 叶朵朵脑子里 就像被丢进了一颗 重磅炸弹 顿时 脑子里轰的一声 接下来就是一片混沌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零八集 待了好一会儿 她才从这片混沌中清醒过来 现在是几点 快几点了 七点 平时这个时候 她应该在陪着儿子 或者缠着容寒生 陪她看肥皂剧 而现在 她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么久 他们不知道该急成什么样了 一想到叶子西和容寒生 叶嘟嘟立即挣扎着起身 她刚把被子掀开一角 却被袁木死死地把她的手给摁住了 豆豆 你不要回去 你要留在这里 她盯着她 眼中散出一点 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狠光 不等叶嘟嘟说话 她又加重语气跟了一句 跟我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 叶嘟嘟不敢相信地盯着她 重复了一句 而后摇了摇头 用一种很不理解的语气说道 不 袁师兄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回来 我要回家 仔细等着我 仔细等着你 容寒生也等着你是吗 不 豆豆 我说过 你不能回家 你要跟我在一起 袁木说着 突然抬起双手 死死地攥住了 叶嘟嘟单薄的双肩 她的脸绷得紧紧的 因为激动 脸色发红 一双眼睛 更是血丝密布 双手也似瞬间化为了铁钳 死死地潜在了叶嘟嘟的肩上 让她动弹不得 豆豆 你要跟我在一起 袁木咬牙重复 叶嘟嘟盯着头顶上这张脸 突然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 最初 袁木给她的感觉总是彬彬有礼 就像林家大哥哥一样 始终照扶着她和叶子曦 后来 虽然出了那些事 虽然他们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也稍嫌有些尴尬 但是她还算克制 从来没有强迫过她 而现在 她这不只是强迫 她简直像一头凶恶的猛兽 瞪着星红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她 只要她说出个步子来 她就会张开血盆大口 把她给生吞了 现在的圆木 让人感觉到恐惧 同时也让人觉得厌恶 叶朵朵竭力地挣扎 怒目瞪着圆木 你放开我 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袁师兄 你醒醒好不好 不要再发疯了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不想跟你在一起 她体力不支 挣扎了一会儿 便气喘吁吁 但是 圆木的手 却没有从她的肩膀上挪开 见她挣扎 又听着她这样 字字如刀的话 她的脸色 比刚才更加的难看 她连紧目光 紧盯着叶朵朵的脸 上半身微微下压 脸低低地悬在 她的鼻尖之上 朵朵 我知道你中毒了 红颜 是不是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与朵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阴朗的气息扑面而来 叶朵朵愣了一下 玄机冷眸对着她 这是我的事 跟你无关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的事 圆木重复一句 唇边忽而略出一抹冷笑 你的事情 你已经要死了 也不肯面对我吗 她的笑 突然变成了苦笑 痛心失望 还有愤恨 全部凝在这点笑容里 让这笑看起来 因您恐怖 叶朵朵被这笑容给刺了一下 心里生起浓烈的排斥感 不想再正对着 圆木的脸 她用力地撇开脸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 圆木缓了口气 目光依旧落在 叶朵朵的脸上 我说过 我要你跟我在一起 朵朵 我好怕 我怕以后再也看不到你 你中了红颜 师父在忙 可她能忙出什么结果 她真的能救活你吗 救不活怎么办 朵朵 剩下的时间 你能不能陪着我 话说到这里 她似乎非常的紧张 粗重的气息 缠绕在叶朵朵的耳边 似一根粗黑的绳索 紧紧地勒着她的脖子 勒得她快要窒息 叶朵朵紧闭着唇 不想说话 感觉到她的气息 越贴越近 她又忍不住 用力地挣扎了一下 圆木 我不知道你这样做 有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的身体情况 还把我弄到这里来 师父就算找出 什么解读的方法 也来不及救我了 你是爱我吗 你这是想杀了我 叶朵朵的话 是冲着她 可那脸依旧侧向一旁 没有正面瞧她 圆木暮色阴沉地凝视着她 几秒后 突然抬手 卡住了她的下巴 用力将她的脸 扳了过来 你现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吗 对 现在的你 让我多看一眼都难受 叶朵朵接得很快 虽然下巴被捏着 让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即便如此 在这话音落下的时候 她又接了一句 不只是难受 应该是恶心 圆木 你让我恶心 恶心 这两个字 轻轻地在圆木的嘴边滚过 然而 她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诡异的幽光 还没等叶朵朵反应过来 那点幽光的意思 她的手一松 脸就瞬间压了下去 唇堵上去的时候 那温热的感觉 让叶朵朵瞬间似被雷劈了一下 火光电闪间 她不要命地挥舞着 那只能动的手臂 锤打着圆木 同时抬腿 用力地瞪她 滚 滚 你这个疯子 圆木今日的所作所为 不只是让她厌恶恶心 更多的 让她痛苦 他们都是孟白的徒弟 跟着孟白学艺这么多年 一直兄妹相待 可今天 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谁来告诉她 为什么 快 月宝 我 我恨你 我恨你 叶朵朵支离破碎的喊声 在弱大的房间里回荡 每一声都像绝望的小兽在嘶吼 可现在 那个正压在她身上的男人 却听不到她的嘶吼 她的眼中 也没有师妹 没有什么朋友 她的眼中 只有一个女人 一个 她已经爱慕了多年 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女人 看着这个女人挣扎 她没有半点的怜惜 心中只有一团 被突然点燃的欲望之火 多多 她一边呢喃着她的名字 一边努力的 想要吻上她柔软香甜的唇 袁木的疯狂 让叶朵朵害怕 若在平时 她也许还可以努力抗争 可现在 她身上的迷药 还没有完全散去 身体更是被红颜折腾得 大不如前 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 来反抗她 男人在这种情况下 最会做什么 她很清楚 可她 却不能让自己 毁在这样一个男人手里 哪怕生命 也许只剩下一个月 也不行 心念一闪 绝望之下 她心一横 背齿狠狠地 咬上了自己的唇瓣 疼 瞬间蔓延全身所有神经 紧接着 就是一阵血腥味激出 她咬了自己 用自己从未用过的力道 咬了自己 唇瓣上的疼 让她的心都在发抖 但是这些 她还能忍受 让她不能忍受的是 心上的疼 她的师兄 那个她一直敬爱的师兄 那个就算发生了 那么多不愉快 她还是一直原谅原谅 原谅再原谅的师兄 现在居然 压在她身上强暴她 这一定是上帝 跟她开的一个残忍的玩笑 她的牙齿还咬着唇 伤口上血越流越多 而此时 她已不再挣扎了 袁木 被那股血腥味惊醒 立刻停了下来 瞪大双眼 盯着身下的女人 此时 叶朵朵唇上的血 已经顺着她的唇 躺到了她的下巴上 她咬得很重 鲜红四目的液体 在她的下巴上 拖出了很宽的一条血痕 那条血痕不断地加宽 不断地延伸 最后从她的脸上滑了下来 滴落在浅色的床单上 血还在流 源源不断 袁木看着这颜色鲜艳的液体 突然抬起了手 胡乱地在叶朵朵的嘴上 擦拭了起来 叶朵朵看着她慌里慌张的样子 眼中微微一闪 随后抬手 挥开了她的手 让开 放我走 袁木 我们是师兄妹 别让我永远恨你 恨她 永远 她还有永远吗 你放她回去 她的永远是 永远可能再也 见不到她 袁木想了她这么多年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即便是死 她也要让叶朵朵 死在她的身边 死在她的怀里 手停住 袁木没有擦拭 叶朵朵唇上 依旧在流的血 而是盯着她 看了一会儿 突然从她身上翻身下来了 一句话没说 袁木就转身 急步走出了这个房间 叶朵朵无力地躺在床上 沉沉地喘息 她想起来 努力了一下之后 才发现 身体比刚才更加无力了 再一次跌回床上的时候 袁木又进来了 听到那脚步声 叶朵朵就下意识地扭头 朝门口看去 你要干什么 一眼看过去 她就惊叫了一声 袁木的手上 竟然捏着一支针管 她没有理会她的惊叫 面无表情地走过来 像刚才一样 坐在了床边 叶朵朵没等她坐下 就下意识地往旁边挪去 可她只刚刚动了一下 右手手腕 就被袁木给捉住了 她的冰凉 握上来就像一块冰 紧紧地贴在 叶朵朵的手腕上 你给我打什么 叶朵朵惊恐地 盯着她那手里的针管喊道 袁木也没抬头 只捉着她的手 用力地扯到自己跟前 尖锐锋利的针尖 刺破叶朵朵的皮肤时 她才与生淡默地说道 你别害怕 只是一点迷药 你需要休息 睡着了 就不会想回去了 她用迷药来囚禁她 袁木 你觉得疯了 叶朵朵猛地往后撤手 袁木手中的针管还在推进 她一动 她便停了一下 更加用力地攥住了她的手腕 攥着她不能动的时候 她才继续推送里面的迷药 朵朵 我爱你 这是她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语气中 却丝毫没有暖意 凉薄地让人心寒 将针管拔出来时 她才挑眉看向叶朵朵 所以 我要你留在我身边 她就像赌咒发誓一般地说着这句话 说完 就将针管随手一扔 然后站起来 转身去了卫生间 迷药还没有见效 叶朵朵又一次尝试着起身 她将所有的力气蓄到了双手上 努力撑着床 费力地抬起了上半身 她没有倒下去 停了几秒 便一咬牙挣扎地下了床 朵朵 袁木刚好从卫生间出来 喊了一声 叶朵朵却没有理会她 而是目光直落在右手边的窗台上 想也没想的 就亮亮呛呛地跑了过去 朵朵 又是一声惊呼 袁木追了上来 窗台离叶朵朵很近 叶朵朵先跑到窗台处 这个时候 她没有多余的想法 心里只有一个质拗的想法 那就是不能留在这个男人身边 她要离开 不管用什么方式 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她要离开 这个念头一直在她脑子里叫嚣 以至于她根本忘了这是三楼 摔下去不知道会出是什么结果 双手撑在窗台上 她便毫不犹豫地推开了窗户 然后上半身竭力地往外翻 朵朵 袁木一把扔了刚刚从卫生间拿出来准备给她擦拭的毛巾 一个箭步奔过去 将动作迟缓的她给拦腰抱住了 叶朵朵知道她此时根本争不过袁木 心头被绝望烟幕 顿时不顾一切地抬手朝圆木打过去 你这个疯子 你放开我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你让我回家 我回家 我要回家 回家两个字不停地在她口中重复 想到翘首以盼的儿子 想到此时一定心机如焚的容寒生 她的心便如刀脚一般 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滑落下来 她挥出的手越来越绵软无力 抑制不住的哭声却是越来越响亮 最后哭声未止 她的人却软了下去 袁木紧紧地将她抱在怀中 心疼得不知道说什么 只不停地喊她的名字 多多 多多 放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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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朵朵依旧在重复这句话 没有嘶吼 只是虚弱无力的哭声 带着几封哀求 几封可怜 也有几分 伤人 袁木也谋一寒 抱紧她说道 你累了 需要休息 等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 她将她拦腰抱起 大步走到床边 将她放了下来 叶朵朵此时 还没有完全昏迷 但是 那要劲儿已经上来了 她的脑袋昏昏沉沉 眼皮都抬不动 整个人像在海上漂浮的感觉 动不了 她只能看着袁木 从地上拾起毛巾走了过来 放我回家 那毛巾沾上她的唇瓣时 她那已经裂开了一道口子的唇 依旧缓缓开河说着这句 袁木并不理会她 而是自顾自地捏着毛巾 轻轻擦拭着她的唇 将她下巴上的血迹擦干之后 那毛巾又压在了她的唇上 朵朵 她手没动 喊了一声才看着她 映着她那愤怒的眼神说道 我知道你怪我 请原谅我的自私 我不能想象这一辈子 见不到你会是什么样子 你现在在这里躺着 过几天 风都过去了 我想办法带你离开滨海 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我们的地方 永远 永远 你只和我在一起 叶朵朵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只能竭力地张着双眸 看着她 幅度很小地摇着头 她眼中的心痛和绝望 袁木都看在眼里 但是她并没有理会 说完之后 她的手上便稍稍用了力 将她唇上的血迹也沾去了 做完了这一切 她才起身 一眉看着她又说道 你先睡吧 我还有事情要忙 说完 她便将毛巾随手丢在了床头 然后转身 头也不回地走了 叶朵朵侧着脸看着她的背影 越看那背影越模糊 直到最后 眼前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 她再也撑不住 闭上眼睛 昏睡了过去 袁木出来 下到一楼时 抬眼扫了一眼 坐在沙发上的两个男人 那两个男人见她下来 便立即站起 满脸堆笑地说道 袁先生 接下来 是不是该做那件事了 现在你们就去办 记得 生远一点 好嘞 这我们知道 你放心 不过 其中一个先开口 说完 又停了一下 看向另外一个 第二个男人顺势 将话接了过来 袁先生 您看这也不是好干的活 这钱 是不是再加一点 这是刚刚 这两个人 坐在这里闲聊时 想出来的 人心不足 谁还会放着钱不捞 世人都想要钱 世人也都不想往外掏钱给别人 袁木一听他们这么说 顿时就沉了脸 刚想发作 心念一闪 又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 再惹事端 便收敛了脸上的怒气 问道 那你们要多少 再加这个数吧 其中一人晃了晃一只手 袁木看着 沉默了一会儿 行 事情办好 事成之后 加这个数 你们现在回去 冷下我会 险服一半到你们卡上 好嘞 谢谢袁先生 那我们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当好消息吧 两人喜滋滋的离开 一句废话都没有再说 袁木站在原处 看着两人的背影 微微皱起了眉 眼中生起了一抹幽光 他不像容寒生和墨西阳 有自己的心腹手下 他要做点事情 必须依靠外人 这样麻烦也就多了 不过 现在也没办法了 先这样吧 过几天 一切都会过去了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寒 演播 八音六和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零九集 叶朵朵自被袁木注射了迷药之后 就一直昏睡着 不知道睡了多久 醒来的时候 四下接近 眼前依旧 眼前依旧只有袁木 朵朵 你醒了 袁木的声音透着惊喜 很纯粹的惊喜 就好像之前 之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就好像 他依旧是他敬爱的师兄 不是绑架他的那个凶手 叶朵朵懒得理会他 也没有力气理会他 便是沉默者 袁木热切的目光 凝在他的脸上 说完 听了几秒 就起身说道 你已经练睡了两天了 一定饿坏了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他没有绑他 也没有做什么措施 因为他知道 此时的叶朵朵 就算让他走 他也走不了 连日的疲惫绝魔 他现在跟布娃娃 唯一的不同 就是他还能眨眼睛 还能说话 其他的都一样 他动都动不了 更不可能行动自如地 从这里走出去 所以 袁木很放心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袁木甚至还冲着 叶朵朵温柔地笑了笑 唇角扬起后 也没等叶朵朵回应 他便转身走了 叶朵朵的头昏沉无比 像有一座山压在他的脑袋上 压得他想抬头都做不到 他想起身 挣扎了一会儿 无果之后又放弃了 袁木刚刚说 他已经昏睡两天了 两天 容寒生和子西怎么样了 虽然知道袁木 不会在这个房间里 给他留下任何 可以跟外界沟通的工具 可他还是不死心地扭头 四下看了看 一圈扫下来 果然什么都没有 他现在就像一只 折了赤的燕 被禁锢在这个 华丽的牢笼里 吐不到一丝的新鲜空气 眼下 他应该怎么办 焦急涌上心头 虽然身体乏力 可他依旧没办法 这样躺下去 起不了身 他只能用脑子 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想得头疼 刚刚有点眉目的时候 袁木推门进来了 朵朵 我给你煮了一点馄饨 你最喜欢吃的那个牌子 昨天特意去买的 他其实没什么 最喜欢不喜欢的牌子 只不过 以前在最成的时候 他常偷懒 不爱做饭 就买这个牌子的馄饨 水饺 回来煮 凑火当炖饭 袁木那时候 跟他们走得很近 自然知道他这个习惯 看起来 他确实对她是用了心思的 只不过 这心思 让人恶心 叶朵朵没说什么 只冷冷地看着袁木 袁木将晚放在了一旁的床头柜上 腾出手来 弯腰扶住了他的肩膀 起来 吃点馄饨 他说着 丝毫不在意 叶朵朵眼中 那冷恋的神情 叶朵朵没有做无谓的挣扎 正由他扶着坐了起来 靠在他拿着的枕头上时 他才气若游丝的开口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 容寒生和叶紫兮 也包括孟白和承兰 在这个城市里 这些是最关心他的人 袁木既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做出绑架的事来 那就一定会密切注意 他们各方的动向 尤其是容寒生 袁木一定知道他的消息 寒生 想到这个名字 叶朵朵的心就是一尘 他面色如霜的看着袁木 眼眶虽有些凹陷 可是那双眼睛 还是一如既往的金亮 就像一目中的两颗心 让人无法避开他的光芒 袁木刚刚把碗端起来 正捏着瓷勺 缓缓搅动降温 听他这么一问 他的动作稍停了一下 他没有扭头看叶多多 也没有说什么 目光依旧落在碗里 那层薄薄的油花上 过了一会儿 他的手又动了起来 又开始重新搅动汤汁 同时他还轻轻地吹着 样子专注又体贴 叶多多眼眸一沉 无心感受他的呵护 冷声地又说道 我问你 他们怎么样了 这话冷冰冰地砸过来 袁木的手又停了一下 一秒后 他手指一松 瓷勺落到了碗底 砸出闷闷的一声响 你想问容寒生怎么样了是吗 醋意不只是容寒生会有 事实上 袁木也少不了 甚至他心里的记恨 远比容寒生多 容寒生 他拥有这个女人 可以每天跟他一起吃饭 陪他逛街 听他说话 看他笑 他还可以每个夜晚 都将他搂在温暖的怀抱中 夜夜与他撕磨痴缠 这个时候 容寒生不会知道 在这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另外一个人 有多嫉妒 袁木挑起阴寒的眼眸 转脸看着叶朵朵 四道目光在空中 碰出无形的火花之后 叶朵朵才说道 她是我丈夫 没有多余的字 只这一句 就足够说明一切 你丈夫 袁木语气很轻 那双眼睛里 却藏着一丝竭力控制的愤怒 你当初跟他在一起 不是你愿意的 是他强迫你的 还有 你是因为叶子曦 才跟他在一起的 你是为了孩子 话到最后 他的情绪已然压不住 怒目相向的样子 像个疯子 叶朵朵靠在床上 静静地看着 怒气喷发的原目 等他吼完 他才淡淡地说道 这只是你自己 挠不出来的结果 在我自己看来 我跟他在一起 是因为我爱他 你胡说 你怎么可以爱上他 你才认识他多久 朵朵 我呢 我认识你多久了 我在你身边待多久了 为什么你就看不到我 他指着自己 情绪激动 身体颤抖 叶朵朵静静地看着他 没有言语 爱一个人 是一种感觉 跟他在他身边 待了多久没有关系 但是 他没有跟原目理论这个 现在 理论这些还有什么用 心念一闪 他跌了滴眼眉 沉闷地说道 我现在在你的手上 连自己在哪都不知道 更没有力气能逃出去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到这个地步了 让我知道我家人的情况 应该也不是一个 很过分的要求 对吗 袁师兄 最后一声 自他的唇中 清浅地溢出 似最细的针尖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就扎在了原目的心里 原目待了一会儿 眼中那刚刚生腾起来的 绿色缓缓淡去 他盯着叶朵朵 看了好一会儿 什么也没说 突然又站了起来 快步走出了房间 叶朵朵 不知道他去哪儿 过了大概十来分钟的时间 才见他进来 手里还多了一叠照片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自己看 原目走过来 单手一扬 那叠照片 就画了一条 短短的抛物线 落在了叶朵朵的跟前 随手拈起 翻着看了两张 叶朵朵猛地抬起头 瞪着原目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人是 他捏着一张 举起 另一手的食指 只是照片上的一个人 看不清面容 但是这是个女人 一个和他身材相仿的女人 这女人是谁 他不知道 从照片上只看得出来 这个女人留着 和他一样的长直发 穿着和他被绑架 那日一模一样的衣服 这还不算很惊悚 最让他疑惑 又觉得心底生寒的是 这个女人躺在海边 看上去 应该死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袁末 你说话 你到底做了什么 叶朵朵极力地吼道 气息极喘 身体发抖 吼完又低头迅速地翻看着剩下的照片 剩下的照片里 不但有这个女人 还有容寒生 还有孟白 还有成岚 容寒生跪在那个女人身边 抱起她的上半身 照片是背对着拍的 看不清容寒生的表情 但是这种姿态 一个可怕的念头 刚刚在叶朵朵的脑中闪现 她的耳边就传来了原木 阴冷低沉的声音 这是从医院弄到的一具尸体 很巧 前几天刚好有个女的落到了水里 被送进医院 没抢就过来 她身份还没查清 没人认领 我给她穿了你的衣服 又把她扔回海里去了 说到这里 她就停了下来 盯着叶朵朵 用眼神告诉她 她刚刚的念头是对的 她偷了个女人的尸体 扔去海边 伪造了她溺王的假象 这女人前几天就落水 现在又在水里泡了两天 面部身体肿胀的 大概已经认不出是谁了 剩下来 衣服就是证据 容寒生和孟白 都以为那个是她 所以照片里 容寒生会抱着那个女人 橙蓝会晕倒 孟白会低着头 默不作声地抹泪 想到这里 叶朵的心就像被凌迟了一般 她盯着原木看了一会儿 又猛地低下头 翻看那些照片 最后 她将那张 只有那个女人的照片举起来 抬眼 似盯着原木 你还做了什么 文言 原木愣了几秒 继而勾了勾唇 挂出一抹冷血的笑 多多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是很聪明的 听了两秒 她又缓缓地开口 我从你的身体里抽了半针管血 用透析的方式注射进了她的身体 她现在体内任何一个地方抽出的血 都能咽出红颜的毒 还有 你的项链 现在也戴在她的脖子上 那是容寒生送你的吗 很好 她又能看到了 人死了 血液停止流动 她用透析机 把染了毒的血液送进去 会尽可能地让毒素蔓延全身 还有她的项链 叶朵朵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 果然空空如也 那是一条普通的项链 就是那次拍卖会上 容寒生作为答谢 当着血凌寒的面拍下来送给她的那条 那条项链虽然价值普通 也是她当时随手送出的小小礼物 但是 她视如珍宝 一直戴在脖子上 现在 她正紧紧地圈在那个女人肿胀的脖子上 以此证明她的身份 证明她就是叶朵朵 不 不可能 你这么做没用的 韩生不会相信你的 DNA一验就出来了 那不是我 还有师父在 你不可能瞒住他们两个 叶朵朵撕心裂肺地喊道 那张照片在她的五指中 被捏成了一个小指团 DNA 人目眉目一挑 急俏地笑了笑 对 DNA做不了家 不过 等她想起来去验DNA 你已经不在滨海了 我已经托人安排好了航班 今天晚上我们就离开这里 只要出了滨海 天高海阔 她就别想再找到我们 多多 只要再过几个小时 她抬起手 手指在叶朵朵的脸上轻轻地俯了一下 那种感觉 像突然被毒蛇缠住 冰凉刺骨的感觉瞬间传来 叶朵朵不由地打了个冷静 往旁边一闪 急喘着粗气 厌恶地看着她 这个时候 再跟原木争吵 不但没有半点作用 还只会浪费时间 浪费她仅有的几个小时的逃离时间 心念一闪 叶朵朵极其努力地 将脸上的厌恶演了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 她侧脸看了看床头柜上 那晚还在蒸腾着热气的浑吞 我饿了 她的声音很轻 飘到原木的耳中 她先是一愣 而后眼中迅速地略过惊喜 没说什么 她端着碗 往叶朵朵跟前靠了靠 觉得那些照片太刺眼 破坏现在的气氛 她准备为叶朵朵吃的时候 又腾出了一只手 胡乱地将那些照片搜罗到了一起 丢在了一旁 随后 她才捏着勺子 小心翼翼地摇起了一只馄饨 吹了吹热气 才送到叶朵朵的唇边 叶朵朵没动 挑眉目色幽深地看了她一眼 两秒之后 她低下了头 缓缓开口 吃下了她喂过来的食物 有了这样的开头 圆木似受到了鼓舞 喂她的时候 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一碗浑吞 圆木也并不着急 喂食的动作很缓慢 仿佛在享受这样一个静谧安宁的过程 很长一段时间里 两人没有说话 那阵从碗里缓缓升起的 薄雾隔在两人之间 薄雾之后 叶朵朵的目光一点点地转向深沉 吃得再慢 也总有吃完的时候 连汤都见底的时候 叶朵朵才抬起脸看向圆木 袁师兄 我跟你走 圆木本来还捏着那只勺子 还没来得及把碗放回原处 听了这一句 她的手一抖 那勺子就掉进了碗里 哐汤一声脆响后 她立即将碗放回了床头柜 然后伸手紧紧地抱住了叶朵朵的双肩 你说真的吗 你真的心甘情愿跟我走 她紧紧盯着叶朵朵 一对同仁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眼前这个女人 因为激动 她的手掐得很紧 紧到让叶朵朵觉得疼痛难忍 扭头看了看那只 死死掐在自己右肩上的手 她轻轻地说了一句 你弄疼我了 圆木一愣 随即松开她 急说道 对不起 我 我太高兴了 她是高兴 高兴到根本不想去探究 叶朵朵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那个吃饭之前 还捏着照片冲她大喊大叫的女人 现在一碗馄饨吃完 就愿意跟她走了 为什么 她不想深挖 她只知道 只要她肯跟她走 离开了滨海 容寒生就找不到他们 世界这么大 容寒生的势力再庞大 也总有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时候 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每时每刻地在一起 她再也不用去艳陷别人 她也可以陪她吃饭 陪她散步聊天 陪她笑 陪她哭 也可以在寂静的深夜里 拥着她 感受着她的体温入眠 不敢再弄疼她 圆木却抑制不住 内心的喜悦 多多 多多 她声音发颤地喊了两声 随后突然张开手臂 将叶朵朵紧紧地抱在了怀中 罗多 你知道吗 我等这一天等多久了 虽然你中了红颜 不过没关系 我会想办法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活下去 我会陪着你 一分每秒都陪着你 多多 圆木急切的话语在耳边回响 叶朵朵脸面向前方 目光毫无温度地 凝在了前方 属白色的墙壁上 过了一会儿 她才淡淡开口 袁师兄 我没有其他的要求 只求你不要再给我注射迷药了 你知道 我所上的时间不多了 不管跟谁在一起 我只想时刻保持着清醒 她停顿了一下 圆木手臂一僵 缓缓松开她 看向她的脸 叶朵朵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避开她的目光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我不想睡着 那就像死亡 袁师兄 我不想死 让我活着 谁想死 她还有满心牵挂的人 她不想死 原本吴波的眼中 弥漫上一层浓重悲伤的情绪 她没有哭 可那表情比音音提哭还让人心疼 圆木心头一痛 几乎想都没想的就重重点头说道 好 我答应你 让你清醒着 让你活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该跟你注射 不该让你睡了两天 她又轻声 像刚才一样紧密地抱住了叶朵朵 叶朵朵没有避开她 身体僵了一会儿之后 她缓缓地抬手 回应了她的拥抱 袁师兄 我知道你对我好 她开口 在袁木的耳边呢喃着 从我刚去最城的时候 你就很照顾我 当年紫西刚刚出生那几天 在医院里 除了师父师娘 就是你去的最多 医生和护士 都以为你是紫西的爸爸 还说紫西很像你 说到这里 她微微勾起了唇脚 听了两秒又说道 紫西那孩子从小就跟你亲近 我每次骂了她 她都要跑去找你高壮 素委屈 然后从那里心安理得的 骗一大堆玩具和好吃的回来 回来又跟我炫耀 说妈咪不疼她也没关系 她还有袁叔叔 她还说 如果有一天 袁叔叔变成爸爸就好了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出寒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210集 清华的声音停下 她慢慢地推开了袁木 双目直视着她的眼睛 袁师兄 紫西是我的命 我可以不见容寒生 但是我希望 在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好好看看紫西 这个要求 袁木没有说话 她很想满足叶朵朵 可她也知道 这个时候带叶子西出来 意味着什么 而且 那小东西聪颖过人 就算她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那小东西弄到这里来 来了之后 那小东西 也会弄出状况来 到时候 也许 连叶朵朵 她也留不住了 这个念头一闪出来 袁木便将连一沉 朵朵 你想见紫西可以 但不是现在 以后我会找个 合适的机会带她过来 以后 多久以后 没人知道 有没有那个以后 更没有人知道 这个世界上 不能两全其美的事情太多了 鱼和熊掌 不能兼得的时候 只能取心头最喜爱的那个 叶紫西那个小东西 虽然也很深得她的心 虽然 她也很喜欢她 但是 那孩子 终究是荣寒生的骨肉 她的身体里 流着荣寒生的血 放着这样一个孩子 放着这样一个孩子在身边 对她来说 那是煎熬 心思越来越坚定 又怕再看到叶朵朵哀求的样子 她索性 彻底松开它 站了起来 好了 朵朵 你再休息一下 我下去准备要带走的东西 袁木说完 转身就走 叶朵朵独坐在床边 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眼中浮出一抹幽光 窗外 天色已渐渐暗沉 袁木显然是选了半夜的航班 那个时候 最容易 人不知鬼不觉吧 仲寒生又是刚刚发现 海边内却自己的尸体 这个时候 一定是处在失控中 这是她最薄弱的时候 根本顾不上其他 也许甚至 她真的信了 那具尸体就是她 已经放弃了寻找 不得不说 袁木找这样一个时候 悄然带她离开滨海 实在是高明 想到这里 叶朵朵便是心中一惊 扭头看向窗外 对着逐渐昏暗的天色 她又陷入了沉思中 与此同时 滨海成另一个角落 孟白家里 那具尸体 现在就装在水经棺里 放在这里 叶子曦还不知道妈妈失踪 容寒生只告诉她 妈咪临时被师傅派出去做项目 要离开几天 所以 这个水经棺不能放在容家 那样会吓到孩子 而孟白 也没有什么忌讳的 从发现水经棺运回来之后 她便将这个暂时放在了客厅里 陈兰已经昏迷了 现在在楼上躺着 客厅里 就只剩下容寒生 伊僧 还有孟白三人 容寒生站在那具水经棺旁边 一手搭在 寒冷刺骨的水经棺上 指尖用力地 扣着那晶莹剔透的棺面 目光透过厚厚的棺体 看着里面那个静静躺着的人 她的目光 没有挑起 声音砸在棺面上 阴冷逼人 孟老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非得逼着我相信这里面的人是躲躲吗 一旁的孟白深深吐了一口气 抬手也摸了摸那冷如冰的棺体 对着这毫无生命体征的一块冰 她的眼中已经浮出了一丝雾气 我不是逼着你相信 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事实 事实是 这个人的血型跟朵朵一样 他的体内 也有红颜 红颜 如寒生重复了一声 搭在棺面上的五指收紧 紧紧钻成了拳 你是诡异 她中毒这么久 你没有告诉我 现在对着一个死人 你跟我说她是躲躲 就因为她体内有毒素 孟老 孟白 你 他的话到这里 人突然冲了出去 一个肩膀跨到了孟白跟前 双手死死地揪住孟白的衣领 如冰死的狼一般 绝望地低吼道 你告诉我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我早知道她中了毒 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她早知道 如果她早知道的话 她至少会将她捧在手心里 呵护得好好的 绝对不会任由她独自在外 发生这种事 如果她早知道 她会动用她所有的人脉 关系 替她全世界的寻找解读的方法 就算没有成效 也至少能为她多做一点 不至于让她这么久了 独自承担 如果早知道 如果 都是如果 都是永远都不可能再逆转的如果 所以 这么长时间 如涵生 你自己在干什么 愤怒 自责的情绪 瞬息引满荣涵生的心 她抓着孟白质问 心里却一遍一遍地质问自己 她本一查局到了 叶多多身体情况不太对 却还只当她是太疲劳所致 没有深想 现在想起来 她恨不能给自己一个耳光 如果能多想那么一点点 多在乎她 多关心她那么一点点 事情一定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容涵生盯着孟白 眸底心红 手背上印着两道抱起的青筋 孟白没有反抗 甚至一动也没动 你说的对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不应该听她的话 我有错 我对不起多多 孟白心中的悔恨 不比容涵生少 她没有心思责怪容涵生 对她的不敬 只深深地懊悔 当初自己的选择 她说完 两个人都没在吭声 容涵生盯着孟白 孟白却转了脸 看向了水晶棺 江池间 一森上前 抓住了容涵生的手 劝道 老大 别这样 孟老也尽力了 不是说少夫人的意思 不能怪孟老啊 不能怪孟白 当然不能怪孟白 这件事里 最魂的就是她自己容涵生了 她能怪谁 收猛的一松 容涵生往后 亮枪了一步 掌心重新浮上水晶棺的时候 棺面上那股透心的凉意 顺着掌心传来 她的心也瞬间被冰封了一样 凝视着棺里的人许久 她才嗓音低哑地说道 现在什么都没有查清 绑架她的人没有找到 我不会相信她 出事之后 她首先审问了 那日送叶朵朵去柳倩家的司机 司机仔细回想了当时的细节 唯一能回想起来一样的 就是挪车的时候 小区里出现过的那一阵骚动 但是因为这个小区属于老旧小区 没有监控 所以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寻了许多人之后才问出来 是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 开车的男人是谁 车牌号是什么 没人知晓 无奈中 她只得大海捞针似的 查了滨海所有医院门口的监控 无一例外的 那个时间段里 没有这么一个背着红衣服女人 冲进医院的男人 由此 她认定是绑架 但是 是谁绑架了叶多多 线索太少 直到现在 她也没得到结果 起初 她以为是墨西洋 但是 看到这具尸体的时候 她就知道 绝对不会是墨西洋 墨西洋如果这么做 得手之后 一定会来跟她谈条件 以此获得某种利益 只杀了叶多多 而不利用她 这对墨西洋来说 完全没什么好处 可是 不是她又是谁 到底是谁绑架了多多 这个棺里装着的 真的是叶多多吗 目光落在水晶棺里 那种障变形 难以辨认真容的脸上 容寒生 浮官 静默了许久 我不会相信 许久之后 她又重复了一声 声音不高 却字字沉重 一森看看那水晶棺 又看看容寒生 灰暗如墨的脸 心里难过的张了张口 却不知道怎么安慰 这时候 一直盯着水晶棺 看的梦白 突然将脸转了过来 这个瞬间里 她的眼中 突然略出了一丝亮光 如果真的还想 最后确认 可一验仔细的DNA 容寒生猛地扭头 看她 静默两秒 我来办 孟白点了点头 侧目看了水晶棺一眼 语气又是一沉 在此之前 这个就放在我这里吧 暂时别让孩子知道 那孩子 说到这里 她有些哽咽 停了停才说到 那孩子从生下来 就跟朵朵相依为命 朵朵出事了 最可怜的是她呀 寒生 第一次 她没有用小子 来称呼容寒生 她的目光转回来 盯着容寒生 语气尤为凝重 不管结果是不是那样 都要好好照顾仔细 她只有你了 起初那句相依为命 已经又一次 戳了一下容寒生 本已经疼到麻木的心 这一句 她只有你了 又似在伤口上 狠狠洒了一把盐 睡膝间 从未落过泪的她 眼中也有了潮湿的感觉 咬牙沉默了一会儿 她猛地收回了手 紧钻成拳 锤在身侧 她看着孟白 却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后 突然转身 快步朝门口走去了 一森见容寒生走了 就看了孟白一眼 随后急匆匆地 也跟了上去 离开孟白家 一路上容寒生 就像一尊冰雕 坐在后座 一声不吭 一直到车行驶到了 最后一个红绿灯路口时候 开车的一森 才听到容寒生 在后面说一句 一森 他不会死的 对不对 一森愣了一下 回头看了看容寒生 容寒生也在看她 那目光 一森觉得 她跟容寒生这么久 也没有看见过她如此 如此可怜的目光 她紧盯着自己 仿佛在祈求 自己说一句 符合她论断的话 而她 把这苍白无力的语言 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紧紧地抓着 一阵心酸 一森忙点了点头 对 老大 我也不相信 那个是少夫人 少夫人福大命大 遇到什么危险 也能化前为夷 那肯定不是她 不是 那一定不是 容寒生 难难重复 目光挪开 透过前挡风玻璃 看向前方 暖黄的车灯下 她的眉宇微凝 低雅的嗓音 缓缓响起 她第一次 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在想 天底下 为什么会有 这样难缠的女人 什么事情都没做 就问我多要五百万 那时候 我就想毛病治好了之后 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 这么讨厌的女人 女人的温柔 在她身上半点都找不到 她只会问我要钱 只会跟我耍无赖 后来甚至用了 那点三脚猫的伎俩 来计算我 我想 她不只是猜明 不只是不温柔 她还很蠢 唇角突然扬起 容寒生竟笑了笑 后面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一森回了神 慌忙转过去 发动汽车 车划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身后又传来容寒生的 喃喃自语声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对她动心 她那么调皮 从来不会取一迎合我 她从来只会跟我唱反调 为什么 为什么 一森没有回头再看容寒生 但是话听到这里 她听出了哽咽的声音 为什么 谁知道为什么呢 喜欢 就是那一刹那的灵感 动了心 谁还知道为什么 一森 如果她真的不在了 以后就没有人缠着我 每天去看八点档了 也没有人每天都要把她 遇到的事情 唧唧喳喳地跟我重复一遍 你说 那我的日子是不是很无聊 一森回头 看见容寒生的唇边 扬起了浅淡的弧度 比哭 还让人心碎地笑 挂在她的唇边 老大 少夫人没事的 她肯定会平安回来的 一森开口劝慰 话却透着一丝苍白 容寒生看着她 唇边弧度缓缓收起 却没有再说话 这驶过最后一段路 到家的时候 一森特地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快十点了 平时这个时候 叶子欣应该睡觉了 但是今天 两人进门的时候 小家伙却穿着睡衣 坐在客厅里 看到沙发上 那抹小小的身影 容寒生心 便猛地一揪 急步走过去 保姆看见她 慌忙地站起来 心爽 小少爷她 没等保姆说完 叶子欣就从沙发上 窜了下来 一直跑到她跟前 仰着小脑袋 大眼睛 亮晶晶地盯着她 爸爸 我妈咪呢 这话 似重视狠狠地 撞了一下容寒生的心 快速地调整了一下情绪 抹去眼中 那抹悲伤的浮光 她才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弯腰将小家伙抱起来 子欣怎么了 不是跟你说过 妈咪跟孟爷爷出差去了吗 嗯 真的吗 叶子欣双臂勾着容寒生的脖子 小脑袋却歪着 很是不相信地看着她 那我为什么要GPS追踪不到她呢 她的手机也打不通 出差不许用手机的吗 几句话 将容寒生问了个哑口无言 她只愣证了几秒 小家伙就已经皱起了眉 爸爸 妈咪不会是出师了吧 没有 卓寒生想都没想地回到 缓缓心神 她才又笑了笑 同时腾出一只手 屈指在叶子欣的鼻尖上刮了一下 你这个小东西 怎么连爸爸的话都不信了 隆欣 妈咪没事 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 这次是个特殊任务 不能跟外界联系 过几天会回来的 相信爸爸 过几天 是几天呢 小家伙不好糊弄 追根就底地问着 容寒生笑容凝滞一秒 缓缓地说道 五天吧 妈咪说 五天她会回来陪子欣 真的吗 小家伙笑了 扬起胖嘟嘟的小手 竖着手指 故意在容寒生眼前晃了晃 今天已经过完了 算起来还有两天哦 两天 两个月 两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 只要能等到她 她也会等 可是 真的能等到吗 她心里没底 却充满了渴望 祈求 祈求上天给她奇迹 看着叶子欣那只白白的小手 如寒生 连了脸情绪 抬手 将她的小手 钻在手心 便说道 好了 不早了 爸爸先陪你上楼睡觉 好啊 我也不用你陪了 你忙了一天 现在才回来 你自己早点休息吧 小家伙 脸开小嘴 笑了笑 乖巧 懂事的 让人心疼 怕再跟她磨下去 自己会泄露情绪 容寒生 也没敢多说什么 当即点了点头 抱着她上楼了 容寒生 将叶子欣 送回房间 安顿好的时候 冰海成另一角 叶朵朵 孱弱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机场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寒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一十一集 朵朵 你怎么样 原木一手 贴着皮箱 一手扶着 裹在厚实的 羊绒大衣里的 叶朵朵 叶朵朵 一只手臂 挽在原木的臂弯里 另一只手 紧紧地抓着 她的胳膊 叶朵朵贴她 贴得很紧 连也靠在 她的臂弯上 她们就像一队 来机场 准备成绩 离开情侣一样 男的高大英俊 女人 小鸟 衣人 穿梭在 机场人群中 没有引起 任何人的注意 听见原木 关心地询问 叶朵朵 扬起了脸 笑了笑 我挺好的 躺了两天 吃了东西 出来走走 整个人 都清爽多了 大概是 离开了 别墅里 那种紧闭环境 呼吸了新鲜空气的缘故 叶朵朵的脸色看起来也红润了许多 不似之前的苍白 原木见状放心了不少 手臂紧了紧 目光抬起的时候 她又警惕地往四周看了看 这是她和叶朵朵新生活开始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了 她不能允许有任何闪失 叶朵朵眼脸微微挑了一下 顺着她的视线 在后机大厅中 扫视了一圈 虽是半夜 后机大厅里 还是灯火通明 人来人往 因为有航班延误 正中央的地方 还有不少人聚集在一起 吵吵闹闹 叶朵朵他们现在的方向 就正朝着聚集的人走去 他们要绕过人群 走到登机口去 目光在人群柱停留了一会儿收回 叶朵朵挽着原木 继续朝前面走去 原木的步子有点急 她也不由地提快了脚步 两三分钟后 他们到了人群聚集的附近 大概是航班延误的时间太长了 等候的乘客群情激愤 正为这一个身着蓝色制服的 机场工作人员 脑哄哄地要说法 原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虚 走到人多的地方时 她就低下了头 而且步子比刚才卖得更急 就在家与这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一直闷头跟着原木 往前走的叶朵朵 突然悄悄地抬起了右腿 用力踢在了人群最外围 一个穿着灰色皮草女人的小腿上 这女人有点胖 也有点矮 有四十多岁 长得不漂亮 却化着浓烈的妆 厚厚的粉底 大红的唇 她的样貌并不起眼 可身上那件貂皮大衣 却是某高端品牌 新东的最新款 这种妆容 这种穿着的女人 最符合爆发户的定义 叶朵朵对这个女人 是不是爆发户并不感兴趣 她就知道 凭外貌和穿着推测 这个女人应该不是善类 直白地说 就是属于脾气火爆 有理无理 都不饶人的那一类 当然 她也不只是仅从外表 来判断出这一切的 事实上 从两分钟之前 她就在观察这群人了 她看见这个女人 一个劲地想往前几 也看见这个女人 高高扬着的手臂 嗓门很大的 朝着那一圈 那个娇小的工作人员喊 让机场赔偿损失 这种人一般都是 牛皮糖的属性 要是得罪了她 沾上了就甩不掉了 而叶嘟嘟现在 就要主动去沾这块牛皮糖 她穿着皮鞋 虽然原木知道 她身体虚弱 特地为她准备了 平底的小皮鞋 但那鞋的顶端 还算硬实 也带着一点点尖角 这一踢过去 那穿雕的女人 顿时就哀呦一声 叫了起来 同时 叶嘟嘟手臂松开 双心一软 厚痒地跌在了地上 女人回头 见身后倒下一个女人 愣了一下 没等她说什么 叶嘟嘟变扬起脸 高声地说道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伴我一下 你的素质都喂狗了吗 出门 你妈也没教你走路 还是怎么着 这话几乎是扯着嗓子喊的 语气尖锐 字字带火 一句话吼出来 旁边的人都愣了 纷纷侧目过来 看这边又出了什么新状况 原本在叶嘟嘟倒地的时候 就惊了一下 瞎意识地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才立即放下箱子 弯腰将叶嘟嘟扶了起来 没事吧 她声音很低地问了一声 手上用了力将叶嘟嘟胳膊紧紧攥住 似乎生怕她跑了 叶嘟嘟扬脸 继继续大声地说道 我腿好疼 这个女的有毛病一样 好好的路不走 过意伴我一下 一次出言不善 两次又是夹枪带棒 穿雕的女人也怒了 她纳支带了一个钻戒 一个金戒指的手抬起来 直接戳上了叶嘟嘟的鼻尖 粗野的大嗓门吼了起来 哎 你这小丫头 怎么说话呢 明明是你刚刚踢了我一脚 我还没说什么呢 你就先嚷上了 你把话说清楚 谁素质喂狗了 谁又毛病了 你过来 把话说清楚 她手指着叶嘟嘟往前上了一步 没等叶嘟嘟说话 就开始炮轰 瞧你年纪轻轻 打扮也像个人的样子 嘴怎么这么欠呢 自己踢了人还恶人先告状 我告诉你 赶紧给我道歉 不然我跟你没玩 瞧你那小狐狸鸡的样子 哟 别是勾引了谁家老公 急着去私奔吧 你说谁是狐狸鸡 你才是狐狸鸡 你是老狐狸鸡 瞧你穿的什么德性 胖成这样也敢穿貂皮出来 不怕人家把你当成一只貂吗 叶朵朵更着脖子破口大骂 同时用力甩开原木的手 手臂往前一伸 就揪住了女人那件昂贵的衣服 就是你扮到我的 应该你跟我道歉 我道歉 我今天跟你没完 穿雕的女人惊得不轻 真是见鬼了 见过不讲理的 没见过你这样不讲理的 老娘真是长见识了 我到时候要看看 你怎么跟我没完 你这个小贱人 话音还没落下 战斗力爆表的她 就抡起了一只胖胖的巴掌 对着叶朵朵的脸 扇了过来 叶朵朵一手揪着她的衣服不放 一边往旁边侧了一下 同时 就在那巴掌落下来的时候 一旁被这突发状况 弄得不知所措的原木 终于回了神 抬手一把攥住了女人的手腕 原木心里乱糟糟的 只想快点摆脱这个女人 带着叶朵朵离开 所以用的力道很猛 手一攥住女人 女人的手腕上 就是一阵身疼 但是 但凡战斗力强的女人 都不是那么娇贵 所以这点疼 没吓倒女人 反倒激起了她的斗志 哟 情妇也出马了 你干什么呀 一个大男人还想欺负女人 来吧 老娘可不怕你 你们偷情私奔还有理了 她故意这么说 说完 没等原木做出任何的反应 她就扯着脖子 对四周喊起来 哎 哎 你们快来看看 看看这对不要脸的男女 自己偷情私奔 还欺负人了 大家快来看看 快来看看啊 后机大厅中间 闹了这一出 本来就够引人注意的了 被这女人 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这么一喊 更是吸引了无数的眼球过来 之前被包围在人群中的工作人员 也挤了过来 出来调停 这位女士 这位先生 你们都先冷静一下 有什么事 请跟我说 我会尽力解决你们的麻烦的 解决 好 小姑娘 你来评评理 这两个人 女人朝工作人员 噼里啪啦的说开了 原木眉头一皱 松开她的手 懒得再听她多说一个字 便一把抓起了叶朵朵的手 她的手像铁钳 牢牢地钳住了叶朵朵的手 我们走 时间不早了 要登机了 叶朵朵心一惊 来不及再多详细的思考 用力甩她的手 嚷道 你放开我 我不走 这个道理没说清楚 我就不走 明明是她扮倒我的 你看 你看 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穿雕的女人 又一次被激怒 干脆伸手 攥住了叶朵朵的衣服 行 今天不给说法 你也别想走 你放开我 再不放开我 我要报警了 叶朵朵扯着嗓子 吼了一声 同时仰手 对着女人挥了过去 她没真朝女人的脸打 只朝着 她那厚厚的貂皮大衣 重启轻弱地拍了两下 这两下当然不疼 但是 却如一锅烈油 喷在女人那簇怒火之上 小贱人 你还敢动手了 女人像一匹母狼 嗷的一声 就朝着叶朵朵抱负过来 两个女人 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丝打起来 事态发展之快 让旁观者扎舌 也让一旁的原木 心急如焚 那位工作人员见状 大概是有点畏惧 这两个彪悍的女人 没有上前拉架 直接掏出了对讲机 呼叫机场保安过来 叶朵朵本是故意挑起这一切 希望趁乱 引来警察救她 事情进行到这里 她的目的眼看着 就要达到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强色一阵的眩晕感 袭了上来 她让原木 不要再给她注射迷药 就是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 从醒来到现在 她没有做任何的挣扎 也是为了保存体力 在这人最多的地方 想办法逃走 但是现在 如果她一旦昏了过去 所有的努力就都成了白费 胖女人怕惹事 不会再揪着她不放 机场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也不会再理会她 她还是会很快 被原木带上飞机 飞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 这么一想 情急之下 她便没再跟女人私打 而是一边承受着 女人的巴掌和拳头 一边努力 朝四周张望 万幸 在这个时候 侧前方的一扇小门里 跑出两个身着制服的人 心一横 她对着这两个人 喊了一嗓子 警察来了 这一喊 原木和那个已经 站在了上风的女人 都是一惊 趁着这个功夫 叶多多用尽了 最后的一丝力气 挣脱了女人的手 甩开大步 跌跌撞撞地 朝着那两个人跑过去 有事找警察叔叔 这是从小老师教的 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她也管不了 这两人是保安 还是警察了 死马当成活马一 求他们求救 总比找普通乘客求救 更加靠谱一些 叶多多是这么想的 却没想到 就在她朝着两个 身着制服的人 奔过去的时候 她的目光 同时瞥见了 前方不远处 站在一排座椅前面的 一个人 一个女人 看清楚这个女人之后 仅用了一秒的时间思考 叶多多就转了方向 直奔向了她 救我 这是她昏倒 在这个女人面前说的话 清清楚楚地 传进了女人的耳朵里 说完这两个字之后 叶多多如一片落叶 软软地 瘫倒在了女人的面前 女人一惊 立即弯腰 一脸惊慌地叫起来 同时 一个男人 从机场超市方向过来 见这里情况不对 她跑了过来 安贤 怎么 最后一个字还没出口 手上攥着两瓶矿泉水的男人 就看到了地上躺着的人 朵朵 安贤伸锁着眉头 满脸焦急 明远 这是你女儿啊 她这是怎么了 这男人正是叶明远 她跟安贤 刚从C国飞回来 飞机降落之后 却接到司机的通知 说来接他们的路上 出了点小事故 要晚点过来 安贤坐飞机 坐得累得不想动了 就说在这里等一会儿 又让叶明远 去买两瓶水来 却没想到 她刚刚察觉到 那边有了骚动 起身看看 就见叶多多 摇摇晃晃地跑过来 又晕倒在她面前 安贤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但是那两个字 她听得很清楚 她蹲在叶多多身边 目光凝重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将她抱了起来 明远 什么也别说了 先把多多送医院 我看这孩子虚弱得很 别出什么事 安贤说着 见叶明远不动 她又沉脸催了一声 还愣着干什么 把她抱起来啊 叶明远见她 比自己这个当父亲的 还着急 有点意外 但是更多的 还是不高兴 不高兴在这个时候 看到叶多多 她不是我女儿 我跟她早就 没什么关系了 这个时候 昏倒在机场 别是惹了什么麻烦事 安贤 我们别管了 走吧 我看司机也快到了 她两手攥着 二十多块钱 一瓶的 一云矿泉水 完全没有松手救人的意思 微醋的眉宇间 只有厌恶和嫌弃 没想到 她会对自己的 亲生女儿如此冷漠 安贤愣了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木匆匆跑来 叶叔叔 朵朵她 她看了叶朵朵一眼 立即蹲下去 伸手要将她抱起 见她伸手 安贤脑中 顿时闪过 叶朵朵那句话 救我 她几乎是本能地抬手 挡开了原木的手 警惕地看着她 你是谁 原木也不认识安贤 这里人多 她不想惹事 便收了手 耐着信字回道 我是朵朵的师兄 我们打算回自己城去 没想到 她刚刚在那边跟人吵架 昏倒了 吵架昏倒了 安贤不是只会跳广场舞的大妈 她是大集团的当家人 原木这话 在她听来 简直漏洞百出 她将原木眼中 那股异常明显的交集 倾收眼底 心思一闪 便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既然昏倒了 你们也不适合上飞机 我跟她也有一面之缘 我的车就在外面 先送她去医院吧 我看她情况不太好 强行上飞机 别出岔子 说完 她又看了叶明远一眼 眼中浮出一抹果决的绿色 明远 别愣着了 快把朵朵抱起来 不然 你给小王打电话 要她在外面让她进来 或者直接叫120都行 人命关天 难道你真要看着朵朵 在你面前出事 朵朵再不在她面前出事 叶明远其实并不在意 或者说 刚刚她看到叶朵朵 躺在地上的时候 她甚至有了一种 畅快淋漓的感觉 那时候 她的脑子里只有两个字 活该 不过 这是她的想法 而她现在 却不能遵从自己的意愿 因为 安贤那目光 明显是最后通牒的意思 叶明远还在犹豫 袁木一听安贤这话 急了 刚想开口 却不料安贤 比她动作更快 话一说完 她就自己掏出了手机 喂 小王 你到机场了吗 好 赶紧进来 电话挂断 她便对袁木说道 你既是朵朵的师兄 那就跟我们一起吧 我的司机马上就到了 她的眼中隐隐含着警告之意 同时 手臂紧了紧 抱住了叶朵朵的上半身 紧紧地搂着 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是浪费时间 袁木犹豫了一下 一咬牙 把心一横 什么也没说 直接伸了手 拖住了叶朵朵的背 打算把她硬抢过来 你要干什么 安贤厉吼一声 心中已经完全肯定 这个人不怀好意了 来人啊 她相当果决的仰头 大声喊了起来 袁木愣了一下 扭头一看那两个穿制服的人 已经到了跟前 犹豫了几秒 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松了手 阿姨说得也对 这时候确实不适合上飞机 那就麻烦你们 把朵朵送去医院了 她起身 转身就走 安贤知道 她心里有鬼想逃 打算让机场保安拦住她 还没开口 叶明远却说道 擦了 别惹事 你想救人就救人吧 别的事情别缠合了 叶明远懒得去想袁木 和叶多多的关系 她只想早点离开 这冷冰冰的机场 大半夜的 应该舒舒服服地 躺在家里床上 她可不想因为这点破事 又跑一趟景局 安贤满脸不高兴 这时候小王 也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叶明远看见她 立即招呼了一声 让她过来 先把叶多多抱起来 等到小王抱起了叶多多 叶明远才轻轻地 揽了一下安贤的肩 好了 这都快十一点了 你明天早晨不是 还有早会吗 快点回去休息吧 这个袁木我认识 是多多的师兄 师兄妹之间 能有什么事 别多想 没事她跑什么 明显兴虚 安贤依旧朝圆木 离去的方向看着 可她已经钻进了人群中 不见踪影了 心里惦记着昏迷的叶多多 安贤也只得收回了目光 跟机场人员解释了几句之后 她就让小王抱着叶多多 匆匆出了机场 安总 是直接上医院吗 都上了车 小王问了一句 安贤朝昏迷在一旁的叶多多 看了一眼 想了想说道 直接去医院吧 最近等 副驾驶上的叶明远 回头皱眉说道 把她送回荣家不就行了 还要送医院 难道还要在医院 陪她一晚上 叶明远 这梁博的话 彻底激怒了安贤 她冲叶明远 冷喝了一声 再怎么说 她是你女儿 现在去市区 还有那么长的路 去荣家的路怎么走 小王都不清楚 万一她要是急症 等你送回去 人都不行了 你承担起这个责任吗 我 叶明远本想跟她争 那只安贤 已经把目光转向了小王 快点去医院 有人要是不想去 停车 让她下来 这话明显是冲着 叶明远的 小王扭头 看了看叶明远 灯光下 叶明远的脸上 是一层尴尬的土灰色 安贤是个 说一不二的女人 她有这个资本 也有这种性格 叶明远不敢再多说什么 愤愤不平地 嘟囔了一句之后 就转过脸 看向前方 不再吭声了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出寒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一十二集 小王用导航仪 搜了最近的医院 二十多分钟后 车就停在了医院里 红颜的毒 一般的医生瞧不出来 所以 急诊之后 医生只是说到 疲劳导致昏厥 建议留院观察一晚 安贤让小王 去办了住院手续 叶明远一见他 还真打算 在医院号一晚上 又忍不住抱怨了起来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非要插手 他的事情 这丫头 他就是个祸害 你不知道吗 护士刚刚把叶朵朵 挪回病房安置好 人还没走 叶明远的话 扔了出来 安贤脸色难看 瞧了床上昏迷不醒 神色苍白的叶朵朵一眼 随后 就转而瞪向了叶明远 他一声没坑 瞪了一眼后 就转身走出了病房 叶明远跟上去 出了病房 又说道 我知道你是看在 她是我女儿的份上 要帮她 但是不瞒你说 我现在早已经 当这个女儿死了 她把我害成这样 我 你给我闭嘴 安贤压低声音 断贺一声 她面色铁青 不敢相信地盯着叶明远 叶明远 我真是没想到 你这个人心能 狠到这种程度 她是你女儿 亲生的 不管你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 这一点总是 改变不了的事实 今天你居然眼见她这样 也不打算伸手帮一把 我 她似乎被气着了 说到这里 脸上微微泛红 又抬手摆了摆 算了算了 我懒得跟你说这些 你听好了 我帮她不是因为你 我跟容寒生 有业务往来 她的人 我不能见死不救 还有 叶明远 你最好记清楚一点 说到这里 她突然停住 脚步稍稍一动 朝着叶明远 跨了半步 站在她面前 面冷如霜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 那个叶明远了 你的公司破产了 你女儿 就是她 叶多多好心 给你留了那点钱 也被你败干净了 你现在是靠我吃饭 用我的吃我的 你跟小王他们 没什么区别 以后 最好不要质疑 我的决定 懂吗 哀贤微微仰着脸 一双精致如少女的眼眸 蹦出了几缕 如鹰斑 冷力的锋芒 说完 面对着叶明远 土灰色的脸 她又抬起右手的食指 轻轻地在叶明远 胸前点了点 这是我最后一次 跟你说规矩 以后再犯 滚 无情的字 从她口中滑出 说完 她便懒得多看 叶明远一眼 伸手 从随身的小包里 取出了电话 翻掌了一阵 她拨了一个电话出去 叶朵朵没想到 她醒来后 第一眼看到的竟是容寒生 哀贤斥责完叶明远之后 就给容寒生打了电话 从市区到这家医院 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容寒生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 那时候叶朵朵还昏迷不醒 容寒生就在床边抓着她的手 做了一夜 刚睁开眼 人影模糊 她还以为出现了幻觉 故意闭了闭眼之后 就听耳边有人喊她 朵朵 声音也对 同时手背上 她掌心的温度 越来越明显 真的是你吗 叶朵朵的声音很轻 气弱油丝 却带着节后余生的惊喜 容寒生 轻声过去 双手捧着她的手 贴在唇边 吻着她的手指 是我 朵朵 别怕 没事了 听安贤说当时的情形 她的心都快碎了 她说着话 目光一直落在 叶朵朵的脸上 三天而已 她又憔悴了许多 脸上血色全无 几乎是透明的 她看着她 分秒都不敢错开目光 生怕她突然化为 一缕青烟 在自己眼前消失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两人都没有说话 目光交织 许多情绪都凝结在其中 不需要言语表达 直到病房门口 响起了护士的声音 查房 护士进来 先是量体温 后是量血压 忙活了一阵 护士走后 叶朵朵才问道 现在几点了 八点多 容寒生一边整理着 刚刚被护士弄乱的背脚 一边回道 叶朵朵扭头 看了看窗口方向 今天天气不错 阳光好得亮眼 我想回家 她轻声说道 容寒生的手停了一下 抬手 缓缓地抚了抚她的脸颊 好 我等一下去办出院手续 这儿的条件不好 还是转到孟老那儿更安全 不是 我想回家 叶朵朵重复了一遍 眼眸精亮地盯着容寒生的脸 闻言 容寒生皱了皱眉 垂眸片刻 她才说道 朵朵 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不适合待在家里 有孟老在身边照顾你 我可放心 她没有提红颜的事 但是很显然 她已经知道了 空气在沉默中 似乎凝滞了 每一次清浅的呼吸 都仿佛凝着千斤重担 为这静谧 增添了一份沉重了 韩生 我想回家 这是叶朵朵第三次重复 她的脸上 没有多余的表情 唯有眼中 闪出一抹坚决的心芒 这丫头 就是这么执拗 容寒生心中 轻轻叹息 刚想开口 又听叶朵朵说道 师父要是想到解读的办法 打个电话来 我就可以过去 若是想不到 我住在那里也是无用 我想待在家里 想跟你们在一起 原母都知道 最后的时间 要不惜一切代价 跟她在一起 她也同样希望 跟她最在乎的人在一起 容寒生听她这么一说 心中疼痛的感觉 无以复加 怕泄露自己的情绪 她垂下了眼帘 盯着雪白的背面 沉默了一会儿 好一会儿 她才沉闷地说道 那好吧 我们回家 她挑起目光 正对上叶朵朵 微笑的脸 叶朵朵想早点回家 他们也就没在医院常待 查过房之后 容寒生就让一森办了出院手续 这就出了院 路上 叶朵朵才知道 原母已经离开滨海了 昨天晚上 安闲救了她之后 袁木独自乘飞机离开了 容寒生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脸崩得很紧 眼中闪出凶狠的光 最后还咬牙切齿地说 已经派人去追她了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也要把她追回来 叶朵朵靠在她的肩上 听着这些 听完了她的发誓之后 抓起了她的手 捏了捏 没有说什么 至于袁木 她不想再浪费半点心思 在那个男人身上 容寒生想怎么样 就随她怎么样吧 她不想多问 袁木的事情说完 容寒生又有一种 庆幸的口吻 说了安闲 说她幸亏昨晚碰到了安闲 还说有时间 要好好感谢她 这一点 叶朵朵也认同 救命之恩非同一般 自己只要还活着 就应该去郑重地道信 只不过 有一点 让叶朵朵有一点意外 在容寒生的话里 完全没有提到叶明远 难道 她昨天晚上来的时候 叶明远 没跟安闲在一起吗 容寒生不知情 只让叶朵朵松了一口气 她还真怕容寒生来问她 叶明远 为什么会和安闲在一起 因为她也不知道 在她的印象中 叶明远跟安闲 没有任何的交集 为什么他们 会一起出现在机场 这让人很疑惑 不过现在 她也没有心思 去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 她只觉得累 只想安安静静地 靠在身旁的男人肩上 好好休息 下车的时候 叶朵朵昏昏沉沉 她懒得动 就由着容寒生抱着 眼都没睁开 进门的时候 听到孟白和成岚的声音 她才张开眼 他们已经得到消息 赶了过来 二老连同叶紫希 都在客厅里等着他们 妈咪 叶紫希先跑过来 她是个小人精 一小时前 一看见孟白和成岚 急匆匆地进门 她就知道 她妈咪不是出差去了 妈咪没回来的时候 她就在磨着孟白和成岚 一个小时过去 真相也被她磨出来了 现在一看叶朵朵回来 小家伙的高兴 都写在脸上 但是兴高采烈地 跑到跟前 一看叶朵朵 这虚弱的样子 她又皱起了小脸 妈咪 你要不要紧啊 我很担心你 她只知道 叶朵朵被绑架 还不知中毒的事情 瞧叶朵朵这样 她就是一脸担忧 叶朵朵 是以容寒生 将她放下 容寒生 却没有松手 只对叶紫希说道 妈咪不舒服 让妈咪先回房间 不要吵她 哦 好 小家伙立即让开 容寒生抱着叶朵朵 看了孟白和承兰一眼 三人心有默契 都没说什么 回到房间 将叶朵朵安置好了之后 孟白和承兰 留在了房间里 容寒生 则把叶紫希 给带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 等孟白出来 叶紫希才获准进去 而容寒生 则看了孟白一眼 示意她去书房台 孟老 情况怎么样 房门一关 容寒生便焦急地问道 孟白没看她 却只摇了摇头 轻叹了一声 见状 容寒生的心 就瞬间沉到了底 您这是什么意思 孟老 请您实话实说 她绕到孟白对面 高大的身形 刚好挡住窗口 遮下了一大片阴影 孟白挑起目光 与声凝重地说道 朵朵的身体很不好 她这种情况 本来应该静养 这几天的事情 对她来说 就是学上加说 还能不能再撑下去 很难说 而且 她停顿了一下 长叹了一声 唉 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我要提前跟你说一下 什么消息 容寒生问道 紧张的声音 都有些发抖 孟白说 之前我从那个老东西那里 拿到了红颜的云石配方 但是昨天我才发现 那老东西居然跟我耍了个心眼 把其中一些重要的数据 对调打乱了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错了 一切都要重新来过 什么 容寒生惊道 阴谋瞬间蹦出一抹冷冽的寒光 我现在去找她 事情到了这个关头 她的冷静已经烟消云散了 孟白见她急着要走 伸手拦了一下 没有 那种人 软硬不吃 你就算把她抓起来 也不能保证 她给你的是真实可靠的 要是再护能我们一把 到时候只会浪费时间 而且现在我已经把 争取的数据理出来了 你找她来也没用 这就是重点 容寒生收住了脚步 身形僵在了那儿 孟白见她不动才收回手 看了看她又说道 我猜她是想试试我的水平 或者想跟我比一比 所以才会那么爽快地 给我写了配方 然后又暗中动了手脚 也怪我自己 当时只顾着高兴 没有深想 这才浪费了时间呢 孟白伸锁着眉头 满脸懊恼不停地摇头太息 卓寒生知道 这件事不能怪她 世人都有疏漏的时候 她只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 并不是神仙 只是这样一来 孟老 你有把握吗 沉默许久 容寒生才突然问了一句 孟白抬脸对上她清冷 又隐含着灼热期盼的目光 神色凝制了几秒 研究出解读方法的把握我有 但是我没有把握 我都的身体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候 她现在真的很糟糕 她本来还想说 一场感冒都会要了她的命 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容寒生眼中那点灼热 缓缓淡去 她没说什么 转身走向窗口 站在了窗前 过了好一会儿 孟白才听她说道 有把握总比没把握好 还有希望 希望 对 他们现在就只能依靠这点希望来安慰自己 孟白想了想 朝着容寒生那略显寂寥的背影走过去 我一想视朵朵为女儿 她的事 我会尽全力 这段时间 你好好照顾她 别让她再出什么岔子 我会的 容寒生侧身 暮色坚毅地看着孟白 孟白点了点头 沉默一阵 脸上又闪过了一丝尴尬 犹豫了一会儿 她还是开了口 你是不是在找原木 听到这句话 容寒生的脸就变了色 她的飞机是去C城的 是不是停在那儿 还是打算转机去那儿 我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没关系 我总会找到她的 容寒生说这个话的时候 每个字都咬得很重 仿佛在发誓 她看着孟白 目光灼灼 孟白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叹道 她做出这么混账的事 抓回来是应该的 说了这句 她把目光测开了一点 转向了窗外 看了一会儿才说道 道理是这个道理 不过我还有个请求 你能不能答应我 如果孟老师 想替她求情的话 我拒绝 容寒生脱口而出 没有半点思考 孟白脸色尴尬 将了一阵才说道 我也不是想替她求情 我只是想 只是想 如果你先抓到她 能不能先交给我 容寒生愣了一下 孟白紧紧跟着又说道 你别多信 我绝对不是包庇她 她毕竟是我一手交出来的 出了问题 我这个做师傅的也有责任 说起来 这件事情本身 我就有责任 早在自成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原目对朵朵有意思 那时候 我知道 却没干涉 只想着这是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他们能解决好 不用我操心 却没想到 发展到这一步 居然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我没尽到做师傅的责任 对不起朵朵 也对不起你呀 孟白神色暗淡 容寒生盯着她看了一看 心中有些不忍 虽然有些排斥她这个提议 但是心里多少 还是能体会孟白此时的心情 犹豫了一下 她回道 好 等我抓到她 孟白知道 容寒生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听了她的话 孟白似乎松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行 那谢谢你了 孟老说什么谢谢 见外了 容寒生淡淡回应 孟白看看她 没再说什么 这一天 孟白和陈兰留在了容家 容寒生回到卧室之后 合一而卧 陪着叶朵朵 家里的床 总让人有一种安全感 这一觉 叶朵朵睡得很好 中间没有醒 睡了一个下午 一觉醒来 已是晚上 张眼看到容寒生 她有些意外 你一直在这里 容寒生坐起 朝墙上的挂钟 看了一眼 八个小时 从早上十一点到现在 一直都在 见她坐起 叶朵朵也跟着坐了起来 她的身体发软 起身的时候 让容寒生扶了一把 你没事了 一天都在陪我 容寒生下床 取了一件衣服过来 披在了叶朵朵身上 然后才重新坐回来 拦着她的肩 说道 公司没什么大事 就是有 这些事情再要紧 也比不上你 朵朵 她手上暗暗用力 牢牢地扣住 叶朵朵的肩膀 俊脸低下 脖唇擦着她的耳畔 轻声地说道 你失踪这几天 我都快疯了 整夜整夜地 不敢闭眼 只要一闭上眼睛 脑子里就是那幅棺材 清醒的时候 我总忍不住去猜 猜那棺材里的人 到底是不是你 每一次猜着猜着 我就不敢再往下想 孟老提醒我 可以让仔细 跟那个人去做DNA鉴定 其实我不敢去 我怕 朵朵 我真的很怕 连日的痛心困倦 让她的声音变得沙哑 细细听来 竟似乎还有嘶嘶的哽咽 这样的声音在耳边撕膜 叶朵朵鼻尖一酸 眼睛湿了 她也没控制住情绪 任由眼泪滑落下来 滴在了背面上 感谢您收听 都是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亲 第二百一十三集 那是原木从医院找的一具尸体 我接到医院精神科 打来的那个电话 也是她拜托医生打的 这件事 她做得很缜密 怪我自己当时只想着去看柳倩 没有想那么多 她垂下眼帘 禅艳式的长节 随着她低碗的声音轻轻颤抖 容寒生手一紧 脸贴在她的病肩摇了摇 不 没有 不怪你 妖怪只能怪我 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好你 怪我 她执拗地说着自责的话 也朵朵测了一下身体 脸埋在她温热的搏亢间 轻轻地叹了一声 沉默了几秒 她才说道 还好我运气好 终于还是回来了 真不能想象 以后的日子 如果真的跟她在一起 会怎么样 这是一种 现在想起来 还让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 她后怕 容寒生同样觉得后怕 叶朵朵说完就沉默了 容寒生觉得这样的话题 太沉重 而且 也不想把时间 浪费在原木身上 所以没有接这个话 只柔声地说道 好了 现在不说这个了 睡了这么久 饿了没有 嗯 叶朵朵应了一声 扬起脸 朝她笑了笑 能不能牢房二少 亲自下厨 容寒生愣了一下 继而脸上 露出一抹尴尬 我的厨艺你是知道的 我怕你吃不下去 而且晚饭有很多好吃的 都给你留了 我不要 我要吃你亲手做的 什么都好 叶朵朵执拗到 容寒生瞧她坚持的模样 不由得好笑 那好吧 到时候吃不下去 可别怪我 说着 她就松开了它 起了身 厨艺欠家的人 做起饭来 一般也不会很快 所以出卧室后 将近半个小时 容寒生才端了碗进来 前两天仔细要吃馄饨 阿姨包多了 还有 刚好晚上有鸡汤 放一起煮了一碗 容寒生端着碗坐过来 捏着瓷勺 在汤碗里缓缓搅动着 叶朵朵盯着那一缕 鸟鸟声腾的热气愣了一下 昨晚 袁木最后给她吃的就是馄饨 今天回来 在家里居然也是 真是巧 不过 这味道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她想着这些 并没有说出来 而只是专心地吃着容寒生 喂过来的馄饨 容寒生想让她多吃点东西 所以没有说话惹她分神 叶朵朵也是饿了 吃得专注也没有吭声 一直到碗里的馄饨下去一半的时候 她才开口 我们举行婚礼吧 这个事提出来太突然 容寒生愣了一下 刚刚摇起的勺子也僵在了碗面上 犹豫了一下 她才将勺子送到叶朵朵的唇边 微微醋眉地说道 你身体不好 婚礼程序繁多 还是等你好起来了再说 我还能好得起来吗 叶朵朵没吃 唇贴着瓷勺边沿 目光灼亮地盯着她 这话 似锋利的刀 在容寒生的心头割了一下 她心里很疼 却不想泄露情绪 沉默了一会儿 才收回了勺子 放回碗里 敏唇勉强笑笑 说什么傻话 当然会好起来 孟老跟我说了 解读的事情 她已经有眉目了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要相信你师父 当然 我也相信她 我相信她能把你吃好 相信 对于孟白的医术 她当然是相信的 只不过 这世界上 总有那么多事与愿违 有很多都不是 人力可以左右的 叶朵朵没有收回目光 依旧那么直接地 盯在容寒生的脸上 容寒生演示得好 并没有露出 心虚慌乱的情绪 但即便如此 叶朵朵还是没有 被她的话说服 我相信师父的医术 但是我也怕 寒生 她突然抬手 抓住了容寒生的手腕 我怕 我真没有机会穿婚纱了 我们可以不要 那么复杂的程序 也不要请很多人 我只需要一个仪式 我想认认真真的 跟你结婚 她说得急 字字句句都显示着 她的不安和胶着 手腕上 感觉到指尖的力量 容寒生心头猛然一颤 她放了碗伸出双臂 轻声过去将 叶朵朵紧紧地 抱在了怀里 心头的酸色 让她一时间难以开口 这个时候 她只能抱着她 让叶朵朵感受到 她的温度 也让她自己 感受着 叶朵朵的温度 过了好一会儿 容寒生 才深深地缓了口气 好 我答应你 我去安排 听到她的回应 叶朵朵终于松了一口气 叶朵朵回应着她的拥抱 敏唇笑了笑 又用一种略带后悔的语气 说道 现在想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是太矫情了 考虑事情太多 总想着完美 现在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那么多完美等着我 说完 她停顿了一下 轻轻推开容寒生 双手抓在她胳膊上 目光一瞬不瞬地 盯着她清俊的容颜 其实 最完美的就在我身边 从最初 我便拥有了 安生 你就是完美的 我爱你 这话此时说出 毫不煽情 有的只是认真 庄重 凝聚了她所有的心动和感激 泪光在眼中浮动 然而 她的唇边 却挑着一抹笑容 那笑 印在容寒生的眼中 是那样的惊心动魄 那样的 简直难忘 她本想回一句 我也爱你 又觉得这样的回复 显得敷衍苍白 想了想 她干脆凑过去 稳住了她的唇 她的唇上 还沾染着鸡汤的香味 她闭上了眼睛 品着这份柔软 心底 却疼痛地不能呼吸 这是最后的缠绵吗 不 一定不会是这样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她们的感情 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 上天不会这么残忍的 容寒生心中想着 双臂紧了又紧 恨不能将怀中这个女人 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让她与她 生死与共 永远不要分开 因为叶朵朵的坚持 容寒生稍作安排 就将婚礼定在了三天后 叶朵朵的要求是 一切从简 容寒生自己 也是这样想的 婚礼本是喜庆的事情 但是 她和叶朵朵 都不是爱那种 虚幻热闹的人 而且叶朵朵 现在身体情况不好 按照正常程序来 她会很累 所以想了想之后 她精简了仪式 也精简了人缘 请的人 都是两人都相熟的 那几个人 为了避免麻烦 她甚至没告诉 容若朴和林芳如 不过虽然一切 都静悄悄地举行 容寒生 还是用了心思 让这场婚礼 简约而不简单 她提前让爱玲 去会所里清了场 请了滨海最好的 婚庆公司 做了布置 这些 都是她一手准备 没有告诉叶朵朵 而叶朵朵也没问 只安静地等着 她相信容寒生 大事小事都相信 她知道 她一定会给她 一个完美的婚礼 到了婚礼这天 虽然容寒生 一直没叫她 叶朵朵还是 醒得比之前早 因为化妆师 已经提前 去了会所待命 所以他们从家出来 就直接去了会所 叶子曦跟他们一车 小家伙 仿佛从这场 不寻常的婚礼 已经秀出了 什么不对 坐在叶朵朵身边 一路上 总是不时地 看看她 那小小的眉宇间 竟似凝了几分沉重 不过好在 聪慧的她 并没有在这个时候 刨根就底地 追问父母 一路上 她都很乖 甚至 故作开心的样子 调侃父母 托着她这个小尾巴 举办婚礼 很羞羞 只子莫若母 小东西再怎么聪明 也还是个孩子 嘴上虽然说着笑着 可那点小心思 还是都写在了脸上 叶朵朵看着难过 有心安慰孩子 到开口的时候 却又觉得 说什么都不合适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到了会所 小东西 也没给父母添乱 自己找孟白他们去了 化妆室里 艾琳很快 拿来了婚纱 因为时间太紧 做不了太精致的东西 这就是一件 从一位知名婚纱 设计师那里 取来的现成品 根据叶朵朵的尺寸 改了一下 这婚纱款式简单 露肩竖腰设计 从胸口处往下 点缀着朵朵白色玫瑰 剪材得体 简单 又不是优雅精致 婚纱很唯美 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腰间 稍稍宽宽了那么一点 艾琳见叶朵朵上身后 腰间不那么贴合 便有些歉意 刚想开口 却见站在叶朵朵身后 帮她整理裙摆的容寒生 宠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示意她不要说 艾琳这才想起 自己是按照 叶朵朵之前的尺寸 告诉设计师改的 现在 她瘦了许多 艾琳也不清楚 叶朵朵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 从这场仓促婚礼来看 他们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艾琳也是聪明人 从容寒生 那点眼神暗示中 体会出了她的意思 自然 也就没有说什么 其实也不用 艾琳说什么 叶朵朵自己 也能感觉得出来 但今天是个好日子 她丝毫不想破坏气氛 所以扯了扯宽松的腰 出了一伙神 也没吭声 她自己的衣服换好 容寒生的礼服 也换好了 她穿正装很好看 换好后 叶朵朵就多看了几眼 觉得她领带不够正 叶朵朵抬手 帮她理了理 唇里的时候 她低着头 目光没抬起 唇边却溢出了笑意 你知不知道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什么感觉 这时候艾琳已经先出去了 所以她说话没有顾忌 容寒生低眉 看着叶朵朵这张 因为上了妆 而显得格外娇嫩的脸 微微勾了唇 不是想打死我吗 当然不是 叶朵朵抬眸瞪着她 你怎么会这么想 容寒生本来就是开玩笑 见她当真 更起了兴致 抬手挑起了叶朵朵的下巴 那我应该怎么想 你这个丫头 从见我开始 就对我没做什么好事 难道 我还能幻想着 你第一次见我 就想要嫁给我 她的眼中 星光夺目 刀印的人影 就是那一处星光中 最美的风景 叶朵朵微微 歪了一下头 长洁一闪 笑道 想想 也未尝不可啊 我第一次见你 第一秒内的感觉就是 哇 帅哥 她实话实说 却把容寒生 惹得笑出了声 那你这第一次 是哪个第一次 当然是从 醉成回来后的第一次 几年前那一次 我可没心思 欣赏你的盛世美颜 叶朵朵微称的调侃 整好了她的领带之后 就将手松开 这个时候 容寒生的手臂 绕上了她的腰间 脖唇贴着她温热的额头 亲吻了一下 才松开 进而拉起她的手 走吧 前面差不多也该准备好了 爱玲刚刚出去 就是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现在 应该一切都就绪了 就等着她们了 两人手牵着手 离开了化妆间 婚礼仪式的现场 设在外面的草坪上 草坪上 搭起了一个半高台 背景是粉色玫瑰 杂成的新型花架 花架中央 镶嵌着两人的巨幅 婚纱照 高台下 没有铺任何地毯 而只是用 鲜红玫瑰花瓣 取代地毯 铺出了一个 love的字样 从远处 一直延伸到高台下 玫瑰花路上 还搭着鲜花拱门 取长久的意思 一共久坐 叶朵朵挽着容寒生 现在就站在第一座门面前 他们的前方是请来的为数不多的见证人 踩在柔软富裕的花露上 相邪的两人脸上都没有笑容 反而只显得很严肃 很庄重 缓步走上高台 四一开始念主持词时 叶朵朵才策谋 看了身边的男人一眼 无论如何 在爱情里 她已经无憾了 容寒生心疼她的身体 整个仪式并不长 以叶朵朵的体力 她精神很好地完成了整场仪式 婚礼结束之后 容寒生将自己的工作 一再精简压缩 尽可能地减少工作量 待在家里陪着叶朵朵 但是即便如此 叶朵朵的身体 还是每况愈下 容寒生很着急 面上却不能表露什么 这样过了一个多礼拜 在京东的第二场雪 降下来的时候 叶朵朵又病了 这天傍晚 两人本来站在窗前看雪 没有什么预兆的 叶朵朵就昏了过去 容寒生知道 现在的昏迷意味着什么 当下就立即给孟白打了电话 请她过来 却没想到 电话打过去是城南街的 说孟白现在在实验室 不接电话 容寒生先是愣了一下 思索片刻也没有坚持 放下电话之后 就在这个漫天飘雪的傍晚 抱上了叶朵朵 去了孟白家 陈兰见了叶朵朵这样子 又是一阵心疼 将叶朵朵安置好之后 她就去实验室 叫了孟白 几分钟后返回 却告诉容寒生 孟白说让她等 陈兰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 说完也是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自家老头子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天晚上 一直到半夜 孟白才从实验室出来 一出来 她只看了床上 毫无知觉的叶朵朵一眼 便扔给容寒生一句话 把朵朵交给我 你先回去 三天后过来 你有把握 容寒生 原本已经浑暗如墨的眸子 顺时闪出一抹西异的亮光 她本以为 这个时候 孟白说出这样的话 肯定是已经有了解读的办法 甚至可以说是 胜券在握 谁知 在孟白说出后面的话时 她才知道 胜券在握 是她自己想出来的 孟白说 没有把握 司马当成火马医 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告诉你了 结果如何 不要怪我 我尽力了 容寒生彻底 将成了一段冰雕 还没回神 就见孟白 对她做了个请的手势 走吧 三天后 这个时候过来 孟白神色很冷 冷到让人觉得很绝情 死马当成火马医 尽力了 这些字眼 都戳痛了容寒生的心 她相信孟白 旧之夜夺的心 跟她一样迫切 可如今 连孟白都这么说了 她的丫头 到底还有多少活命的机会 眼前一晃 全世界都变了颜色 温度退静 只剩下冰冷和苍白 就像 就像之前那个 溺水而亡的女人 睡过的水晶关一样冷 她待在那里 好不容易回神 想上楼去看看叶朵朵 不料 孟白却仿佛很嫌弃她在这里 没给她机会上楼 直接推丧着她 你快走吧 不要再默默唧唧 耽搁她的时间了 浪费了时间 她更活不了了 神思还在 飘絮中的容寒生 被她这一推 推得直亮讲 陈兰看不过去 在一旁伸手拦 你这个老头子 你是在干什么 你让她在这里 又怎么样 你 你闭嘴 孟白瞪了她一眼 转脸继续推扫 直到把容寒生 推出了门才说道 好了 记住 不要来打扰我 生死有命 你来了也没用 砰 她竟就这样 把大门给关上了 容寒生 盯着那酱红色的 雕花木门 愣了半天 抬手 准备砸门 掌心落下 还没有贴到门上 又停住了 她当然不怕孟白 但是 孟白的话 却说得对 如果孟白都没办法了 她又能有什么办法 虽然孟白的态度 不尽人情 可现在她的纠缠 只会浪费时间 想了一会儿 她最终还是无力地 垂下了手臂 这一扇门 现在对她关上了 再打开 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朵朵 朵朵 第214集 孟白说三天 不许容寒生进门 孟家也真的 大门紧闭了三天 而这三天里 容寒生 也没有真的 放宽心在家等 她一直待在 孟白家门外 第一天的时候 就待在自己的车里 一坐一整天 第二天 一森看不过去 不知道从哪 找来了一辆房车 好歹让她的守候 变得容易了一些 即便如此 三天 72个小时 几乎不眠不休地等待 也快耗尽了她的精神 以至于 眼看着 那扇期的油亮的铁门 再次打开 她竟然有一瞬间的 谎神 觉得这一切 都是不真实的幻觉 直到一森提醒她 她才反应过来 下车的时候 她也是步履亮枪 不等稳住身形 她就直冲进 那扇铁门里 多多 看见陈兰和孟白 她就喊了一声 三天的超负和疲惫 让她的嗓音嘶哑 一声喊出来 别人也听不出 她在喊什么 孟白和陈兰都在客厅里 似乎在等她 一到跟前 她就把孟白的手 给抓住了 多多怎么样了 她 她想问 她还活着吗 画到嘴边 心中的惬意 又突然浓烈起来 让她不敢问出 这样一句话 她紧闭了唇 布满红血丝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孟白 想从她脸上 读出一丝 她想要的答案 比如 欣喜 然而 孟白呈现给她的 却是一张 表情严肃的脸 甚至 那眉心 还微微地猝着 仿佛心事凝重 容寒生 双手一紧 不敢多说一个字 生怕她说什么 孟白就会一张口 粉碎她所有的希望 时间在两人的对峙中静默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被承来一声轻呼打断 你这个老头子 你还有完没完 行了 别再整孩子了 整孩子 什么意思 指的是自己 容寒生愣了一下 转脸看向承来 就见承来 朝她微微一笑 上去吧 躲躲在她房间 承来没说 叶朵朵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但是 她挂在唇边的 这丝微笑 却如黑尘的海面上 那唯一的一抹星光 容寒生心跳 露了半拍 双手依旧掐着 孟白的胳膊 眼睛却盯着陈兰 闪神几秒 她顾不上 多为一个字 松了手 直接跌跌撞撞地 跑上了二楼 她一口气 从楼下 提到楼上 都来不及换 猛地推开 叶朵朵房间 门的那一刹那 她的呼吸 又凝滞了 床上的人 依旧躺着 就像那日 送来时候的样子 没有动静 安稳地 像个布娃娃 因为瘦弱 躺在那里的 叶朵朵 被子一盖 床上几乎 看不出什么起伏 跟那张 一米八的床 比起来 她小得 让人心疼 她跑上来的 脚步声很重 推门的动作 更是不轻 但即便如此 那床上的人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这是什么意思 她到底好没好 荣寒生 这颗刚刚被 承来那点 微笑鼓舞了的心 瞬间 又提到了 嗓子一耳 在门口 僵直地站了几秒 她才缓缓 迈开双腿 拖着沉重的步子 一点点地 挪向那床边 任何之后 惊喜之所以 称为惊喜 都是因为幸福来得 完全没有预料 荣寒生 此时就是这样 刚刚制造了 那么大的动静 床上的人 都没有半点动静 她以为 叶朵朵 一定还处于 昏迷状态中 哪知 走到床边 那双她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毛子 竟然是张开的 虽然不是很有精神 那种美目圆瞪 但就是那点 微微张开 给了她巨大的喜悦 多多 她蹲在床边 抓住她 裸露在被子外面的 一只手 气息颤抖地 喊了一声 她的手是热的 那是生命的热度 刹那间 她的眼眶湿了 万千的情绪涌上来 眼帘微微一垂 她竟然滴下了眼泪 那滴泪 划过她 已见消瘦的脸颊 划过她 因为连日 未曾打理 而露出浅浅胡茶的下巴 最后滴在床上 映出一点潮湿 叶朵朵静静地看着 浮在她身边的男人 没有说话 也没有哭 而是缓缓地 将自己的手 从她的双手的掌心 抽了出来 然后抬起指尖 轻轻抚过了 她脸上那道泪痕 等极了吧 她依旧气弱油丝 可那唇边 却抿出了一点笑意 容寒生又将她的手抱紧 摇了摇头 没有 只是三天而已 三天 三天算什么 能等到三年也不算长 叶朵朵微笑地沉默了一会儿 没等容寒生细吻 自己便说道 我的毒已经减了 上天眷顾我 师父说 那个制毒的人 其实已经研究出了解毒的方案 他想试探师父的水平 故意把那方案混合在配方一起 打乱编排 幸亏师父火眼金睛 从那一堆数据里 分离出了配方和解药 所以寒生 我没事了 但凡有水平的人 都有点怪癖 这就是孟白当初 阻拦容寒生 去抓那个制毒老头的原因 他的兴趣 就在于跟孟白斗医术 就算把他抓来 他做得如此巧妙 你也根本看不出什么来 更别想从他的嘴里 逼出什么来 叶多多身上的红颜 来自于这个人 他解毒的过程 如此挫折 很大程度上 也拜这个人所赐 但是现在 荣寒生却没有丝毫 想去处理这个人的意思 他的心里 没有太多的怨恨 也没有太多的抱怨 他的心里 唯一剩下的 只有节后余生的喜悦 这种喜悦 能够冲淡一切 听着叶多多这一番话 他也相信 他的毒确实解了 他的声音虽然很轻 显得很虚弱 但是话说得清楚 气息也顺畅 一番长话说下来 没有喘息 没有停顿 他 真的没事了 荣寒生的唇角 终于勾了起来 他捧着叶多多的手 亲吻着他的手指 后怕地说道 没事就好了 刚进来的时候 你师父还是那副 严肃的样子 我以为 多多 你不知道我要多害怕 我知道 叶多多肯定地回复了一声 停顿片刻 他那已经恢复了不少神韵的眼眸 竟闪出一丝细血的光芒 韩生 你被师父骗了 他故意的 从支开你开始 就是故意的 容韩生愣了一下 身谋错愕不解 继而又皱起了眉 似乎略带不悦 见状 叶多多慌忙地又解释道 别生气了 我和师娘已经批评过他了 你也知道 他一直对你有点不满意 他说以后 可没机会整你了 这次是最好的机会 就是要让你急一急 才故意不把 早已经有把握 治愈我的话告诉你 他还说 只有尝试过这种 痛彻心扉的感觉 以后才会更加珍惜我 会对我好 所以 他是为了我好 别生气了好不好 生气 他是有点生气的 不过 想一想 孟白说的也不无道理 唯有如此胶着 痴心地等待过 才知道 他是他生命中 万万不可缺少的部分 静默几秒 容寒生 微醋的眉 终于松开了 笑了笑 你都这么说了 我哪儿还敢生气啊 而且他救活了你 我应该感谢他 以后啊 我不但不敢生他老人家的气 我也不敢惹你生气 朵朵 你哪天再让我这样等 我真的会疯的 我又不是故意的 叶嘟嘟小声嘟囊 容寒生点点头 松开一只手 抚了抚他的脸 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好了 等醒来 不要说这么多话 我几天没回去了 仔细肯定急坏了 先给他打个电话 他提到孩子 叶嘟嘟脸上 也出现了一抹凝重 那你快点 嗯 容寒生起身 立即掏出电话 当着叶嘟嘟的面 给叶子西报了平安 电话打完 又陪了一会儿 他就命令叶嘟嘟 闭上了眼睛 不许再多说了 等确定叶嘟嘟睡着 容寒生才下楼 见孟白和陈兰 到了孟白跟前 他只字没提 孟白故意隐瞒他的事 反而是很庄重地 站在孟白面前 下腰九十度 对他拘了一躬 这番大礼 把孟白吓了一跳 也弄得孟白 有点不好意思 行礼之后 容寒生也没说别的 只站在他的角度 表示了感谢 同时他知道 孟白现在最关心的什么 也就是把原木的消息 转告了 原木已经被找到了 就在C市准备转机 去国外的时候 被他的人截住了 容寒生告诉孟白 等原木被带回 他会直接送到这里来 交给他发路 这算是对孟白的尊重 也算是对他 救活了叶嘟嘟的感恩 孟白领他的情 嘴上没说什么 心里却什么都明白 简单的谈话之后 忙碌了几天的孟白 也去休息了 这一天 容寒生留在了孟家 因为孟白希望 叶嘟嘟多在这里 调养几天 所以一直到解读后的 第五天 容寒生才将他接回家 他们是早上九点多 从孟白家里离开的 到家十点多 经过了几日的调养 叶嘟嘟也不似 刚刚脱离危险 那般虚弱了 下车的时候 他本想自己走 无奈 容寒生不许他 脚沾地面 依旧抱着他 就在两人 刚刚迈上台阶 走到主屋门口的时候 身后有人过来说道 老大 外面有人想拜访你 谁 容寒生愣了一下 眉心微醋 明显不悦 那人回道 他说他叫安贤 您认识 还有一个 这人回话 回到这里 竟然停了一下 看看叶嘟嘟 犹豫了一下 才说道 还有少夫人的父亲也在 他们俩在一起 安贤会和叶明远 一起登门 这让叶嘟嘟始料未及 更讶异的是容寒生 他先前也不知道 叶明远跟安贤有关联 突然听到这样的话 还愣了一下 低头看了看怀中的叶嘟嘟 他更是促起了眉 你早就知道了 叶嘟嘟的样子 只是有点想不到 算不上惊讶 所以 肯定早就知情 嗯 那天在机场 安贤救我的时候 我爸就在他身边 我只知道这些 其他的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这两人在一起 在一起做什么事 是什么关系 他也是一头雾水 容寒生沉默了一会儿 扭头吩咐手下 让他们进来 安贤毕竟救了自己 现在人家上门 他们没有去之不见的道理 进了主屋 容寒生本打算送叶嘟嘟 先上楼休息 但被叶嘟嘟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很好 已经休养了这么多天 不需要在一天24小时 卧床了 所以最后 他还是说服了容寒生 让他留在客厅里 一起见见安贤 和叶明远 容寒生 刚把他放到沙发上 安贤和叶明远 就进门了 朵朵 安贤一进门 就热络地喊了一声 跟叶朵朵打过招呼后 才转向一旁 站立的容寒生 不请自来 二少不会见怪吧 当然不会 我对安总只有感激 容寒生温和地笑道 吩咐人倒茶之后 又抬了抬手 示意安贤落座 他的目光 自始至终 没有朝叶明远看 这让叶明远很尴尬 也很不高兴 安贤看出叶明远那点心思 没说什么 自己落座的时候 扯了他一下 各自就坐之后 庸人也端上了 心泡的龙井 茶烟鸟鸟 容寒生 先从茶几上 端了属于叶朵朵的那杯 递给了他 这是承兰 专门给他调制的花茶 现在他就喝这个 叶朵朵捧着慈悲 暖了暖手 才冲对面的安贤说道 安总 这次真的谢谢你 我跟韩生 本来打算过段时间 去拜访你的 没想到 你先来了 这是小事 举手之劳不用道谢 不过 那天看你那么虚弱 我倒是有点担心你 所以今天冒昧登门 来看看你 他很诚恳地说道 说完 又看了身旁的 叶明远一眼 脸上微微闪过 一丝尴尬 其实 今天来看你 也是你爸的意思 他也不放心你 叶朵朵并不知道 他昏倒后的那些事 可从现在叶明远 那憋屈的样子来看 他向不放心他 骗鬼呢 心中冷冷一身 他也不想当着安贤的面 跟叶明远起冲突 便只笑了笑了事 叶朵朵没接安贤的话 这让场面冷了一会儿 好在安贤是个 八面玲珑的人 他并没有让这尴尬的气氛 继续下去 很快 他就将话题 引到了生意上面去了 听了半天 叶朵朵才终于弄明白 安贤今天 可不只是为了 登门探望他 这么简单 安贤的用意在合作上面 他在M国的时候 就想跟容寒生合作 那时候没达成 如今倒是个 很好的机会重提 而容寒生这一次 倒也答应得爽快 在不思之前 在M国那样含糊其词 他这一次给了安贤 明确地回复 约安贤改日去公司戏聊 生意场上的人 谈话到这个地步 也足够了 两人都心知肚明 安贤自然也没多说什么 随后又将话题 扯到了叶紫熙身上 问了问那小家伙的近况 容寒生 在答着安贤的话 叶朵朵脑子里 就在琢磨叶明远今天的表现 今天的叶明远非常安静 安静的就像一段呆木头一样 坐在那儿 全程说的话 也不超过三句 就是这三句 也是在安贤的授意下 做出的回应 看得出来 叶明远像是安贤的跟班 就像 庸人那样 叶朵朵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反正 看着叶明远那样子 他就觉得像 半夜一起出现在机场 现在一起坐在他的面前 难道这两个人 真的不是生意往来的关系 这么简单 莫名的 叶朵朵觉得 这两人之间 有些不正常的事情 具体是什么 他也说不清 总之觉得很不对劲 他这边 正在大开脑洞的胡思乱想 那边安贤嘴里 突然说出一个名字 又把他的心思 给拽了回来 我从M国来的时候 见过雪莉小姐了 雪莉说 她过阵子过来 到时候 如果二少肯赏光 我愿意坐回东 给雪莉小姐 接风洗尘 毕竟 在M国的时候 我跟雪莉小姐打交道 打得不少 二少不常在那边 雪莉小姐 可生意场上的 一朵椒花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安贤的场面话 说得利索 叶朵朵愣了一下 脑中随即闪过 那个雪莉的影像 雪莉帮容寒生 全权打理M国的事物 她过来 一定是工作上的事情了 叶朵朵没有多想 只在旁听着 没有插话 容寒生听了安贤的话之后 微笑地点了点头 那当然没问题 不过 该给她接风洗尘的 应该是我 还有 安总救了多多 我也没有表示感谢 这样吧 等雪莉到了 我再联系安总 我做东 谁做东不是问题 问题是 要约到这些人 容寒生 说了这么一句之后 安贤没有任何的意义 愉快地点头答应了 却没想到 她的话音刚落 就听容寒生 话风一转 不过 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小小的要求 她说的倒是含蓄 可那脸色 已然是任谁 都能瞧出的 寒凉了 第二百一十五集 叶朵朵捧着 蒸腾的热气的花茶 侧目看向她 不知道 她这个小要求是什么 安贤也愣了一下 脸上刚刚扯出的笑容 也僵了一下 二少有什么要求 我能办到的 一定会尽力办到 安总当然可以办到 很简单 容寒生笑笑 目光旋即 飘向了叶明远 我只是希望 安总下次再来的时候 不要带些不相干的人 安总对朵朵的帮助 我与安总之间的合作 好像都跟别人无关 是吗 她暮色清寒 俊脸线条冷硬 目光转回 看着安贤 又带着一点破人的气势 安贤大概没有想到 她会这样直接挑明 完全不给面子 表情一僵 一时间 也不知道说什么 没等她想好怎么接 已经沉默了许久的叶明远 也坐不住了 她腰板一直 拉长了脸 脸色地说道 容寒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那个不相干的别人是吧 你可别忘了 我是朵朵的父亲 亲生的 你应该叫我一声岳父 你叫了吗 这么没有礼貌 你以后怎么在生意场上混 她这么一吼 瞬间就将气氛燃爆了 容寒生挑眸 冷冷一审 这么说 已经破产的叶总 是在教我怎么在生意场上混 真是抱歉 我想 我大概不需要你这样一位老师 毕竟 我还不想破产 明远公司自容寒生将人和资金都抽出去成立新公司之后 没撑多久就申请破产了 这件事对于一辈子经营一家公司的叶明远来说 是个沉重的打击 不管过去多少时间 只要有人提起就会让她痛苦 而现在让她痛苦的人正是容寒生 这也正是制造这些痛苦的人 没有容寒生 就凭她叶朵朵 她能弄得明远破产 一时间 叶明远心里恨意翻飞 她想都没想一抬手 端起面前的茶杯 狠狠地灌在了茶几上 茶杯落在茶几上 喷得一声脆响 碎了 浅绿的茶汤流得到处都是 安闲蹚地一下站起来 瞪着美目 看着叶明远 叶明远你干什么 太过分了 我让你来是看女儿的 我是让你来发疯的 她需要我看吗 你看她现在的日子过得多熟的 哪里管我这个当父亲的死货 安闲 这是我的家事 你不要管 旁人怕他们 我可不怕 我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钱他们已经都拿走了 我就剩下一条命了 我就不信了 他们还能拿我怎么着 叶明远摆出了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扯着嗓子直嚷嚷 叶朵朵和荣寒生 都端坐在原处 目光淡淡地看着她 并没有跟她吵 安闲尴尬地看了叶朵朵和荣寒生一眼 转过来看着叶明远 便是眉心一皱 你说够了没有 说够了就跟我走 别在这里惹朵朵心烦 她身体不好 还需要休息 说着她便一把抓着叶明远的胳膊 脸转过来 又冲叶朵朵和荣寒生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她会这样 我们先走了 合作的事情下次再说 她看着荣寒生 荣寒生似笑非笑地挑了挑眉 点头说道 安总请便 安闲是个聪明人 今天闹成这样了 下次不管她再有什么目的 她都不会轻易带上叶明远上门了 所以荣寒生 没有再强调之前的话 听荣寒生这么说 安闲一句都没有多说 直接将叶明远硬拽出了门 他们离开 叶朵朵没有起身送 荣寒生站了起来 也直接送到了门口 转回来 她便冲叶朵朵笑了笑 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你看出来了吗 没有 也不是完全没有 她只是有点不敢相信 也不能接受罢了 这也太诡异了 这两人看上去 竟有几分亲密 虽然仿佛在争吵 但是那举止间 却总让人觉得 他们走得太近 荣寒生虽是那么一问 态度却不是很认真 她看出 叶朵朵心里 还另有一些话 但她没说 她也就一笑了之了 坐下来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 抿了一口 她才接着说道 你爸这改变倒是挺大的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改变很正常 叶朵朵跟了一句 眉梢挑着淡淡的情绪 荣寒生放下杯子 侧身 话题一转说道 今天是回家第一天 是不是 要庆祝你的心声 中午想吃什么 先别说吃了 我都好多天没见紫西了 去把她提前接回来吧 请半天假 叶朵朵也放下了 手里捧着的茶杯 很认真地说道 荣寒生想了想也是 当即同意 让一森去学校接孩子了 孩子的事情落实了 叶朵朵这脸上 才展开笑颜 把话题 又绕到吃饭的问题上去 中午吃什么都无所谓 你亲自下厨 又是我 荣寒生现在有点后悔之前 没下功夫把厨艺练好 这样每次叶朵朵提 这样的问题时 她就能很豪气地 接一句没问题了 见她面露难色 叶朵朵笑得更欢了 脸颊上的酒窝都出来了 她凑过去 抱住荣寒生的胳膊 说道 我就想吃你做的饭 要不然 我给你打下手 一起做饭 那怎么行 你不能累 荣寒生果断拒绝 叶朵朵眨了眨眼 无所谓地说道 做个饭而已 又不是去搬砖 有什么可累的 你看 这几天师娘都把我养胖了 脸都圆了 为了证明自己好的很 她故意扯了扯自己的脸颊 这可是荣寒生 最喜欢的小动作 她顺势抬手 捏了叶朵朵的脸颊 脸圆了好 我喜欢你脸圆圆的样子 像个小包子 又白又嫩 好像咬一口 叶朵朵还在愣神 荣寒生的唇就凑了过来 真的在她白嫩脸上 咬了一口 她咬得不重 叶朵朵脸颊上轻轻一麻 随后 她就顺势推了荣寒生一把 撑道 去做饭 我饿了 起码四菜一汤 荣寒生笑着起身 有的吃就不错了 你还要求上来 四菜一汤 又没让你做满汉全席 叶朵朵不高兴地嘟闹 先是在沙发上坐着 见荣寒生进了厨房 她又跟了过来 好久没有下地走路了 刚开始走的时候 她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不过走了一小段 适应了也就好了 荣寒生本来已经交代了 她在客厅等着 没想到 她跟过来 等察觉到时 她那双手 已经绕到了她的腰间 我帮你寄 她刚拿起围裙 叶朵朵手绕过去 接过来 自告奋勇地说道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休息吗 荣寒生松了手 却还有些不放心 叶朵朵脸贴在她的后背上 笑道 我已经休息太久了 现在这样很好 嗯 我不给你打下手 就这样看着你做饭 好不好 你这丫头 怎么了 没怎么呀 这段时间 没有好好地跟你相处 我想你了 自从得知自己中毒开始 心总是沉甸甸的 每天都活在痛苦难过的情绪中 哪里有心思 感受和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尤其是经过了这件事之后 现在的她 更加珍惜这样安静温暖的时刻 分秒都不想放过 叶朵朵抱紧她的腰 浮在她的心口上 很乖 又带着点点不讲理 荣寒生心中 让起一丝暖意 伯纯敏出 浅淡地糊涂笑道 你这样抱着我 我怎么做饭呢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叶朵朵嘟囔一声 完全不理会她 荣寒生见她真的没有松手的意思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得又转过去 就这样被禁锢着做饭 前面 切菜的声音略显生疏 后面的叶朵朵贴在她的后背上 嘴也没闲着 寒生 最近墨西洋有什么动静吗 切菜声停止 容寒生愣了一下 怎么突然想到她 没什么 我记得你说过 这个安闲跟许家关系挺好 突然就顺着想起了她 她 她最近很安分 容寒生说道 又开始切菜 然后一边说 我们上次猜得不错 她跟我示好 就是想让我暂时不要盯着她 这段时间 她借着许家的路子 连从滨海出了几单大生意 M.A.得了不少好处 许家也收获颇风 总之 两边都很愉快 她说这话的时候 带着点点戏许和讥较 叶朵朵听着 想了想 回道 这样也好 消停多了 好讨厌的人 让她折腾去吧 她也折腾不了多久 容寒生说得云淡风轻 叶朵朵耳朵贴在她的背上 听得声音低沉 又带着磁性 你是不是打算收网了 她说过 要利用许家和M.A.合作这件事 同时收拾这两家 容寒生听她这么一问 微微勾了唇 现在还不急 雪莉这次过来 就是跟我谈这个事情 我没空去M过 这事又比较复杂 她就亲自过来一趟 现在M.A.和许家 正在谈一单大买卖 这个利润 会高于M.A.全年的利润 不过 当然 风险也很大 一旦失手 M.A.和许家都会赔进去 墨西洋现在所有的心思 都在这单生意上面 所以她很安静 没再针对我 更没有针对地情 可以说 她现在呀 见了我们都是绕着的 不过 这没什么用 她只是绕开我 我并没有绕开她 容寒生 击翘地笑了笑 把打算下锅的 西兰花切好之后 就堆到了盘子里放好 那你在做什么 她一点都不知情吗 叶嘟嘟不放心地 问了一句 容寒生轻笑 哼 我并没有做什么呀 这事 是莫先在做 她有她的渠道 比我更加隐秘 我只是让雪莉 负责跟她联络 林莫轩啊 叶嘟嘟恍然 感叹了一句 她倒是不错 很帮你 她很够朋友 不过 现在有个麻烦事 容寒生突然这么说 叶嘟嘟惊了一下 微微仰起了脸 怎么了 她跟你谈条件了 嗯 容寒生很认真地 答了一句 然后连刀都放了 转身背部 抵在了琉璃台上 圈住了她的腰 低着头 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莫西跟我说 她的宝贝女儿 现在整天缠着她 要来找子西哥哥 她说 等过段时间忙完了 就要把小宝贝 送到我们家来 让她亲近几天 还说 她已经答应 她的宝贝了 以后长大了 也要跟子西哥哥 在一起 让我看着办 看着办 意思 是定娃娃亲吗 叶嘟嘟想起 那个小狂热分子 脑门都黑了 这小公主 可真是厉害 容寒生挑眉 想了想 笑道 这个她倒是没说 不过我看 也是那个意思 这下有子西受的了 确实 两人一言一语 没有一个人同情 叶子西 这让还在学校的 叶子西同学 无端地 背后冒了 一身冷汗出来 娃娃亲的事情 随口扯了过去 容寒生继续忙活 叶嘟嘟 也继续树带熊一样地 抱在她的身上不松 身上带了这么个甜蜜的负担 容寒生 那本来已经很感人的厨艺 就更加感人了 就这样一直忙到 伊森把叶子西都接回来 她也才勉强 整出了三菜一汤来 品种虽然少 味道却还可以 这一顿 叶嘟嘟吃了很多 感觉到 有些撑了 才放下筷子 吃饭的时候 大概是被叶子西 那喋喋不休的小嘴吵烦了 容寒生便将林小公主 可能会到这里的消息 提前告知了 果然 一听某宝要来 叶小同学脸就黑了 再懒得巴拉巴拉地说个不停 只闷头去想对策了 这一天到了晚上 M国那边的雪莉 打来了电话 雪莉打电话的时候 叶嘟嘟就窝在书房的沙发上看书 她中午睡了一觉 晚上睡不着 容寒生忙工作 她就凑过来翻杂志 打发时间 容寒生挂了电话 叶嘟嘟也将书放下了 雪莉说了什么 她问道 容寒生起身走过来 坐在沙发上 端起了她刚刚没吃多少的水果拼盘 用牙签插了一小块苹果 送进她的嘴里 说她三天后过来 让我给她提前预订酒店 出地勤旗下的酒店就好了 还要麻烦什么吗 叶嘟嘟吃着香甜多汁的果肉 微微不解 容寒生自己尝了一块 笑了笑 雪莉太讲究了 住酒店都要提前按照她的要求布置 你是不知道她焦急到什么程度 有几次出差之前 她还让明哲先过去帮着布置酒店 然后才肯入住 哼 这个女人呢 她摇了摇头 没再说什么 又插起一块苹果 继续喂给叶朵朵 叶朵朵调整了一下坐姿 张口吃下苹果 想了想问道 那这次她男朋友是不是也一起来 这个大概来不了 容寒生的脸突然沉了一下 她好像和明哲分手了 就是我们上次爱慕过回来后不久的事情 我也是听别的朋友说的 没敢问雪莉 打电话给明哲 她却没接我的电话 后来我事情多 也就没有关注了 现在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和好 分手了 叶朵朵愣了一下 嘟囔一句 雪莉年纪也不小了 人还那么挑剔 分手了 可不好再找她能看得上眼的 容寒生插苹果的动作停了一下 抬眸淡淡一笑 别人的事情不要管 把你自己关好就行了 别忘了 我们的儿子已经被人预定走了 你是不是也要赶快给我生个小公主 把穆罕给定过来 这才叫公平啊 她笑着把苹果喂进了叶朵朵的嘴里 一番细语 便将刚刚的话题带过了 雪莉的飞机是三天后到的 航班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夜里冷 容寒生没让叶朵朵出门 自己去接了 雪莉不同于一般的下属 她既是朋友 又是容寒生国外读书时的师姐 这种关系下 她好不容易到国内来一趟 不去接也不像话 所以叶朵朵对于容寒生这么晚了 还要去机场 除了有点心疼之外 也没说什么 飞机晚点 到了机场后 又等了一会儿 容寒生才接到雪莉 一上车 雪莉见车上没有别人 是容寒生自己驾车 便打趣地说道 我真是面子大 让你亲自驾车来接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朵朵和孩子在家 没人照看我不放心 让一森在家了 容寒生一边发动汽车 一边随意地答道 雪莉愣了一下 侧眸看了看她 微笑地说道 朵朵还好吗 紫西宝贝呢 我倒是挺想她的 紫西没什么问题 朵朵身体不好 天冷 她不怎么出门 你要是想见她 直接去我家里 省得她出来跑一趟 她目不转睛地 看着前方 雪莉的目光 则停留在她的侧脸上 脸上的微笑 凝制了几秒 雪莉才笑道 你现在可是个 标准的老婆奴 我看叶朵朵 也挺精明强干的 一个女人 硬是被你宠成了 小女人 是吗 如寒生 色脸笑了笑 小女人挺好的 她没有多说什么 眼睛里 却闪出了 一丝丝 宠溺的光芒 雪莉点了点头 附和道 是啊 小女人当然好 什么都不用操心 可以安心地 过着猪一样的日子 什么事 都让男人去操心 自己永远开开心心 图图真是好福气 我就不行了 我得盲成陀螺一样 转得不停 文言 容寒生 本已经转过去的脸 又转了回来 你也可以 明哲是个好男人 她本来并不喜欢 掺和别人的私事 但是 这两个人 都是她很重要的朋友 本来 天造地设的一对 现在分道扬镳了 她也有些不忍 所以才多了一句 雪莉听她这么说 脸上的笑容 突然暗淡了下来 目光收回 她半低着头 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到 明哲是很好 可她不适合我 你应该知道我 我决定的事情 是不会再回头的 容寒生看着她 又将脸转向了前方 看着前方的夜色 话已经说到这里了 有些事 也不是她能左右的 她便没再多说 第二百一十六集 车安静地 急驰在宽敞的马路上 开了大概十几分钟 叶朵朵的电话就进来了 容寒生接起电话 接到了 晚点了 刚刚接到 你在干什么 不早了 不要总是伤亡 省眼睛 早点休息 我把她送到酒店就回来 好 我知道了 你这个蚕毛 轻笑一声 她挂了电话 这时候雪莉 也抬起了脸看她 朵朵催你快回去吗 不是 她就是问问 主要是让我帮她在外面 带点吃的 她说她饿了 想吃宵夜 容寒生 唇角扬起 似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叶霄啊 你不说我还不觉得 这么一说我也饿了 她有好吃的推荐吗 雪莉来了兴趣 容寒生 看了她一眼 却皱了皱眉 她喜欢的你可吃不惯 她以前上学的学校附近 有一条小吃街 她喜欢吃那里的小吃 这个点了 那里应该还在营业 希望赶得上 小吃街 雪莉脸上不可避免地 扬起了一丝 排斥的情绪 容寒生见她如此 就笑了笑 都说了你吃不惯 还是先回酒店吧 酒店有餐厅 随便你想吃什么 她转过脸 没再说什么 坐在副驾驶上的雪莉 却感觉到 车速提快了 似乎她很着急 去那条小吃街买吃的 很急着回家 雪莉收回目光 也没再说什么 快到酒店的时候 雪莉的电话也响了 容寒生 不知道是谁 给她打的电话 只听她接起电话后 不久 就立声对着电话说道 都跟你说了 别再找我了 我们不可能了 我已经来滨海了 对 我现在就跟韩生在一起 话说到这里 雪莉就把电话强制掐断了 容寒生眉心微微一簇 侧目问道 是明哲吗 雪莉没说话 收起手机 盯着前方的各色霓虹 看了一会儿 才说道 你别管了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好和好散都做不到 好和好散 容寒生听着这几个字 有点不太舒服 五年 他们在一起五年了 人生有多少个五年 那那么容易 说散就散 比如自己 如果现在那个丫头 非要跟自己分手 想必自己 也没那么容易放手的 自己和那丫头相爱 不过一年多 不到两年的时光 就已经是那么不舍了 何况是五年 她转了转方向盘 凝视着前方 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道 雪莉 你的事情 我是不该多嘴的 不过 有时候 我想还是不要太绝对 明哲很好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看在你们在一起 五年的份上 至少态度也好一点 我相信 她不是那么死缠烂打的人 你是在指责我 雪莉有些生气 容寒生转过脸 认真地说道 我只是在提醒你 一辈子看起来很长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那么幸运 得到一个真心 对你好的人 在我看来 明哲就是 对我好 我就要永远跟她在一起 就要跟她结婚 为她生个孩子吗 雪莉反问 那目光 突然变得异常的灼亮 韩生 你不觉得喜欢 比任何事情 都要重要吗 容寒生愣了一下 想了一下 才明白 雪莉在跟她 强调喜欢的重要性 没有喜欢 对她再好 那感觉也不对 所以 别说是五年 就是一百年 一万年 她也不在乎 雪莉 就是这个意思 容寒生 却被她这种表述 弄得一头雾水 你 你是说 你不喜欢明哲 她以为 他们是因为一些事情 闹了矛盾 却没想到 雪莉给她的答案 是不爱 容寒生不解地 看向身边的女人 雪莉的目光 和她对视了几秒 然后转向前方 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道 不喜欢 从来都不 容寒生 默然无语 他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她算是亲眼见证了 那时候 雪莉的幸福 都写在脸上 那叫从来都不喜欢 容寒生 突然有点 搞不懂身边的女人了 女人心海底针 果然是这样 相处五年 她就来一句 从来不喜欢 想想 都是莫名的心寒 她有点同情好友明哲 却不能对同样是好友的雪莉 说什么 最后 她选择了沉默 到了酒店 她帮雪莉提了行李送上去 到客房门口时 她就放了行李箱 没有进去 好了 不早了 早点休息 什么时候休息好了 什么时候来找我谈工作 不用着急 容寒生很体贴地说道 已经走进去的雪莉 却回头看她 你不进来了 不了 很晚了 家里还有某人 等着我给她带宵夜呢 她打趣 雪莉却没有效 垂帘沉默了几秒后 她才说道 能不能进来 陪我喝几杯 提出这个诉求之后 她便用一种渴望的眼神 看着容寒生 怕她拒绝 她又笑了笑 放心 不会耽搁你太久的 不然 我现在给朵朵打电话 给你请假怎么样 她说着 就真的提起手提包 翻出了手机 见她真要打电话 容寒生才走了过来 不用给她打电话 你想喝酒 我陪你就是了 本来是没什么 这电话一打过去 那丫头一定会多心的 容寒生制止 雪莉也就顺势放下了手机 转眸一笑便说道 把箱子给我提进来 里面有一套酒具 帮我拿出来 你知道会用不惯外面的东西 容寒生转身 贴了箱子进来 找地方放好 雪莉已经从酒柜里 取了一瓶红酒出来 没带酒 就这个将就吧 她举着瓶子 容寒生看了看箱子 弯腰问道 密码是 我的生日 容寒生知道雪莉的生日 便没再多说 开了箱子 从里面翻出一套酒具来 拿出来一看 她也笑了 这个好像还是我送给你的 前年圣诞节的时候 好像是 雪莉是个对生活细节 要求很苛刻的女人 就连吃饭的筷子勺子 都要她非常满意 才会用 所以逢年过节 需要送礼的时候 容寒生会挑一些精致的器皿 送给她用 这一套酒具就是 只不过 她能想起来 这是自己送的 却把时间给弄错了 雪莉听了 扭头看她一眼 神色严肃地纠正道 是大前年 也不是圣诞节 是春节 是吗 容寒生有点尴尬 取出两只杯子 物质笑了笑 拿了过来 就没再说什么 她把杯子放在了茶几上 雪莉开了酒 一人倒了大半杯 放下酒瓶 她自己先把酒杯端了起来 来 今晚不醉不归 她笑着 没得容寒生 琢磨这个不醉不归的意思 就一抬手 仰头 把半杯都灌了下去 见她这么喝 初寒生皱起了眉头 雪莉 你怎么了 她没有端杯 暮色严肃地看着雪莉 雪莉喝得太急 微凉的液体 刺激了嗓子 咳嗽了几声 缓过神来 她也没有回应容寒生的问话 而是看了看她 笑了笑 然后又一把抓住了面前的酒瓶 给自己倒了半杯 雪莉 容寒生加重语气呵斥 雪莉放了酒瓶 端着那半杯红酒 抬眸看着她 寒生 你知不知道 跟一个其实自己不喜欢的人 在一起待了五年 是什么感觉 你知不知道 每天都要强迫自己 是什么滋味 她声音不高 唇边挂着薄笑 眼中 却突然浮现出了一抹精亮 那是泪光 容寒生微微动容 缓和了脸色 既然不喜欢 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 五年 多少个日夜 她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把心里的感觉说清楚 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容寒生不能理解 但是见雪莉如此 她也不好急眼力色地 苛责她什么 只能顺着她的话说 让她排解心里的难过情绪 两人就站在茶几边 在她面前 身高将近一米七的雪莉 也显得娇小盈弱 雪莉低下目光 盯着那暗红色的液体 出了一会儿神 说道 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能碰到对自己好的人 以前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 她没有再说下去 粉唇抿了抿 进而抬眸 但是现在 我越来越觉得是无法忍受 我不能忍受 每天看着一张 完全没有感觉的脸 对她笑 跟她说话 甚至 还要跟她上床 五年 她们早已经同居 就差一张结婚证了 可现在 上床这两个字 在容寒生耳中听起来 只觉得异常的刺耳 但是 她没有打断雪莉 只笔直地站着 听着她说 雪莉看着她 目光灼亮 我经常会想 如果身边的这个人 不是她该有多好 如果我身边躺着的 是一个我喜欢的人 那感觉一定会大不相同吧 韩生 你觉得对吗 我不知道 容寒生 沉申作答 我不喜欢的话 不会坚持那么久 容寒生就是这样 一旦发觉心中另有所爱 她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哪怕得罪了全世界 她干脆洒脱地回答 让雪莉愣正了一会儿 随即 她才苦涩地笑了笑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跟你一样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个人 有些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她没有再接着说下去 而是说完这一句后 就手臂一扬又将杯中的酒 喝了个干净 酒杯见底的时候 她眼中刚刚浮出的泪 掉了下来 这是容寒生第一次见雪莉哭 这种能够在安姆国 帮她独挡一面的女人 现在当着她的面哭泣 只让她有点措手不及 停了几秒 她才说道 别喝了 会醉的 她伸手想拿下她的杯子 没想到 雪莉却一把挥开了她的手 然后一手拿着酒杯 一手直接拿起了酒瓶 她没有再往酒杯里倒酒 而是直接举着瓶子 喝了起来 容寒生一震 随后 攥住了她的手腕 呵斥了一声 够了 雪莉 分手是你自己提的 不喜欢现在也不在一起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明哲她不过就是打了个电话来 你就如此失控 你心里真的没有她吗 一个完全不喜欢的人 怎么会能够如此牵动她的情绪 这是她理解的 没想到 雪莉却立生回了一句 没有 我心里没有她 从来就没有过 她嘶喊着 手腕猛地正开容寒生的手 依旧拿着酒瓶 对着嘴里灌 红酒从瓶口 倾倒而出 一半落入她的口中 一半从唇边滑出来 滴得到处都是 容寒生眼眸一尘 忍无可忍 又加重了力道 钻住了她的手腕 同时 另一手夺过她手里的酒瓶 重重地放在了茶几上 雪莉 她想骂醒这个已经有点疯癫的女人 却没想到雪莉突然扑进了她的怀中 寒生 我很难过 真的很难过 为什么 为什么 她没有再说下去 只不停地重复着为什么三个字 同时 她的双臂扬了起来 抱住了容寒生 那手臂抱得并不紧 只是轻轻地圈着她 接着 她就哭了起来 嚎啕大哭 哭得浑身都发抖 容寒生并不喜欢女人的碰触 除了现在家里那个丫头之外 即便是最亲密的朋友 她也基本保持在一米以上的距离 所以 雪莉这么扑过来的时候 她的身体 僵了一下 等到她回过神 想推开她的时候 见她哭成这样 她又打消了推开她的念头 顺势抬手 拥了拥她 由着她这样哭了一会儿 她才放缓了声音 柔声地说道 好了 雪莉 你现在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安心睡一觉 明天就好了 我相信你 不是那种失恋 就觉得天塌了的女人 嗯 她抬手 扶住了雪莉的肩膀 轻轻推开她 雪莉哭得太厉害了 眼泪 将眼妆 都晕染开了一些 样子很狼狈 她没抬头 往后退了半步 低头吸了吸鼻子 缓了一阵子 抬起脸看她 对不起 我失态了 这话让容寒生笑了笑 失什么态 还跟我这么客气 行了 我让人过来 把这里收拾一下 你早点休息吧 好 谢谢 雪莉没再说什么 转眼看着容寒生 离开的背影 直到她出了门 她才将目光收回 转向茶几上的酒杯和酒瓶 站了几秒 她扶了沙发 坐了下来 抬手 又拿起了酒瓶 往杯子里倒酒 这个夜晚 醉一场 也许更容易入眠 雪莉独自喝着酒 容寒生这边离开酒店后 给叶独独打了个电话 知道那丫头还醒着 还兴致勃勃地 等着她的宵夜后 她才驱车 绕去了大学那边 幸好 虽然很晚了 但是夜市还很火爆 她按照叶独独的喜好 买了几样她喜欢的小吃 这才返回家中 回来后 她先把该热的东西 在微波炉里转了一下 然后才端着上楼 卧室里 叶独独正抱着平板 靠着打游戏 见她终于回来 她就立即丢了平板 翻身下床 迎了上来 哇 终于回来了 饿死了 我看看都买了什么 她简直饿狼 扑石一样地扑过来 如还生 见她这副一百年 没吃过饭的惨样 有点好笑 故意抬手一扬 让那盘子 从她的头顶上 飞了过去 你晚上吃饭的时候 你晚上吃饭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让你多吃一点 你说吃饱了 吃这些垃圾食品 怎么就有胃口了 那时候真的吃饱了 这不是等你等时间长了 又饿了吗 叶独独掩饰了自己 就是嘴馋的本质 扯来一个冠冕弹簧 又感人肺腑的理由 她也没看容寒生的脸 那目光只随着 她手里的盘子转悠 伸手想去虎口夺食的时候 她的目光很偶然地 被容寒生肩头上的某处 给吸引了 那是一小块印记 很小 指甲盖大小 没红色 映在她米白色的西装上 说不出的显眼 心猛地一跳 叶独独呆了一下 但是很快 她就回了神 目光挪开 她伸手端过容寒生 半举折的盘子 盘子里的小吃 还冒着热气和香气 可她已经胃口全无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都快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嘴上这么说 她却没伸手 去盘子里的食物 而是转身走了两步 将盘子放在了床头柜上 然后又回来 站在容寒生面前 伸手捏住了她的衣巾 这样亲密体贴的小动作 容寒生一向享受 所以她没动 站在那里回道 飞机晚点 到了酒店 血力情绪不好 非让我陪她喝酒 耽搁了一会儿 她怎么了 叶独独的目光 又一次掠过她肩头 那点霉红 随后脱下了她的外套 随口一问 路上明车给她打电话 打完了她的情绪就不对 到酒店非要关自己酒 拦都拦不住 弄得我一身酒味 容寒生抬了抬胳膊 眉心微微猝起地说道 还真是 走近能闻到 你不说 我还以为你跑到哪里 喝酒去了 叶独独打趣地说道 随口脸一抬 心眸轻轻一闪 她既然情绪那么不好 你怎么没有多陪陪她 容寒生本已经打算去洗澡 听她这么一问 又没再动步 低头 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我为什么要陪她 失恋这种事 她不是应该自己去调解吗 我陪她有用 她眉宇清明 神态坦然 丝毫不见 坐坐 遮掩的成分 叶独独看着她笑了笑 话不能这么说嘛 她刚来到 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你不陪她 她岂不是更难过 我陪她我也会难过 而她缺少的是喜欢她的人 所以大概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这样的话 还不如我先回来陪你 至少我高兴 容寒生笑了 伸手扶住叶朵朵的肩膀 低头 在她的额头上轻了一下 好了 你去吃东西吧 我去洗澡了 嗯 感受着她薄唇的热度 叶朵朵点了点头 带她取了衣服 走进浴室 她才捧起手里的西服 翻出那片霉红印记来 盯着出神 这个位置 这种颜色 应该是口红吧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寒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一十七集 捧着衣服看了一会儿 叶朵朵才回过神 将衣服挂到衣架上 准备明天洗 转生回来 床头跪上盘子里的小吃 已经不像刚刚那么热气腾腾了 她的脑子现在都被那块口红印沾满了 早已经食欲全无 但是怕荣寒生瞧出不对来 她还是坐下来勉强吃了一点 然后起身 将盘子端了出去 送到了楼下 再回来 荣寒生已经从浴室出来了 她穿着乳白色的浴袍 整个人显得干净爽利 叶朵朵靠在床头侧脸看着她 雪莉这次待多久 荣寒生正在擦头发 听她这么一问 愣了一下 想了想说道 这个我还没问她 公事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不过 她很久没回国了 也许还有一些私事 待长一点也有可能 哦 叶朵朵应了一声 起身翻找出了电吹风 插好了电源 荣寒生顺势坐在了床边 她就跪在床上 帮她吹头发 雪莉跟明哲 到底为什么分手 你知道吗 指尖穿过她湿漉漉的头发时 叶朵朵问道 具体的我不清楚 之前给明哲打过电话 她没接 今天听雪莉的意思 应该是雪莉要求的 雪莉说她不爱明哲 话说到这里 荣寒生含义不明地轻笑了一声 叶朵朵的手停了一下 看着她清俊的侧颜 闪了闪神 才笑道 听你说过 他们好像在一起满酒了 怎么突然说不爱了 不知道 她是这么说的 我不耗点凭别人的私事 荣寒生的语气 显得有些淡漠 眉宇间也似凝了一层双色 叶朵朵盯着她看了几秒 笑了 怎么了 你好像有点不高兴 嗯 荣寒生侧脸 在她面前毫不避讳地 泄露了自己的情绪 我跟他们认识有十年了 明哲的为人我很清楚 雪莉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知道 从我将M国那边的事物 全部交给她处理之后 她从来就没出过问题 她是个非常严谨 非常有能力的女人 只是我没想到 在感情方面 她竟然这么荒唐 随便 荒唐 随便 叶朵朵正了一下 微微玩耳 你这个用词 是不是太过了一点 以前喜欢 现在不喜欢也很正常 不然哪有那么多离婚的 她的五指 在容寒生 已经半干的头发里穿梭 洗发水的香味 随着指尖浮动散出 清爽好闻 如寒生看着她 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道 关键就是 她说从未喜欢过 从未喜欢 当初又何必在一起 这时候 她有点为好友明哲不值 赵叶朵朵那种说法 起码当初爱过 时间推移 爱情消逝也正常 可是 明哲却是从来都没有得到过 这个女人的真心 这样身为朋友的她 都觉得难以接受 叶朵朵不认识明哲 自然也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触 她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雪莉的画上 雪莉说 她从没有喜欢过明哲 那她有没有告诉过你 她喜欢的是谁 她随口一问 却把容寒生给问着了 容寒生脸上 出现了一丝迷茫 愣正了一会儿 才皱着眉头说 她好像没有喜欢的人 不然的话 她为什么要跟明哲在一起 你是这么想的 叶朵朵笑了 指尖抚了抚 觉得她的头发可以了 便收了电吹风 你的想法太直接了 很多时候 喜欢也不能在一起 可不是每个人 都有你那种魄力 说不要就不要的 我 容寒生转过来 伸手就将叶朵朵移抱 我受蛊惑的程度有点深 所以 大概 也许 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朵朵瞪了她一眼 我比不上雪莉涵吗 这个 不好说 容寒生 故意逗她 顺势一倒 躺在了床上 好了 不说其他人了 睡吧 好累啊 她略显疲惫地感叹一声 手臂稍稍一收 就将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然后闭上了眼睛 叶朵朵的头 枕在她的臂弯里 没有睡意 只出神地凝视着她的脸 雪莉 是她多想了 叶慢慢 容寒生的浅浅呼吸 就在耳旁 可她却久久没有睡意 胡思乱想到了下半夜 她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睡得迟自然也起得晚 醒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容寒生和叶紫熙都不在家 叶朵朵一个人吃了午饭 又翻出了以前孟白 给她的一些一案看了看 打发着时间 快四点的时候 她收拾了一下出门了 叶紫熙每天放学 有专门的人接 但是她在家待的时间久了 想出来透透气 所以今天自己来了 学校四点半放学 她到得有点早 觉得车里闷 她便下了车 静止走到学校门口 站在紧闭的大门边等 等了几分钟 门口等孩子家长越来越多 她不想被围在人群中 便往旁边走了一段 避开了人群 在撤出来的过程中 她眼角的余光 突然瞥见了不远处的一辆车 一辆银灰色的宝马 很低调的款式 车本身没什么 大街上经常可见 但是此刻站在车边的人 却让她愣了一下 安闲 她怎么也来学校了 看她的样子 应该是刚下车 绕出来 跟驾驶座上的人说了几句 然后就提着包 朝学校这个方向走来了 她一直半低着头 没有私下看 应该是没有看见自己 叶多多想了想 也没有迎上去 就静静地站在人群外围 看着安闲一点点的靠近 学校门口这个地方开阔 即便门边围了不少人 但是这人口密度 也没到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 所以安闲走过来之后 一抬眼 没一会儿就发现了叶多多 她显然也吃了一惊 看见叶多多的时候 愣证了一下 没有立即过去打招呼 反倒是早已经看见她的叶多多 牵她目光对上来 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 安总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也来接孩子 安闲这个年纪看上去 应该跟林芳如差不多 有孙子到了上学的年纪 也正常 所以叶多多虽然心里怀疑 但还是张口这么一问 听她这么一问 安闲才仿佛回神 立即笑道 哼 不是 我是来看个朋友 她是这个学校里的 真巧 难道紫西在这里上学吗 是啊 她在这里读书 叶多多随口应道 朝学校里面看了看 又说道 我听韩生说 安总一直在M国 没想在滨海朋友也很多 一般的朋友 以前认识的 长久没有回国了 好不容易回来 过来看看她 安闲回道 目光落在叶多多脸上 说完那一句 就将话题岔开了 我看你的脸色红润多了 身体好了吗 上次在机场 可把我吓得不轻 早就没事了 上次还要多谢安总帮忙 不然 我现在哪还不知道 叶多多由衷地感谢 安闲却无所谓地笑了笑 举手之劳的小事 你和容少太客气了 而且 我帮你也是有酬劳的 本来一直想跟容少合作 她很谨慎 现在好了 合作达成了 要谢 我也该谢你才对 她很会说话 一番话说的让人心安理得了许多 叶多多笑道 韩生的事情我也不懂 她能跟你合作 也是看中了你的实力 跟我大概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 话锋一转 她脸上的笑也收敛了不少 神情中多了一抹肃然 对于那天的事情 我还有点不太明白 安总能不能给我个解释 什么 安贤依旧笑着 眼中那沉着的波光 却告诉叶多多 这个女人已经猜到了 她想问的问题 既然如此 叶多多也就没有必要 再绕圈子了 在我印象中 我父亲以前跟安总 好像没什么交集 不知为何 现在走得这么近 难道安总 对我们那家破产的明远公司 也感兴趣 商人逐利 就像安贤 她几次三番的跟荣涵生套近乎 也是为了谋求跟地情的合作 若是在从前 明远公司还在正常运营的时候 这两人交往 那倒也说得过去 毕竟明远也有进出口业务 跟国外客人联系也很正常 但是现在明远已经破产了 这个安贤 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跟叶明远走得近了 匪夷所思 叶多多不理解 基于他的身份 他觉得这么直接问 也没什么不妥 所以他才会这么直接 只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安贤给他的回复 比他的问题更加直接 我对你父亲的公司并不感兴趣 那家公司已经破产了 真正的明远 现在在你手上 是荣哨分离出去的那家 同样 我对那家新公司也不感兴趣 论合作 我只对地情感兴趣 我跟你父亲有来往 是因为我觉得 他这个人不错 当朋友相处很好 或者换句话说 我对他有点好感 安贤侃侃说道 神色不见多闪 腰也挺得笔直 那坦然无味的样子 让人心惊 叶多多被这番言论 震得耳边 轰隆隆直响 待了好一会儿 才伸索着眉头 不敢相信地盯着安贤 安总的意思是 对我父亲 有意思 一句话问出 他便觉得不妥 叶多多之所以觉得不妥 是因为这么一问 在安贤这样 臣腐极深的女人面前 他就显得急躁了 这样一来 等于把自己的心思和情绪 完全暴露在对方面前 实在是不高明 事实证明 也确实如此 安贤听了他这么一问 当即笑了笑 我只是说 对你的父亲 有点好感 你父亲为人值得一交 这更有意思 好像还是两码事 你说呢 四两拨千斤 多么圆滑 多么无懈可击地回答 叶多多心里 暗骂自己蠢 看着安贤 正想着怎么接他的话 却见安贤眼眸一闪 又说道 我知道你或许会觉得奇怪 每个人所站的立场不同 看问题的方式也不同 看人就更不同了 在我眼里 你父亲还好 好在什么地方 他没说 但是有前面的话在 叶多多也不好再追问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就是这个道理 从女儿的角度来看 叶明远 自私自利 还心狠手辣 绝对不是一个好父亲 对已故的母亲 她也绝对不是个好丈夫 从商人的角度来看 明远已经破产 她也不能算一个好企业家 所以 她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大概也只能说 安贤的眼光独到 发现了叶明远身上 那别人发现不了的闪光点 叶多多心里暗暗思寸 看了看安贤 又觉得跟他这番对话 自己还是显得太嫩了 他的心思没套出来 自己的心思倒是泄露了 这么一想 叶多多就闭了嘴 不打算多说了 只笑了笑了事 刚好这时候 学校门也开了 前方家长陆续进去 他也朝安贤笑了笑 放学了 我去接紫西了 不管怎么说 上次的事情还是谢谢安总 学历昨天也到了 这几天让韩生安排 再好好感谢安总 客气 那好 你先去接宝宝 我也进去找我的朋友了 叶多多点头 没有与他同行 自己先随着家长群进去了 安贤走得慢 任由家长们挤上前 他落在了最后 走了几步之后 远远看了叶多多的背影一眼 他便转了身 快速地离开了学校 因为很久没到学校来 叶多多接到叶紫西之后 跟老师聊了几句 耽搁了一阵出来 路边那辆宝马车 已经开走了 他没多想 带着叶紫西回家了 还没到家 容寒生的电话就打来了 说是跟雪莉谈事 在外面订了餐厅 刚好给他接风 让他和紫西一起过去 一听到雪莉两个字 叶多多的脑子里 就闪出了那块霉红的印记 他本不想晚上再出去吃饭 想到那块印记 他又答应了 挂了电话 让司机改道去餐厅 不一会儿 他就带着叶紫西到了地方 下车的时候 容寒生在餐厅门口等他们 见他下来 就迎了上去 牵起了叶紫西的手 对叶多多说道 这家新开的日式料理 雪莉说很好 刚好 你这天天在家里吃 大概也吃腻了 出来换换口味 雪莉推荐的 叶多多有些意外 他不是昨天晚上才到吗 怎么已经把这些摸清楚了 他的问题 容寒生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只能耸了耸肩 笑了笑 没再多说 进了餐厅 环视一圈 很快就在临窗的一个座位上 看见了雪莉 她还是上一次 叶朵朵见过的那样 眼光四射 即便是坐着 光芒也能辐射周边十里 容寒生说她昨晚因为失恋 情绪不好 酗酒和大哭一场 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可不像 叶朵朵思寸着 跟着容寒生的步伐走过去 想打招呼时 就见雪莉已经站了起来 朵朵 好久不见 雪莉微微一笑 妆容精致的脸显得明媚动人 打完了招呼 她又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叶紫西 小宝贝还认识阿姨吗 当然了 雪莉阿姨 你又变漂亮了 叶紫西一张嘴 就是甜言蜜语 把雪莉逗得眉开眼笑 抬眼看着容寒生便说道 这孩子可比你会哄人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也没见你夸过我 夸你的人太多 不夸我一个 容寒生淡淡一笑 拉了叶紫西 让她坐到座位里面 自己就和叶朵朵 并肩坐在外面 三个人的座位 真坐了三个人 就有些挤了 所以雪莉看着就说道 让紫西过来跟我坐吧 你们两个人不方便 这个提议本来很正常 但是叶朵朵莫名地觉得有点抵制 刚想拒绝 就听容寒生笑道 不用了 小孩子闹 你不习惯的 就这样吧 她落了座 雪莉神色微微一僵 没说什么 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对面而坐 雪莉的脸 刚好在叶朵朵的正前方 目光所及 最让叶朵朵挪不开目光的 就是那抹眉红 雪莉的唇色赫然就是 昨晚容寒生肩上的那个颜色 所以 她没有多想 事实如此是吗 事实就是 雪莉昨晚至少跟容寒生拥抱过了 不然 怎么能擦了那抹眉红 在她的肩头 脑中不由地浮现出 昨晚她们的样子 叶朵朵的心 一阵阵的难忍 情绪难以压制 她盯着雪莉的唇 扯出了一抹微笑 雪莉 你擦的什么牌子的唇膏 颜色很好看 唇膏 雪莉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你也喜欢这个颜色 等我回去送你一只吧 这个牌子 好像国内没有装柜 好啊 叶朵朵随口应道 转而看向容寒生 你觉得这颜色好看吗 容寒生明显一愣 看看她 然后又朝雪莉的唇看了一眼 最后一脸茫然地说道 没有意见 她的样子 看上去很真实 叶朵朵心中微微一动 暗暗懊悔自己多次疑问 一转念 她便称怪地看了容寒生一眼 然后转向学历 抱怨道 这种问题 问她 简直是自找苦吃 算了 不理她 你回去 记得给我寄一只过来哦 谢了 她故作很轻松地说道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一十八集 雪莉笑着点头 还没说什么 容寒生 却在一旁开了口 你喜欢还用得着她回去买 让凯伦现在就买一只好了 雪莉 你记得给凯伦打个电话 告诉她品牌 凯伦大概是M国那边的秘书 叶朵朵没有多问 直扭头甜甜一笑 那太好了 谢谢容少 听她这么一喊 容寒生不由地笑出了声 一时兴起 她伸手 戳了一下她右脸颊上 那个浅浅的酒窝 当雪莉的面纱吧 也不怕人家笑话你 瞧瞧人家 你要多学着点 我学什么呀 雪莉这种精英范 我可学不来 叶朵朵笑着 潮容寒生的身次抗了抗 看向雪莉 看吧 这还没几天就开始嫌弃我了 她这么挑剔的人 应该跟你这样的女强人在一起 我啊 看来是达不到她的要求了 迟早要被她扫地出门 她心眸闪烁 笑意盈盈 雪莉脸上笑容没退 却仿佛有些僵硬 一旁一直安静地坐个小听众的叶子西 这时候插话说道 才不是呢 妈咪 你懂不懂什么叫互补啊 爸爸精明能干 身边就需要你这样的笨女人啊 都那么厉害 回家打架吗 小家伙一本正经 一番话把容寒生和叶朵朵都逗笑了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样子 落入了雪莉的眼中 雪莉笑笑 没有多言 服务生开始上菜的时候 他才突然说道 哎呀 你看我这个记性 寒生 我有礼物送给你 礼物 容寒生和叶朵朵都愣了一下 叶子西小家伙一听礼物 小眼睛里也冒了光 什么礼物 好吃的吗 好玩的吗 雪莉看了他一眼笑道 可不是给你的哦 是给爸爸的 说着 他从包里取出了一个 酱红色的丝绒盒子 递到了容寒生面前 你快过生日了 之前在M国的时候 在庄柜 看到这个袖口很好看 感觉很合适你 当时就买了 本来想着昨天给你 昨天心里乱糟糟的 又给忘了 现在才想起来 拿给你 免得我这糊涂的脑子 到时候走了都没有想起来 又得寄给你 麻烦 容寒生的生日 对 就是下个礼拜 叶朵朵也没忘记 这几天都在想 送他什么礼物合适 没想到 他这边还没有想好 雪莉那边 礼物都送到了 做的还真是比他好 叶朵朵心里 莫名的酸溜溜的 没多想 抢在容寒生之前 就伸手拿起了 那个盒子 打开 雪莉 你想得真周到 我都还没想好 送他什么呢 你这礼物倒是 已经准备好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盒子里面的 袖口捏了一只出来 这是一枚方形袖口 白金质地 右上角镶嵌着一块 方形蓝宝石 款式简单大方 金属和宝石光泽溢溢 显得贵气逼人 很符合容寒生的品味 也符合他的身份 可以说这是一份 用了心的生日礼物 不张扬 却精致非常 嗯 很漂亮 叶朵朵由衷赞叹 看了看表面之后 随手转了一下 又瞄了一眼背面 目的 他被这光洁闪亮的背面 吸引住了 这袖口的背面刻着字 几个英文字母 分开叶朵朵都认识 凑一起 他就不认识了 这后面还有字呢 很精致啊 叶朵朵赞叹 指负俯过了袖口背面 那一点点凹凸的地方 有字 是吗 我都没有注意 学历有点吃惊 随即伸手拿过了 刚刚叶朵朵放在桌上的盒子 取出了里面的 另外一只袖扣 翻过来看看 不以为然的笑道 还真是 大概就是这个款式 我买的时候没注意 穿过的人也是 没提醒我 只一个劲的 跟我强调是 什么限量版 全球也没挤兑 他伸手 将袖口放回了首饰盒里 叶朵朵见他把这只放回 伸手又拿了起来 两只比在一起 看着 一旁的叶紫熙 见这个闪亮亮的东西 来了兴致 一把抢过来一个 好看 这是干什么的呀 后面有字 好像我认识 叶紫熙皱起了眉头 认真想了起来 叶朵朵一听 他居然还认识 也来了兴致 凑过来问道 你认识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认识是认识 不过是以前认识 现在 有点想不起来了 小家伙伸手 挠了挠脑袋 说道 叶朵朵一见他关键时候 掉链子 春道 我还以为你真会呢 也没比我强多少 哼 我好歹以前会过 叶紫熙很不满地 撅起了小嘴 容寒生见他们聊得欢 也有了兴趣 伸手接过叶紫熙手里的袖口 翻过来看了看 几个英文字母 窜入眼帘 容寒生眉心 输得一跳 这是一闪而过的表情 叶朵朵没有注意 见他拿过袖扣 也凑了过来 你认识吗 这是什么字啊 不认识 容寒生想都没想地 干脆回到 文言 刚刚已经低下眉头的学历 挑眉看了他一眼 叶朵朵一听 他也不认识 立即就垮下了脸 你也不认识 真是 哦 对了 我摆度一下 我就不信了 这么大点的事 他还在续续叨叨 手里那只袖口 却被容寒生 一把夺了过去 茶什么茶 该吃饭了 收起来 容寒生将两只袖口 都放进了首饰盒里 同时看了雪莉一眼 然后将首饰盒 随意地放进了 叶朵朵的包里 先收着 上次你给我买的 我还挺喜欢的 什么时候不喜欢那个了 再换吧 他上次给他买的袖扣 有吗 好像有过 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时候 跟柳倩逛机的时候 随意地在街上一家 银饰店里买的 就是纯银的材质 款式虽然很好看 材质上差了点 跟雪莉送的这个 又是白金又是宝石的不能比 那时候 他纯粹是心血来潮 一眼觉得好看就买了 到家之后 捧给容寒生 他当时确实 也非常愉快地收下了 后来 后来好像也见他带过几次 那时候 他还笑他 让他别带出去了 材质不好 免得被人说 那时候容寒生 很不以为然 只说自己喜欢就行了 没那么多规矩 他都这么说了 叶朵朵也没再管 久而久之 叶朵朵也就没在意这事了 而那对银制袖扣 他也没有刻意留意过 容寒生什么时候带过 什么时候不带 本就是一件小事 他也没往心里去 没想到 容寒生 倒还认真地记得这件事 不过 即使记得 有必要当着雪莉的面说吗 这话说的 好像有点故意针对的意思 为什么呢 叶朵朵微微醋眉 看着容寒生 眼中略带探究之意 容寒生一见他这副表情 心中微微一动 敏唇笑道 你看你 自己买的东西 大概都忘了 迷糊 他抬手 点了点叶朵朵的脑袋 语气宠溺 看到这里 雪莉收回了目光 抬手点了点桌子 提醒道 好了 你们两个 你弄我弄的 有完没完 菜都快凉了 吃饭吧 我饿了 对对对 吃饭 吃饭 容寒生 捉起了叶朵朵的手 放在桌上 稍稍用力拍了拍 又揉声地重复了一句 吃饭 望着满桌子日式料理 叶朵朵也就没再说什么 虽然心里还惦记着那个袖扣的事 但是 这一顿饭吃的 倒也还算气氛和谐 从餐厅出来之后 熊寒生让伊森开自己的车 送雪莉回了酒店 他则自己驾车 带着叶朵朵和叶子曦回家了 到家之后 叶朵朵先把孩子安顿好 回到卧室 容寒生已经收拾好了 今天跟雪莉谈了许多事 我去整理一下 你早点睡 不要等我了 哦 叶朵朵随意地应了一声 等容寒生离开之后 他便拿起了自己的包 翻找了一阵 没找到他想找的东西 他就皱起了眉头 那个装袖扣的盒子不见了 吃饭的时候 容寒生将那盒子放进他的包里了 这时候却没了 是他拿走了吗 叶朵朵心中疑惑 想了想就起身去了书房 推门进去的时候 容寒生刚在办公桌前坐下来 雪莉送你的袖扣是你拿走了吗 叶朵朵没进去 已在门边 一手扶着门问道 容寒生愣了一下 看他一眼 恩了一声 对 我拿了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怕丢了 看着挺贵重的 叶朵朵随意地应道 容寒生笑了笑 一个小礼物而已 你怎么这么小心 没关系的 暂时也用不上 先放着吧 对了 马上要过春节了 按照惯礼 我会给雪莉 还有爱慕过那边 几个重要的职员 送些小礼物 今天你帮我 我懒得下吗 我帮你 叶朵朵有些吃惊 见容寒生冲他招手 他才走进去 走到身边 容寒生伸手 将他拉到自己的腿上坐下 圈着他的腰 对啊 这种事呢 虽然是可以交给秘书去办 不过 自己来做 总显得更有诚意 以前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今天你来吧 我们是一体的 你可以代表我 其他人不可以 他俊脸贴近 薄唇有意无意地擦过他的薄更 温热酥麻的感觉掠过肌肤 叶朵朵扭头 看着他笑了笑 你这不是给我找事吗 我最怕折腾这些了 还有哦 万一礼物挑的不好 你可别怪我 有什么好不好的 没把握就让秘书帮你 反正 今年我要做甩手掌柜 容寒生用了一种略显无赖的语气 说着话 手臂也越圈越紧 丝毫有点不舍地放开他的意思 想到他晚上还有工作 他便挣扎了一下 好了 你忙吧 那我现在就去想想 容寒生松手让他下来 又说道 现在想什么 还早 晚上早点睡 有时间再想 现在还早 睡不着 你别管了 我回房间了 你也早点休息 交代一声 叶朵朵便转身走了 没再耽误他的时间 回到卧室 他脸上那轻松的表情 也收敛了起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沉重 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仔细想了一阵 他翻出了自己的手机 点开了百度词典 寻着自己的记忆 他输入了几个单词 很快 手机屏幕上就出现了很多词条 目光落到第一条上时 叶朵朵的心跳 就漏了半拍 词典解释提醒他 他刚刚输入的不是英文单词 而是法语词 几个字母 中文解释是 爱 绣扣这种东西 虽然算是私人物品 但朋友之间相送 也不是不行 但这个爱字 就显得有点诡异了 还是法语 难怪自己看不懂 想到这里 叶朵朵的脑子里 突然闪过了当时 容寒生的反应 他那时候 那么果断坚决地说不知道 随后就收了袖扣 现在回家 又赶在他前面 拿走了袖扣 很明显 他认识这个字 而且 不想让他知道 容寒生这么做 是不想让他多心 这一点 他并不怀疑 只不过 雪莉这心思 真如他自己所说 买的时候 根本没看到吗 这很难说 而且也无法取证 他总不能拿着 从百度词典查来的东西 去质问雪莉 这么一想 叶朵朵便有些懊恼 又是口红印记 又是戴着 暗示性词语的袖扣 这个雪莉到底对容寒生 是什么心思 两件事 真的都是偶然吗 他不得而知 心里堵得慌 他低头看了那些词条一眼之后 便烦躁地 插掉了页面 屏幕恢复原始状态的时候 他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那个袖扣 他仿佛记得 也在背面 就在那一行字母的右下角 还有个很小很小的标记 那应该是品牌的logo吧 新年一闪 他又捏起了手机 点开了百度 他对品牌这个东西 不是很在行 除了知道大家都知道的 那些牌子之外 其他的 他都很是陌生 学历买的东西 一定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品牌 所以 他直接搜了 奢侈品品牌大全 在一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字母 和图案中 搜索了十来分钟 他最后终于锁定了一个牌子 那是一个小图标 跟他印象中的非常相似 确定了这个品牌之后 他便随手搜索了 这个牌子的官网 他本来想看看 官网里 有没有各地专柜的联系方式 却没想到 在产品栏目下 他还真看到了这款袖扣 只不过 这一看 让他有了点意外的发现 官网上的图很清晰 一张正面图 一张侧面图 没有专门的背面图 但是 从侧面那张 能看得出来 这个袖扣的背面 没有字 是光面 依学历的品位和财力 当然不会分不清真假货 他送出来的 一定是这个品牌的真货 所以 背面这个字 是后来刻上的 很多品牌都有定制这个业务 这对袖扣看来也是 也就是说 学历 他在说谎 这字根本就是他受益 专柜课的 顺时间 夜朵朵心冷如冰 这是女人的直觉吧 第一眼看见学历 就觉得这个女人不寻常 后来听容寒生说 她是师姐 又有男朋友 自己还觉得自己是多想了 是多想吗 如果那时候是多想 现在 这有意无意 擦上去的唇意 故意刻上的爱字 那要算什么 说什么 从来不爱明哲 因为他爱的人 从来都是容寒生是吗 还有这个袖扣 他是故意告知 容寒生自己的心思 还是有心向自己示威 这就是多年已重的助理 能力出众 独当一面的同时 也是个对老板心有叵测的女人 那容寒生呢 瞧她的样子 似乎并不知情 也似乎没有多想 现在自己该怎么办 拿着手机 现在冲到书房去找她质问 这好像不合适 当作完全没看见 就此翻过这一页 好像也不合适 坐在床边 盯着那两张图片许久 叶多多踩弯腰 从抽屉里翻出纸笔来 趴在床头柜上写了一会儿 她便将纸端正地放在了床头柜上 然后用手机压在了纸上 做完了这一切 她才起身去浴室 梳洗完毕出来 瞟了一眼床头柜上放的东西之后 她就上了床 无心入睡 她却始终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 就这样数着分秒的时间 一直到了两个小时之后 房门才轻轻地被推开 听到那清浅的脚步声 叶多多的身体僵了 呼吸都快凝滞了 她不敢动 手在被子下紧紧揪着被子 耳旁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到床头的时候停住了 床头那盏光线昏暗的小臂灯开着 暖黄的光 刚刚好铺满整个床头柜表面 她的手机 手机下面的纸张 她一定看得见 她会怎么想 会来问她吗 叶多多不知道 这个瞬间里空气仿佛静止了一样 房中静的夜落可闻 许久之后 她才重新听见那脚步声响起 钟寒声走去了卫生间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出寒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一十九集 等到房中脚步声完全消失 叶多多才缓缓转身 张开眼 看了床头柜一眼 手机和纸张都有被挪动的迹象 显然 她看到了 然后会怎么样 她会跟自己解释吗 叶多多心里顿时乱糟糟的 刚刚 她在纸上写了那个法文的爱字 没有注释 只有一个单词 单词下面写的这个品牌 在M国和国内的专柜 手机屏幕也还停留在品牌官网上 那清晰的册图上 手机图容寒声能不能看到 她不确定 但是纸上的字 她一定看到了 现在看是看到了 她会怎么做 叶多多一点把握都没有 忐忑地等了一会儿 耳旁重新响起了容寒声的脚步声 她走过来 接着床榻微微一沉 温热熟悉的气息就在身旁 她却没有说一句话 连动作都是很轻的 她也侧着身 手臂轻轻地搭在了她的腰间 叶 始终静谧无声 容寒声是醒是睡 叶多多看不见 总之 直到她抵抗不住困倦 昏昏沉沉睡过去的时候 她还是保持着这个 轻轻拥着她的姿势 没有动 一日早上 第一缕阳光 气声声声地撩开窗帘一角 溜进来的时候 刚醒的叶多多感觉到身旁的男人动了一下 她转身 张眼看着容寒声 容寒声果然已经醒了 今天醒这么早 容寒声问道 她的眼中依旧睡意朦胧 低沉的嗓音显得很慵懒 叶多多完全侧过来 头枕在她的胳膊上 说道 昨晚睡得早 睡好了 嗯 容寒声淡淡回应 闭了眼 扬了一会儿神之后 突然说道 雪莉这几天就要回去了 我今天来问问她 什么时候的机票 走这么快 叶多多惊到 同时有点尴尬 想再开口直接挑明袖扣的事情 还没等拿定主意 就听容寒声说道 爱慕过那边的事情很多 她这次来 只是做一个指数报告 做完了 外谈的事情都谈完了 她也该回去了 哦 她说的有道理 也多多挑不出毛病 只能嗷了一声 这时 容寒声才又张开双眸 看向她 等她走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机场送她 叶多多愣了一下 但还是很快地接了一句 好啊 没问题 容寒声笑笑 抬手领了理她散乱的冰发 今天大概还要请安总过来 跟雪莉一起吃个饭 你想去吗 这个 我不去可以吗 安闲帮了她 她领迎出席表示感谢 只不过 因为她心里脑子里 装的都是雪莉的事情 有点不太想再见雪莉 所以就这么问了一句 见她小心翼 容寒声唇边的笑意 微微加深了一点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安总那边有我呢 她不会见怪的 她很贴心地说道 叶多多放心了不少 沉默几妙 正想着 要不要把心里话挑明 就听容寒声又说道 对了 柳线昨天已经去公司报到了 我给她安排在投资部 职位是经理秘书 让张经理亲自带她 你看怎么样 她已经开始上班了吗 叶多多的心思 瞬间被拉了过来 惊喜地说 容寒声笑笑 是的 她来的时候 投资部的经理 跟我说了一声 我还见了她 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是吗 那就好 叶多多欣慰 说完又想起 刚刚容寒声问她的话 回道 投资部是很多员工 梦寐以求的好部门 你还让经理亲自带她 这当然好了 寒声 谢谢你 另天麻烦了 容寒声皱了皱眉 没说话 沉默几秒才撑到 还跟我说谢谢 叶小姐 你把你老公当什么了 嗯 起码的感恩 还是要有的吗 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知恩图报 容寒声 泥喃一声 突然倾过身来 将她半压在了身下 那你跟我说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灼热的气息 瀑布式地倾泻下来 叶多多脸颊 微微一红 嘟囊道 我也没少报答你啊 你自己知道 有些事跟考勤差不多 权勤才是该有的状态 某人一本正经 叶多多眼中光芒闪闪 笑意盈盈 文言瞪了她一眼 随即将她推开 起床了 你要去公司呢 不着急 抱一会儿 容寒声手臂一圈 形成了一个闭环 没让她逃开 撕磨了大半个小时 两人才各自起身 容寒声掀起来 去浴室梳洗 叶多多起身的时候 盯着床头柜上的手机和纸 又发了一会儿呆 容寒声是完全没有提 这件事的意思 她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她很想问 又知道有些事不问还好 一问 必定又会扯出 更多的猜疑和抱怨 从她中毒开始 他们好不容易 过得这么轻松 岁月静好 她实在不想为了这些事 坏了现在的气氛 想了好一会儿 她伸手捏起了那张便签纸 轴成了小团 随手丢进了不远处 那只精巧的垃圾桶里 先这样吧 依她的机敏 她一定明白了她的心思 没有说 一定是有她自己的想法 爱情 婚姻 都是强求不来的 她心里的那个人是你 不需要多说什么 她也会好好处理 这些不太正常的关系 如果她动了别的念头 再多说 又有什么用 心电闪过 叶多多的心 满门释然了 都收拾妥当后 容寒声去了公司 叶多多将叶子西 送到学校后 百无聊赖 又想起容寒声说 柳倩已经去上班了 便让司机变了道 拐去了地勤总部 她只是想去找柳倩 并不想惊动容寒声 耽误她的时间 所以到了地勤大厦门口 看看时间 还没到下班的点 她便下了车 去附近逛逛 差不多快十二点的时候 她才给柳倩打电话 柳倩听说她就在楼下 下了班就下来了 叶多多已经在附近 订好了餐厅 两人就在餐厅里碰头了 柳倩急匆匆而来 叶多多一见她 就知道容寒声没骗她 看上去 柳倩的样子真的好了很多 见了她 也没有之前那次见面 那种躲闪 而是大大方方 笑意盈盈 就像以前她们见面一样 见好朋友恢复如初 叶多多很高兴 前一天 学历带给她的阴霾 也散去了一些 两人挑了临窗的座位 柳倩没来之前 叶多多已经点了菜 等上菜的时候 两人便随意地聊着 柳倩显然 对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 先是感谢 而后说了许多公司 和同事的事情 叶多多虽然对 地情里面的事情 有点陌生 但是见她兴致勃勃 也没有打断她 只笑嘻嘻地听着她说 这个听众 大概当了将近十分钟之后 叶多多眼角的余光 突然瞥见了窗外的一个人 那人现在就站在路边 朝他们这里张望 叶多多没想到 在这里碰见徐灵涵 她有很长时间 没看到徐灵涵了 平时也懒得去 关注她的消息 没想到 却在这里碰见 看上去 徐灵涵也不是有什么预谋 专门奔他们来的 她似乎就是巧合 站在马路边 不知道干什么 看见他们了 就转过来对着他们看 目光隔着玻璃 摇摇地跟徐灵涵碰了一下 叶多多还没有收回目光 徐灵涵就朝着这边 走了过来 见她身形一动 叶多多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厌恶感油然而生 对面的柳倩 见她一直朝窗外看 也好奇侧脸看了她一眼 你看什么呢 与碧 她就看见徐灵涵 她怎么在这里 柳倩对徐灵涵的印象 都来自叶多多的口述 算不上认识 却也对她没什么好感 叶多多将目光收回 皱眉烦躁地说道 碰巧吧 别理她 等会儿她要是过来了 不管她说什么 你别管就是了 我哪能坐山观虎斗 柳倩一笑 她就一个人 吵架还是上拳头 我们两个人能吃亏吗 她这么轻松地调侃 叶多多心头那点阴霾 也就散了 随手扯了一张纸巾 叠成了三角形 放在手边 她的目光 就朝着柳倩身后一扫 小声地说道 来了 柳倩没有回头 也知道许灵涵过来了 两人相识一笑 没再说话 许灵涵穿着香鱼色的羊毛大衣 提着精致的黑色手提包 踩着恨天高 一摇一摆地走过来 她的下巴微挑 红唇扬起 带着得意又不可一世的微笑 宛如贵妇一样地走了过来 真巧 你们在这里吃饭 走到跟前 她便笑道 叶多多的目光 顺着那光泽顺滑的泥料往上 看了她一眼 确实好巧 大嫂也来这里吃饭 我 许灵涵轻轻一笑 当然不是 我吃不惯这种店 我刚刚在地院那里逛了逛 重我约了人 在路边等她 碰巧看见你们了 就想着进来打个招呼 毕竟 也算是朋友嘛 朋友 叶多多不知道 许灵涵自己说这个词的时候 有没有想吐的感觉 反正 她现在有 粉唇微微一扬 她笑得浅淡 不能算朋友吧 同事容家人 你不是还是我大嫂吗 我们很亲密 叶多多故意说道 却见许灵涵 脸扬了扬 笑得有点张扬 嘿 这都是老黄历了 怎么 寒生没有告诉你吗 我的离婚手续已经办完了 我现在可是没什么负担 一身轻 而且说起来容家也算大方 给我的补偿不算少 这比我当容家媳妇的时候还要好 怎么样 叶多多 你是不是也要离个婚 在那里规矩那么多 哪有一个人自在 至见无敌 就是专门为许灵涵创造的词 叶多多暗骂一声 心里也有些惊讶 没想到 她真把离婚变成了事实 还办得这么快 倒是容若朴 不知道是念旧情 还是想快点把这个女人打发走 竟然还真的给了她不少 真是便宜她了 眸色稍稍一冷 也多多笑道 我可没你这么好的福气 就是想离婚 寒生大概也不答应 她的脾气你也知道 认准了 就是一辈子 脾气扭得很 说什么也不放过的 她眼里掺杂着笑意的波光灵灵 宛如星河流转 神采夺目的 让人嫉妒 许灵涵爱捏了捏包的手柄 笑容僵硬了几分 不知是不是自觉在叶多多这里 讨不到好处 沉默了几秒后 她突然将目光 转向了柳倩 你是柳倩吧 看上去挺不错的 看来之前的事情 对你也没什么影响 这话从她嘴里冲口而出 柳倩愣了一下 叶多多脸色却是一白 对上柳倩疑惑的目光 叶多多心里暗暗道不好 那件事 许灵涵是个局外人 但是这世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个开除的庸人 都能把她被墨西洋侮辱的事情 散播的到处都是 再有个嘴不紧的保镖 把当时的情况透出去 也不是不可能 可这样一来 对柳倩又是个打击 她的精神状态 本来就才刚刚好转 这一刺激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叶多多心中不安 同时觉得内疚 她没管好手下人 才让许灵涵有机会 接柳倩的伤疤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她也不想跟许灵涵 打嘴仗了 立即就沉了脸 回道 你要是没事的话 可以走了 毕竟 甲韵那件事 也没过去多久 要是再让人看见 你在这里兴风作浪 大概就是你爸妈脸上 也没什么光了 一提甲韵 许灵涵也是脸一沉 但是 她却没有转过脸 接叶多多这话 反而还是将矛头 对准柳倩 你怎么还能跟她 坐一起呢 要是我 出了这种事 我可能不能再面对她了 都是她害你的 你还当她是朋友 你傻不傻你 她不遗余力地 刺激着柳倩 柳倩脸白如指 瞪眼看着她 不知心里在想什么 竟呆了一般 叶多多腾地站起来 许灵涵 你够了 滚 她抬手指着门口方向 刚巧这个时候 有服务生上菜 正好是他们这桌的 那服务生走过来 看见这幅场景 也愣了一下 叶多多看她一眼 旋即语气冷硬地吩咐道 把这个人请出去 她影响我们用餐 服务生听了这话 看看叶多多 又看看许灵涵 面色为难 气氛已经将到顶点 稍稍一个火星 就能爆发一场战争 而就在这个时候 挑起事端的许灵涵 突然朝叶多多 裂开了笑颜 生什么气 你想你吃饭 我走就是 回答人家服务员干什么 多多 你也真是的 说着 她真的转了身 朝那年轻的服务生 笑了笑 服务员搞不清楚状况 紧她这么爽快 又这么面善 心里还长说了一口气 想着 这个人真好说话 没想到 下一秒 她却端起了 她手里托盘上的菜 他们难伺候 我帮你吧 许灵涵语素很快地说道 说完 一扭身 就端着菜 朝桌上放 那是一盘青蒸鱼 汤汁浓厚 香味肆溢 服务生还在 蒙逼状的时候 这盘鱼 就从她的手里 落了下来 不偏不倚 掉在了柳倩的腿上 柳倩一声惊呼 许灵涵同时笑出声 真不好意思 没看准 抱歉哦 倩倩 叶嘟嘟吓了一跳 慌忙绕出座位 一把扯开服务生 过来查看柳倩的情况 这盘鱼掉在柳倩的双腿上 盘子木落在地上 里面的鱼汤 都撒在了她的腿上 冬天穿得厚 烫上应该没有 但是 这酱汁和葱花配菜 却将她弄得狼狈至极 见柳倩如此 叶嘟嘟怒火 瞬间窜上了头 她一转身 完全没多想的 就仰手 对着许灵涵那张 还在笑的脸 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啪的一声 脆响惊天动地 许灵涵正在高兴 没想到 叶嘟嘟会当众打她耳光 愣了几秒 回过神 她连五脸都没顾上 就学着叶嘟嘟刚才的样子 也仰起了巴掌 那巴掌 疾风式地扫下来 却被早有准备的叶嘟嘟 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许灵涵 叶嘟嘟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 韩生就在对面的地勤大厦里 你才像个疯狗一样到处咬人 我发誓要你好看 如韩生今天中午约了雪莉和安贤 此时并不在公司 但是这些 许灵涵并不清楚 听到叶嘟嘟这么说 她心里确实有一点点畏惧 但也只是一点点 并不足以平复 她挨了一巴掌的怒气 如韩生再又怎么样 她还能吃了我 哼 少拿她来吓唬我 她用力一甩 却没有甩开叶嘟嘟的前置 当下就又嚷了起来 你给我放开 叶嘟嘟你敢打我 我跟你没完 先前的一巴掌和这番叫嚣 引得这一小块地方 顿时成了整个餐厅的焦点 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收银台上的服务员 都在朝这里张望 刚刚那个上菜的服务生 已经从懵逼状中清醒了过来 急着劝架 但是不管是叶嘟嘟还是许凌寒 都没有理会她 叶嘟嘟知道 现在放开许凌寒的话 依她这疯疯癫癫的样子 她还是会不依不饶地闹事 而许凌寒 则也正如叶嘟嘟所想那样 憋着一股子气 要抱那一巴掌之仇 气氛就这样 又陷入了胶着状态 服务生急得没办法 扭头朝收银台方向求助 叶嘟嘟倩这样不行 心思一动 对着柳倩说道 给公司打电话 让保安过来 就说我说的 餐厅的人 她不一定使唤得动 打个电话回公司 过个马路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还是可以制止许凌寒 这个疯女人的 此时 柳倩已经站了起来 鱼和盘子 从她腿上滑落在地 她也来不及 清理腿上的污渍 只紧张地 看着叶嘟嘟和许凌寒 听叶嘟嘟一提醒 她立即伸手 拿起了自己的包 刚把电话拿出来 一个人突然走了过来 叶嘟嘟的注意力 一直在许凌寒的脸上 她并没有注意到 这个人什么时候来的 等到发现的时候 她已经到了跟前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集 叶嘟嘟看见 这个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去看柳倩的脸 她完全没想到 墨西洋会来 天下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由此可见 许凌寒等的人 就是墨西洋 这两个人 叶嘟嘟脑中 算出一个词 狼狈回奸 她很担忧地 看着已经愣在原地的柳倩 柳倩的脸 比刚才还要煞白 看着墨西洋 像在发呆 眼中却盛满了恐惧 甚至 她还下意识地 往里面躲过去 那神情 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努力地在躲避 前方的猛兽 墨西洋见了 这样子的柳倩 是什么表情 叶嘟嘟没顾得上看 她只见 墨西洋的身形 突然朝柳倩那里一清 刀下 叶嘟嘟就紧张地 喊了出来 墨西洋 你干什么你别 碰她两个字还没出口 就见墨西洋 从桌上的纸巾盒里 抽出一叠纸巾出来 接下来 她紧弯了腰 捏着那些纸巾 在已然呆若目击的 柳倩腿上 擦拭起来 叶嘟嘟没想到 她会这样 许林涵 许林涵同样也没想到 两人都愣住了 而柳倩 则在那纯白的纸巾 碰到她的腿的瞬间 往后猛地退了一步 滚 她喘着粗气 抱着包挡在胸前 手背上的青筋 都显出来了 瞪眼 朝着墨西洋 嘀吼一声 墨西洋 没有直起身 依旧保持着弯腰的姿势 只是抬起头来 看着她 墨西洋的表情 毁暗难鸣 不知道在想什么 在柳倩 那两道烈火般的目光中 僵了片刻 她才缓缓直起身体 随手 将已经沾染了 深色降织的纸巾 放在了桌面上 随后 她才将目光 转向叶嘟嘟 没有说话 那目光只在叶嘟嘟脸上 稍作停留 就转向了许林涵 张总还等着我们 走吧 许林涵盯着她 微微皱了一下眉 似想说什么 又为她淋漓冷寒的目光 刺了一下 终究什么都没说 转过脸 她才瞪了叶嘟嘟一眼 甩了一下手 叶嘟嘟顺势松开她 她就转身 跟着墨西洋离开了 两人这一转身 叶嘟嘟就着急地 看向柳倩 你怎么样 刚刚伤到没有 其实她更想问 柳倩吓到没有 她刺激她 不敢提 只这么问了一句 柳倩的目光 一直警惕地盯着 墨西洋的背影 似乎怕她突然又转回来 走到她面前 她再轻轻地发抖 始终抱着包不肯松 直到墨西洋 和许林涵的背影 都再瞧不见 她才转回目光 看向叶嘟嘟 缓了一阵 她终于缓缓地松开了手里的包 轻声地说了一句 我没事 她那双白的脸 渐渐恢复了长色 叶嘟嘟见她没有过气的举动 松了一口气 伸手扶着她的胳膊 低头看了一眼 她腿上那片污渍说道 先去把这个经历一下 嗯 柳倩沉闷地回应 没说什么 叶嘟嘟去收银台处 要了一块白毛巾 然后陪着柳倩去了卫生间 柳倩显得有些恍惚 从大厅到卫生间 一直都没吭声 直到站在水池跟前 叶嘟嘟拿着毛巾 替她擦拭裤子的时候 她才突然往旁边一闪 脸上随即显出 紧张恐惧的神色 见状 叶嘟嘟便知 她还没有从 刚刚的事情中 回过神来 又想起了墨西洋 给她擦裤子的那一幕 倩倩 叶嘟嘟没再动 喊了一声 柳倩这才惊醒 忙说道 对不起 嘟嘟 我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叶嘟嘟站直身体 终于将这话说出了口 倩倩 那件事我很抱歉 她看着柳倩 说完这一句 又把目光捶了下去 落在手里的白毛巾上 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担心我 不是为了救我 你也不会被那混蛋欺负 之前 我怕让你想起伤心事 不敢提 现在 我想认真地跟你说一句 她抬眸盯着柳倩 对不起 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幸来说 这三个字显得很苍白 但是 对于柳倩来说 她也知道 叶嘟嘟这三个字 含了多少分量 沉默了一会儿 她拉起了叶嘟嘟那双 稍显凉意的手 你知道 我没有怪你 自她指尖传来的温度 温暖了叶嘟嘟的心 也给了她勇气 让她敢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我知道你不怪我 可是这件事在我心里 我过不去 我想弥补你 但是我知道不管我做什么 都弥补不了 所以 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倩倩 是我害了你 说到这里 她眼里泛出了浅浅泪光 柳倩也有些动容 吹了吹眼眸 沉默了一会儿 再抬起脸 她的唇边多了一抹薄笑 说什么害不害的 多多 你不用想这么多 我相信 那天如果我们兑换 你也会去救我 你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我真的不愿意 所以 别再自责了好不好 两人目光相交 许多情绪 都在这胶着的目光中 互相传递 寂寞片刻 叶多多点了点头 也扯出了一抹微笑 好 我不想了 你也不要想了好不好 当然 我早就告诉自己 不要想了 你给我提供了 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我还想把自己 练就成女强人呢 柳倩压下了 心头的沉重 故意轻松地说道 叶多多见她如此 心里很安慰 没再说什么 看了她的裤腿一眼 便说道 好了 那都不说了 先把你的衣服弄干净 嗯 柳倩应声 随手接铺了她手里的毛巾 低头擦拭起来 她今天穿的是 黑色的紧身牛仔裤 心里起来并不难 没一会儿功夫 她就将表面的污渍 给擦净了 叶多多看着 她大腿上 那两块湿湿的印紧 说道 要不然 我帮你 跟你们经理请个假 你下午就别上班了 回去换个衣服吧 这湿了这么多 也太难受了 没事 里面还有保暖裤呢 不要紧 柳倩随口应道 话音刚录 就听到外面有人喊 柳小姐在里面吗 听到这一声 两人都是一愣 对看了一眼 叶多多就走了出来 什么事 门外站着一个女服务员 见叶多多出来 她就双手捧上了一个纸带 外面有位先生 让送这个给柳小姐 叶多多瞬间皱眉 伸手接起纸带 往里面看了一眼 是一条裤子 跟柳倩身上的很像 牛仔裤 颜色稍稍淡了那么一点 质地却比柳倩身上的好 是名牌 不用问了 一定是墨西洋送来的 怒气一上来 她没多想 就伸手将纸带 又扔回了服务员怀里 还给她 不用 她懒得多说 服务员僵在了那里 这个时候 柳倩从里面出来 一伸手 又将那纸带给提了过来 叶多多见她接过来 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着她 柳倩没看叶多多 只面色沉静地看向服务员 你有剪刀吗 剪刀 我去找找 谢谢 服务员转身走了 叶多多看了看 柳倩手里 那个材质金扬的手带 已然猜到了她的用意 过了一会儿 服务员小跑地送来了剪刀 柳倩接过剪刀 就将纸带里的裤子提了出来 她一手提着裤子 一手攥着剪刀 毫不客气地将两条裤腿 都剪成了一块一块的碎片 刀刃寒光直闪 她仿佛将所有的恨意 都凝聚到了这把小小的剪刀之上 将从这条裤子 从裤脚到腰部的位置 都剪成了巴掌大的碎片 碎片落了一地 剪完了 她才在服务员呆浪的目光中 蹲下来 收拾起了所有的碎片 放进了纸带里 给 如果她还在外面 去把这个还给她 服务员呆呆地接过纸带 打开低头看着 叶朵朵见状催了一声 你去吧 就把这个给她就行了 不管她问什么 不要搭理她 哦 服务员回神 匆忙地应了一声 随即转身离去 她走后 柳倩手里的剪刀 突然落地 砸出了一声脆响 她没去捡 低头盯着看了一会儿 突然转向了卫生间 站在水池边 双手撑在台面上 低头沉默不语 叶朵朵担心她 也没管那剪刀 转身跟了进来 担忧地喊了一声 倩倩 我没事 柳倩声音短促地应道 旋即抬起脸 盯着面前的镜子 镜子里 她的脸上 满满都是恨意 朵朵 你说这世上 为什么有这么无耻的人 她到底想干什么 混了我还不够 为什么还要出现 这连番的质问 从她的齿缝间挤出来 叶朵朵听着难过 却难以作答 这时候 她能说什么 难道把容汉声之前 那番言论 转告给柳倩 告诉她 墨西洋是对她有意思 告诉她 之前的强暴 跟现在的送衣服 都是这个男人爱的表示 不 这种表达方式 自己都接受不了 更别说柳倩了 不知如何劝慰 叶朵朵只能伸手 摁在了柳倩那只 紧紧钻成拳的手上 用掌心的温度 安抚她激烈的情绪 而与此同时 匆忙跑出来的服务员 也在门口的车里 看到了刚刚给她 衣服的墨西洋 先生 柳小姐说 这个还给你 她将纸袋 从开着的车窗里 递了进去 想起叶朵朵的胶带 又看着墨西洋 阴沉的脸 递完了纸袋 她就干脆转了身 快步地回了餐厅 墨西洋接过纸袋 稍稍打开看了一眼 神色暗沉 没有说话 许灵涵就坐在她旁边 侧脸看看她的脸 然后又看了 看她手里的那个袋子 他们坐在后座 前面沐风先 把车发动了起来 车轮转起来时 许灵涵看着那只袋子 表情似笑非笑地 问了一句 你不会是看上 那个土包子了吧 她是豪门千金 柳倩那种 普通人家的女孩 在她眼里 都是土鳖 墨西洋双手 撵在纸袋上 闻言侧目 阴侧侧地看着她 你想说什么 没有啊 我就是问问 许灵涵笑笑 目光略显轻蔑 我只是觉得很意外 没想到你的胃口 挺特别的 怎么 是不是大菜吃腻了 想换这种 青粥小菜 尝尝鲜 许灵涵就属于那种 开口就让人 无端生厌的人 墨西洋也没沉了沉 懒得理睬 抬手将纸袋 放在了身边才说到 你还是想想 这一单生意怎么做吧 我的事情 你就不用操心了 生意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做 已经出了那么多单 想必也没什么问题 有什么可想的 许灵涵满不在乎地说道 墨西洋侧目 凉凉地腻着她 唇脚鸡翘地扬起 小金石的万年船 这也没做忌惮 你是不是太过乐观了 这种事本来也没你说得那么夸张 以我父亲的影响力 许家从滨海出的货 谁敢查 我看你就是太束手束脚 什么都怕 不敢放手去做 否则的话 我们的利润会比现在高一倍 许灵涵挑着下巴 柳叶长眉上挑着不屑和鄙夷 她的骄傲和自大 让墨西洋反感 但是现在 她又不想跟这个女人闹得太僵 所以懒得辩驳 只淡淡地看了她一眼后 又将脸转回了前方 还是小心点为好 她只提醒了一句 随后就抬手摸了摸身旁的那个纸袋 心思也转到了这上面 不再搭理许灵涵了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沐风才将车停在了一处高档会所内 这是墨西洋和许家人 谈事情常用的地方 以前墨西洋也约过许灵涵的叔叔 在这里谈事 这次这一单生意 跟之前一单很像 算是轻车熟路 所以许灵涵的叔叔没有出面 只让许灵涵过来 跟他敲定细节 当然 对许灵涵的能力的认可 只是许家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对于墨西洋来说 许灵涵在他眼里 只能算是个比荣耀 稍稍好那么一点的二号草包 而且还是个骄傲自负的草包 要不是不想放弃许家这条线 他是半点不想跟这个女人打交道 因为不喜 下车走进来 一路上他也懒得跟许灵涵有什么交集 一直到进了早已预定的包厢 他才让沐峰从公文包里 取出了一份资料 将资料拿到手后 他挥手示意沐峰离开 等沐峰关上门 他才将资料递给了许灵涵 续节都在这上面 价格条款也写得很清楚 你看一下 没问题的话 在上面签个字 他眼瞼一概 许灵涵接过那叠厚厚的资料 却连一页都没看 就随手放进了包里 然后提着包 一步一扭地走到沙发边坐了下来 资料都是那些资料 既跟上一单差不多 也就没什么好看的了 回去看也是一样 现在 能不能来说说我的事 你有什么事 墨西洋皱眉 看了他一眼 走到沙发另一边坐了下来 许灵涵目光直视着墨西洋 沉默了一会儿 抬手抚了抚自己的脸 刚才在餐厅的事 你要是装糊涂的话 我脸上这红印 你应该看到了吧 在车上 他就掏了镜子 查看了自己的脸 叶朵朵那一巴掌 甩得真是重 他这白嫩嫩的一张脸 被甩了五根纸印 到现在都没消 现在摸着 都还有些火辣辣的疼 这口气 他怎么咽得下去 许灵涵盯着墨西洋 墨西洋姿态慵懒地 靠在后座 目光却犀利冷寒 你是在提醒我 你刚刚用一盘菜侮辱了他 许灵涵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他们两个的关注点 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我在说叶朵朵 你不要跟我扯那些不相干的人 他有些生气 挺了挺腰背 不由地加重了语气 墨西洋挑眉 腻了他一眼 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 抽出一根点燃 一缕青烟 在他两指尖冉冉升起 他的目光 落在那点星星火光之上 蹊跷地抿了抿唇 叶朵朵怎么了 她是荣家的少奶奶 好像跟我们的生意 没什么关系 墨西洋 许灵涵腾地站起来 怒目瞪着他 你别忘了 你的仇家是荣家 可你看看 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段时间 你有过一点作为没有 他的声音凄厉 响彻在耳旁 显得异常的过早 事有轻重缓急 我有我更应该做的事情去做 荣家还是那个荣家 十年八年也不会变 急什么 墨西洋一直捏着香烟 仿佛只是欣赏 那鸟鸟青烟 一口都没有吸 许灵涵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冷哼道 什么轻重缓急 我知道你怕了 你被容寒生整了一次就怕了 其实现在就是在躲他 躲 墨西洋觉得这个词用的可笑 他要是想躲荣寒生 这件事就根本不会开始 既然开始了 还有什么可躲的 他目前是无所作为 但是这只是在积蓄力量 MA是他的根本 上次事件之后伤筋动骨 他现在要做的是恢复元气 巩固实力 否则其他的都是空谈 不过这种事他没有跟许灵涵深谈的打算 这个女人浅薄自负 跟他说也说不出什么名堂 夹着烟沉默了几秒 墨西洋才盯着手里的香烟淡淡开口 我跟荣家的事情怎么样 那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 怎么跟我无关 就算其他人跟我无关 他夜躲躲就跟我有关系 温西洋 我告诉你 别的事情我可以不管 但是这个女人 你一定要帮我除掉 我帮你 温西洋仿佛听见一个天大的笑话 抬眸看着他笑了笑 我为什么要帮你 因为你现在依靠我们许家的门路 在做生意 我这点要求 你要是不配合的话 别怪我以后生意也不配合 许灵涵在气头上 一番话说得横冲直撞 丝毫不考虑后果 温西洋收敛笑容 目光有点阴森 想了想 他脸上那阴森的表情 火儿又荡去了 依旧倾笑随意地回道 那你随意 不过我想 你叔叔 甚至是你父亲 大概还会来找我的 如此高额的利润回报 不是每个人都能给他们的 一番话 戳中了许灵涵的心 让他刚刚甩出来的那番话 显得苍白又狼狈 他气得咬牙切齿 站在那里 双手都攥成了拳头 墨西洋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 又坐直了腰背 伸手将一口霉西的烟 碾在了茶几上 水精制的烟灰缸里 随后他起身 双腿缓缓交叠 走到了许灵涵面前 他比许灵涵高大不少 站在他面前 刚好遮住了天花板上 那点光源 刷时间 许灵涵眼前一按 入眼 便是他英智的脸庞 你的事情说完了吧 该轮到我了 他低着头 语气冷得像三九的寒风 夸得人不由地发抖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一集 你有什么事 许灵涵心里有些畏惧 表面上却故作镇定 甚至为了不输气势 他把头扬得很高 万步都没有后退 僵持间 墨西洋那根冷得 像冰冷的手指 突然挑起了他的下巴 谁让你去碰他的 为什么要针对他 一口一个他 那种隐藏的亲密 让许灵涵气愤 他冷笑 故意用极其鄙视的 口吻回击道 他 你说那个土豹子 我跟他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墨西洋 你这个人眼光 真是差得感人 比他好的女人 一抓一大把 你偏偏看上他 真是可笑 一抓一大把 你一直想说你自己 墨西洋指尖 挑着许灵涵的下巴问 许灵涵迎着他的目光 想一想 一咬牙道 当然 我自然比他好 一千倍一万倍 如果你态度好一点 我看在我们合作的份上 考虑你 也不是不可以 你何必非要找他 他仰着脸 话说得很硬气 可那眼中的欲望 却让人鄙夷 如他所料 这个女人 已经对他发生了兴趣 所以才有了之前那些 看似不经意的小碰触 才有了今天 他故意针对柳倩 不 从柳倩这件事看来 他还不只是对她有兴趣 他在暗中调查她的行踪 否则 他怎么能看出 他喜欢柳倩 这个女人 找死 墨夕阳心中猛然一沉 同时却松了手 脸上扯出了一抹薄笑 你说的倒也是 既然都是逢场作戏 你似乎真的是比他好 对徐灵涵来说 他的空窗期已经有点久了 一般的男人他都看不上 如寒生他是得不到了 推而求其次 墨夕阳似乎也不赖 他刚才其实也是试探 没想到 墨夕阳竟答应了 一时间 他脸上绿色 统统收敛 化为了一抹娇羞的笑意 你现在能意识到这一点 不算晚 恭喜你 迷途知返 他往前半步 扬着脸 笑得甜美 墨夕阳低头 迎着他这张粉纸味道 很浓的脸 薄唇勾起 抬起冰凉的指尖 在他的脸上滑了一下 我已经迷途知返了 你是不是该有所表示啊 指尖顺着徐灵涵的脸颊 滑到他的薄更处 微微一凉 徐灵涵脸上显出一抹娇羞 眼帘一锤 他抬手 轻轻地捏住 墨夕阳的衣精 你想要什么表示 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的心已经开始 砰砰直跳了 那种事 他真是好久没有了 他 很想 墨夕阳收回手 轻轻一笑 先去洗澡 这个房间不比酒店的VIP客房差 应有尽有 十分适合做某些事 徐灵涵被他低沉暧昧的声音 撩得脸庞飞红 双手在墨夕阳的衣精上停留了一会儿 轻轻垂下来 才抬脸 冲他娇娇一笑 你这么急 当然 墨夕阳爽快地回道 目光凝在他的脸上 神色暧昧地说道 娇花当前 我又不是什么 做回不乱的刘夏慧 这话 徐灵涵相信 他有姿色 有身材 哪个男人能拒绝他 心里这么想着 他的眼中不由地 带出了得意的笑 墨夕阳没有再说什么 侧了侧身 闪开了路 示意他去浴室 春宵一刻值千金 多浪费一秒 都是罪恶 徐灵涵心中欢喜 面容娇怯的头一低 从墨夕阳的身边 让了过去 他从房中的衣柜里 取了浴袍 搭在壁弯里 朝墨夕阳 抛去了一个魅眼后 才走向浴室 啪啪一声 浴室的门关上了 墨夕阳头也没回 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冷翘地笑了一声之后 他才掏出了手机 许灵涵这个早的时间 并不长 一贯喜欢在家里 那个奢华的大理石浴缸里 泡澡的他 今天只在花洒下冲了二十分钟 细细地 用香喷喷的沐浴露洗过之后 他便离开了浴缸 换洗台上放着一瓶香水 他拿起来看了看 有些嫌弃这不知名的牌子 想放下 转念一想 又拧开了盖子闻了闻 觉得味道尚渴 他才滴了两滴 在自己身上 做完这一切 他才擦了头发 裹上了纯白的浴袍 然后才拉开浴室的门走出来 我洗好了 该你了 他一边低头整理着腰间的腰带 一边说道 一句话说完 却没听到回应 他愣了一下 抬头看去 这一看 他就懵了 你 这 这是干什么 他们怎么进来的 这屋子的正厅里 居然站了四五个人 还都是男人 一身黑西装 身材笔直地站在那里 像一堵黑漆漆的墙 这堵墙的面前就是墨西洋 他依旧坐在沙发上 跟之前的姿势差不多 慵懒地靠着 一手扬起 搭在沙发上 这是干什么 还不让他们出去 许灵涵见墨西洋还是不为所动 有些生气 紧了紧腰带之后走过来 指着他面前的这堵墙便说道 而此时 墨西洋脸上却没了半点先前的暧昧 他的脸阴冷得像来自地狱的修罗 他甚至连看都懒得看许灵涵一眼 便直接对面前那堵墙发了命令 可以开始了 开始 开始干什么 许灵涵猜测不到 他只看见那堵墙 瞬间就开始移动 方向 是他 没一会儿 这几个男人就到了他面前 其中伸手一把就扣住了他的肩膀 他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力道 抓得许灵涵肩甲骨都要碎了似的 你们干什么 墨西洋你要干什么 许灵涵疼地惊叫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他终于品出了不对劲 但是他现在的顿悟已经晚了 墨西洋这时候才缓缓站起来 躲到了他的面前 低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不用问 很快你就知道了 我只希望 从今以后 你给我记清楚了 不要在我面前指手跨脚 还有 他停顿了一下 又往许灵涵面前上了半步 突然抬手 死死地捏住了他的下巴 语气阴寒地说道 不要打他的主意 你弄脏他的衣服 我给你一点教训 你要是敢伤他分毫 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松手 脚步后撤 拉开了跟许灵涵的距离 你给我教训 你要怎么给我教训 墨西洋 你是不是疯了 为了一个刘倩 你敢对我不客气 你刚才 刚才 墨西洋 冷笑截断他 看来容寒生 还是心思手软了 他没教会你 什么叫做不该觊觎的 不要觊觎 他这话 让许灵涵想到了 许多不愉快的事 同时 瞧着他的态度 他又觉得 自己被他耍了 就在几分钟前 他还在浴室 将自己洗干净 还刻意洒了香水 营造气氛 现在想来 他就像一只猴子 被墨西洋 这个混蛋给耍了 墨西洋 你混蛋 我不会饶了你的我 许灵涵恼羞成怒的嘶吼 开始奋力地挣扎 但是 他挣脱不了 这个黑衣男人的控制 而且很快 另一个男人 也从另一边 抓住了他的胳膊 墨西洋往后退了两步 不远不近地站着 冷眼瞧着他 唇边带着博笑 却没有多说一个字 接下来的一幕 成了许灵涵一生的梦魇 两个男人抓住他的手臂 让他动弹不得 又有一个男人上前 一把就拽掉了他的腰带 雨袍散开 露出了他光洁的动体 里面竟然什么也没穿 有人痴笑了一声 墨西洋冷冷地勾唇 贱人都是如此 墨西洋你这个混蛋 你到底想干什么 曲灵涵发了疯一样地 挣扎狂叫 墨西洋却对他的裸体 一点兴趣都没有 看都没有看他 一眼就走到客厅一角的 小型吧台前 从酒柜里取了一瓶红酒 倒了一杯 端在了手上 他背对着许灵涵 一在吧台边 举杯轻敏着 杯中克红的液体 墨西洋墨西洋 墨西洋 许灵涵在他身后狂叫 叫了一阵之后 就开始哭 然后就是求饶 然而 那些人并没有停止 他们将他扒了个金光 扔在了床上 两个人摁住他 另有人拿起了相机 耳边咔嚓声 混合着许灵涵的求饶声 墨西洋却仿佛 什么也没听见 仔细细地 慢慢地挺着红酒 过了好一会儿 有人上前 先生 拍好了 墨西洋放下手中 刚好见底的杯子 拿过相机 却没有翻看里面的照片 而是冷声地说道 给他穿好衣服 是 先生 手下退去 从沙发旁拾起 刚刚扒掉的浴袍 丢给已经死鱼一样 躺在床上的许灵涵 穿好 别误了我们先生的眼睛 许灵涵陷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过去的二十分钟里 他被这几个男人死死摁着 还摆各种不堪的造型 拍下了数十张裸照 那一声接一声的快门声 就像一把把尖刀 一刀一刀地插在他的心上 他知道 他完了 墨西洋 这个墨西洋居然敢这样对他 煞时间 许灵涵心中恨意翻飞 他死死地咬着牙 盯着还在吧台处的那个男人 他恨不能现在就冲上去 跟这个男人拼命 但是想到刚刚那一幕 他却什么也不敢做 哆哆嗦嗦地穿好衣服 他才下床 冲到墨西洋跟前 你这个疯子 相机给我 他伸手去读墨西洋手里的相机 墨西洋单手一扬避开 冷笑道 你应该知道 我从不做无用功 拍了就是拍了 怎么可能给你 你 你就不怕我爸 墨西洋 我不会放过你的 许灵涵 咬断了牙根式的低吼 墨西洋捏着相机看了看 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去啊 你去告诉你爸 说我找人给你拍了裸照 你觉得他会如何 他不懈地笑着 扬了扬手里的相机 又说道 在你告诉你爸的同时 你这些照片 就会贴在这个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 还有 如果你爸真的爱你如命 非让我倒霉不可的话 那我只好玉丝网破 我的手上 你爸的黑历石可不少 要不要试试看 这些弄到纪尾那里 会怎么样 他们已经合作了这么多次 任何一次捅到上面去 许家都会完蛋 许灵涵一直觉得墨西洋 是依靠着许家的渠道在做生意 他以为墨西洋是畏惧许家的 却没想到 他什么都不怕 反倒以此为把柄 拿捏住了许家 那些照片 毁掉的还只是他个人 可他这一招毁掉的 则是整个许家 不用问 他父亲许婷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他瞪眼站在那 死死地盯着墨西洋 用目光将他灼烧得灰飞烟灭 墨西洋浅笑自若地看着他 停顿了几秒 最后将相机扔给了手下人 又说道 这些照片保管好 如果哪天我们的许小姐再不听话 记得捡几张好看的 贴到论坛上去 徐小姐的花容月貌 大概很多人想看 闻言 徐灵涵身体一抖 吼道 墨西洋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有什么不能的 墨西洋冷笑 不再多言 转身就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边的时候 他又停下 侧脸说道 你最好记住我的话 安分一点 否则 我真的没有容寒生那么好的脾气 再有第二次 我会直接通知你父亲去认领尸体 说完 他便一把拉开房门 头也不回地走了 徐灵涵看着那陆续离去的黑衣人 身体一软 瘫在了地上 墨西洋离开会所的时候 叶朵朵也将柳倩送回了家 他裤子上湿了一块 情绪又糟糕透顶 叶朵朵做主 给投资部的经理打了个电话 给他请了半天假 回到柳家 又陪了一会儿 临走的时候 还特意拐去超市 买了一大包东西 又送了过来 一切都做好后 叶朵朵才从柳家离开回家 去了柳家一趟 费了不少时间 回到家的时候 叶子曦都已经放学了 陪着他做了一些学校布置的手工 还没到开饭时间 容寒生就回来了 他很少回这么早 叶朵朵有些奇怪 从儿子房间出来后 就将他拽回了房间 关了门审问 说 你是不是心虚了 他小脸扬起 一本正经 容寒生刚刚脱了外套 还没松口气 就是一愣 什么心虚 他走到衣架跟前 将衣服挂好 叶朵朵跟了过去 追着问道 没有心虚 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早 他倒是没提学历 可那两个眼珠子里 分明就刻着 学历两个字 容寒生转身笑了笑 伸手随意地圈了他的腰 叶小姐 我下班迟 你可以说我去优惠别人 回来早 你又说我心虚 那好吧 看来下次 我只能走到半路停着 等你指示了 你让我回来 我就回来 你让我回去 我就回去 行吗 他倾笑如歌 叶朵朵心思一动 抬手就揪起了他的衣巾 半真半假地说道 那你说 你今天就只是吃个饭 什么也没做吗 没有啊 安总还在 不能做什么 容寒生攥住他的手 一脸的坦然 叶朵朵这才撇了撇嘴 没有就好 总之 你老实一点 别学某些混蛋 是女人都感兴趣 听了这话 容寒生才皱了皱眉 神色稍稍严肃 怎么了 难道今天哪个不张眼的 弃着我们叶大小姐了 他又是一副调侃的口吻 宣吉 牵了叶朵朵的手 走到沙发边坐下 叶朵朵顺势 将偶遇许凌晗 和墨西洋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听了之后 容寒生比他淡定 只辅着他的手 笑道 照你这么说的话 许凌晗 今天说不定要倒霉 他能倒什么霉 叶朵朵撇嘴 容寒生 轻轻摇了摇头 墨西洋这个人 行事作风很邪乎 他能为刘倩擦衣服 就说明心里真的有他 对于男人来说 喜欢一个女人 他自己偶尔欺负欺负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别人欺负的话 那是绝对不行的 这是什么理论 自己欺负 就不是欺负 这个问题 他们之前已经探讨过 容寒生知道 跟女人讨论 这样的问题 有多麻烦 索性干脆 闭了嘴 白天的事情就此翻过去 叶朵朵没再提 心思一闪就问道 雪丽的机票定了吗 你呀 崇寒生无奈笑笑 没说他什么 只说道 定了 就是明天 他本来还说要在这里玩几天 那边的事情太多 我让他明天就回去 下午我们一起去送他 下午几点 两点 容寒生说完 叶朵朵立即抬手 摁了太阳穴 好像正是我睡觉的时候 我能不去吗 他不想看见雪丽 一点都不想 平时容寒生很纵容他 基本上 他只要不是要天上的月亮 他都能满足他的要求 但是这次 为了雪丽 他居然说了不 不行 他好不容易来一趟 又走得匆忙 我要去送一下 您也要去 这是礼节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 似乎刻意加重了语气 两个字重重地落下 砸得人耳膜都疼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函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二集 叶朵朵愣了一下 继儿勾了勾唇 似怒非怒地笑了笑 什么时候 他已经重要到 必须我亲自到场去送 才算礼貌的地步了 他相信容寒生 一定能瞧出他的不高兴 但是 他竟然就跟没瞧见一样 容寒生的表情越来越严肃 完全没有笑容的脸 甚至显得有几分阴沉 这样的神情 叶朵朵已经许久没有看到过了 一时间 他愣住了 心里微微地疼 这时候 容寒生那双 本来就握紧他的手 也抽离了 他起身站了起来 走向门口 去干什么 他没说 只说道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准备一下 明天中午去机场 还得准备一下 他这是盛装相送的意思 叶朵朵火大了 不高兴地站了起来 不去 容寒生 本已经走到了门边 听了他这句赌气的话之后 停住了脚步 转过来 沉默了一会儿 他才语气稍嫌冷硬地说道 那行 我让他把机票退了 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送了才走 叶朵朵向一根木头 目光依旧依旧失神地盯着门的方向 因为这个插曲 晚饭 他也没吃好 他本来根本不想下去吃饭 又怕孩子瞧出不对 这才强打精神 出了卧室 容寒生倒没有跟他冷战的意思 他还说话 甚至还叮嘱他吃饭 不要三心二意 多吃一点 只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他还是觉得 他说这些的时候 没有往日的亲密 更没有往日的温柔 一切都显得冷冰冰 就像刚才 他临出卧室时 看他的那一眼一样 没什么温度 叶朵朵低头扒饭 心里乱糟糟地想着 容寒生在旁 不时地看他一眼 眼中浮动着悠悠的光芒 晚饭吃完 容寒生又回到了书房 叶朵朵陪了一伙儿子 然后回到卧室 自己洗洗就上床了 容寒生是十一点多 才从书房出来 他上床的时候 叶朵朵是清醒的 但是他没说话 他也就没主动找他 一个晚上 他都这样背对着他没动 什么时候睡着的 叶朵朵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醒的时候 容寒生已经走了 因为心情不好 这一早上他哪儿也没去 浑浑噩噩地在家待了一上午 中午吃过饭 一三就回来了 少夫人 老大让我来接你去机场 一三这么说 叶朵朵心里那股不高兴 又浓烈了起来 他还真是重视 怕自己不去 还派人来接 行吧 去就去 看你们还能唱出十八里相送不成 堵着这口气 叶朵朵没说什么 随意地收拾了包 就跟着一三去了 机场 他到了之后 就在等候区扫了一圈 一圈找完 他竟然没看到容寒生和雪莉 一旁一森 这才解释道 老大去接雪莉小姐了 哦 派个助理来接自己 自己则跑去雪莉那里了 真是重视 叶朵朵心里像打翻了醋缸 酸涩地要命 闷闷地站了一会儿后 他就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这样等了大概有二十分钟 入口处才出现容寒生和雪莉的身影 两人并肩走着 雪莉只提了一只灰色的小手提包 容寒生手里则托着一只皮箱 他们一边走一边还在聊什么 雪莉显得很开心 侧脸看着容寒生 那张精致妩媚的脸上 看起来光芒四射 几乎再看见这两个人同一秒 叶朵朵就站了起来 原地将了两秒 他便抓紧包迎了上去 雪莉似乎没有料到 叶朵朵也会来 见她一面而来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 她就调整了表情 娇媚地一撩耳边的碎发 笑道 朵朵 你怎么也来了 我听寒生说你身体不好 这么冷的天 你在家休息就好了 不用这么麻烦 有寒生送我就行了 她朝容寒生看了一眼 媚眼生光 叶朵朵也看了容寒生一眼 目光收回 笑道 没关系 整天待在家里 也闷得慌 而且 你又难得来一趟 应该的 什么难得 也不是很远 我只是太懒了 不过 我这趟回来之后 发现国内真的变了很多 现在已经不比国爱差了 这趟时间紧 我还没玩够呢 过阵子有空闲了 我会再来的 再来 叶朵朵心肩不由的一拧 来一趟 就让她跟容寒生生了嫌隙 多来几趟 他们大概离离婚也不远了 心念一闪 叶朵朵便说道 那太好了 我正愁着没人陪我 反正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可做 寒生太忙了 下次你来 我陪你 不要找他了 最后几个字 显得很直白 又富有暗示意味 饶是雪莉这样见过大风浪的女人 听了脸上也不由地显出尴尬之色 叶朵朵微挑着下巴 微笑地看着比她略略高一点的雪莉 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轻轻碰了一下 都没再说话 却又好像都憋着骨气 这个时候 两人的耳边传来了容寒生的声音 伊森 你去车上 把我给雪莉准备的礼物拿来 是 老大 伊森领命离开 雪莉趁势撤开与叶朵朵对视的目光 娇笑地看着容寒生 这又不是什么节日 我生日也没到 你准备什么礼物啊 雪莉的高兴 异于眼表 那张脸亮得让叶朵朵咬牙 叶朵朵承认 她吃醋了 甚至是嫉妒了 爱情就是这样 她喜欢的男人 关注别的女人多了一点 她就不舒服 一不舒服 她就起了小心眼 想要打断别人的舒服 于是 她朝容寒生身边走了一步 不避讳地 抱紧了她的胳膊 脚撑道 你都好久没有送我礼物了 送雪莉什么了 我也要 你也要 容寒生低眉 目光在她那两只 紧紧揪着她的衣袖的手上 轻点了一下 随后看向她的脸 笑了笑 送她的送你不合适 你要是想要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挑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叶朵朵嘟囔一声 心中不快 容寒生没再解释 为什么不合适 看了她一眼 就将目光 转向了雪莉 时间不早了 把你的证件给我 我去帮你办登基手去 这服务真是周到体贴 叶朵朵心里酸溜溜地说道 接着就看见雪莉从包里翻出证件 递给了容寒生 那就麻烦你了 应该的 容寒生回了一句 随后看向叶朵朵 你在这里陪雪莉 我去办手机 好 叶朵朵故作大方地向了一下 松开了手 容寒生离开 雪莉拖起了皮箱 走吧 我们那边 别在这里站着了 两人并肩走向等候区 找到能坐的地方后 雪莉就将箱子放在了一边 然后示意叶朵朵 各自坐下 刚一落座 雪莉便说道 朵朵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了 这样单刀直入的话 让叶朵朵愣了一下 想了想 她眉眼一弯 装起了糊涂 雪莉姐 你在说什么 我误会什么了 雪莉凝视着她 沉默了几秒 急而笑笑 没什么 可能是我想多了 我就是怕你多想 才多问了一句 我和韩生 只是朋友和上下级的关系 说此来 也纯粹是为了工作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以退为进 这一招 雪莉用的炉火纯青 叶朵朵心中冷冷一审 面上倾笑不改 哪有啊 雪莉姐 你真是想多了 韩生早就跟我说了 你们是同校的校友 你又在M国 替她打理公司这么久 她对你很感激 也很敬重 她还让我多跟你学呢 我怎么会朝那方面想呢 你们一起共事这么久 要什么早就有了 还有我什么事 你说对不对 这话让雪莉眼中的笑意 稍稍凝制了千分之一秒的时间 回神之后 她点了点头 尴尬地笑道 也是 看来真是我想多了 你很好 不像别的人 成天只知道乱菜乱想 别的人 这其中的深意 让人遐想万千 别的人 你的意思是 韩生之前 交过很多女朋友 叶朵朵故意将这话中 可能隐含的意思挑开 雪莉一愣 玄吉立即说道 不不不 我可没这么说 你很好 他也很好 四两拨千斤的回复了之后 他便没有再说下去 叶朵朵看着面前这张精致到无可挑剔的脸 暗暗沉思 沉默间 容寒生已经办好了登机手续 朝这边来了 他手里除了拿了雪莉登机的证件之外 还拿了一个精致宝蓝色纸带 那是医僧刚刚取来的 也就是他送给雪莉的礼物 叶朵朵对那个不大的纸袋 充满了窥视的欲望 他盯着那个袋子 到容寒生走近 就站了起来 这是你的登机牌 容寒生将证件递给雪莉 雪莉起身接过来 随手放进了包里 见他将东西收好 容寒生才又提起那只纸袋 电了过去 年底了 以前每一年都从滨海记礼物给你 今年你刚好在这里 我这个当老板的 也刚好有个机会表达一下 我对下属的体恤 他打趣 笑容温润 雪莉伸手接了过来说道 我只是你的下属吗 这真是让我 他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纸袋看 叶朵朵也不知道 他看见了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 总之低头看了那一眼之后 他的话竟然戛然而止了 见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叶朵朵挣了一下 随即好奇地想去看看 那袋子里装了什么 刚想伸头 肩膀就被容寒生的手给扣住了 好了 你就别可怜巴巴地惦记什么礼物了 我下午没什么要紧事 你刚好也好久没逛街了 我陪你去挑 看中的都买回来 行吗 容寒生这么一说 让叶朵朵闪了一会儿神 在想去窥探那纸袋的秘密 学历已经合上了纸袋 恢复了正常的神色 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们要是还打算逛街的话 好就先去吧 韩生 你的礼物我收下了 他倾停着纸袋 冲容寒生说道 容寒生揽着叶朵朵没有松手 点头应道 嗯 这是我的心意 你明白就好 学历笑笑 没再说话 叶朵朵看着笑得那么不自然的学历 又看看神色自若的容寒生 总觉得这两个人在打什么雅弥 这个雅弥就在那袋子里 那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好奇的不行 心里猫抓一样的难受 正犹豫着要不要再找什么借口 硬拽过那个袋子看看 他就感觉到肩膀上那只手 稍稍用力 好了 别看了 学历要登基了 我们走吧 他的手略带着点强迫的力道 就这样揽着他转了身 叶朵朵不甘心就这样走了 还回头看了学历一眼 学历依旧站在原地看着他们 那脸上 他确定 他没在学历脸上看到笑容 好奇害死猫 他顾不上生气吃醋 忍不住问了容寒生一句 你到底送学历什么了 我瞧他和爱不释手的样子 他故意这么说 容寒生策谋 看了他一会儿 才敏唇一笑 那你自己猜 猜我会送什么给他 我猜不到 谁知道你们两个暗中搞什么猫腻 叶朵朵赌气地说道 这回容寒生没有立即回他 只用那只揽在他肩膀上的手 拍了拍他的肩 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出去再说吧 穿过各色人群 出了机场大厅 钻进车里 叶朵朵还想缠着容寒生 问那件礼物到底是什么 没想到 没等他问 容寒生自己先开口了 其实也没什么 是他之前送我的 我觉得不合适 还给他而已 文言 叶朵朵吃惊不小 那对袖扣 他小嘴微张 惊讶地瞪大了毛子 容寒生靠在后座 懒洋洋地挑了他一眼 对啊 不适合我 他没有做多余的解释 叶朵朵心里却瞬间 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 他让他一定要来机场送学历 其实就是拉他来见证这一幕的 自己那日在纸上写的内容 那点小心思 他早已经看穿 没有说 却用行动表明了他的心思 那既然是这样 昨晚他 想到昨晚容寒生的冷淡 叶朵朵立即又拉长了脸 你昨晚故意逗我 文言容寒生目光细血地 捏了他一眼 这是惩罚 我又没做错什么 凭什么惩罚我 叶朵朵气道 称怪地瞪了他一眼 容寒生抬起双手 枕在后脑 目光转向前 慢悠悠地说道 有些人呢 心里那点小心思 还藏着掖着 他不嫌累 我还心疼呢 他严余 话却极暖 叶朵朵盯着他 清俊的侧颜 看了一会儿 依偎上去 那你说 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这一点 你以前真的不知道 以前不知 以后也不想知道 容寒生回答得干脆 说完就松下手臂 将他紧紧揽在胸口 低下头 薄唇贴着他的脸颊 轻声地说道 傻丫头 我的心思你应该知道 除了你之外 我没有对谁动过心 一个学历 你就跟我玩无间刀 才多几个 你这小脑袋瓜 岂不是要累死 温热的气息 缠绕在薄更间 叶嘟嘟不由地 咧开了唇 你这意思 很多女人觊觎你 我说的是事实 如寒生回道 脸撤开了一些 温暖的掌心 贴着他的发丝 将他的脸 轻轻按在 自己的胸口上 一辈子很长 你要时刻记住 我只爱你 他的话 如温泉 点点落入心间 想起自己之前的猜疑 想起今天的别扭 也多多有些尴尬 他低着头 没让容寒生 看见自己脸上的 懒然 容寒生说完这句之后 没再说什么 只是搂着他 指尖轻缓随意地 俯弄他的发丝 这样沉默了一会儿 他才又开口 对了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嗯 什么事 叶朵朵抬了抬脸 尽量地眼眸盯着他 容寒生一笑 你不是已经很久 没去医院了吗 我已经让人找地方 给你建了一家私人诊所 地方找好了 装修 设备都差不多 正在办资格证 过段时间 你就有事情做了 真的 叶朵朵兴奋 你什么时候办的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你解读了之后 就开始着手了 我知道你这个丫头 闲不住 他没多说 宠溺都在那双眼睛里 叶朵朵想着 很快就能恢复 以前那种充实的生活了 洗上心头 伸手一把抱住了 他的脖子 毫不避讳地 在他脸上 狠狠地亲了一下 嗯 太好了 谢谢你 老公 这声老公 把容寒生喊得极舒坦 正想开口说什么 手机响了 他接电话的时候 叶朵朵松开了一些 他以为是工作上面的事 没想到 容寒生接完电话 脸色就变了变 是我妈 现在让我回家 说有要紧事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三集 要紧事 什么要紧事 是公司有事 叶朵朵紧跟着问道 容寒生摇了摇头 公司有事 他们会直接找我 我妈早就不管 公司的事情了 这是事实 现在集团的事 不但林芳如 几乎不插手 连容若朴 也不怎么插手了 虽然荣若朴 没有明确指定 荣寒生为继承人 但是现在的格局 就是如此 集团但凡有重要的事情 那些头头脑脑们 首先想到的 也是荣寒生 不是荣若朴 那既不是集团的事 那就是家事 两个退居二线的老人在家 能有什么事 总不能还跟自己一样 捏酸吃醋吧 叶朵朵随意地 开了个脑洞 心里想着 没敢跟荣寒生说 让他没想到的是 事情还真就是 跟他想的差不多 自挂了电话后 荣寒生就有些担心 两个人一路上 也没再说什么 只让一森开快点 好回去看看 出了什么事 到了家 客厅里没见到林芳如 问了佣人才知道 林芳如和荣若朴 都在家 一个在卧室 一个在书房 两人吵架了 问了庸人 他们为什么争吵 庸人起初吱吱呜呜 在荣寒生的逼问之下 才说 好像是荣若朴在外面 跟人走得近了 林芳如生了气 回来就吵了起来 庸人的原话就是这样 跟人走得近 这话够含蓄了 可让人听了 还是一阵尴尬 尤其是荣寒生 这个当儿子的 一听 脸就变了色 当下就严令幽人 以后不许跟任何人 提这事 然后自己就直奔楼上去了 叶朵朵跟在后面 到了二楼的时候 荣寒生站住停了一下 回头对他说道 你去看看吧 我去书房 话他是没多说 但是那略显复杂的眼神 却告诉叶朵朵 他是儿子 有些事情不好跟当妈的直说 只能麻烦他这个媳妇了 叶朵朵领会了他的意思 立即点了点头 行 那你去吧 妈那边我来劝 荣寒生没说什么 转而去了书房 叶朵朵则进了卧室 拧开卧室的门 叶朵朵才知道 今天这事儿 闹得还挺大的 林芳如坐在床边 竟然在磨泪 那委屈脆弱的样子 让他都吃了一惊 妈 他喊了一声 林芳如也没抬头看他 而是抬手在眼下 胡乱地擦拭了一把 叶朵朵走过去 二话没说 先从桌上抽了纸巾 递给林芳如 等林芳如抽抽搭搭地 擦了擦眼角 他才说道 妈 您这是怎么了 他喊得顺口 林芳如听着也自然 听他这么一问 便说道 还能怎么了 这么大年纪了 还给我受气 这里我真是待不下去了 至早要被他气死 爸做什么了 您这么生气 庸人说的含糊 叶朵朵觉得 自己得先搞清楚 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芳如紧紧攥着他给的纸巾 抬起泪眼 看着他 恨恨地说道 你不知道 那个老东西表面上看起来一本正经的 其实一肚子坏水 听到这里 叶朵朵都忍不住要笑了 果然了 女人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二十多岁 还是五十多岁 一遇到这种事情 智商同时归零 也管不住嘴 想什么说什么 叶朵朵也不知道 荣若朴到底有没有这种事 但就算是有 身为晚辈 他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劝道 妈 您消消气 爸毕竟管着这么大的公司 很多时候 应酬也是正常的 有时候有些人 爱嚼个舌根 您别听他们的 您和爸一起 也这么多年了 韩生现在也管着公司 您在荣家这地位 可是没人能撼动的 这说一千到一万 这最后一句 才最让人宽心 虽然听这功力 可也是大实话 叶朵朵就是把握住了 林芳如这心思 毫不犹豫地 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说完之后 林芳如那脸色 果然就舒坦了一些 脸色一舒坦 她的语气也缓和了不少 说得是啊 可是我这里难受 你是不知道 这回可不是什么 听谁嚼舌根 是我自己看到的 她跟那个女人一起约会 刚巧了 我也约了朋友 在那个餐厅吃饭 我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吃完准备走了 之前也是有人跟我说 她最近跟那个女人 走得挺近 经常见面 我也想着 几十年的夫妻 现在闹这些 都丢人 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 没想到 今天让我碰见了 她 她居然抱那个女人 大概是心里实在憋得很 一向没跟叶朵朵 有什么深入交流的林芳如 这也没了什么顾忌 画匣子打开了 就合不上 这话前面听着没什么 听到后面 叶朵朵也吃了一惊 抱着 那不会吧 那是餐厅 容若朴又是那种身份的人 这应该 还不至于抱上 叶朵朵很怀疑地 看着林芳如 林芳如脸上 这就显出了一抹恨色 可不就是抱着吗 那女人走路走着好好的 一看见我就崴了脚 这不就抱上了吗 原来如此 叶朵朵心里暗暗叹息 妈 那也许是人家真的崴了脚 爸也就是扶了一下吗 您别想那么多 我觉得 爸不是那样的人 她这说的可是实话 容若朴给她的感觉 还是很正面的 至少生活作风上 不至于像她那个儿子 荣耀那样乱来 但是这话 林芳如却有点不以为然 她是什么样的人 人都是会变的 以前没做的事情 不代表现在不做 以前那也许是 没人她看得上眼 这回好了 碰到个安贤 她就看上了 这个名字 让叶朵朵惊得不轻 妈 您说谁 安贤 怎么了 你认识这个人 林芳如问道 叶朵朵心里莫名的 就咯噔了一下 心乱了几秒后 她才定了定神 说道 知道 她之前还帮过我 是韩生的合作伙伴 他们有业务往来 真的有业务往来 林芳如追问了一句 叶朵朵盲点头 是啊 早之前在M国 就是那次 韩生受伤的时候 她就来拜访过 她还是最近回国的 我们还见过 她这么说完 林芳如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醋眉 沉思了片刻 叶朵朵想了想 趁势劝道 妈 所以这次 您一定是误会爸了 爸应该是 跟他谈了什么事情 才会见面 还有我觉得 他倒不至于 对爸有什么心思 毕竟 韩生可是您的亲儿子 现在集团 又在韩生的控制之下 他应该知道 这么做 对他没好处 他这只是 基于理性的分析 事实上 从听到那两个字开始 他的脑子里 就是一片混乱 这个安贤 有事情 他可以跟容韩生谈吗 却找容若普干什么 还是说 容若普认识了他 真的对他有兴趣 所以主动接近 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都够让人头疼的 毕竟 这个安贤 跟自己的父亲 叶明远 还有那么点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啊 这要是让林芳如知道了 她会怎么想 自己跟这个婆婆 一直就不是很和谐 如今 真是好不容易 能够和睦相处了 再生了嫌隙 该如何是好 叶朵朵在这边烦躁地想着 那边林芳如 却把她的话 听进了心里去 你这么说 好像也有点大道理 瞧她那精明的样子 也不至于想不通这些 不过 就算她不做非分之想 你爸要是老糊涂了 想不通 不还是一样 前半句刚刚响开了一些 后半句转到荣若朴身上 她又不高兴了 叶朵朵强坐镇定 微微一笑 爸是不是老糊涂 您自己最清楚啊 这么多年了 我相信 您对她的信任还是有的 您现在这样 其实就是吃醋 这说明 您心里在乎她 这越在乎 眼里越融不得沙子 您放心 回头我让韩生 好好跟爸说说 爸心里一爱中您 他会听到 这一番话 把林芳如说得 有点不好意思 她那张 泪痕油味干透的脸上 竟显出了几分 小女人的娇羞之态 在乎什么 我才不在乎 爱跟谁跟谁 大不了这个家 我也不住了 我搬到你们那儿去 正好跟我孙子 亲近亲近 林芳如说着气话 脸色却缓和了许多 叶多多知道 她心里那股气 已经顺了一些 便不再提安闲 只说道 那好啊 正好仔细天天念叨 想奶奶了 您过去 她肯定很高兴的 仔细很乖 又聪明 很像韩生小时候 林芳如的注意力 顺利转移到了 叶子曦身上 可不知为什么 这一转过来 她又发散思维 提了二宝的事情 对了 多多啊 你们这什么时候 才要再生一个 韩生跟我说了 说子西是你带大的 这名字也用习惯了 就不改了 我跟她爸 也没什么意见 反正你们还要再生 迟早 要随韩生的信 只不过 你们这动作 可有点慢 这个事 要抓紧啊 说到这里 林芳如抓起了 叶朵朵的手 认真地拍了两下 叶朵朵一听这话 也是无奈 这个 我们一直在计划呢 前阵子感冒有点严重 现在还在调碍身体 可能还要过段时间 她没提中毒的事情 林芳如也没多想 点了点头 又抓了抓她的手 说道 再计划就好 反正 荣家的孩子 一个是远远不够的 多生几个才好 正好我闲得慌 多弄几个孙子带 也充实 对这话 叶朵朵没有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 回应一句 知道了 她把林芳如的心情 哄了个差不多 那边 荣寒生 也推门进来了 荣寒生 不好跟当妈的 林芳如说什么 林芳如也同样觉得 有些话不方便 跟儿子说 所以见她进来 她也只是重提了 督促他们 多生孩子的事情 其他的 没多说 林芳如今天 心情不稳定 说什么 都有些续道 一会儿说说叶朵朵 一会儿 又盯着荣寒生 各种交代 这么磨叽了 足足有半个钟头 荣寒生和叶朵朵 才从卧室出来 荣寒生那边 也把荣若朴的火气 劝下去了一些 但是 为了让父母和好 他们还是在这里 多待了一会儿 直到晚上 吃过晚饭 见林芳如和荣若朴 也能时不时地 搭两句话了 他们才离开了 大宅回家 在大宅的时候 叶朵朵应付着 林芳如和荣若朴 没说什么 出了大宅 她的思绪 又不由地 回到了安贤那 她想得出神 荣寒生叫她 她也没有反应过来 知道眼前 多了一双手晃荡 她才回过神 想什么呢 荣寒生看着她 叶朵朵皱了皱眉 犹豫了一下 才说道 你从你爸那儿 有没有问出什么 她和你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一直当着 荣若朴 和林芳如的面 两人也没交换信息 听她这么一问 荣寒生就抬手 摁了摁发胀的太阳穴 她能跟我说什么 怎么不能跟我说 她在外面 有什么情况吧 那你们什么都没说 在书房聊了这么久 聊什么呢 叶朵朵心里 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朝她身边靠了靠 抬起手 替她摁起了太阳穴 荣寒生松了手 由她按摩 聊公事 公司里的事情 她虽然没有具体管 可大事小事都瞒不过她 这不正好我回去 就算是做个数职了 哦 那真是难为你了 难得回家一趟 还紧张兮兮的 她这么说 荣寒生反倒笑了 怕她手抬得太久累了 便伸手抓下她的手 这算什么 从小就是这样过来的 还没正式在住职公司 就跟着一起参与各种大小事 参与完了要问问心得 每年年终年尾 还要跟下面的部门经理 一样交一份总结 要是写得不够深入透彻 还要重来 一定要写到她满意为止 说到这里 她停了一下 朝夜多多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是不知道 那简直比考试还讨厌 每年我都要为这几个东西 熬几个通宵的 那可没办法 只让你是荣家的二少 先上担子中 不严格要求那行 所以你是说 我们的儿子也要这样严格要求 荣寒生顺畅地接了一句 叶多多愣了一下 立即回道 不 不用了 此些还小 大点 等大点再说 叶多多扯了一个假的 不能再假的笑 荣寒生看看她 笑笑 没再说什么 这个话题扯过去 过了一会儿 荣寒生才问道 你呢 问出点什么来了 我看妈的情绪还好 看来 你这儿媳妇当的是越来越上道了 她打趣地说道 叶多多听她这么一问 心里又是一咯噔 犹豫了一下 她才说道 你妈倒是说了一些 她说 你爸最近跟 跟那个安总 走得挺近 她看着不舒服 谁 荣寒生也瞪了眼 你说安闲 是的 你妈是这么说的 叶多多一边如实说着 一边又心里直打鼓 琢磨着荣寒生的心思 到底是什么 她没想到的是 荣寒生并没有什么 特别沉重的脸色 却只是摇了摇头 我妈爱瞎琢磨 这样没样子的事情 她也能闹成这样 听你这意思 你很相信你爸 叶多多试探道 荣寒生笑了笑 在爱慕国见她的时候 雪莉就给过我 一份安闲的调查资料 我知道她跟我爸 有些泛粉之交 不过他们并没什么 就算我爸的情况 我不是很清楚 雪莉的话我还是相信的 哦 她的话你信 叶多多重复了一句 那个二字 却拖得极长 荣寒生本来是随意地说着这番话 听见这一声 她愣了一下 明白过来 才突然抬手 揉了揉叶多多的头发 瞎想什么呢 我是就事论事 雪莉之前按我说的调查过安闲 叶多多心里其实正担心着 荣寒生想起叶明远跟安闲的事情 会想赌 现在听她的话语中 没有任何迁怒她的意思 也就放心了 雪莉的事情 从荣寒生把那对袖口还回去开始 已经算翻过去了 她自然也就顺着荣寒生这话下来了 没有纠缠 在大宅这边耽搁时间久了 回到家已经快九点了 叶多多还在想 这个点叶子曦那个小家伙 是不是还在闹腾不睡 却没想到 一进门竟看见了孟白 师傅 你怎么来了 叶多多本是一脸喜色的迎了上来 走到跟前 却见孟白神色凝重 就愣了一下 师傅 你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吗 哦 没有 孟白忙到 看相亲跟在叶多多身后的荣寒生说道 我向来没什么大事 她师娘说 朵朵最近没过去 让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另外 还有圆木的事情 我想 我应该跟你们说一下 听到这里 叶多多才明白 她这么晚过来 主要是说圆木的事情 回头看了看容寒生 她就扶住了孟白的胳膊 那先坐下说吧 别在门口站着了 孟白没有意义 叶多多扶着她 走到沙发那边 容寒生则亲自泡了清淡的茶端了过来 落座后 两人都没吭声 等着孟白自己说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寒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鲜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24集 孟白将杯子往自己面前端了端 没有喝 放下便说道 袁墨的事情我已经报警了 人现在在警局 他从医院里弄出尸体 这是违法的 这个必须要公事公办 另外 我给我的一些老朋友 都发了正式的通知 如今我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那些老朋友都听给我面子 他们都说了 以后也不会再跟他来往 在这个圈子里 不管国内国外 只要有我的地方 就没有他 这样的处理 你们觉得行吗 在医疗圈 孟白影响力巨大 认识他的都会给他面子 不认识的会忌惮他的影响力 如此一来 袁墨在这个圈子 算是混不下去了 他即便是顶尖的专家 也没人敢支持他了 他的职业生涯 即便不是断送 也会遭受重创 这种处罚 叶朵朵看了看容寒生 见他脸色微微有些僵 生怕他薄了孟白的面子 忙转脸看向孟白 抢先说道 师傅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还有什么行不行的 我们之前不都是说好 这事交给你全权处理 我们不过问了 您不管怎么决定都行 用不着跟我们报备的 叶朵朵说道 说完胳膊肘动了一下 捅了捅身旁的容寒生 感受到他微小的力道 容寒生才稍有些不愿意的开口 朵朵说的对 这件事情孟老自己做主 孟白文言露出欣慰的表情 沉默了一会儿就站了起来 那行 我也没有别的事情 既然你们都给我这个老头子面子 那我也就领了你们的情 谢谢 他突然很郑重地说了一句谢谢 叶朵朵慌了 雷王站起来走过来 师父 您这是干什么 我的命还是你救的呢 要是没有您 我哪能坐在这里 是啊 孟老 您对朵朵的救命之恩 我也无法报答 这点小事情 您要是跟我说谢谢 我倒是惭愧了 容寒生心里虽然觉得 孟白对袁木的处罚 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但是听了这句谢谢 他又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孟白知道他们两个都是 明理懂事的人 听了这话也就没再多说 只点了点头 随后就告辞了 叶朵朵将他送到门外 有约了下次过去的时间 没让容寒生跟着 就站在门口 跟他说了几句贴心话 安抚好了孟白的情绪 送走他之后 他才转回到容寒生身边 我师父一直很看重原师兄 他不忍心赶尽杀绝 你别生气 师父他毕竟也救了我 没有他老人家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呢 叶朵朵抓着容寒生的衣袖说道 容寒生低头 看了看他紧张兮兮的脸 笑道 我生气又有什么用 他是你师父 也算是你父亲 我的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做的决定 小婿怎敢生气呀 被他的话逗笑 叶朵朵顺势 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 平嘴 行了 上去吧 这一天呢 累死了 晚上好好放松一下 他眸光闪烁 带着浓浓的暗时意味 叶朵朵脸一红 松了他的胳膊 自己先跑上楼了 一夜缠眠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情好的天气 年底很快就到了 容寒生在周璇宇年底的 各种应酬之间的时候 叶朵朵的新诊所也开业 他本身在滨海医疗界 名声就不错 又有荣家的人脉支持 所以这诊所一开业 就经营得有声有色 几乎没有走弯路 就上了正轨 两人都是前前后后地 忙碌了两个多月 轻松下来 年已经早过完了 转眼就到了 春暖花开的四月天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这一天 从诊所下班回家 看着路边树木上 新抽出的绿芽 叶朵朵就开始 琢磨着 应该找个时间 一家人出去踏青 这个念头冒出来 就没歇下去 他心智勃勃地 规划了好几天的线路 准备晚上回来 跟荣涵生好好商量一下 却没想到 这一夜 荣涵生都没有回来 荣涵生时常有应酬回来 吃也正常 所以起初 叶朵朵并没有当回事 等到快十点了 把叶子西都安顿好了 还没见荣涵生进门 又连个电话都没有 他才有点担忧了 拨了个电话过去 荣涵生倒是接了 但也只说这边忙 稍后会打给他 就这么含糊的两句之后 就挂了 叶朵朵不放心 犹豫了一下 又拨了一森的电话 没想到 得到的答案 竟是一样的 都是似乎忙得 没空跟他多说一个字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疑问缠绕在心头 叶朵朵的心 开始七上八下的 一整夜 他也没睡 就靠在床上等着 等到快一点 他又打了个电话过去 但这个时候 荣涵生一森的电话都关了 这个情况太不正常 叶朵朵知道 他们一定出事了 他再也坐不住 翻身起来 在房中 焦急地走来走去 想着办法 犹豫再三 他决定还是打个电话 回荣家大宅 问问荣若朴 和林芳如 若他们知道 荣涵生在干什么 那更好 若是不知道 他们两个 也好拿出个主意出来 只不过 现在已经半夜一点多了 如果荣涵生就只是忙 没什么要紧事 他这么兴师动众地去报信 反倒会惊吓了两位老人 所以这样坐险的有些冒失 但是对于现在的情况 他又确实心急 想来想去 他还是拿起了手机 刚按下大宅那边电话的 第一个数字 走廊上就响起了 急迫的脚步声 叶多多以为荣涵生回来了 忙收了电话迎出去 没想到 还没到门口 就听见敲门声 不是荣涵生 那是伊森 叶多多愣了一下 加快步子跑过去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果然是伊森 见他急匆匆而来的模样 叶多多立即问了一句 怎么了 韩生人呢 老大在市委 今晚不回来了 他们让我回来 拿些衣服和用品 可能这几天 老大都要待在那 伊森说完 叶多多又惊又呆 挣了几秒才说道 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在市委 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快说清楚 他急得脸发白 伊森却皱紧了眉头回道 少夫人 不是我不说清楚 是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和老大刚办完事回去 就被人堵在了公司门口 来的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市里的头头 后来我们就去了市委 进了市委大门 老大就跟他们去了 我就只能等在会议室里 你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身边有人 不许我说什么 挂了电话后 我的手机就被他们拿走了 然后一直等到现在 一个小时前 告诉我 让我拿回来老大的衣物 说他可能需要在那里待几天 本来我想直接回去找老爷 把事情告诉他 后来想了想 还是先回来跟您说一声 您拿个主意吧 伊森噼里啪啦地说完 焦急地看着叶多多 等着他拿主意 但是现在 叶多多拿来的主意 他本来就鲜少 涉足商场 对集团的事情 几乎不闻不问 这时候 他哪还能知道怎么办 叶多多一直心乱 没有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到 这样吧 我收拾几件衣服 跟你一块过去 你想办法 能不能找找人 让我见他一面 至少要先弄清楚 是为了什么事 我觉得这次 不是碧海这边的人 弄出来的事情 他眉心紧促 严肃地说道 伊森听了连连点头 是的 今天公司的那两个人 看着就衍生 而且滨海本地的都会给荣家 几分面子 不管出了什么大事 也不至于这么严 连家都不给回 这不是变相的拘禁吗 伊森越说越生气 叶多多回道 现在别说这个了 能见到寒生最要紧 我马上去收拾东西 你去把妈母叫起来 跟她交代一下 看好仔细 不许跟仔细多嘴 是 伊森短促地哒了一声 转身又急匆匆离开 伊森走后 叶多多的人都有点发软 持绝告诉他 这次是很严重的事情 能不能摆平都很难说 不敢耽搁 他立即转身回房间 收拾了几件 容寒生的衣服 和洗漱用品 十几分钟后 他就下了楼 跟伊森会合了 离开家 他们就直奔市委而去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街上除了路灯 就是那些24小时营业的店 还亮着灯 夜 浓得沉重 叶多多一路揪心地坐在车里 大概过了四十多分钟 伊森才把车开进市委 市委大楼是黑漆漆的 没几处有灯光 下了车 伊森领路 他们就朝着 那仅有的灯光走去 绕过前面的主楼 到了后面 有人迎面迎上来 伊森看见来人 便回头对夜朵朵说道 少夫人 您等一下 我先去跟她问问 能不能让您进去 好 夜朵朵没多说 放慢了脚步 让伊森去交涉 约摸十分钟后 伊森回来 王秘书说了 现在那边的事情已经散了 上面的人暂时不在 您可以进去 不过不能待很久 上面有规定 老大暂时不能见人 除了调查组的人之外 谁都不可以见 上面 调查组 叶多多听着这几个字 都不由得害怕 想早点见到容寒生 他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说 只点了点头 伊森见他没有意义 就转身 领着他 跟在了刚刚那人身后 走向了一栋 单独的三层小楼 进了小楼 上到三楼 在走廊最尽头一个房间里 夜朵朵看见了容寒生 这里不是警局 但是房间门口 却站着两个卫兵 就像伊森说的 这就是拘禁 只不过换了个地方 叶多多心里不快 却也知道 这不是个讲理的地方 所以只能沉默地 跟在那王秘书身后 王秘书上前交代了几句 然后带着两个卫兵走了 叶多多才得以进到那个房间 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 容寒生显得很紧张 他本来坐在房中 那组旧沙发上 你看见他 立即站了起来 快步迎过来 就攥住了他的手 你怎么过来 也是他们 不 不是的 我是自己来的 容寒生眼中的交集 叶多多看懂了 未免他担忧 他立即解释道 听了他这话 容寒生的脸色 才稍稍缓和了一些 叶多多没再浪费时间 直接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他的急迫异于眼表 脸色被头顶的白纸灯 发出的光芒 照得惨白 容寒生眉心紧促 一脸沉重 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些人是 杀面下来的调查组 他们做的事情 滨海市委都管不了 我现在还是 协助调查阶段 他们没有为难我 只不过 这事情确实很头疼 到底是什么事 叶多多急着追问 容寒生沉沉地叹了一声 很多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也刚刚毕业 还没正式在集团任职 所以 具体细节我真的不清楚 我也是刚刚 从调查组的人那里听来的 大概是一件工程事故 那件事 我后来回来之后 隐约听过 说是集团下属的建筑公司 承建了S市的高价项目 但是项目快收尾的时候 出了事故 死了两个人 这种事 很是严重 但其实也正常 我也没多想 今天才知道 这个项目还跟上头有人有关 那个人叫魏伟 前阵子被调查了 交代了一些受贿的情况 其中就包括 地情在承建那个项目的时候 给他送的那笔钱 钱还不主要 重要的是 从调查组那边听口风来 我怀疑这两个当初死的人 很有可能还不是意外 可能是人为的 他们现在没有对我说很多 但是一直在围绕这两个人在问 看来是有问题的 神为 叶朵朵吃惊 顿时心就凉到了底 受贿被查 对地情这种形象一直很正面的大集团来说 本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现在 还摊上了人命官司 这事 是怎么都不能善了 那现在怎么办 眼下局面紧张 他不敢擅自做主 只能问容寒生 容寒生似乎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 听他一问便说道 我这边暂时还没什么事 他们毕竟不是土匪强盗 不会对我怎么样 你现在回去 找我爸 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我想 调查组的人很快就会找他 我毕竟不是当时的负责人 甚至可以说 连知情人都算不上 他们找我 只是因为现在地情的负责人是我 所以 这件事的源头 还是会归咎到我爸那里 你去告诉他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一听容寒生这番分析 叶朵朵撕心里松了一口气 那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家跟爸说 那你 他脸色担忧 目光在这简陋的屋子里扫了一眼 脸上就挂出了一抹心疼 容寒生健壮 握着他的手拍了拍 安抚道 我没事 都说了 他们没有为难我 也不会轻易为难我 只不过 现在要暂时待在这里 那要待多久 这里连张床都没有 这个屋子 虽比警局的关押室条件 好那么一点点 可是 连张床都没有 只有简单的家具 和一组沙发 睡都没地方睡 叶朵朵很心疼 容寒生脸上 却故意扯出一抹安慰性的笑容 我一个男人 叶朵朵抿了抿唇半 看着他点了点头 嗯 那你自己也要小心 这个 他提起手里的袋子 你的衣服 容寒生接过袋子 就这样吧 你先回去 我也待不了几天 放心吧 知道他是刻意安抹自己 叶朵朵没再说什么 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 就说道 那我走了 说完 他才松了手 转身离开 出了这栋小楼 叶朵朵就让一森 送他回了大宅 凌晨三点钟 佑人看见他 也是吓得不轻 慌忙开了门 让他们进来 转身 又去主屋叫醒了 容若朴和林芳如 容若朴两人 都是穿着家居服下来的 林芳如是个急性子 一边下楼 一边就嚷着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爸 妈 叶朵朵喊了一声 从门口 就走到了楼梯那里 韩生出事了 现在是为 我刚才去见了他 他让我回来 问爸一件事 一听这话 两个还在楼梯上的人 都愣了一下 出什么事了 他人要紧吗 林芳如最关心 儿子的安危 因为紧张下楼的时候 没看清 差点滑倒 幸亏容若朴 及时拽了他一把 他人不要紧 但是有点麻烦 这次不是平海的事 是上面来了人 直接从公司把他叫走 一直扣到现在 叶朵朵回道 林芳如和容若朴 已经下了楼 三人就这样站在 楼梯口处说话 容若朴问道 他让你回来问我什么 他到底是见过 大风浪的 没有林芳如那么慌 叶朵朵当下 就把容韩生的话 转述了一遍 没想到的是 这话一说完 就见容若朴的脸色变了 他这一变色 叶朵朵就心道 坏了 爸 那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不及容若朴开口 他急迫地追问 容若朴还没说什么 林芳如就说道 这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怎么这时候有人翻起来了 魏魏自己说的 瞧林芳如的神情 很显然他也是知情的 叶朵朵心急 眼巴巴地看着容若朴 就听容若朴说道 当时这个项目 一直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快要到结束的时候 项目总工程师手下的 两个助理发现 工程负责人在建造材料上 一次充好 那是高价项目 不能儿戏 他们这样题 本身是对的 值得表扬 但是当时工期很紧 加上一次充好的那部分 也是高价收尾的部分 建筑公司那边 当时就想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算了 也刚巧 我那段时间去那边视察 知道了这件事 还发了一通火 把当时的负责人 给骂了一顿 骂完了他 我就打算去工地看看 没想到还没等我去工地 那边两个助理就把事情给捅到媒体上去了 他们发现问题 负责人没理会 他们就以为公司不管 索性反完也不要了 直接报给了媒体 这样一来 事情压不住 影响很坏 我打动干活 就随口说了那么一句 这样不知好歹的人要给点颜色看看 没想到 那个负责人把我这话听进去了 没过几天 竟然把人给弄死了 还就在工地上 做了个意外事故的现场 他做得巧妙 不过这件事后来 我去找了魏魏 花了一大笔钱才摆平的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和叶儿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五集 说完了这些 荣若普才停了一下 看着叶朵朵又解释了一句 魏魏是S当时的头 我跟她算是有一点私交 当时拿下这个项目时 我们就给她送过一笔 这是第二笔 前后一起五百万 事情的前后都弄明白了 叶朵朵也不由地生了气 建筑公司的人也太狠了 这样就把人给弄死了 简直无法无天 她是全凭感觉发牢骚 说完 看出荣若普脸上尴尬 也就闭了嘴 不再骂了 命如草芥就是这样 建筑公司负责人 固然心狠手辣得可恨 可这两个人的死 多少跟荣若普也有点关系 她要不是那么一说 她们也不会顺着她的意弄死人 退一万步讲 荣若普现在的话 也难保没有自我粉饰的嫌疑 说不定弄死人的命令 就是她下的 不过这一点 叶朵朵现在无从考证 她的身份 是不能指着荣若普的鼻子 质问这些的 所以想了想之后 她又追问道 那么那些有问题的施工部分 后来怎么样了 依然没改了吗 不 荣若普抬手摆了摆 改了 人死了 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想来想去 还是将工程延期 砸掉了已经施工好的部分 重新施工 上头又微微顶着 工程延期倒是没什么 那当时的负责人呢 还能找到吗 这整件事跟荣涵生所说一样 跟他没有关系 只有找到了当时打死人的人 这刑事案件自然有人负责 叶朵朵盯着荣若普 荣若普想了想 说道 负责项目的总工程师还在地勤 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早几年就跳槽了 不过 找到并不难 需要一点时间 听了荣若普这话 叶朵朵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爸 您把当时跟这件事有关的人信息告诉我 我派人去找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要求 没想到荣若普却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他才说道 人是要找的 不过这件事不是找到这几个人就行了的 这次下来的调查组很明确 是冲着魏伟来的 他们想弄清楚的 应该是魏伟在这件事里的作用 他是不是知道杀人 还有贿赂的细节 这些事看上去是为了坐实魏伟的罪名 实际上查清之后 集团和我都逃不了关系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着急 要从长计议 荣若普这么一说 叶朵朵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只想着荣寒生没事就好 暂时也没考虑那么多 听荣若普这么一说 他才知道这事棘手 为了顺利拿到工程 暗中走点门路 这是几乎大部分公司都做过的事情 这种事金额小的还好说 金额大的查不出来 你好我好 查出来都是行贿罪 这是一条 最重要的是 这两个人死了 荣若普最少也是个知情不报的罪名 说不定 查来查去 查到最后他还是主谋 这两项加在一起 即便他富甲一方 手眼通天 这件事上恐怕也要折腾一下 同时整个地勤集团 也会因为这样的丑闻遭受重创 这也是个极其麻烦的事 看清了眼前的危局 叶朵朵也是心急如焚 撞想着就听荣若普又说道 这样吧 我派人去找 你想个办法把我刚才说的话 带给韩生 让他自己心里有数 这件事你们都不用担心 事再大 跟韩生没什么关系 他很快就能出来 他这么说 叶朵朵心里有些动容 立即接到 知道了吧 我这就去跟他说 对了 他还让我提醒您 那些人可能会找到您这里来 让您做个准备 哼 荣若普点点头 神色凝重 这是早晚的事 事情本身并不要紧 麻烦的是魏魏这些年 管做的大 现在到了台面上也重视 前一发动全身 荣家这次会有点麻烦 他说着 林芳如也急了 那怎么办啊 总不能因为那几百万的事情 还给你定个罪吧 你们本来就认识 逢年过节送个礼什么的 几百万算什么 还有那两个人 又不是你亲手害死的 说来说去 都是底下人干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文言 荣若普目光 心里地看了他一眼 魏魏那个位置 过年亲戚间 包个红包都是敏感的 更何况几百万 都说了 这件事情坏就坏在 他管做的太大 跟他有关系的任何事 都显得很重要 你不懂就别插嘴了 他有点不耐烦 叶朵朵怕他没有吵起来 忙说道 妈 您别着急了 现在先这样吧 我去侍卫看 能不能再见到韩生 把这些事跟他说一下 剩下的事情 麻烦罢了 你去吧 不要太担心 不是什么大事 荣若普冷静沉着的样子 让叶朵朵安心不少 从大宅出来 他就又让一森 把车开回了侍卫 还在半夜 上面的人都不在 事儿好办 等到明天早上 他大概又见不上人了 几十分钟后 他们像刚才一样 悄无声息的 从侍卫后门进去了 还是刚刚那个领络的秘书 到了地方 见了容寒生 叶朵朵把荣若普的话 远风不动地转述了一遍 跟荣若普的态度差不多 他也没什么紧张担忧地表示 只让叶朵朵不必担心 说自己很快就能回去 这父子俩都是泰山压顶 不改色的模样 叶朵朵 这才彻底将心 放进了肚子里 因为是半夜 调查组的人不会过来 他就想多留一会儿 但是 崇寒生 没允许他留在这里 事说完了 他就把他赶回家了 叮嘱他好好睡一觉去了 叫叶朵朵是睡不着了 回到家之后 他连衣服都没脱 就坐在床边 发了半夜的呆 他知道 现在的情形 他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 该想的 还是要想一想 不能什么 都只靠容寒生 提醒他 这样想了半夜 到天明的时候 他就觉得 头脑发胀 发疼 支撑不住 他就靠在床边 闭上了眼睛 打算眯一会儿 却没想到 他还没睡着 房门上又传来了 急切的敲门声 叶朵朵被这阵 敲门声吓得 一个机灵 眼还没张开 就弹了起来 冲到了门口 一开门 一森面色胶着 少夫人 老爷派人过来 让我提醒你 今天不要出门 还有小少爷 最好都待在家里 外面不安全 不安全 也都躲惊了一下 又出了什么事了 一森皱眉 语气有些烦躁 也不知道是哪个孙子 竟然把老大被扣押的消息 泄露出去了 一夜间 网上到处都是这件事 就连当初 就连当初那个工程的事 也被罢了出来 还有人煽动当时的 受害者家属 开始上方 不知道为什么 一夜间 事情吵得沸沸扬扬的 一森垂头丧气 叶朵朵沉着脸 沉默了一会儿 不理解地问道 你们平时不是跟这些 媒体关系不错吗 他怎么会一声招呼都没打 却发布了这样的消息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听老爷的意思 好像是其中一家人 自作主张发布了 因为这种事情影响太大 很快就传开了 压都压不住 后来那帖子虽然撤了下来 这事就传出去了 现在老爷子最担心的是 公司股价 他会因为这件事打跌 这就会造成 难以估量的损失 有人自作主张 叶朵朵表示怀疑 这事做出来是什么后果 他不知道吗 胆子这么大 一森冷哼了一声 少夫人不知道那些人 大概是想出名想疯了 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些 不管不顾的 就这么发上去了 这 叶朵朵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顺着 一森的话去抱怨 反而若有所思地说道 关键是 这个人从哪里听到的消息 这才一夜的时间 一森愣了一下 是啊 这个问题 两人各自想了一会儿 想不出结果 叶朵朵才说道 算了 先不想这个了 爸 他只让你来跟我说这些吗 要不要我做什么 这个不用 老爷说了 这事您插不上手 照顾好小少爷就行了 容家人平时没人敢碰 这种时候就不一定了 小心为好 这是容若朴的原话 一森说得严肃 叶朵朵也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我跟子西哪儿也不去了 就在家里 外面的事你多操心吧 一森说完就走了 叶朵朵在门口站着想了一阵 就去了叶子西的房间 他本来只想看看孩子 没想到 走到跟前却发现 那门开了一条缝 小家伙就站在门缝里 妈咪 我们家是不是出事了 小家伙皱着小脸担忧地问 叶朵朵也知道 他都听见了 瞒不住 只能回到 吃出了一点事 爸爸遇到了一点麻烦 这几天不能回来了 他怎么了 为什么连家都不能回了 叶子西追着问 叶朵朵皱皱眉 想了一会儿说道 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 现在他们需要你爸爸配合调查 所以他不能回家 叶子西人小 还是不太理解 什么叫配合调查 他心急地想问清楚 叶朵朵却又紧跟着说道 好了 这件事你也别担心了 爸爸和爷爷会处理好 跟你没关系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今天我会跟老师请假 这两天 我们就在家里吧 那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叶子西仰着脸 大眼闪闪发亮 叶朵朵盯着他一本正经的小脸 看了看 长谈一声说道 应该没有 因为我也不知道 现在该做什么 暂时 我们只能等消息了 哦 这么被动 叶子西很失望地说道 叶朵朵揽着他的小肩膀 将他带回房间 这个时候 爸爸和爷爷其实最担心你 事情很乱 你又太小 他们照顾不上你 就会不放心 妈咪和你要做的 就是好好待在家里 等着爸爸回来 叶子西 你要相信爸爸 他能处理好的 他蹲在了孩子面前 针针严肃地看着叶子西的小脸说道 嗯 叶子西郑重点头 我相信爸爸 还有妈咪 你也别担心我 我会保护你的 小小的仍儿 说着这样暖心的话 叶朵朵已经糟糕了 一整个晚上的心情 终于好受了一点 不想再给孩子增加心理负担 他故作出了轻松的样子 陪着叶子西说了一会话之后 他要亲自下厨 给自己和孩子做了一顿早餐 吃完了早餐 他给诊所里的助理打了个电话 交代了一些事情 然后又给学校的老师打电话 请了假 一切都交代好了 他就跟叶子西上楼去了 这一天 除了陪孩子之外 他最关注的就是计算机 他几乎隔断时间 就会上一次网页 浏览一下 有没有关于地情的新闻 大概是荣若朴的 应急措施很有效 这一天里 网上倒是风平浪静 先前那些新闻 都被撤下去了 顿坛上 偶尔还有些标题在 点开也提示错误 读不到原铁内容了 这算是个好现象 但是叶朵朵知道 事情的本身 一定没有网上表面上 这么乐观 流言已经散出去了 恶劣的影响还在后面 忐忑地过完了一天 当天晚上 他依旧失眠到后半夜 关心的是 出事后的第三天傍晚 容寒生回来了 他回来的时候 叶朵朵刚好做了晚饭 准备喊叶子西下来吃饭 前他回来 他立即惊喜地迎了上去 你回来了 容寒生没有回答他的话 首先就抓起了他的手 紧紧地握住 这两天还好吗 有没有人为难你们 看着他疲惫的脸 叶朵朵心中一暖 没有 爸交代过 让我们这两天 最好不要出去 我和子西都没有出门 也不知道外面 现在什么情况 我很着急 他急急地说着 还没说完 人就被容寒生 突然收紧的手臂 抱紧在了怀中 傻丫头 我跟你说过了 不要担心 我会没事的 被他的体温包裹 耳边又是他 坚强有力的心跳声 叶朵朵锦贤的两日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没有犹豫 他抬手 也将他抱紧 说得轻巧 我怎么能不担心 公司的事情 我帮不了什么忙 想出去活动 你的那些人脉 我以前也没有刻意去经营 韩生 没事 这事你本身也帮不上什么忙 别自责 你和紫西好好地就行了 那现在他们放你出来 这事是不是过了 叶朵朵把脸 从容韩生的怀中抬了起来 看着他 容韩生松了松手臂 低头轻看了一声 没那么简单 放我出来是因为我确实不知情 也是因为我爸自己主动跟他们联络了 现在是爸在配合他们调查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爸被扣押了 说什么调查都是粉饰的话 那就是变相的扣押 叶朵朵一脸惊吓 容韩生松开手 将他牵到了客厅沙发边坐了下来 也不能说是扣押 事实上 他们还是有些忌惮我们容家人的 我相信他们也不敢对我爸不尽 只是委屈爸在市委待几天罢了 只是待几天这么简单 叶朵朵想着那日容若普说的那么多话 有点不相信 容韩生听他这么问 脸色微微一沉 沉默了一会儿 叶朵朵看着他 心里一个灯 怎么了 是不是爸有什么危险 微言容韩生挑眸看了他一眼 危险倒没有 爸已经想好了解决这件事的方法 啊 这么快 怎么解决 我听爸的意思 说会是有的 杀人也是有的 这都是真实存在的 想压下去不容易吧 叶朵朵自顾自地分析着 说完才发现 容韩生的脸色比刚刚又暗沉了几分 容韩生不但是脸色暗沉 他甚至还有些走神 叶朵朵说完他也没吭声 只低着头目光不知落在何处沉默着 韩生 叶朵朵喊了一声 容韩生才回神 哦 没什么 咋了 不说这些了 先吃饭吧 这两天才那边饭都没吃饱 伙食当然是管饱的 只不过不太合他的胃口 加上心情不佳 他也没认真吃饭 叶朵朵虽然看出来 他有心隐藏一些事 但见他确实憔悴消瘦了不少 他也就没再追问 其身说道 那好 我去叫紫西 你先吃 容韩生没吭声 自己去了餐厅 叶朵朵把叶紫西带下来 落座的时候听他说道 爸的解决方法 你过几天就知道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会很忙 他捏了捏手里的筷子 面色稍稍凝重 这件事之后 公司现在面临的局面 有点糟糕 股价跌了五个点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些损失弥补回来 老朵 这段时间 家里就辛苦你了 容韩生朝叶朵朵微微一笑 叶朵朵听了 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六集 他低了头 捏着筷子 在自己碗里随意地戳了两下 我有什么可辛苦的 只是你 这集团邻里外外 都靠你一个人 我也帮不上你 太累了 容韩生沉默了一会儿 放了筷子 抬手拍了拍叶朵朵的手 文言地说道 没事 好好吃饭 不想继续纠结 这样沉闷的话题 他安抚完了叶朵朵 又扭头看了叶子曦一眼 谢谢关心 不过我不累 爸爸你太累了 这个就不用了吧 叶子曦头皮发麻 扬着小脸 一脸假笑地看着容韩生 容韩生重新拿起筷子 也冲他笑了笑 呃 叶子曦哀嚎一声 低头快速地往嘴里爬饭 他得赶紧吃完 吃完好上去补功课 小家伙做得太明显 容韩生和叶朵朵 瞧着都好笑 先前阴郁的心情 也随之散去了一些 吃完饭 叶子曦忙着补功课 交给他爹 容韩生则和叶朵朵 在房间里说了一会儿悄悄话 随后去检查了叶子曦的劳动成果 这个晚上 两人谁也没再提公司和容若朴的事情 安睡了一晚之后 第二天容韩生早早地离开了家 接连三天 他都是这样早出晚归 忙碌不停 容韩生回来之后 叶朵朵和叶子曦也恢复了行动自由 上学的上学 上班的上班 日子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从前的状态 只不过 现在的平静 总让叶朵朵觉得 有点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毕竟 事还没有解决 这样过了一个礼拜 容若朴安然返回家的那一天 容韩生突然对外宣布 召开记者招待会 这个决定叶朵朵提前知道 但是记者会的内容却让他大吃一惊 他没去现场 记者会召开的时间 他正在诊所里 是用电脑看的直播 记者会的场所 在地勤旗下的酒店 会议由地勤现在的公关部经理主持 招待会开始后 这位经理也没什么废话 只将今天记者会的目的 略略说明了一下 然后就宣布 由容韩生 就这次事件对外做公开说明 容韩生的说明前半段是陈述事实 基本上跟容若朴说的差不多 并没有隐瞒回避 而是大方承认了行贿和杀人的事实 这番言论一出 四座皆经 就连屏幕这边的叶朵朵 也替那个站在台上 直面媒体的容韩生 捏了一把汗 也为地勤集团捏了一把汗 这样的承认之后 会掀起怎样的风暴 他无法预料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在记者们一浪高过一浪的逼问声中 容韩生紧跟着 直接道明了当初这件事的负责人是谁 荣耀两个字 从容韩生的嘴里 清楚明白地说出后 叶朵朵狠狠地愣了一下 旋即 他便明白了 这就是容韩生之前说的解决办法 弃足保居 行贿和杀人两件事 都要有人承担 集团还需要表个态度 挽回生育和损失 大义灭亲在这个时候 是最合适不过了 既推出了顶纲的人 又让公众觉得 容家和地勤 都是正义凛然 光明正大 这样的主意 真是值得点赞的 只不过 这也太绝了 一下子就把亲生儿子 送进监狱里了 容若普这么做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生意 隔着屏幕 叶朵朵琢磨着 一直到记者会开完 他的心都没有从 这个震撼的消息中 平复下来 这一天到下班的时候 他就回去得很早 因为刚刚召开完记者会 他以为容寒生 会忙得很晚才回来 却没想到 他前脚进门 后脚容寒生 也就回来了 容寒生显得很疲惫 进门随手脱了外套之后 还在吩咐身后的伊森 大哥那边的事情 你亲自去办 小心一点 别再出岔子 是 老大 您放心 伊森答得干脆 叶朵朵从客厅迎过来 伸手接了他的外套 也没有立即问什么 等伊森走了 他倒了一杯热茶 端了过来 放在了容寒生面前 容寒生靠在沙发上 憋着眼睛 思在放松 又似心情阴郁 不想说话 叶朵朵想了想 还是没有追问 只说道 先喝口水 我去早点准备晚饭 吃完了早点休息 说着 他就站了起来 动步的时候 容寒生突然坐直了身体 拉住了他的手 不急 让他们去做饭吧 陪我一会儿 他向来温热的掌心 也有几分良意 叶朵朵没有挣开他的手 又坐回了他的身边 是为记者会的事情烦心吗 他抬手 搭在他的腿上 身体微微侧向他问道 容寒生侧眸 眸色忧尘 没有 我只是有点不舒服 因为你大哥 其实 这也没办法 叶朵朵想安慰他 话说出来 自己又想起先前的疑问 顺势地问道 这是你爸的意思 对不对 容寒生没有回避 目光中 突然闪出了一丝灼亮 你大概也猜到了 那两个人的死 跟我爸有直接关系 当时建筑公司的 负责人抓到了 他说是我爸的意思 我们费了很大功夫 才说服调查组的人 把这事压下来 可是 即便如此 也不一定非要推你大哥出去啊 叶朵朵到现在 都对容若朴这种狠心的做法 不理解 这件事 凭着容家的手段和能力 把当时几个直接经办人 推出去也就可以了 至于容若朴自己 想不认账的事情 他自然有办法不认账 调查组的人 意在未尾 查容家也只是顺带 他们想必也不会死 纠缠着不放 所以 容若朴这是何必呢 他不理解地看着容寒生 容寒生那刚刚还很灼亮的目光 却在这个瞬间里 回暗如墨 大哥确实是无辜的 但是不推他出去 这情的危机还会继续很久 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 只有把他推出去了 舆论上挽回了声誉 这场危机才会尽快地过去 这就是必要 言下之意 推出荣耀 顶纲的作用是其次 主要的作用 其实就是做个样子 给公众看 挽回地情的声誉 让集团在公众心目中 始终保持着正面的形象 形象 就为了这两个字 那个本就已经被囚禁的儿子 成了彻底不用的弃子 想到此处 叶朵朵的心 跟荣寒生的手一样冰凉 瞧荣寒生的样子 想必他本来也不赞同这种做法 只不过 最终 他还是没能抵得过 利益这座大山 这件事里 荣耀是彻头彻尾的输家 可荣寒生这个胜利者 内心也是痛苦的 叶朵朵能够体会荣寒生的感受 又觉得 言语的安慰太苍白 想了想 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朝他身边靠了靠 伸手抱住了他 荣寒生的气息起初有些沉重 沉默了许久之后 恢复了平静 好了 我没事了 不说这些 等一下还要上去跟雪莉 开个视频会议 M国那边也受了这件事的影响 我可能过段时间要过去一趟 他拍了拍叶朵朵的背 叶朵朵抬起脸 眉心微微一蹴 同一件事 M国那边分公司的事情 在这边不能处理吗 本来已经这么忙了 再来回跑怎么吃得消 他发誓 他这一次没有 捻酸吃醋的意思 只觉得 荣寒生为了分公司的事情 跑一趟 有点奇怪 而且 他还知道地勤的分公司 也不止M国一处 要是每个地方都去一次 还不知道要跑几趟 所以 这个不正常 他这么问 荣寒生看了看他 然后才笑了笑 M国的分公司 是分公司中最有实力的 地勤的海外市场 都依托那名运营 这件事情要慎重对待 另外 我还有自己的公司 最近也不太平 雪莉叔都快忙不过来了 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去看一看 你还另有公司 我怎么不知道这些 叶朵朵有些意外 荣寒生眨了一下眼 才不压身 多留一条路不是坏事 所以 我的事情真的很多 我发誓 绝对不是过去私会 美女秘书的 他举起一只手 坐着发誓装 叶朵朵愣了一下 瞪了他一眼 撑到 这时候你还能开玩笑 我可没有开玩笑 你发誓 你刚刚有没有想多 容寒生那双眼睛 就好像透视眼 分分钟能看清 你心里在想什么 叶朵朵有点尴尬 自己也觉得自己小心眼 便不好意思 再跟他继续扯下去 干脆站了起来 我不跟你说了 你要走就走 懒得管你到底 是不是跟秘书去私会 他嘟囔着走向了厨房 容寒生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 随后起身上了楼 记者会之后 容寒生又请了各大媒体的负责人 在一起聚了聚 自那以后 舆论风向就慢慢扭转了 容药在记者会后 就被调查组带走了 后续的事情也多多懒得过问 容寒生只说 自己在努力疏通关系 尽量让容药少盼几年 大事化小 小事最后化无 不过这个需要时间 不是现在说办就能办的 危机渐渐过去 总部这边安顿好了之后 容寒生就飞去了M国 叶朵朵以为他只去去就回 没想因为这次出差 后面又发生了许多事 M国机场 雪莉 你现在给公司打个电话 让各部门的人 负责准备一下 一个小时后 开会 容寒生一下飞机 见到雪莉 就传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雪莉愣了一下 你不先回家休息吗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马上又开始工作 这样太赶了 你会吃不消的 他神情严肃 精致的眉宇间 却凝了几分心疼 容寒生没有看他 依旧目光向前 急步走着 没关系 我在飞机上睡了一觉 不需要消息 你通知他们吧 他走得快 雪莉跟得有点吃力 凝神盯着他俊朗的侧颜 看了看 他才应了一声 那好吧 我现在就打电话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秘书的电话 严谨意赅地传达了 容寒生的命令 打电话耽搁了一会儿 容寒生也没有等他的意思 等他电话挂上 前方的人已经走出去好一劫了 一路小跑的跟上 出了机场 坐进车里的时候 容寒生的手机响了 喂 嗯 我到了 停下飞机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没事了 早点休息 等你睡醒了 给你打电话 滚 只简单几句 就让他从下飞机 就显得清冷的容颜上 多了几分暖色 雪莉坐在他身边 见他挂了电话才说到 是朵朵吗 他这么晚还没睡 滨海那边正是深夜 叶朵朵不放心容寒生 所以一直等到 现在打了电话过来 容寒生捏着手机 看了看屏幕 抬脸朝雪莉轻轻一笑 他不乖 这样直白的宠溺 让雪莉神色稍稍一僵 愣了一会儿 他才恢复笑容说道 他很关心你 是啊 他很关心我 这段时间事情太多 刚刚消停一点 又出差了 他本来身体就还没好透 难为他了 雪莉本就是随口带出的那一句 却没想到惹来容寒生 这样亲密贴心的一番话 他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也就索性沉默了 路上 两人没再多聊夜多躲 这几句话说完之后 雪莉就将M国这边 两个公司的情形 说了一下 容寒生听着 关键的点上问了几句 其余的时候 没有插嘴 车直接开到分公司 接下来几个小时 容寒生都在公司里 正一忙 就忙到了晚上 离开公司的时候 雪莉提议一起去吃晚饭 被容寒生委婉地拒绝了 回到家 刚好晚上八点 想起一直忙到现在 没有给夜多多打电话 进门后第一件事 容寒生就拿出了电话 这个电话 他打了十几分钟 跟电话那边的女人闲聊了一会儿 他紧绷了好几个小时的神经 也放松了不少 M国这边 他许久没来 这一回来 余人也不知道 要不要准备晚饭 见他打完电话 便上来询问 容寒生 刚准备开口告诉余人 自己晚上想吃什么 却见雪莉双手 提着几只饭盒走了进来 让你去吃饭你也不去 我回去的时候 刚好路过一家不错的中餐馆 给你带了几个菜过来 让阿姨去热一下就能吃了 雪莉大大方方 说着就将手里几个打包的饭盒 递给了阿姨 阿姨对她也不陌生 见她递过来 也就顺手接了过来 转身去了厨房 容寒生坐在沙发上 没起身 等雪莉将饭盒递给阿姨后 才抬了抬手 示意她坐 雪莉没有推辞 身姿恶挪地走过来 坐在她的右手边 那张单人沙发上 你刚回来还习惯吧 他们有没有什么准备得不充分的地方 要不要我帮忙 一落座 雪莉就朝四周看了一眼 关心地问道 容寒生随意地靠在沙发上 顺着她的目光 在客厅淡扫了一圈 这是我的家 有什么不习惯的 雪莉回神 梅丽妩媚的大眼 凝视着身旁的容寒生 是你家不错 可你也很少过来 你这里啊 你自己还没有我来得多 好 容寒生有些意外 薄唇浅浅勾起 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来吗 雪莉笑笑 当然 上个礼拜 还给你的花园添了几个盆栽 上上个礼拜 游泳池的排水口出问题了 我来的时候 刚好赶上 就找人修了一下 你说 我是不是像个管家 她略带着妖宫之色 容寒生也顺着她的意思点了点头 确实 麻烦你了 看来 我应该多给你发一份薪水啊 她打去 说完 没等雪莉接话 话锋一转又说道 不过 你倒是提醒我了 我是长时间不在这里 确实应该专门找个人帮我料理家里的事情 她是个生活简单的人 以前来这里处理公务 也基本就是和一森一起 两个男人 没那么多讲究的 这边庸人有什么料理不到的地方 她也不在意 更没有想过专门找个管家来 现在不同了 有了叶朵朵母子 这些事好像确实应该想得更周全一点 容寒生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 随口一说 雪莉却否定了她的想法 乃奥专门找人这么麻烦 我反正也不是太忙 没事过来看看就好了 她的表情很认真 眼中似乎还有几分急切之意 容寒生笑容微微收敛 盯着她看了几秒 继而又勾唇说道 这是我的家事 老麻烦你也不合适 就这样吧 我会让一森去找的 以后不用麻烦你了 这话中冷淡的意思很明显 雪莉是个极其聪明的女人 自然听得出来 也看得出来 容寒生眉宇间 那点疏冷之意 尴尬了一会儿 她勉强扯出了一点笑容 那好吧 我知道了 这话音刚落 用人就过来说道 先生 雪莉小姐可以吃饭了 容寒生站起 看向雪莉 走吧 还真是饿了 看看你都带了什么好吃的来 都是你喜欢的菜 那家菜馆开业没多久 生意非常好 雪莉跟在后面 随意地接到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函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七集 容寒生没有刻意说 留他吃饭 他也没有说要走 两人就这样 很有默契地 分兵煮做了下来 雪莉说得倒没错 他带来的这几洋菜 确实精致可口 而且符合他清淡的口味 容寒生 自拿起筷子开始 就没有说话 一直默然地吃着饭 雪莉一手端着碗 一手捏着筷子 时不时地挑几粒米 送进口中 目光也不时地抬起 看看容寒生 在容寒生一碗饭 快要见底的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 打破了沉默 寒生 上次我 他低了低头 背齿在唇瓣上咬了一下 捏着筷子的手 也紧了紧 似乎有些说不下去 容寒生抬眼看他 眸色淡淡 怎么了 他的语气很平淡 表情也很平淡 内目光也并不犀利 倒显得很温润 但越是如此 雪莉却越觉得 在这样的他面前 他无法把心里 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这个时候 他倒希望容寒生 能态度尖锐一点 质问他 甚至朝他发火都好 这样他就能顺势说出那些话来 可他 没有 他是那么平淡 平淡地让人找不到 开口的理由 这平淡像一盆冷水 浇灭了雪莉心头 那本来已经膨胀难控的情绪 他沉默了半天 忽然笑了笑 没什么 我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太忙壮了 希望没给你造成什么困扰 困扰 如寒生 心声重复了一声 沉思了几秒 目光随意地散落在前方的 一桌子菜上 对我的困扰倒还不至于 只是多多有些不高兴 话说到这里 他突然挑起目光 看向了雪莉 雪莉 多多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她的目光 似锋利的刀刃 刺过来 让她那点心思 无所遁形 雪莉垂了眼帘 手僵硬地端着碗 捏着筷子 沉默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弧度很浅地勾了勾唇 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同时也是个很幸福的女人 我很羡慕她 羡慕她能轻而易举地 得到你的关注 吸引你的目光 这一切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 雪莉与生低缓沉闷 一直低垂下眼帘 遮下眼中那抹暗淡的浮光 容寒生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目光转回 缓缓吐出几个字 我很爱她 这几个字让雪莉身体微微一颤 她抬起脸的时候 容寒生也重新转过了目光看她 你也应该寻找一份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她面色恢复了刚才的温润 微微笑着 眸色温暖如春 雪莉看着她沉醉于她脸上的浅笑 有些舍不得挪开目光 但是那笑容 并没有为她停留太久 这句说完后 她就放了碗筷站了起来 我吃好了 你慢慢吃 今天太累了 我先上去休息 你也早点回去 这话 你带了逐客的意思 雪莉听明白了 也没了什么胃口 当下也跟着放了碗筷 我也吃好了 明天还有很多事 那我现在就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 她努力地维持着脸上的淡定 朝容寒生笑了笑 容寒生低眉看了一眼 她那几乎没有动的饭碗 点了点头 好 明天见 说完 她便转身上楼去了 雪莉站在远处 目光摇摇地跟随着 那修长俊朗的身形 心中四压了一块重石 喘不过气来 从容寒生这里出来 雪莉独自在门口站了很久 冷风吹的脸都有些麻木了 她才迈开有些麻木的双腿 走向自己的车 上了车 她的手抓在方向盘上 连坐了几次深呼吸 然后才掏出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一听到那边有人应 她便说道 Sim是我 她已经到了 对 好的 就这样 挂了电话 脸颊上突然一凉 她一手一擦 竟是眼泪 雪莉看着自己手背上 那点精亮的液体 突然想起来 她上一次哭的时候 那是容寒生第一次告诉她 她结婚了的时候 那时候的感觉 跟现在一样 那么难过 难过得忍不住哭 雪莉一下子将手机 扔在了旁边的座位上 扶在方向盘上 痛哭出声 她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直到车窗上 响起了 喷喷的声音 心里一慌 她立即抬起头来 胡乱地擦了一把泪 然后才摇下车窗 车外 一森弯腰看着她 雪莉小姐 这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她以为雪莉耽搁着 没走 是因为车出了问题 雪莉努力做出笑的表情 回道 没事 刚刚打了个电话 这就走了 你也早点休息 再见 没有耽搁 她立即发动了汽车 银色的轿车缓缓驶离 一森才转身回到主屋 进门 容寒生端着杯子 从二楼下来 一森看向她说道 老大 雪莉小姐刚走 哦 容寒生淡淡回应 没说什么 一森站在那儿 一直犹豫到 她下来 才又说道 老大 那个 我看雪莉小姐的情绪 好像不太好 眼睛红红的 好像哭了 哭了 容寒生脚步停顿了一下 微微醋眉 只过了几秒钟 她便又重新迈步 走了过来 随手将手里的杯子 递给了一森 随她去吧 不用管她 帮我泡杯咖啡 晚上还有事情要做 咖啡呀 夫人说 让你少喝咖啡 一森捧着杯子提醒 容寒生 神色一僵 竟然脸上显出 一抹温暖的笑意 那好吧 泡杯茶 少说浓一点 老大 你可真听话 一森忍不住打去 在容寒生 那记白眼丢过来之前 转身 跑去泡茶了 M国这边两个公司 千头万许的事情 都很多 这一晚 容寒生 加班到深夜 第二天的时候 他没再待在 地勤的封公司 而是跟雪莉 一起去了 自己的公司 试茶 忙了一上午 中午吃饭的时候 两人就在公司附近 随便找了一家餐厅 落座后 容寒生便说道 他们跟西林公司 这个项目 是去年底就接洽了的 对方条件苛刻 雪莉谈了很久 都没有谈下来 这也是他 请容寒生 过来的原因之一 西林在M国 也很有实力 这个项目 对公司来说 是很有益处的 一个项目 容寒生不想放弃 所以决定 亲自去谈 他这么交代 本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一听到 他最后的话 雪莉就惊了一下 这么快就回去了 容寒生点头 随手拿起菜单 翻看着 他没有看雪莉 目光落在菜单上 淡淡地说道 总部的事情更多 要回去处理 说完 他便随手 招呼来服务生 点了一份简餐 随后将菜单 递给了雪莉 雪莉没看 只看向服务生 要了一份 跟容寒生 一模一样的餐品 服务生走后 他就看向了容寒生 你这么急着回去 是不是不放心 躲躲他们 这话一出 容寒生挣了一下 眉色微微转冷 你怎么这么说 那里是我家 是地情的大本营 这边的事情 处理完了 我不该回去吗 被他这话一底 雪莉惊觉自己 说错了话 脸色一变 忙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哦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你要是不放心 他们的话 可以把他们接过来 忙完了这边的事情 你们再一起回去 这样你不用太赶时间 不必了 容寒生回得干脆 挪夺的诊所刚上路 也很忙 仔细还在上学 都不适合跑到这里来 而且 这边也确实没什么事了 雪莉 你是不是对工作 有什么不满的 容寒生突然丢过来 一个问题 雪莉愣了一下 你怎么这么说 容寒生双手 十字交叉 轻轻拧唇 我是听你说 最近很累 有些吃不消 就在检讨自己 是不是给你的工作量 太大了 这样吧 等我回去 再无色一个职业经理人 这样 你轻松一点 听到这样的话 雪莉瞪眼 沉默了半晌 剪裁上来 放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才慌忙表示 哦不 我没有这个意思 寒生 你别误会 这些事情 我自己可以处理的 只是因为 现在还敏感期 我怕 我想的有什么 不周全的 才让你过来 你千万别多想 我是很愿意 一直留在地勤工作的 未免引起 容寒生的不快 他将很愿意 留在你身边工作 改成了在地勤工作 他积极地说着 容寒生 看着他 沉默了几秒 进而抬手 优雅地拿起了刀叉 微微一笑 你对工作认真我知道 不过 我这个当老板的 也不能太压榨我的员工 而且这么多年 你也确实辛苦了 找个人帮你分忧 也是应该的 你放心 在请的人 只是你的下属 归你管 他的下属归他管 这些只不过是 他安抚他的话吧 事实上 他已经在想办法 跟他划清界限了 找个职业经理人过来 以后 他会越来越频繁地 跟这个职业经理人联系 直到再也不需要他为止 而他今天这样直白地 跟他说 其实也是在告诉他 他对他的行为 已经不满意了 就因为他向他表明了爱意 因为他在袖扣上 动的那点小手段 被叶朵朵窥视了 他就生气了 哎 难道有错吗 他也不想的 不是吗 可谁又能管住自己的心呢 学历心中一片悲凉 想到这么多年 自己这份隐藏的心思 他突然觉得 他就好像 他家里花园里的 一株娇艳的玫瑰 他美丽 妖娆 也够夺目耀眼 但是 开在那里却那么孤单 一人花开 一人花路 无人问津 再美丽 也始终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即便从那里路过 也不会瞧他一眼 他的眼里 只有属于叶朵朵那朵小花 心头被难受情绪淹幕 学历已不想再说什么 他甚至不想再坐在 容寒生的对面吃饭 所以江做了片刻后 他突然抓起包 站了起来 对不起 谢谢 急匆匆地扔下一句谢谢后 雪莉就抓紧了包 头一低 快步离开了餐厅 容寒生盯着他 急步而去的背影 看了一会儿 目光收回 又重新凝在了 面前的食物上 独自在餐厅用完了 午餐之后 他便驱车 去了林家庄园 林墨轩最近不在M国 不过他的助理 Jake在这里 林墨涵那个小东西也在 容寒生这次过去 一来去看看林墨涵 二来就是跟Jake 谈一些事情 他在林家逗留了不少的时间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稍稍休息一会儿 醒来看看时间 想起雪莉还没有把电话 跟西林公司约定的时间告诉她 她便拿起了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有人接 没想到 却不是雪莉本人 而是一个护士 你是病人家属吗 那正好 赶快过来吧 她在我们这里 刚做完治疗还在昏迷中 护士一说 容寒生惊了一下 盲问雪莉的情况 护士说雪莉是车祸 脑部中度的脑震荡 现在已经动过了手术 正在病房里睡着了 车祸 一听到这两个词 容寒生便想起 她和雪莉在餐厅的那番对话 她那样带着情绪离开 发生车祸太正常了 当时自己也是太急躁了 明知道那些话 会对她产生什么影响 却还是说了 想到这里 容寒生的心沉了沉 略有几分后悔和内疚 挂了电话 没敢耽搁 她便去了医院 按照之前护士留的地址 她很快找到了那家医院 也很快找到了雪莉的病房 她进病房的时候 雪莉还没有醒 她躺在那里 头上缠着一圈又一圈的白纱布 这圈纱布上 还有一处渗着血迹 除此之外 她的右脸上 也有淤血和擦伤 看着这样的雪莉 容寒生心里的后悔和内疚 又加深了几分 雪莉对于她来说 又是校友 又是朋友 还是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搭档 她对她虽说没有爱情 却有着深厚的友情 所以 她不能像对待其他的追求者一样 对待雪莉 她本以为 用那些隐晦的话 就能让她知晓自己的心思 不再做非分知晓 却没想到 她却因此 出了意外 看来 她还是伤她不亲 容寒生懊恼地坐在床边 看着雪莉 与此同时 滨海那边 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滨海这边 叶朵朵正是上午忙碌的时候 她从早上上来之后 先按照惯例 开了个简短的早会 把昨天一天的工作 梳理了一下 问了问 还有什么遗留的问题 都问清楚了 她才让散会 然后各自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 在办公室待到了十点的时候 就突然传来了闹哄哄的吵闹声 叶朵朵起初以为外面有病人家属 闹了情绪 起身来看 刚出了办公室的门 那吵闹声就堵到了门口 意外的是 来的人里还有警察 警察同志 就是他 就是他 他就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弟弟昨天就是在这里挂掉水 我弟弟惨哪 莫名其妙的就被堵死了 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 伸手指着叶朵朵 越说越大声 越说越激动 话还没落音 手就伸长过来 想要抓住叶朵朵 叶朵朵下意识地往后一撤 躲开了他的手 吏声便说道 等一下 你在说什么 什么堵死了 你还装算 你 中年男人很激动 想再过来抓叶朵朵的时候 被身后的警察拽住了 你冷静一点 这事我们要调查 为首的警察 脸色严肃 呵斥了中年男人之后 又让自己的两个同事 拉住了这个男人 确定这男人 不会再冲过来 他才面向叶朵朵 你是这家诊所的负责人吧 对 我是 叶朵朵没有否认 那警察随后问道 营业执照和资格证 都办了吗 拿来看看 他要求着 叶朵朵却没有立即 去取那些证件 而是看了他身后 那个被两个警察 拦着的中年男人一眼 说道 这些证件我都有 我们这里是正规经营 你要查没问题 不过请先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笔直地站在那里 脸色肃然 在那人高马大的警察面前 也显出了不凡的气势 警察对他的不够配合 有点不高兴 回头看了那中年男人一眼 皱着眉头说道 这个人报案 说他弟弟昨天在你们这里 因为感冒挂了水 回去之后突然昏倒 口吐白沫 他怀疑是你们这里挂的掉水 有问题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函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八集 昏倒 口吐白沫 叶朵朵一听 心也是一紧 那你弟弟现在呢 他刚刚是听见 这男人说什么毒死了 不过 那有可能是气话 他需要再正式确定一下 听他这么问 那男人又激动起来 你还有脸问 我弟弟就是被你们害的 我跟你们拼了 男人说着就控制不住情绪 挣扎着要冲过来 他的力气很大 两个警察都有一点拽不住 幸好为首的警察 又回头呵斥了他一声 你安静点 事情没搞清楚 吵也没有 警察的话比较有威慑性 一嗓子吼下去 这男人倒也安分了一点 没再挣扎了 只不过那嘴还是没闲着 我跟你说 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要给我个说法 我弟弟是在你们这里出的事 你们不给个说法 我就天天来闹 我还要告你 告到省里去 告到中央去 你们这样草菅人命 无法无天 我就不信没人管了 男人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 叶朵朵心里着急 想知道那个病人现在的情况 便懒得再理会他 直接看向为首的那个警察 警察同志 麻烦你先把事情说清楚 这样吵下去 是吵不出结果的 叶朵朵也加重了语气 为首的警察这才说道 他弟弟现在躺在三院里 早上发的病 现在还在抢救 医院说是中毒 下了病为通知单 抢救 也就是人还没死 叶朵朵松了一口气 沉思了片刻 他回道 昏倒和兔白沫的原因都很多 我确信 我们这里的药品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要查 我可以调这个病人的病例 给你们看 也可以把他用的 同类药品给你们看 他这里的药品 都是正规渠道进来 他自己亲自把关质量的 那些供应商 十有八九 是他熟悉的厂家 所以他很自信 药品不会有问题 见他这么配合 那警察紧绷的脸色 也松了松 但是他后面说出来的话 却让叶朵朵一愣 那好吧 你收拾好相关的东西 跟我们去警局协助调查 还有 这里要暂时关门整顿 在我们调查结果 没有出来之前 这里不能营业 他的意思是 现在就要带他走 叶朵朵沉默了一会儿 这警察见他没吭声 停了一下 突然掏出了证件 这是我的证件 我是这个骗区公安局 刑侦大队的副队长 查封诊所 我们是依法办事 另外 到时候会有药监局的人 一起调查 还请你配合 叶朵朵看了一眼 那高悬在面前的证件 这男人叫夏冰 职务和所属部门上面都写了 那刚硬也清晰无比 证件是没有问题的 他这话说的也在情在理 不管那个病人 是不是真的因为 在他们这里掉水而中毒 作为警方 只要有人报案了 他们确实都有权利和义务 传唤他去查清楚这件事 这时候 如果自己不去 反倒理亏 想了想 叶朵朵只能点了点头 那好吧 你们稍等 我让人收拾一下资料 就跟你们走 警察应了一声 转身 对那个中年男人说道 您也别闹了 我们会查清楚的 查 必须要查 警察同志我跟你说 他们这些人最坏了 为了赚黑心钱 就坑我们这些病人 这种人 就要千刀万剐 男人嘴里骂得不停 叶朵朵知道 跟他讲不出什么道理 便没有理睬 随即杨生叫来了助理 让他去整理病人的资料 然后自己则转身 进了办公室 他知道 这一去警局配合调查 今天就不一定能回家 容寒生不在家 他不放心孩子 就打算打个电话回去 跟保姆交代一声 却没想到 他这前脚进门 那警察后脚就跟来了 根据规定 你从现在开始 不能跟外界联系 一切要等我们调查结束 叶朵朵刚准备 抓起电话的手 僵了一下 转脸看向警察 我只是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先生出差不在家 孩子跟保姆在家 我不放心 他说得很诚恳 这警察也是个有孩子的人 一听他这么说 脸色倒是有些微微的动容 他考虑了一会儿 才说到 那行吧 少说几句 这么说着 他也没走 就站在原地 叶朵朵知道 这是监视的意思 不过 现在也没办法 跟他对着干 自己也落不到什么好处 思虑片刻 他便没再说什么 随手拿起了电话 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就挂了 二十分钟后 他和那天那个当班的医生 和护士等三人 就带着资料 跟着警察走了 临走的时候 他留了个心眼 暗中给秘书使了个眼色 那警察之前一直盯着他 不许他打电话 跟外界交流 他也没有机会 把这里的事情告诉 大宅那边的林芳如和荣若普 虽然说他确信 自己这里的运营 没有任何问题 可凡事都有万一 现在荣寒生不在家 他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所以刚刚给秘书的 那个眼色 他的意思 就是让秘书 告诉荣家人一声 诊所里 并不是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都知道他的底细 但是这个秘书是知道的 让他报个信 应该没有问题 这秘书也是个聪明人 一见他这眼色丢过来 当下就领会过来 暗暗地朝他点了点头 接收到秘书的回应之后 叶朵朵才安心地 跟着警察离开 片区公安局不远 十几分钟后 他们就到了警局 进来之后 很快就有人 对他们分别做了笔录 笔录做完 先前那个夏队长 就过来对他说道 你交过来的病例和资料 我们现在要请 卫生系统的通知来检查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有结果了会通知你 叶朵朵听完 没有接这句话 反而问道 那个病人现在怎么样 不怎么样 夏冰的脸 瞬间沉了下来 刚刚从抢救室出来 命暂时保住了 卢宿侵害了神经 三月那边说 以后就是个植物人 什么 叶朵朵大惊 她中的什么毒 他们没说 这要看你们这边的调查结果 夏冰冷着脸说道 叶朵朵眉心一正 中毒的途径有很多 这件事不能指察我们 他的家人 甚至包括三月那边 都要调查 这个病人 却是前一天 在他们这里挂过吊水 但是他却不相信 这毒素是从他们这里 流进那病人的体内的 他如此众肯的建议 夏冰却只冷漠地回了一句 这不用你提醒 我们会查 硬邦邦地甩下这句话之后 夏冰就走了 叶朵朵随后 就被关在了这间关押室里 为了防止串供 同来的医生和护士 也没跟他在一起 这间石井平的房间里 只有他一个 这一天 后来再没人来过 他也知道 这种调查一时半会儿 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关的时间长了 他还是有点着急 就这样白天等到了晚上 有人来了 他起初以为是荣若普派人 来处理这件事了 没想到 却不是 M国 柔寒生在雪莉的病房 等到深夜 雪莉才醒 她先是 面色痛苦地扭了扭 没张眼 柔寒生见她有了动静 立即轻声过去 喊了一声 雪莉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一声起了作用 扭了一会儿后 雪莉张开了眼睛 柔寒生见她清醒 心中一喜 却没想到下一秒 她却突然 惊叫了一声 这一声凄厉 叫过之后 她就抬起了手臂 紧紧地抱住了头 看着她惊觉痛苦的样子 柔寒生吓了一跳 忙扶住了她的肩 不停地喊她的名字 雪莉 雪莉 你醒醒 是我 连喊了很多声 她的声音对雪莉 却没有半点安抚的作用 虽没有再惊叫 她却始终抱着头 然后拼命地摇着头 挣扎着 柔寒生本想继续唤醒她 又想起她是脑震荡 怕她再这么摇下去会出事 她眉心一沉 松开了她 轻身急跑地出去 三分钟后 医生匆匆赶来 简单检查后 处置医生告诉容寒生 雪莉是因为车祸受了惊吓 导致精神失常 虽然只是暂时性的 却必须慎重对待 为了让她现在安静下来 他们不得不先给她打一针镇定剂 容寒生对医术不懂 只听得医生说得有道理 便没有提出异议 注射了镇定剂的雪莉 渐渐安静了下来 很快又陷入了沉睡中 病房恢复静静状态 容寒生的心 却被雪莉刚才的样子 搅得再也安静不下来 这一夜 她哪儿也没去 就在雪莉床边守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雪莉又醒了过来 这一次 她是先张开的眼睛 容寒生见她睁眼 心就立即提了起来 生怕她又出现 昨天的那种情况 好在 她担忧的情况没有发生 雪莉这次清醒之后 倒是很安静 缓缓地眨了眨眼之后 略显干色的唇边 溢出了亲浅的一声 韩生 我在这里 你怎么样 容寒生急欠地回应 那张布满胶色的脸 悬在雪莉的眼前 倒映在她的眼眸中 让她心安 我 怎么了 她知道自己出了车祸 却不知道伤到什么程度 故此一问 你出了车祸 老真当 不过你别担心 幸好当时速度不是很快 除了一些轻微的擦伤之外 没有其他问题 容寒生说得仔细 雪莉听了 脸色平静了不少 大概是觉得不舒服 她又皱了皱眉 闭了闭眼 见状 容寒生说道 我去叫医生 你等一下 不用 雪莉声音很轻 接得却很快 容寒生 本已经站了起来 准备往外走 听见她这一声 她又停了下来 扶我起来 雪莉要求 容寒生皱了皱眉 你现在不能起来 我只是想喝点水而已 喝完了 我就躺下 雪莉解释着 容寒生轻拧的眉 这才松开 不过 她还是没有立即将雪莉扶起 而是看了床头柜一眼 说道 气阵不好 你稍等一下 我让伊森去买一些吸管过来 她并没有提前准备吸管 只能现在去买 但是雪莉仿佛等不及了 有张口说道 不用那么麻烦 我只是嗓子很干 喝一口润润嗓子 你扶我起来 她这次说得多 似乎有点吃力 说完 生怕容寒生还坚持 她自己便挣扎着要起身 见状 容寒生立即弯腰将她扶住 因为雪莉起得急 她没来得及摇起床头 现在扶着她 又不好让她 靠在笔直坚硬的墙壁上 只能自己坐在了床头 让她的上半身 靠在她的肩膀上 安动好了雪莉之后 她才伸手拿来了床头柜 一支保温杯 这是一三早上送早餐来的时候 给她准备的 但是她没有喝 所以这里面的水是干净的 她将杯子拧开 杯盐递到了雪莉的唇边 小心烫 雪莉小心翼翼地凑到了杯盐边 轻轻地抿了一口 稍显灼热的水 杯口雾气蒸腾 她背后男人的胸膛 是那么温暖和坚实 这一瞬间 她只想 时间如果能定格在现在就好了 就一辈子这么靠着 不离开 因为贪恋这样的感觉 本来只想润润嗓子的她 忍着过高的水温 又多抿了几口 才说了声 好了 容寒生放下杯子 然后将她缓缓放了下来 让她躺好之后 她便起身坐回了床边的椅子上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我挺好的 雪莉回道 语气很轻 唇边却扯出一抹弧度浅淡的微笑 别担心 我真的挺好的 见她还能笑 也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 容寒生才松了一口气 没事就好 刚接到医院的电话 我真是吓了一跳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医生后来就查了一下 说是车撞到了隔离带上 幸好当时的速度不算太快 要是再快点 可就不只是脑震荡这么简单了 容寒生确实到现在想起来 还有些后怕 所以一口气说的多了一点 雪莉听着 目光凝在她那张 略显皮色的脸上 你昨晚一夜都在这里 没有接容寒生的话 她突然问道 我没事 你昨天醒过一次 我发现很激烈 医生说是受了惊吓 我不放心 就留在了这里 容寒生语气很随意 并没有刻意的温柔 和体贴情绪表露出来 但就是这样 还是让雪莉心中 深深动容 谢谢 难为你了 她说道 容寒生的双眉 却因为这句话 微微醋了起来 地眉沉默了一会儿 重新抬起目光 看向雪莉 她才说道 我手你一页没什么要紧的 但是以后 我希望你自己能小心一些 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专心 她心知雪莉 为什么会出车祸 却不想在那个问题上深谈 所以只淡淡带了这么一句 随后 没等雪莉说什么 她又问道 你也睡了很长的时间 饿不饿 想吃点什么 不太想吃 雪莉回道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突然问道 你有没有问医生 我今天能不能出院 你这样子哪能出院呢 容寒生严肃地说道 雪莉却急了 今天还不能出院 那怎么行 我还要去安排你和心灵公司谈判 不行 今天一定要出院 她很坚持 说着就挣扎着起身 容寒生皱眉 伸手按住了她的胳膊 谈判急什么 你先养好身体 谈判的事情最后再说 我自己去约也行 这事你不用担心 你自己过去身边也要有秘书 这个case一直是我独立负责 其他人对资料吃的都没有我透 我要跟你过去 胳膊被按着动弹不得 他的态度还是依旧地坚持 甚至固执 容寒生看着这样的雪莉 心中莫名有些不悦 但又一想到她还病着 她便努力将心中的不快压了牙 尽量温严地说道 没关系的 我可以多等几天 等你好了再说 你不是急着回去吗 雪莉身体仿佛放松了一些 没在挣扎 疑惑地看向容寒生 容寒生想了想 微微抿唇道 等个几天也不要紧 先不要想工作的事情 你的身体最重要 她出车祸受伤 觊觎友情 她很内疚 但是这话说出来 雪莉却从中听到了一丝温情 她不愿意想 友情和爱情的区别 她只知道 此时这一丝的温情 对她来说很重要 盯着容寒生看了一会儿 她就笑了笑 那就耽误你的时间了 等一下 我亲自给朵朵打个电话 帮你解释 她想必不会生气的 不用了 你好好休息 我自己跟她说 容寒生淡淡地说 说完就站了起来 我还是叫医生过来看一看 医生说你没事了 我才放心 她转身出去 没一会儿就带了医生进来 这次检查的结果还不错 医生说 雪莉暂时看上去 没有什么大碍 情绪也好转了不少 只要继续治疗 好好休养 很快就会好的 听到这样的话 容寒生那颗紧闲了一夜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雪莉好转 她也不想继续陪在这里 送走医生之后 她就让医生去找了一个护工来 医生动作迅速 没到中午 就领着护工进门了 护工进来的时候 容寒生手里正在削着一个苹果 一看到护工 她就起身将手里的刀 和那半个没削完的苹果递给她 好好照顾雪莉小姐 有什么事给医生打电话 就这么交代了两句后 容寒生就转向了雪莉 雪莉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半只 没有削完的苹果上 听她这么一说 立即转过来看向她 她本想说什么 却见容寒生面色坚决 犹豫了一会儿 她只能将想说的话 又咽了回去 容寒生也没多耽搁 这么说完 她就走了 雪莉看着她的背影 只觉得 她那急切的背影上 写着四个字 归心四箭 她知道 她真正急得 并不是跟西林的谈判 甚至也不是地勤总部的那些事 她急得是家里的那两个人 她很牵挂她们 稍稍远离 就会不放心 而自己呢 一场车祸换来的陪伴 终究不能长久 不是吗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京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29集 滨海这边 叶朵朵一直没有睡意 等到半夜 终于有人来了 来的还是刑警 没有她认识的 荣若朴的那个律师 来人是由夏冰领进来的 夏冰对叶朵朵说道 这是上一级市局的通知 你的案子已经交到市局去了 他们是来带你走的 对于夏冰的话 叶朵朵有些奇怪 刚想发问 夏冰身后一个人就走了过来 这人一直走到他的跟前 距离站得很近 几乎快贴上他的身体了 叶朵朵有些反感 陌生人离得这么近 刚想往后撤 却听这人 又明显压低的声音说道 荣少夫人 您打案子 荣老先生已经跟市局的领导 通了气了 现在请您跟我们走吧 她这话表面上听着没什么 可叶朵朵一琢磨 就琢磨出了她的弦外之音 这是暗示 暗示她 荣若朴已经插手了 而且已经脱了关系 她现在到市局 应该只是过过场 很快她就会被保释出去 毕竟这件事到现在 也没查出个大概来 也没有证据证明 就是她的诊所出了事 她本就符合保释的条件 荣若朴这样做 自然也没什么难度 至于为什么选在市局 而不是这个分局 那大概就是荣若朴觉得 市局有领导在 更好办事吧 心里这么一想 叶朵朵便没有多犹豫 好吧 我跟你们走 她就这样跟着 来接她的警官走了 出了分局 门外停着一辆 普通的黑色现代车 那车挂着 白底黑字的车牌 这是公检法部门 用的牌照 叶朵朵瞄了那车牌一眼 随后跟着警察上了车 这个点已经是深夜 道路上没有油烧车 现代车一路行来 除了遇到两个红灯之外 几乎没有阻碍 叶朵朵坐在后座 那个跟她说过话的警察 跟她并排而坐 车开起来后 很长时间 这警察也没说话 叶朵朵知道 她就是个办事的 知道的不会太详细 也就没有主动找她搭讪 这样开了将近半个小时 一直侧脸看着窗外的叶朵朵 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这是深夜 虽有路灯 可远方的光线并不好 这一路过来 她也没有注意到 有什么不对 可就在刚才那一秒 旁边一栋建筑物 突然吸引了她的目光 神河大厦 这个地方不应该是在 滨海大道上吗 从分局去市局 为什么要走滨海大道 她怀疑 车开过后 她还回头好好看了一眼 那市人和大厦没错 大厦上挂着几个 躺金大字 依稀可见 她不会认错的 叶朵朵眉心猛的一跳 脸依旧朝着车窗 没有回头 过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她才压了压情绪 转身过来 看向身旁那个警察 我们现在 是直接去市局吗 她问道 那警察本来一直看着前方 听她这么一问 才转过来看她 对啊 现在就去市局 反正也不早了 现在过去 等明天上班的时候办个手续 您就能走了 这人盯着叶朵朵 这些话说完 又怕她不幸似的 补充道 哦 是这样的 我们局长说了 这事儿是下面分局的事情 他们也没上报 就私自行动 要在总局知道是您 事情也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让您受委屈了 但是现在 下面的人面子要顾 嘴也要堵上 这不是没办法 只能跟他们说 您这案子 上面重视 要调到总局去查 这到了总局啊 事情就好办了 只不过 先要劳烦您大盘夜的 这么跑一趟 她的话 说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真是荣若普插手 她相信 很可能确实会这么办 但是 一想到那个人和大厦 她的心 还是放不下 犹豫了几秒 她笑了笑 这没什么 这也是为了我 能早点出去吗 要等到明天 我还得多耽搁时间 我还得谢谢你们 荣少夫人 您这么说就客气了啊 这是应该的 而且 我们来的时候 荣老先生也表示过感谢 我们更应该好好办事才对 这警官说着 两道狭长的眼眸 闪出了几点异样的光芒 那意思就是告诉叶朵朵 来的时候 荣若普已经给过 或者许诺过好处了 所以她的感激用不着 心思一闪 她又朝车窗外看了一眼 停了一会儿 突然又说道 哎呀 坏了 她这突然咋呼一声 把身旁这警察给吓了一跳 怎么了 叶朵朵回头 抱歉又焦急地说道 我忘了还有东西落在分局了 能再回去拿一下吗 您有东西落下了 警察显然不相信 毕竟他看见叶朵朵的时候 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人 没见他身边有什么 迎着他不信任的目光 叶朵朵回道 我的包还在分局 包里有很重要的东西 我要随身带着 他们刚刚不是说 保管人员不在 要明天给您送过来吗 警察昼媒提醒叶朵朵 他们刚刚在分局的时候 叶朵朵就提出过 要拿回自己来时 被扣下来的包 那里面有些证件 钱包 还有手机 但是分局那个下兵说 现在是夜里 保管这些东西的人都下班了 办公室锁起来了 要等到明天上班 明天上班后 他会亲自把这些送到市局 当时下兵就是这么跟叶朵朵保证的 叶朵朵想真里面 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自然也就没有坚持 而现在他改变了主意 他要回分局去 不是真的回去 而是试探这个警察 他如果很阻挠 就说明有问题 如果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最起码 他还有更多一点时间 继续试探他 这是叶朵朵的想法 没想到 这事情真的就朝他 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了 这警察说完那句之后 没等他说什么 立即又说道 少夫人 您现在回去也不行啊 他们都没人来 也没人给您取包 您怎么拿到啊 这不是无用功啊 办公室的门也不是什么机密室 我相信值班的人那里 都能翻出来钥匙 我那包里真的有很重要的东西 麻烦你让司机掉个头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今晚就不过去了 去在分局里待一晚吧 你也知道 我有些东西很贵重 这些东西要是丢了 我那个诊所底上 都挽回不了损失 而且 跟分局的人也扯不清楚 我想我还是回去跟他们说清楚 想办法把包取出来才好 叶朵朵神色认真 故意把问题说得很严重 说完 她的目光就一顺不顺地 盯在那警察的脸上 等着她的回复 这警察很有些不高兴 脸上没了刚才的和尚和笑意 线条崩得紧紧的 看看她 然后又看了看前方 好半天都没有吭声 叶朵朵想了想 见她这样 心里更加确定 这男人有问题 不等她开口 她便故意用了施压的语气催促道 麻烦你们送我回去 我的东西真的很贵重 如果真丢了的话 我相信 你们局长也不好交代吧 一听这话 这警察脸上的不耐之色 更浓了 又僵了一会儿 她才将脸转回来 看着叶朵朵 不是我不送您回去 而是回去没有 再说 我们局长 还有荣老先生 现在都在市局等着您呢 我要是耽搁了 回去也不好交代 这话没有什么说服性 而她仿佛 也没有要以此 来说服叶朵朵的意思 这么说完之后 她就快速地转脸 看向前方开车的那个警察 小王 你开快点 别让局长等急了 那小王没有应声 叶朵朵却在下一秒 便感觉到了车提速了 心尖一跳 他盯着身旁的警察问道 你们不是市局的人 说吧 到底是谁 要带我去哪 那警察被他问得一愣 脸色微微难看 少夫人说的什么话 我听不懂 我们不是市局的 是哪里的呀 她勉强地笑着 那笑比哭还难看 叶朵朵冷哼一声 你不用装了 这条路根本不是去市局的 她朝相反方向去的 你们不带我去市局 那要去哪 警察皱了皱眉 脸色不耐烦 她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又或者根本不想 跟叶朵朵说什么 所以半天没有吭声 连也没有继续朝着叶朵朵 而是将她当成了空气 晾在了那里 让我下车 叶朵朵大声喊道 随后就去拉车门 这车门其实已经被锁了 她拉不开 但是这个举动 还是惹来了身边男人的 一点反应 现在下车危险 男人说着 伸手一把扣住了 她的手腕 硬生生地将她的手 从门把手上拽了下来 你们到底是谁 叶朵朵盯着这男人 铁青的脸逼问道 男人扣着她没松手 语气冷硬地说道 问那么多干什么 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要去哪 叶朵朵 兵而不舍地问这个问题 男人很不耐烦 你不用问了 问了我们也不会告诉你 既然到了这里 你就老实一点 不然的话 别怪我们对您不敬 她说了这一番话 前面那个开车的 却突然回头 冲她吼了一声 你跟她 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不是已经提前 准备了东西了吗 准备东西 什么东西 叶朵朵心一紧 紧接着 就见身旁这男人 随手从口袋里 掏出了什么来 她还没看清 这男人手里 捏的是什么 她的手就扬了起来 捂住了她的口鼻 男人手里是块纱布 湿答答的触感 虽然无色无味 但是挣扎了几下后 叶朵朵还是昏了 见叶朵朵不动 男人又悟了一会儿 这才松了手 叶朵朵软软地 靠在座椅上时 她将那块 浸了迷药的纱布 又塞回了口袋里 小王回头看看 陈哥 咱这样做是犯法呀 不会把自己搭进去吧 闻言 陈琦阴狠地 瞪了小王一眼 你现在知道犯法了 刚才不是你说 要迷晕她的吗 我那是怕她 折腾出事来 我们不好交差呀 小王说道 陈琦沉默了一会儿 瞟了叶朵朵一眼 又叹了一声 不管她了 反正上头有人顶着 真要插到我们头上 就说我们只管遵命提人 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这行吗 这可是荣家少奶奶呀 小王又说 陈琦有些烦了 对着小王的后脑勺 狠狠地瞪了一眼 现在怕有个毛用啊 头儿的命令 你敢对着干 以后还想不想在局里混了 可是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能干什么 左右不过把他关几天 从荣家多捞点好处呗 这么简单就放人了 得到好处那是毛毛雨 你没听说 头儿在上个月 在关塘那个地方 买了一栋别墅 我琢磨着 他大概想让荣家出这笔钱 那得几百万呢 这么个小案子至于吗 何况 荣少奶奶现在也不见得 真的有问题 荣家不会就这么甘心地 当冤大头吧 小王怀疑着 陈琦在后面冷笑了一声 几百万你觉得多 在荣家烟里就是毛毛雨 再说 荣家现在就荣寒生 一个人独当一面 我还听说 他很宝贝他这个老婆 为了让他少受点委屈 甩几百万出来 他根本不在乎 小王沉默了一会儿 回头看了看陈琦 最终击翘地笑了一声 有钱人的世界真是不懂 两人这么随意地搭了几句之后 就没再说话了 一路静默着 车厢里的气氛有些压抑 这样顺着滨海大道 开了大概有二十分钟 小王突然朝后面看了看 陈哥 我怎么觉得后面有车跟着 你看是不是 什么 陈琦一惊 慌忙回头 小王又说道 就是那个黑车 好像一路跟着我们 开始我还没注意 这路上车少了 才发现不对劲 陈琦没有说话 面色紧张 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不管是不是跟踪我们的 下了劲 甩掉他们 好嘞 小王应了一声 猛地又一脚踩了油门 现代车 剑一样地飞驰了出去 陈哥 不好了 看样子真是跟着我们的 小王一边驾车 一边留心车后的动静 他们提速 后面的也提速 这样明显的跟踪行为 身为警察 他们太熟悉了 陈琦侧身看着后窗 咒骂了一声 他骂他 还真是 这什么人呢 难道是荣家的人 发现不对劲了 不会吧 头不是跟荣家那老爷子 说这事难办 他还在想办法吗 荣家也没聪明到 有先见之明 现在就跑来跟踪我们吧 小王说得在理 人在聪明 都不会料到 本来应该对他 点头哈腰的人 竟然就在他眼皮底下 跟他玩鹰的 陈琦心里烦躁 没有接这个话 想了一会儿 放了狠话说道 不管他是什么人 咱听头的 这人一定要送到地方 要是半途给人接走了 头那边交不了差 万一后面还不是荣家的人 荣家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哎呀 这事闹的 小王又急又怨 陈琦心意狠 催促道 快点开 无论如何 一定要甩掉他们 只能这样了 小王硬道 又一脚踩上了油门 现代车的性能一般 还没提到最高时速 坐在车里的人 都觉得车在打飘 小王以前是上演过 这种惊魂时速 提速之后 还没几分钟 他就害怕了 陈哥 这样不行啊 再这样下去 不被追上 也要出车祸了 车都要飞起来了 我有点怕 嘴上说着有点怕 他就下意识地减了速 这些人大概不会要他的命 就是被追上 也碍不着他什么事 顶多回去 背头绪一顿 可如果再这么继续飙车 出了车祸 就照这个速度 他会直接去 阴龙王那里报道 小王这么一犹豫的功夫 还没等到陈琦说什么 那速度极快的后车 就突然从侧方抄了上来 你干什么 疯了吧 还不快走 陈琦一看小王 把这速度一减再减 火气也上来了 直接吼了一嗓子 那只还没等到 小王执行他的命令 后面的黑车 突然就飙到前方十几米处 打了个方向盘 把车一横 横在了马路中间 小王下出一身冷汗 立即踩了油门 高速行驶车突然停下 惯性让后座的陈琦 和昏迷的叶朵朵 都冲向了前 陈琦伸手 一称副驾驶座椅 好不容易稳住 叶朵朵则撞到前面 驾驶座之后 直接倒了下去 陈琦顾不上管他 直接对小王说道 不要开车门 这话不用他说 小王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很快 前车就下来三个男人 对着他这边的驾驶座的门 疯狂地拍打 这拍门力道大的 让车里的人都觉得车在摇晃 坚持了一会儿 小王回头紧张地问道 陈琦 这不行啊 等一会儿他们砸窗子 可怎么办 你还是赶紧给他打电话吧 让他派人来 陈琦没有吭声 却已经掏出了手机 车猛然杀猪的时候 他就有了求助的念头 这时候 刚好和小王不谋而合 他这边急匆匆地搬救兵 而外面的人仿佛也没什么耐性 拍门拍了一分钟后 拍门的男人 突然对身边的男人说了什么 然后就见那男人 跑到前方黑车的后备箱处 打开了后备箱 取了东西过来 陈哥 他们要砸车了 小王一见那男人手里 拎着那根黑漆漆的铁棍 声音就有些发抖 陈琦一咬牙 看着车窗外道 没办法 能顶一阵是一阵 偷说他会调附近的警力过来 那得多久啊 这边可是 小王的话还没说完 那提着铁棍的男人 已经到了跟前 他倒是没砸车 不过就是将铁棍 对着车窗扬了扬 那意思很明确 要么你开门 要么我砸门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集 小王拿不定主意 回头看向陈奇 陈哥 您看怎么办呢 你问我我哪知道 反正不能让人给他们劫走了 他的意思就是不开门 硬顶着 等着救援 但是小王听了他的话 心里却只道 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一棍子抡下来 首先倒霉的就是自己 他们两人在这里商量的时候 门外人的最后一点耐心 也被耗光了 先前拍门的那人 对着洋棍子的人 又说了句什么 然后自己就往后撤 小王已经看出了 他们的用意 心一紧 下意识地往旁边闪 也就在他闪避的时候 车外的人真的抡起了棍子 敲向了车窗 哗的一声 玻璃全碎了 很多碎片 打在了小王头上 身上 他吓得抱住了头 连声喊道 陈哥 陈哥 这不行了呀 陈奇咬着牙 没吭声 犹豫了一秒 突然一把抓住了 下面的叶朵朵 将他提了上来 困在自己身旁 他在做这些的时候 咱们的那人 已经把手伸了进来 他只轻蔑地瞟了 抱头躲避的小王一眼 就没再管他 而是用手摸索了一阵 打开了车门锁 这人把驾驶座车门拉开的时候 其余的人已经上来 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陈奇将叶朵朵抓紧在跟前 瞪眼看着已经堵到门口的人 你们是谁 竟敢袭警 袭你大爷 人交出来 来人根本不想跟他多废话 钻进来 伸手就想去抓叶朵朵 陈奇一条手臂 横在叶朵朵的脖子上 凶狠地说道 别过来 过来我掐死他 他这番威胁 却只让来人冷冷一笑 你掐死他 你是警察 你敢掐死他 看谁能饶得了你 被人一句话戳中了要害 陈奇有点憋屈 这个时候 他后侧的车门也被拉开 身后有响动 他的身体立即抖了一下 还没回过神 他的后里就被人揪住 然后被拖了出来 陈奇被拖出 叶朵朵也跟着被拖出来 叶朵朵的身体掉出来的时候 立即有人上来接住了他 抱了起来 这人将叶朵朵抱在怀中的时候 便对揪住陈奇的人说道 行了 别管这两个 先把人带回去要紧 是 他的手下应了一声 手上一用力 又将陈奇给硬生生的摁进了车里 砰的一声 甩上车门之后 这几个人就带着叶朵朵 当着陈奇和小王的面 上了前面的黑车 然后扬长而去了 前面那车走远 小王才从惊魂中醒来 他回头看看陈奇 陈哥 人就这么被劫走了 我们回去怎么交差啊 他说这话 其实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他是怕 但是陈奇也没好到哪儿去不是 还不是一下子就被人制服了 连坑都没能坑一声 想到这里 小王心里也鄙夷了一声 陈奇瞪着他咬牙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力吼了一声 把你前面那碎玻璃拿几块给我 你干什么 小王愣正 却还是挑了几块大的玻璃给他 陈奇接过碎玻璃 捏在手上 阴沉着脸沉默了好一会儿 最后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 拿着玻璃在自己额头上划了一刀 你也别愣着 弄出这样子来 才好回去交差呀 叶朵朵被劫后半个小时 滨海西城某别墅内 墨西洋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捏着遥控器 有一下没一下地换着台的时候 陈奇匆匆地从门外进来 先生 不好了 一听他这么说 墨西洋就是一皱眉 他放下了遥控器 转脸看向沐风 怎么回事 叶小姐被人救走了 沐风直言道 墨西洋眉心一跳 旋即坐直身体 什么人 这个不清楚 去提人的人 说对方来势兴凶 手里有武器 他们两个都受伤了 车也被砸了 他说完 墨西洋沉默了许久之后 突然站了起来 狠骂了一句 废物 早知道这群蠢货办不成事 果然把到手的鸭子都给我废了 就是 沐风附和道 先前要杀您的意思 我们自己派人去提人 肯定不会这样 警局那帮人 本来就不是干事的料 一想到他们如此提议时 那边的头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样子 沐风就气不打一处来 当时墨西洋就怕那边成不了事 提议自己派人过去 但是那边说 他的人不是这个系统的人 分局的人也不是瞎子 万一有人认出来会坏事 还不如都交给他们办 保险一些 而且这本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他们不会出错的 那头儿这么说 墨西洋一想 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自己系统的人做起来 当然更有说服力 更不会被人怀疑 所以那时候他也就没说什么 哪知道那群蠢货 说大话的功夫一流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墨西洋越想越烦躁 在沙发面前夺了几步之后 突然弯腰拾起了遥控器 又狠狠地砸在了大理石的茶几上 遥控器碰上坚硬的大理石台面 砰了一声巨响之后 就分裂成了几部分 沐风心一震 微微低了头 先生 我已经派人去茶了 我感觉 这次不是荣家的人 墨西洋没有说话 目光阴狠地看着他 过了好一会儿 墨西洋才开口 现在去茶已经来不及了 你这样 去找几张叶朵朵的照片过来 要清洗的照片 沐风一愣 先生是想 那个女人只要她死 她并没有让我把尸体交给她 墨西洋语气阴沉 肖薄阴冷的唇中 吐出的每一个字 都带着几分狠利 也对 沐风附和 而且 他那么跟先生谈条件 本身就不是公平交易 墨西洋看了他一眼 冷冷一笑 他想用一个消息 就让我帮他杀一个人 不知道他是蠢 还是他觉得我蠢 这话 沐风没有接 他只是想了一会儿 才问道 先生 能不能猜到 他想卖给你的 是什么消息 闻言 墨西洋沉默了一下 不知道 不过 他会知道一点内幕消息 也很正常 说完 他的唇边 又勾出了一丝冷笑来 不管他有多重要的消息 以此要挟我杀了叶朵朵 也是天方夜谭 先生本来就没打算 要叶朵朵的命 沐风有些吃惊 墨西洋目光冷冽地撇向他 你以为我会杀了叶朵朵 这个 沐风为难 没有再说下去 墨西洋收回目光 突然低下了眼帘 看向了那泛者冷光的茶几 我从没想过要杀了他 他说这话时 语气里突然少了刚才的阴森 多了几分 让人琢磨不透的情绪 沐风不敢继续追问 墨西洋为什么不想杀了叶朵朵 他只是暗暗揣测 墨西洋此时心里一定在想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叶朵朵最好的朋友 沉默片刻 墨西洋才朝沐风摆了摆手 就这样吧 你先下去 是 先生 沐风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 墨西洋在原地站着 盯着刚刚那个被他摔得四分五裂的手机 看了一会儿 而后 颓然地坐了下去 后半夜 他就在这里哭坐了一夜 哪儿也没去 天蒙蒙亮的时候 沐风回来了 先生 都办好了 这是您要的照片 沐风随后递上了一个幽盘 墨西洋接了过来 看了看 然后 攥在了掌心 行 辛苦了 你先去休息吧 他看着奔波了一夜 眼下已经有些乌轻的沐风说道 沐风心中感动 也有些不好意思 忙回到 先生也休息一下吧 还有什么事情的话 交给我去做就好 不用了 墨西洋淡淡回应 你下去吧 沐风 沐风没再多说 转身离开了主屋 他走后 墨西洋攥着幽盘上了二楼 夜朵朵被劫 人不在他手上 许多事情就变得不可预料 他一刻中都不能耽搁 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女人 几分钟后 他到了书房 插上幽盘看了看之后 他便点开了一个并不常用的秘密邮箱 将幽盘里的照片附了上去 然后发送了邮件 邮件发送之后 他一直盯着电脑屏幕 就这样 一直盯了半个小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接起来 电话那头便传来了 他等待已久的声音 那边并没有跟他说什么寒暄的废话 只按照自己的节奏 说了一段话 那边的一番话说完 墨西洋的眉心就紧紧地皱了起来 这就是你要卖给我的消息 他的不愿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那边 那边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 只是传来了一声轻笑 这还不够吗 而且你也别觉得 做这件事都是为了我 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杀了他 对你来说 也是有益的不是吗 一条人命 换这样一个消息 我觉得我吃亏了 墨西洋没有接对方那句话 嗓音阴沉地说道 而那边回复他的却是 你非要这么觉得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说到这里 其他的我不能多说 而且以墨先生的聪明来说 这么多提示已经完全够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心里很清楚不是吗 够是够了 不过 你如果能把知道的事都告诉我 那会更好 墨西洋说道 那边随即传来一阵愉快的笑声 那笑声似银铃一样好听 你非要这么觉得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说到这里 其他的我不能多说 而且以墨先生的聪明来说 这么多提示已经完全够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心里很清楚不是吗 话到这里 这语气中已经有了几分耍无赖的意思 墨西洋五指紧紧扣着金属质感外壳的手机 神色忧沉地沉默了一会儿 那好吧 这件事就这样到此为止 下一次 希望你再来找我的时候 能给更让我心服的消息 墨先生开玩笑了 杀个人看上去很复杂 可对墨先生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而我这边 虽然只是一条信息 却要担着很大的风险 这样还不够 我真是没办法了 电话那边的人声音轻快如歌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却没有多留恋一秒 而是很快地挂了电话 墨西洋放下手机 目光转向电脑屏幕看着 微醋着霉 陷入了沉思 他刚刚给那边发去的照片 正是夜夺夺死亡的照片 虽然是伪造的 但那照片PS得很真实 就连他这个知晓内幕的人看了 都要忍不住当真 发过去 唬住对方一时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这么想着的 事实也证明 对方真的相信了 只不过 对方告知他的信息 却没能令他满意 那根本不能叫一条信息 那只能叫一条暗示 对方只告诉他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具体怎么发生 又怎么破解 只能靠他自己想 这个人 他 就在利用他 利用 墨西洋看了手机一眼 戚讽地笑了 他用一些PS的照片 骗了那人 那人用一条暗示 敷衍了他 这倒是公平 收敛了心思之后 他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电脑上 他没有去休息 而是紧跟着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此时 M国正是下午两点 西林公司的case 容寒生虽然大体了解 但是一些细节 并不是十分清楚 从医院雪莉那里出来之后 他就让秘书联系了西林那边 对方听说他要亲自跟他们谈判 也显得很重视 当即答应 并参考容寒生的时间 把时间定在了当天下午 秘书把心灵公司的回复 报给容寒生之后 容寒生就一直埋头于一堆文件中 他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啃透了厚厚两大罗的资料 将一切详细于心之后 他才将资料合上 准备动身的时候 他看了看表 这个时间 滨海那边正是天蒙蒙亮的时候 照平时的习惯 那丫头应该正睡得香甜 之前忙着看资料 准备谈判 他这一天也没打电话过去 现在想起来时间又不对 不想吵他睡觉 他只能将打电话的念头 又摁了下去 决定谈判结束后 再给家里打电话 这么决定之后 他便收拾了文件和手机 离开了公司 去了西林公司那边 跟西林公司的谈判 并不是很顺利 对方虽然很重视他的到来 但是立以当先的时候 态度也很强硬 在关键的条款上 并不愿意让步 这样一来就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整个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下午 中途停了两次之后 再继续 一直到晚上八点 谈判才结束 成功拿到合作协议之后 容寒生挽拒了对方的宴请 离开西林公司 还没上车 他便急着拿出了手机 给叶多多 拨了一个电话 影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无线电波那端的提示 让容寒生猝眉 拿下手机看了看 他又换了家里的座机 座机没有人接 听了一会之后 挂上电话 他的面色越发的暗沉 老大 怎么了 跟在身后 拿包的伊森问道 容寒生看向他 眉宇间凝了一抹忧色 家里说朵朵昨晚没回来 说是有事 现在手机也打不通 不知道是不是出事了 出事 应该不会吧 伊森心里很不确定 嘴上还是说着安慰的话 少夫人有的时候上手术台 忙点顾不上接电话 也是有可能的 容寒生没有吭声 宁思片刻又拿起了手机 往诊所那边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无人接听 他更加担心 诊所那边的电话 你有吧 他转向伊森 找个人问一下 诊所那边人员配备起初 都是伊森安排的 他并没有刻意存储 那些人的联系方式 只有叶朵朵办公室里的座机 伊森听了 二话没说 直接拿出了手机 反找出了秘书的电话 一个电话打过去 他的脸色也变了 老大 秘书说 少夫人被警局的人带走了 为什么 容寒生 眉心一跳 脚步也停了 伊森说道 说是前两天在诊所掉水的一个病人 突然出了状况 被送到三院去抢救 现在患者家属 高到公安局去了 少夫人和当班的医生 一起被传去询问 诊所暂时也停业了 朵朵现在还在警局 容寒生惊问 伊森面露难色 这个他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都在家等通知 少夫人还没联系上 应该就还在警局 他得出这个结论 容寒生心里也清楚 面色阴郁的沉默了片刻 他才重新迈步往前走 他走得急 边走边拿着手机打电话 这个电话是打回容家的 打完了 他便对伊森说道 你去听最近的机票 我们马上回去 老爷那边怎么说 伊森听出 他刚刚那个电话是打回家的 随口多问了一句 我爸说 他已经联系了总局的人 那边说还在协调 患者那边闹得凶 他们不好做得太明显 要多等几天 说着话 他们已经到了车库 上车后 伊森一边发动汽车 一边说道 这也正常吧 不管怎么说 那帮人还是要给容家一点面子的 他们应该不会为难少夫人 老大 您也别担心 有老爷在 少夫人不会有事的 这话当然在理 但是容寒生这心 却还是放不下 他坐在副驾驶座 眉宇间染着一抹墨色 还是回去 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伊森侧目看着他 心里没有他这种 坠坠不安的感觉 只觉得他是关心则乱 但是这话 伊森没敢说 只说道 那我马上订机票 不过 雪丽小姐那边 老大您要不要再过去一下 现在就去 感谢您收听都市严谨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严谨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一期 一个小时后 容寒生进了雪丽的病房 雪丽已经好多了 能坐起来了 容寒生进来的时候 他正靠在床头打电话 见容寒生进来 他冲容寒生笑了笑 没有立即挂电话 而是坚持将电话打完了 才放下了手机 寒生 你辛苦了 谈判这么晚才结束 他消息灵通 那边谈判结束 他在这里就接到了通知 没什么 雪丽那边也还算配合 接下来的事情 你跟进吧 容寒生说着 低眉瞟了一眼 他放在被子上的手机 怎么样 好点了没有 我已经没事了 就是头还有点昏 一生都是小题大做 我今天跟他说我要出院 他还非得要求我 多住三天观察一下 雪丽语调很轻松地说着 容寒生点了点头 没事就好 休息的时候 不要再想公事了 刚才他那个电话说的 就是工作上的事情 他听见了 也就这么提醒一句 雪丽笑笑 没办法 我就是操心的命 一时一刻也停不下来 他这么说 容寒生也没接下去 只沉默了两秒 就话锋一转 说道 我已经让伊森订了机票 马上就走 你这边先把身体养好 工作的事情先放一放 我回去尽快安排经理人 过来帮你 你不用太担心公司的事情 你要回去 雪丽脸上轻快的笑容 瞬间收紧 他仿佛这时候才注意到 容寒生脸色不对 又追问道 怎么了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对 朵朵的证所出了问题 他并没有多说 胶着却明显地写在脸上 让他那张原本轻易出尘的脸 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郁之色 雪丽眼底声寒 沉默了几秒 又恢复温柔体贴的语气 说道 尘所的事情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他自己能处理好的 再不行 还有不负他们在 你不要担心 这话说的 跟伊森说的 是一个意思 都是在安慰他 只不过 话听多了 容寒生觉得有点心烦 担不担心都要回去的 这边的事情也没什么了 他说着 话音刚录 就被雪丽揭了起来 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 也没办法去公司处理公务 分公司那帮股东们 对上次的事情还很不满意 你这刚来就走 多少显得没有诚意 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待几天 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 免得他们会闹出事来 闹事 钟寒生脸上明显不悦 语气也比刚才冷硬了许多 地情的事情从来没有断过 他们要是这点承受能力都没有 可以估好了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出点事情就去安抚他们的情绪 他这话里 并没有冲雪丽发火的意思 但是那冷力的气息 却分明是冲着他而来的 雪丽搭在被子上的手 紧了紧 暗暗地抓住了背面 病房内气氛陷入了短暂的凝滞中 约摸一分钟后 容寒生才缓和了面色 好了 你别多心 我不是宠宁 就这样吧 我现在要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你好好休息 言一下之意 他这就要走了 在上飞机之前都不会再来看他了 他甚至没有一句贴心的话 只那么冷冷淡淡地叮嘱了一句 好好休息 韩生 难言的情绪涌上心头 雪丽忍不住开口 却没想到 没等他说什么 容寒生就掐断了他的话 雪丽 我真的很担心朵朵 请你理解 一句话 将雪丽所有的情绪都堵在了心口 让他无话可说 而容寒生 也没有等他回复的意思 说完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后 他便转身 头也不回地走了 容寒生急着离去 却没想到 出了病房没多久 就在走廊上碰见了一个人 明哲 看见急匆匆迎面而来的明哲 他有些意外 还有些惊喜 这段时间 他是不止一次的联系过明哲 却都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今天正好 在这里碰上了 容寒生急步走过去 神情殷切 却没想到 明哲回应给他的 竟是一张阴冷的面孔 他甚至仿佛不愿意跟他说话 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就打算越过他 直接去病房 容寒生眉心一簇 在他走过来 又打算擦肩而过的时候 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明哲 为什么 他五指紧扣 明哲不得不停住 回头看他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一句反问 加上他明显怨恨的目光 容寒生心中顿时了然 原来 他们分手真的是因为自己 想必是雪莉跟他坦白了 一或者是他 发现了雪莉的心思 爱了多年的女人 心里藏着他的好哥们 这怨恨 真是山高海深 迎着明哲 遮掩不住 憎恨的脸 容寒生突然觉得自己 无话可说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缓松手说道 对不起 有些事情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不能左右谁的心思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心里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叶多多 除了他之外 我从未爱过别的女人 他的目光 依旧像刚才一样 阴切 盯着明哲 明哲却没有说话 四目胶着了片刻 容寒生才说道 我有事情 必须马上回滨海 雪莉那边你好 好好照顾吧 再见 他没有多余的解释 因为知道解释无用 明哲并不是一个 不讲理的人 他能想得通的话 就不需要他解释 想不通 解释也是无用的 跟哥们闹成这样 容寒生心里有些不快 但是现在 他也没时间琢磨这些 他要尽快地赶回滨海去 他跟明哲说话的时候 雪莉正坐在病床上 他正拿着手机 明神看着 看得太投入 明哲进来的时候 他都没有察觉 直到明哲喊了一声 他才匆忙回神 听到喊声 他立即将手机翻了过来 放在了背面上 你怎么来了 谁告诉你的 我听艾西说的 你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告诉我 明哲一脸担忧 雪莉却依旧面色冷淡 用不着 明哲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不可能 我不喜欢你 求你别这样对我好了 行吗 这让我很不舒服 舒服 明哲被他这句话 刺得瞬间情绪有些激动 转身一指门口 跟在一个心里 完全没有你的男人身后 你就舒服了 他的话 同样戳痛了雪莉的心 想起容寒生 刚刚那冷硬的态度 他便不由地抓紧了 钻紧的拳头 指甲嵌入掌心的肌肤里时 他冷冷地说道 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就是喜欢他 从第一次见他 就喜欢上了 冰海 夜嘟嘟醒来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暖色 藕粉色的床室 属白色田园风的家具 精致又不失大方的水晶吊灯 还有那被微风一吹 就轻轻荡漾的杀至窗帘 一切的一切 都和他前不久才待过的 冷冰冰的关押室不同 这好像是一个女人的闺房 却又不是他自己的内奸 所以 这是哪儿 忍着头部沉重昏眩的感觉 他坐了起来 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之后 他就掀开了被子 下了床 这时候 他才注意到 自己一身衣服都换过了 之前的外套 内衣都被脱去了 换上了一套随手一摸 就知道精良不凡的 真丝睡衣 低头看了一会儿 他才动不往前走 刚着地的时候 人有些发飘 缓了一会儿后 感觉就好了一点 挪到门口 拉开门 外面有人说话 叶朵朵没有继续往前走 他说完 一阵清浅的高跟鞋脚步声 就由远极近而来上了楼梯 叶朵朵没再考虑 挪布从卧室出来 在楼梯口的时候 他跟安贤碰了个对面 安总 叶朵朵看着安贤 心里同时有一万个疑问在翻腾 你醒了 安贤很高兴 快不过来伸手扶住了他的胳膊 感觉怎么样 头还昏吗 医生说 你只是中了迷药 没什么大碍 他自己也是医生 对昏迷之前的事情也记得清楚 当然知道自己只是中了迷药 叶朵朵没接安贤的话 只是转过来焦急地反抓住他的胳膊 安总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些人是什么人 你又怎么会救了我 我 他语气焦急 安贤却拍了拍他的手 别急别急 你刚醒 不要想这么多 等等再说 还有 别在这里站着了 回去躺着 安贤说着 就将他往房间里扶 叶朵朵心里感觉 他对自己没什么恶意 便由着他扶着进了卧室 往床边一坐 叶朵朵又忍不住问道 安总 你快跟我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满肚子一问 安贤却故意皱眉沉了脸 先躺下再说 不然我什么都不告诉你 被他这善意的威胁一逼 叶朵朵无奈 只能重新躺回床上 等他躺好后 安贤又替他叶好了被子 然后才坐下来 看着叶朵朵说道 我听说 你的诊所出事了 人也被关了 就有点着急 然后拖了点关系 想去分局给你办保试 但是到了地方之后 他们就说 你刚被总局的人提走了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我找的人 就是总局那边的人 他们可没跟我说 总局有这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 然后我就让人去追他们 结果追上之后 就发现 那不是去总局的路 而且 我的人后来跟我说 他们追着追着就发现 你坐的那辆车 发现他们之后准备逃 没做心虚的事情 你说 他逃什么 安闲奋奋奋奋地说道 说完 又自顾自地笑了笑 我已是心急了一点 手下人这么跟我报告的时候 我是想都没想 就让他们去截住你的车 虽然没把握 那些人一定会对你不利 但是我想吧 不管有利还是没利 我先把你接到我身边 这总要安全一点 他说这话的时候 并没有看叶奋奋 而是半低着头 脸上微微带笑 仿佛在自嘲 自己办事毛躁 叶奋奋听了这些话 觉得虽然逻辑上讲得通 但又总有一些 让他觉得想不明白的地方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问了出来 安总 恕我直言 诊所被查 我被带走 都是很意外的事情 也没有闹到沸沸扬扬的地步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奋奋给秘书使了个眼色 让他通知荣若朴 这还不知道 荣若朴是不是真知情了 安贤到先一步来救他了 这真是让人想不通 叶奋奋一顺不顺地盯着安贤 眼睛都没眨一下 不想错过他脸上 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 只见安贤脸上的笑 稍稍僵了一下 而后那笑容又恢复了 说道 也是凑巧 我这几天有点不舒服 昨天又正好去那诊所 想让你给我看看 没想到去了之后 诊所大门紧闭 我觉得奇怪 随便在父亲打听了一下 人家就跟我说 那天有警察过去了 然后还看到你跟着他们走了 我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去警局那边问了一下 碰巧 又刚好没什么事 顺便问了一下 如此风轻云淡的回答 让叶朵朵难以信服 安总 这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 他脸色肃然地直言道 并没有刻意地去顾忌什么 你觉得不是巧合 那是什么 安贤反问一句 倒是把叶朵朵问住了 他只是觉得这件事奇怪 却说不出哪里奇怪 他总不能直接质问安贤 为什么那么好心 这么帮他吧 叶朵朵思考着 犹豫着 安贤却似乎并不想 在这个问题上多停留 紧接着又说道 好了 你刚刚醒来 别想这些了 总之 我不会害你的 而且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绑架你的人 到底是些什么人 我听手下人回来说 那两个人应该是真的警察 看来警局里有人想对你不利 警局 叶朵朵有些吃惊 我没有得罪谁 安贤笑笑 目光温柔 你没有得罪谁 不代表没人觊觎你 跟容寒生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 你应该懂得其中的道理 提到容寒生 叶朵朵便不再多话了 这确实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容寒生的软肋 就是他和孩子 拿他们下手 当然比直接去硬碰容寒生 来得容易得多 一想到这里 他也急了 不行 我要回去 家里没有我的消息 该急了 想到做到 他立即掀了被子 那只安贤的手 也不比他慢 还没等他起身 安贤就将他给按住了 现在不能走 这件事分明就是 有人想对你不利 容寒生现在不在冰海 你这么回去会有危险 这个安贤 简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叶朵朵看看他 犹豫了一下 便说道 能不能借你的电话用一下 你想给容寒生打电话 安贤问道 叶朵朵却摇了摇头 不是 韩生也许还不知道 我不想让他担心 我给我公公婆婆打个电话 让他们心里有个数 你公婆 不知为何 安贤竟皱起了眉 你确定他们可信 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 让叶朵朵觉得很奇怪的 不幸人感 对于安贤来说 自己是个外人 可现在 他为了自己 竟然连容若朴和林芳如都怀疑上了 仿佛 把自己交给他们 他很不放心 为什么 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 叶朵朵心中迷雾 越来越浓 只不过 他并没有将心里的疑惑问出来 而是犹豫了片刻回到 他们是我的公婆 当然是可信的 而且 紫西一个人在家 我也不放心 我要请他们先去照顾紫西 叶朵朵语气很平淡 仿佛只是叙述一个事实 但是 那眼中却闪烁着信任的光芒 这光芒 让安贤震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 安贤才点头 那好吧 你想通知他们就通知他们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接你 大概是知道留不住叶朵朵 安贤也没说别的 这么说完之后 他就拿出了手机 当着叶朵朵的面 给容若朴拨了个电话 电话挂上 他才拿着手机 对叶朵朵笑了笑 好了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你公公说 马上派人来接你 谢谢安总 叶朵朵松了一口气 转而便表示了自己的谢意 安贤将手机放下 回道 不用谢 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 我觉得你还是告诉容若生 一生比较好 有他在 你有个依靠 话说到最后 不管是他的语气 还是他的脸色 都透出了几分 温暖光怀之意 叶朵朵想起这两次 都是他出手 自己才脱险 心里感动 便说道 安总 我知道说谢谢太俗气了 不过这两次 真的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 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你看你 还越说越上心了 安贤无所谓的笑道 好了 能平安就好 其他的别说了 要真想感谢 等容若生回来 告诉他 下次再跟我合作 多让点力给我 他打趣 叶朵朵也笑了 好 一定的 安贤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起身说道 你先躺一会儿 我去看看下面的汤 有没有炖好 说完 他就离开了卧室 炖汤当然没那么快 所以安贤下去之后 也没有很快上来 叶朵朵知道 容若普会派人来接他 心里也就不担心什么了 靠了一会儿 觉得累了 他便闭上了眼睛 这样养神养了大概一个小时 安贤才端了汤上来 这汤炖得极好 安贤一进门 这屋子里就飘上了香味 这是人家的好意 不管饿不饿 叶朵朵都要喝 所以他没有说什么 直接接过了安贤帝过来的汤 刚品了几口 楼下庸人就上来了 夫人 容先生和容夫人到了 叶朵朵本事心中一喜 一听到容夫人三个字 又吓得手一抖 差点把汤洒出来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夜而不清 后期制作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32集 林芳如怎么来了 这真是要命了 刚刚自己只顾着感激安贤的救命之恩 竟忘了安贤现在是林芳如的头后大敌 这要让两人碰上了会发生什么 真是没人知道 夜朵朵的焦急都摆在脸上 安贤看着她 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 哦 没 没什么 夜朵朵尴尬地回答 这里是安贤的地方 总不能让她回避吧 事已至此 自己只能见机行事了 这时候汤她是没有心情喝了 于是她随手就将汤碗 放在了床头柜上 然后掀了被子问道 安总 麻烦你把我的衣服拿过来 我公公婆婆来了 我也该跟他们回去了 她醒的时候 就在房中打亮了一番 没看见自己昨天穿的那身衣服 所以才问安贤要 安贤站起来一边往衣柜走 一边说道 你的衣服已经让人去洗了 我帮你另备了一套 看看合适不合适 她打开衣柜 真的取了一套衣服出来 那是一件看上去 很厚长款 墨绿色羊毛大衣 另配了毛衫和裤子 还有鞋子 你怕冷 这个刚好 安贤把大衣拿过来的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 你怎么知道我怕冷 叶朵朵几乎想都没想 就问了一句 安贤一愣 提着衣服 脸色有些尴尬 几秒后 她才笑道 我每次看你穿的 都是很厚的衣服 昨晚脱下来那件也是 这不是怕冷是什么 她这么一回 叶朵朵反被赌的 有点不好意思了 叶朵朵愣神的时候 安贤已将毛衣 先递给了她 朵朵 你好像对我有点不放心 她半低着头 壮丝无意地说道 叶朵朵接过她手里 那件驼色的毛衫 看了她一眼 语气略显僵硬地回道 没有 对不起 安总 我只是随口问问 您别往心里去 没事 安贤很大度地笑了笑 随手将大衣 放在了床上之后 又说道 你换衣服 我出去了 换好后 先把汤喝了 垫垫肚子 免得在路上的时候饿 好的 谢谢安总 叶朵朵的语气 一直很客气 安贤听了 却有些不高兴的表情 但是 她并没有说什么 看了叶朵朵一眼后 她就离开了卧室 安贤走后 叶朵朵没有耽搁 立即换起了衣服 内衣和毛衫 往身上一套 叶朵朵就知道 安贤是真的用了心思 准备的这些衣服尺寸 都刚刚好 丝毫没让她觉得不舒服 这女人 跟自己父亲 有不正常的关系 跟自己的公公 又疑似来往过密 还对自己这么好 真是 把这些串联起来 叶朵朵觉得一头雾水 她一边换着衣服 一边琢磨着 这里面可能存在的 微妙关系 刚把大衣披上 就听见外面有人喊她 朵朵 朵朵 这是林芳如的声音 听起来既急切 又似乎带着气氛 叶朵朵心一紧 紧了紧大衣 穿了鞋 立即迎向了门口 她一开门 几乎给林芳如迎面撞上 朵朵 你怎么在这里 林芳如满脸的怒涩 语气也带着责备之意 完全看不出 有担忧或者心疼的意思 叶朵朵明白林芳如为什么生气 可是跟着林芳如而来的安闲 却不能接受她这样的态度 见林芳如这样 她也立即沉了脸 林姐 电话里我就跟你们说过了 朵朵被坏人劫持了 是我把她带到这里来的 她中了迷药 刚刚醒 你这样对她大呼小叫的 她会受不了的 谁是你林姐 林芳如转脸 冷冷的一声呵斥 少跟我套近乎 你说你救她 谁知道你有没有别的用心 居心迫测 别的用心 大概是暗指安闲 故意讨好自己 好接近荣若朴吧 莫名其妙地卷入了 两个年过半百的女人的 争风吃醋中 叶朵朵也是醉了 她深知林芳如的脾气 所以没有立即开口 而是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了林芳如身后的荣若朴 其实也不用叶朵朵求救 荣若朴的脸 此时已经阴沉如墨了 够了 你还有完没完 不会说话就闭嘴 还嫌不够丢脸 没有哪个男人 喜欢在别的女人面前 被自己老婆压一头 何况是荣若朴这样的男人 又何况面对的 还是安闲这种女人 林芳如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她今天实在是气不过 所以即便荣若朴出口力言 她也没有收敛 反倒跟她吵了起来 丢脸 我丢什么脸 这个女人跟你搂搂抱抱 现在又无视献殷勤 你说她想干什么 是她没脸 还是我没脸 林芳如自尊心强 一向不甘落人后 面对安闲的时候 她心里多少有点自卑 越是自卑 她越是生气 越是控制不住怒火 她以前极少跟荣若朴争吵 更没有像过今天这样 歇斯底里跟发疯一样 来的一路 她就阴阳怪气地闹了一路 现在又如同那市井的扑腹一样 张牙舞爪地叫喊 这让荣若朴厌恶 也让她觉得丢了面子 林芳如 荣若朴呵斥一声 随后进抬手 对着林芳如那张 因为气愤 而憋得通红的脸 甩过去一个巴掌 啪的一声脆响 叶朵朵心都抖了一下 被自己老公 当着情敌的面 甩了一巴掌 别说林芳如这种 性格刚强的女人 就是一般的女人 也受不了 这一下 叶朵朵头大了 慌忙上前扶住了林芳如 对荣若朴说道 爸 您别这样 妈只是一时心急 心急什么 心急就能胡言乱语 也不想想自己什么身份 跟个疯婆子一样大喊大叫 成何体统 荣若朴心里气难平 双手差腰 依旧赤马 对林芳如来说 今天这一巴掌 是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 那巴掌甩下来的时候 她忘了疼 整个人都懵了 她完全没有想到 荣若朴会打她 虽然荣若朴 确实不是什么 温柔型的男人 但是这么多年 她在荣家地位稳固 又有荣寒生 这样一个儿子支撑 就算是荣若朴 她又怎么能 随意地甩她巴掌 而且 还是当着安闲的面 这一巴掌 不是把她的脸打疼了 而是直接把她的脸 打没了 就这还不算 她还在骂她 骂她是个疯婆子 这样的气 她怎么能忍 林芳如僵直地站着 双眼死死地盯着荣若朴 这个时候 她身旁传来了一声 妈 这一声 本林芳如惊醒 几乎是 风驰电掣的一秒间 她突然侧了一下身 仰手对着叶朵朵的脸 甩了一巴掌 都是你惹的祸 叶朵朵也被这一巴掌打懵了 而且 她本来就有些头晕 被这风雷似的一巴掌 扫得往旁边一亮枪 身体 就碰在了门框上 朵朵 安闲惊叫一声 慌忙扶住她 紧张焦急地看着她 怎么样 伤着没有 刚刚那一瞬间 她听见砰的一声 是叶朵朵的头 砸到门框上的声音 她仔细盯着叶朵朵看 果然见她额头上 多了一条血痕 那血痕并不是十分害人 只是很浅显的一点 却让安门很心疼 林芳如 她手扶着叶朵朵 转脸就朝林芳如 吝啬地说道 你太过分了 我有什么过分的 安门越是护着 林芳如就越是来气 她是我儿媳妇 我打她还需要你同意 安门 你搞清楚你的身份 我们荣家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说完 她的目光落在了安门那双 扶着叶朵朵胳膊的手上 你跟我走 我警告你 以后少跟这个女人来往 这里的几个人 容若朴她不敢怎么样 安门她也拿她没办法 林芳如觉得 她唯一能指挥和驾驭的 就是叶朵朵 不是说叶朵朵的性格 多么包子 而是叶朵朵是她的儿媳 身份上 她压了叶朵朵一头 既是儿媳 那就该听婆婆的 林芳如心里 质拗地想着 伸手就扣住了 叶朵朵的手腕 拽着她 她力气极大 叶朵朵被她拽的身体 往前倾 哀闲见状也火了 一手扣着林芳如的手腕 一手抓着叶朵朵的胳膊 就是不让她们走 林芳如 你放开朵朵 这是我家 不允许你这么放肆 气愤地说完 她立即转向荣若朴 荣先生 我让你来 是来接赌赌回去的 不是让你们来欺负她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会放她走的 让你儿子赶紧回来 自己来接 现在请你带你的夫人 立即从我这里离开 安贤一脸利色 话说得极其冷硬 又斩钉截铁 丝毫没有留回旋的余地 而且这么说完还不算 她根本没有等荣若朴 开口的意思 就扬声喊了一句 来人啊 她的喊声传到楼下 很快 楼梯上就传来了 嘈杂的小步声 保镖上来 安贤看都没有看荣若朴 就对她自己的人吩咐道 把荣夫人给我请出去 是 保镖硬生生地回了一句 立即就抓了林芳如的胳膊 用力将她拽开了 你 你敢 被拽开的林芳如 瞪着眼骂道 安贤扶着叶朵朵 冷冷地说道 我没有什么不敢的 朵朵也不欠你的 你没有资格打骂她 说完 她便转向荣若朴 你们走吧 让荣汉生自己来 否则我不放人 安贤这样的强势 让荣若朴很难堪 同时令叶朵朵 也觉得左右为难 安贤先是救了她 而后又这么护着她 她不能不失好歹 可林芳如那边 她也不能不顾 犹豫了一下 她就想正托 安贤那双紧紧扶着她的手 跟她说明并告辞 但是她的话还没出口 就被安贤窥破了心思 安贤严肃地看了她一眼 手抓得更紧了 丝毫没有放她离开的意思 同时 见荣若朴还站着 她更是冷冰冰地甩出了两个字 送客 得了命令 保镖立即对荣若朴 做了个请的手势 荣先生请 荣若朴那脸一阵红 一阵白 僵直地站了一会儿 突然伸手 攥住了林芳如的胳膊 一声没坑 拖着她就大不留心地走了 脚步声远去 走廊重新安静下来的时候 安贤的手才松了松 她的手松开 叶朵朵的胳膊 随后又抬手抚了抚她的脸 林芳如那一巴掌打得重 叶朵朵脸上 印上了清晰的指印 你那个婆婆 简直不可理喻 指尖轻触上 叶朵朵的脸颊时 安闲气愤地说道 对不起安总 叶朵朵没有避开她的触摸 语气略显歉意地说道 我婆婆性子 直了一点 您别往心里去 她只是性子直 安贤放下手 不认同地看着她 她是无理取闹 而且性子残暴 她居然用了残暴这个词 叶朵朵也是愣了一下 好了 别在这站着了 先回房间去 安贤仿佛生怕她摔倒似的 又扶住了她 又扶住了她 往里面走 叶朵朵跟随着她的脚步 看着她严肃 且带着明显怒气的脸 心思一动 问道 安总 有句话我想问问您 您别不高兴 安贤愣了一下 侧目说道 你说 叶朵朵这才说 我只知道 您跟地勤的业务往来 都是跟韩生联系的 不知您和我公公 还有什么业务往来 你怀疑 我跟你公公 有什么暧昧关系 安贤一语挑破 叶朵朵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笑 不是我认为 是我婆婆是这么认为的 聪明人不用拐弯磨脚 所以她直接说了 安贤看了看她 扶她走到了床边 松了手 我跟你公公呢 是很早就认识的 她也算我在滨海的 一个朋友吧 这次回来有时间 我们就在一起聚过几次 大部分都是聊工作 偶尔也闲谈一些 其他的事情 我并没有觉得 跟她有什么 交往过密的行为 只不过有一次 在餐厅吃饭 被你扑扑撞见了 她那个人 说到这里 安贤一脸鄙夷的摇了摇头 小肚鸡肠脾气又坏 就像今天这样 当时就跟我们吵 弄得你公公下不来台 我反正也没说什么 当时就走了 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 后来他们因为这件事 吵了一架 叶朵朵街道 没有坐下来 依旧站着面对安贤 安贤仿佛早已经 料到了这种结果 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 只用略带鄙夷的语气 淡淡地说道 那种女人 能忍受得少 你公公这一辈子 都在她的掌控中 文言 叶朵朵一惊 却没有搭枪 安贤挑眉看了她一眼 荣耀会有今天 你那个婆婆功不可没 说得好听 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谋利益 说得难听 她就是将你公公 玩弄于鼓掌之中 只可惜 你公公并没有意识到 她的语气淡淡 仿佛在说一件 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但是 这些话听在 叶朵朵的耳朵里 却让她心惊肉跳 这个安贤 她知道的内幕太多了 见叶朵朵 面露金色 安贤又笑了笑 你放心 这些话我只是跟你说 不会没事 跑到你公公面前 嚼舌根的 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婆婆这个人 要诚服有诚服 要狠毒也有狠毒 你别指望 用你的笑心去感动她 她那种人 心像石头 暖不热的 今天你也看到了 当着你公公的面 当着我的面 她就能甩你一个巴掌 可见她实在是 没有把你当成 亲近的人来看 这话是真话 叶朵朵无言以对 下意识地抬手 摸了摸 还有些疼的脸 她沉默了半嗓 朵朵 安贤突然叫了她一声 叶朵朵回神挑眸 看着她 你要记住 在荣家那种家庭里 对谁都不要太善良 不管是你婆婆 还是你公公 这两个人绝不是 你能倾心相信的人 对于荣寒生 也是同样 前面一句 叶朵朵是认同的 不管是林芳如 还是荣若朴 这两个人 都不是善良之辈 自然应该留个心眼 但是这最后一句 让她心里有些不高兴 只不过 她并不想跟安贤 讨论爱情和信任的关系 所以也没有将 这种不高兴表达出来 安贤说完后 叶朵朵就沉默了一会儿 而后她才淡淡地 抿唇一笑 谢谢安总提醒 我会小心的 文言 安贤脸上有了欣慰之色 你明白就好 不过你也别怪我多事 也不知怎么的 我就是对你有股亲切感 可能是因为 你跟我那个 不成器的丫头很像吧 安总也有女儿 叶朵朵有些吃惊 问过之后 又觉得自己问得 异常多余 安贤这个年纪 有子女 有孙子辈的都正常 这么一想 她脸上就微微露出了 一丝懒然 不好意思安总 因为你从来没有提过 你的女儿 我以为 没事 安贤笑着打断她的话 我也就一个女儿 比你小 还在国外念书 不过 她可没你这么省心 她淘气得让人头疼 提到女儿 她的语气中 流露出了一抹自然的 宠溺感 这么说完 她又说道 也是缘分 你们两个居然 长得有点像 我给你看看她的照片 一边说着 她一边就在 叶朵朵诧异的目光中 逃出了手机来 我这里也没有 存多少她的照片 有这么几张 你看看 是不是跟你有点像 她翻了一阵 然后将手机 举到叶朵朵面前 叶朵朵将信将疑地 拿过手机看了起来 照片中 这女孩 大概二十出头 穿着一身运动服 背着双肩包 站在M国 一所知名学府的门口 她笑得很灿烂 那笑容 简直能遮去 当天的阳光 从照片上看 这是一个 很美丽的女孩子 五官精致 名谋好齿 既长得美 又充满活力 是个让人喜爱的女孩 大概的看了一眼后 叶朵朵的目光 凝在她的脸上 细看起来 这女孩 也不是很像她 只是 脸型轮廓差不多 每眼上 这女孩的嘴 略大一点 眼睛也略大 略圆一点 世上相貌相似的人很多 有时候 大街上走着 都能碰到 两个很像的人 这不足为奇 叶朵朵也没往心里去 只看着照片上 那女孩笑了笑 安总的女儿真漂亮 一看就是个很有活力 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 哪里有安总说得那么淘气 她顺着安贤的话 夸她的女儿 安贤果然喜上眉梢 伸手接过她 递过来的手机 安贤才说道 那是你夸她的 这孩子 像屁野马 根本不听话 我让她去念商学 以后好帮我打理公司 她非对什么建筑学感兴趣 你说一个女孩子 学什么建筑 臣事 她不停地摇头 语气中 却没有多少责备之意 叶朵朵接道 有兴趣就挺好 我也是因为有兴趣 才学的医学 你女儿这么喜欢建筑 说不定以后 还会成为一个建筑大师 到时候 公司反倒能拓展业务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不论什么环境下 对着一个母亲 夸她的孩子 总是没错的 所以 安贤那眉间的笑 是越来越明显了 真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 我就怕她到时候 竟给我惹事 不会的 叶朵朵随口答了一句 站了几秒 话锋突然一转 安总 谢谢您的挽留 不过我真的要回去了 仔细在家我不放心 韩生在M国还有事情 他一时半活也回不来 我要先回去照顾孩子 他怕惹安贤不高兴 便没提林芳如和荣若朴的事情 只说自己要回去照顾孩子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和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鲜血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三集 安贤本来高高兴兴地跟他讨论女儿 听他这么一说 脸色又微微变了变 不过 好在 他没有阻拦叶多多 只是叹了一声 说道 我就知道 我也留不住你 这样吧 我送你回去 顺便也看看那个小家伙 还有 听我一句话 别再瞒着了 给容寒生打个电话 就算不为被绑架的事情 你也要提防着你婆婆那个人 我担心你回去 她还是会找你麻烦 安贤众肯的语气 让叶多多有些感动 虽然这个女人跟自己父亲 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可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帮自己的 总之 这两次来看 她确实帮了自己 而且 对自己也是很好的 平水相逢的人 能做到这样 她是应该感激的 想了一下 她对安贤点了点头 好 谢谢安总提醒 我回去就给她打电话 嗯 这就好 安贤欣慰地说道 随即四下看了一眼 既然你急着回去 那我们就走吧 你一天一夜没回家 孩子确实该着急了 提到孩子 叶多多心里有些沉重 当下她便没多说一句 随意地收拾了一下 就离开了 安贤家 回到家 安贤没有立即就走 而是像个主人一样 里里外外地看了一遍 然后又把下人和保镖 都集中了起来 依依做了交代 这么做完了 她好像还是不放心 又叮嘱着叶多多 给容寒生打电话 叶多多虽然对她这种 过度热情感觉有点不适应 但是看在安贤这样 为她忙前忙后的份上 她也没多说什么 听了安贤的话 她给容寒生打了电话 只不过这电话没打通 容寒生和伊森的电话 都是关机状态 想起回来时 庸人说容寒生打过电话回来 叶多多心里就有了数 她告诉安贤 容寒生可能已经在 回来的飞机上了 安贤听了这话 脸上便露出了满意 和安心的神色 就这样停了一会儿之后 安贤才离开容家 安贤走后 这一天叶多多哪都没有去 就待在家里 事情还没弄清楚 她不急着恢复诊所营业 而奇怪的是 她在家里待了一整天 警局的人也没找来 就是听庸人回报说 门口有来过两个 行迹可疑的人 却也没有进来 只在门口转悠了一阵就走了 叶多多一心 这些人跟先前绑架 她的人是一伙的 但她知道 这里安保措施很好 保镖也够 所以倒也不担心 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她没让叶子曦回来 而是告诉了容若浦 由大宅那边的人 去学校接了孩子 回那边 安顿好孩子的事情之后 她也不想再动 便靠在了床上 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细细地想了一遍 就这样在床上歪了一下午 晚上给大宅那边的儿子 打过电话后 熟寒声进门了 她从进门就听庸人说 叶多多回来了 所以她几乎是小跑着上楼的 卧室的门虚掩折 推开一看 容寒声就震住了 她心心念念的那丫头 居然靠在床头睡着了 身体向右边斜着 脑袋搭拉下来 抱着一只抱抱熊 那姿势 她看着都觉得累 紧悬了一天的心 忽然落下 这个时候 容寒声有了一种 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她在门口停住了脚步 薄唇不由地上扬 微微一笑之后 才迈开轻缓的步子 一点点地向床上的人靠近 走到床边 她轻巧地坐了下来 没有叫醒叶多多 只是目光专注地 盯着她的睡眼看着 随手撩开 她搭拉在左边脸颊上的头发之后 见她还没醒 她才揪住了那抱抱熊的脑袋 轻轻地将这毛绒玩具 从女人的怀中抽了出来 将抱抱熊放到一边之后 她才起身掀开了被子 手伸到叶多多的背后 将她轻轻地抱了起来 然后在床上放好 身体重新落回温软的床榻上时 叶多多也终于醒了 还没张开眼 她就感觉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 于是 她双臂一扬 紧紧地搂住了容寒声的脖子 你回来了 双眸张开 满满都是惊喜和安心 容寒声弯着腰 任由她勾着脖子 困了怎么不好好睡啊 敢坐在这儿 不累吗 等你啊 我给你打电话 两个人都是关机 肯定在飞机上了 她那副我很聪明 快夸我的模样 把容寒声逗笑了 她索性直起了身体 然后坐在床边 顺势将叶多多给抱进了怀里 听说你的诊所出事了 自己也被带进了警局 我不放心 提前接触了行程 她搂着她 薄唇贴在她冰发间 轻声思语 叶多多猜想她刚回家 应该还不知道 她之前发生过的那惊魂一幕 也不想告诉她 只说道 没事 案子还在 不过我已经出来了 你没事就好 我很担心 她的语气里 还凝着几封后怕 叶多多心中暖暖 抬手拍了拍她的背 安抚道 好了 你刚到家 咱不说这个 吃饭了没有 她不想让那些沉重的事情 破坏此时美好的气氛 便将话锋一转 问了一句 容寒生松开她一些 飞机上吃了一点 现在不想吃了 我去洗个澡 等我一会儿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其实 她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 要跟叶多多说 只是这几天没见 又悬了这一日的心 她现在很想跟她说说话 听她的声音而已 嗯 叶多多应了一声 没再缠着她 而是掀了被子起来 替她找了睡衣 不到二十分钟 容寒生就从浴室出来了 洗去了一身的疲惫 她比刚才更显得神清气爽 叶多多往旁边挪了挪 给她疼了个地方 两人就这样靠在床头说话 叶多多知道 这整件事都有问题 也不想再隐瞒什么 正打算开口跟容寒生直说 她差点被绑架的事情 却没想到 她刚刚把诊所的事情 大略的说了一遍 容寒生的电话就响了 刚听到电话铃的时候 叶多多本能反应就是雪莉 因为容寒生刚到 身在M国的雪莉不放心 她这一路 所以来了个电话 这是她想的 因为这种想法 她的目光就紧紧地落在了容寒生的手上 哪知道 电话接通之后 她才听出来 这电话居然是安贤打来的 这下好了 完全不用她自己说了 安贤用一个电话 就把她该说的话 河畔拖出了 这个电话 两人足足打了15分钟 容寒生并没有多说话 大部分时间 她都在听安贤说话 叶多多并没有听见安贤在电话里说什么 但是看着容寒生的表情 她也知道安贤都说了些什么 果然 电话一放下 容寒生就捧住了她的脸 细细地查看了一遍 卧室的灯不是那么灼亮 带着点温柔的暖黄色 刚刚进来的时候 她也没好好看她的脸 所以并没有发现她脸上有什么不对 现在仔细地凑近一看 那两道还没有完全消下去的指印 就清晰地呈现在她的眼下 这个瞬间 叶多多在容寒生的眼中 看到了激烈燃烧的火苗 她眉风微醋 神色冷冽 盯着她的右脸 足足看了三分钟 没吭声 三分钟后 她突然松开了她的脸 转身又拿起了电话 见状 叶多多慌忙伸手 抓住了她的胳膊 别打回家 这时候她们该睡了 她打了你 容寒生字字成冰 脸阴郁的吓人 叶多多执拗地拽着她的胳膊 将她伸出去的手臂硬拽了回来 打都打过了 那是你妈 你还能再给她一巴掌 算了 她的话多少有点无奈的成分 她绝不是一个逆来寿顺的女人 只因为打她的那个人是林芳如 她这口气就必须得忍下去 否则的话 受甲板气的就是容寒生 寒生 叶多多又喊了一声 另一只手抬起 摸了摸自己被打的那半边脸 早就不疼了 你也别生气了 你妈今天挨了你爸一个巴掌 她的痛苦比我多 这是真话 林芳如无理取闹打了她 她确实很苦逼 不过更苦逼的是林芳如 林芳如挨了巴掌 还受了气 而自己呢 身边还有容寒生安慰 感觉上倒没有那么痛 见容寒生没有再坚持打电话回家 叶多多的脸色也放柔了一些 继续又说道 你妈上次因为安闲的事情 还没气消呢 今天见我在安闲家里 这才发了火 这么晚了 紫西还在那边 你就不要把事情闹大了 这件事就让她过去吧 我知道 你妈的火气并不是冲我的 我顶多只能算躺枪 运气不好罢了 没多大事 听着她这样 弃而不舍的威严相劝 卓寒生心中动容 不由地反而握住了她的手 对不起 多多 我 话还没说完 叶多多便抬手 用食指压住了她的唇 一家人在一起 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 答应我 这件事算了 我不想再提了 你也别提了 温热的指腹 温暖了微凉的唇 容寒生 沉默半晌 最终伸手 将她的手指 攥在掌心 轻轻叹息 没再多说 两个人就这样 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 还是容寒生 打破沉默 安总刚刚说 她已经查到了 绑架你的人了 嗯 叶嘟嘟 吃惊地看着容寒生 容寒生 眉宇间 凝出了一丝寒气 是墨西洋 她通过许婷 找到了总局那边的人 那个人又是个 建材起义的人 墨西洋给了她 不少好处 她就先投到 墨西洋那边去 接走你的那两个人 都是她的人 不过 她也还没打胆 到不要命的程度 所以 你被安闲 接走之后 她就这样 实话实说地 跟许婷交了差 也就没再继续 追着你不放了 难怪 今天我在家待一天 也没警察上门 叶嘟嘟了然 容寒生 冷哼一声 混账东西 跟我也玩起了 杨凤阴违的把戏 瞧她气愤 至极的样子 叶嘟嘟知道 她不会饶过那帮人 不想多问 她只微微地 皱起了眉头 但是我想不通 墨西洋怎么会 又突然针对我 她不是这段时间 都忙着 跟许家的生意吗 怎么突然想起来 跟你作对 这个问题 让容寒生 也沉默了片刻 最后她说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许她就是单纯地 想给我添点毒 她有这么无聊 叶嘟嘟不相信 容寒生 揽着她的肩膀 打手在她的肩上 摩梭了几下 正想开口 手机第二次响了 这一次 真的是雪莉 跟雪莉的电话 容寒生 没有打多久 前后不到两分钟 就挂了 挂了电话 叶嘟嘟便仰着脸问她 雪莉怎么了 她刚才听容寒生说 雪莉好好养病 所以才这么问 容寒生放了电话 想了想 又拿了起来 索性关了手机 然后才转过脸 看着她温言地说道 她前两天出了车祸 轻微脑震荡 不过没什么大碍 这两天应该就能出院 车祸 叶嘟嘟有些吃惊 那她还没出院 你就回来了 迎着她说不清 什么味道的目光 容寒生微微索眉 怎么 难道我这个老板 还要负责照顾员工 直到出院 这话对雪莉来说 显得薄情 不过叶朵朵却知道 容寒生是故意这么说的 让自己宽心 心中领情 她也笑了笑 你是没有义务 不过她恐怕要觉得 你这个老板没有人情味了 谁还在病床上呢 你就走了 这事情都还没有做完吧 言下之意 她还是有些担心 她因为赶着回来 耽搁了那边的工作 容寒生无所谓的勾了勾唇 没什么做完不做完的 我每年发出去那么多薪水 也不是养闲人的 重要的事情我做了 剩下的也该他们表现了 哦 有道理 不过你为什么不给我也发一份薪水 叶朵朵那小白手已经伸了过来 容寒生低眉一正 旋即咬着她的耳垂 喝出了一口暧昧的热气 我交给你的功粮还少吗 若你说什么 她总能峰回路转 转到某些事上面去 叶朵朵也是醉了 小手一攥 没好气地在她胸口塞了一拳 话题一变 问道 那刚刚雪莉说什么 我好像听见她问我了 嗯 她试问你了 在爱慕过的时候 我跟她说 诊所出了点事 她就顺口问了一句 我跟她说你很好 现在就在我身边 容寒生笑着 薄唇扬起的弧度中 略带几分妖功之意 她说那话的时候 叶朵朵当然是听见了 当时就觉得她是故意的 现在瞧她这一脸笑 更知道她是刻意而为的 被她这笑容中 散出的暖意包裹 叶朵朵依偎在了她那坚实的胸口上 她的脸贴在她心脏的位置 聆听着她的心跳 一只手就随意地搭在了容寒生的身上 指尖调皮的活动画着圈圈 你回来就好了 昨天被她们带走的时候 我还挺怕的 容寒生声音低沉 如成年佳酿 斩之极醉 以后我尽量少出差 或者带着你们一起 好事好 不过 总有点逃避的意思 留着墨西洋那个祸害在 总觉得我们的日子 固不踏实 叶朵朵没看她 语气有些挫败 容寒生抬手 攥住了她那只 在自己胸口上乱爬的人 用掌心温度温暖她 我知道 有些资料还在雪莉那里 等她病好了 我就开始收网 听到这里 叶朵朵抬起了头 盯着她 有把握吗 有 就算她有天大的本事 能逃脱 许婷这次也逃不掉 我已经容忍她很久了 她刻意强调了许家 眉宇间凝聚的厌恶感 浓烈得不能再浓烈了 这样说完 停了一会儿 她又低下了脸 鼻尖几乎碰上 叶朵朵的鼻尖 顶到下个月 该结束的就要结束了 鼻尖微微一阵温热 叶朵朵撇了撇嘴 你要说就一次说完 卖什么关子 为什么等到下个月 容寒生一笑 稍稍测了一下脸 薄唇便贴上了眼前那粉色的唇上 下个月 爱抚过那边正当环境 M.A.支持的 是现在在任的一方 下个月开始 那边的局势会比较紧张 小事都能发酵成大事 大事 能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她这番话不算短 就这么一直贴着叶朵朵的唇说 脱唇微微摩擦 激起了一阵一阵 浅显 却又撩人的电流 叶朵朵脸颊飞红 稍稍刺开一些 称道 你说的那些太深奥我不懂 说话就说话 凑这么近干嘛 我喜欢 某人耍了无赖 上上追击 索性擒住了她的唇瓣 击咬了一下 有没有想我呀 我想你干嘛 才几天 虽然 虽然她真的有一点点想念 但是也不用说出来嘛 矫情 叶朵朵呜呐呐地 呢喃了这么一句 很顺利地惹了某人不快 真不想我 她微微用力咬中了一些 一只手臂 还到叶朵朵的后背 另一只手抬起 轻车熟路地 探进了她的衣精里 柔软处被她略带 恶作剧性质地一捏 叶朵朵疼得差点叫了出来 好痛 拿开 说你想我 容寒生不依她 执拗说着 同时抱着她缓缓下滑 直到将她压在身下 她想不想她其实不重要 更要紧的是 容寒生想她了 想要她了 不再纠缠言语地表达 她深吻深吓的女人 寻着令她贪恋的芳香 一点点地深入 拥着她 一起沉溺在这温暖的夜色里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出寒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四集 夜漫长地足够他们长久地撕磨 第二天 两个人都赖床了 夜多多因为始终没说想念的话 被某人惩罚性地欺负了一晚上 现在醒来第一感觉就是 全身都酸疼不已 瞧着一蕾燕足 还在沉睡的某人 夜多多皱了皱眉 抬起上半身 没好气地伸手 捏住了她的鼻子 很自然地 容寒生立即醒来 还想要 她睡意惺忪地呢喃了一句 夜多多瞪了她一眼 手掌心直接摁在了她的口鼻上 你发狠的力道 惹得容寒生皱眉 大清早的 你想谋杀亲夫啊 话音还没落 她便一个翻身 就将看上去 站着上风的夜小姐 给压制了 这么早吵醒我 是不是提醒我 你还没吃饱 她寻着自己的思路 继续到 被她滚烫得身躯压制 夜多多瞬间 又落了下风 窗外阳光已拟 就像她此时 眼中的波光一样 知道再这么下去 她今天早上 又起不了床了 夜多多决定 不再跟她算 昨晚被欺负的账了 她伸手一推 撑到 九点多了 不早了 你已经回来了 去把仔细接回来吧 她还在你爸妈那儿 我能说我不想 接她回来吗 容寒生突然 很认真地说了一句 夜多多一愣 皱眉瞪她一眼 容寒生你够了 没有她 还有你什么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为了她 才跟我在一起的 某人眼中突然蹦出 略显犀利的光芒 一脸的上纲上线的表情 夜多多撇了撇嘴 不然呢 我一个人笑要自在 不知道多开心 要不是孩子需要负气 我才不 嗯 话还没说完 她的唇 又被某人凶狠地袭击 一言不合就强吻 果然总裁都是霸道的 夜多多内心无力地吐槽着 没办法制止某人的暴行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大好春光 在这淫泥的早晨 偷偷地溜走 最后 两个人都磨叽到了 将近十一点才起来 收拾好了之后 夜多多就又开始 催促容寒生去接孩子 却没想到 容寒生还没出门 夜子曦就自己回来了 同来的还有林芳如 林芳如的手里 还提了一只不算小的皮箱 那祖孙俩进门的时候 夜多多和容寒生 还在餐厅吃饭 在床上撕磨得太久 当然饿了 也许是心情好 夜多多起来 还心血来潮 非要自己亲手做一顿早餐 所以 这一等 又是一个小时 早餐便中餐 十二点多的时候 两人才坐下来吃饭 她熬了鱼片粥 还做了之前 跟师娘陈兰学的面鱼 就是拿豆腐皮 卷用肉馅和蔬菜 炒制好的馅料 然后放锅里煎熟 这是容寒生 没吃过的东西 加上他今天还超常发挥 做得有模有样 所以他也吃得兴致勃勃 林芳如进来的时候 容寒生 正夹着一块面鱼 表扬夜多多 离嫌弃两母 又近了一步 两人笑脸相对 正聊得起劲 突然就被一声冷哼给打断了 韩生 你回来了 林芳如让佣人把皮箱 放在她的身边 脸色很不好看地 盯着餐桌边的两人 同时 同来的叶子细奔了过来 一下子就扑进了容寒生的怀抱里 爸爸 你回来了 容寒生放了筷子 将小家伙抱起 嗯 仔细有没有乖呀 有啊 人见人爱的天字 第一号乖宝宝 就是本宝宝我呀 嘿嘿 小家伙大言不惭 笑出了一嘴小白牙 不过 他对他爹的热情欢迎 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很快地 他就被桌上的食物给吸引了 嗯 面鱼也 好久没吃了 说着 他就伸了小爪子过来去抓 容寒生轻开了他一下 请洗手 然后过来吃 哦 叶子细答应一声 随即从容寒生腿上滑下来 跑进了厨房去洗手 孩子离开 容寒生才眸光稍显冷淡地 瞟了一眼林芳如身边的那个皮箱 妈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搬过来住 怎么 你不欢迎 容寒生还没有说什么 林芳如就眉眼一挑 说话带上了火药味 这么说完 也没等他儿子给他什么回应 他那冷刀子似的目光 就直接丢向了叶朵朵 你去帮我收拾一个房间 把我的东西拿进去放好 林芳如这番话 像一阵冰雹砸过来 还是夹枪带棒的那种 叶朵朵听了 头都不由地疼了起来 很明显 他的婆婆大人昨天的气还没消呢 搬到这里来也不知道是真的跟容若普赌气 还是专门来寻他晦气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人家上门了 作为儿媳 他还能赶他出去不成 不想让容涵生为难 他便想站起来 刚一欠身 搭在餐桌上的手 却被容涵生摁住了 你饭还没吃完呢 容涵生低沉的嗓音 略略带着磁性 犹如磐石轻碰 触碰心扉的同时 也给了他一丝的力量 目光缓缓地看了叶朵朵一眼后 他便扬声叫了庸人吩咐道 去帮我妈收拾个屋子出来 庸人忙答应 急步走过去 刚到林芳如跟前 就受到林芳如一击 恶狠狠地冷眼 下去 要你多什么事 你们少夫人不在家吗 轮得到你来 庸人不明就里愣了一下 回头很无辜地看着容涵生 见林芳如这样不依不饶 容涵生的脸上 也蒙上了一层暗沉和冷力 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昨天是不是还不够 此时叶子熙已经坐了过来 生大眼滴溜溜地看着几个大人 他不想当着孩子的面提那个巴掌 便掠过去了 闻言 林芳如的脸顿时就拉长了一截 那双眼瞬间蹦出了火花 我昨天怎么了 韩生 你这是质问我 质问你的母亲吗 他挺了挺腰背 将母亲两个字抬出来 全身上下都在蜷叙着什么叫盛气凌人 好端端的一顿饭 眼看着就要变成战场 叶朵朵也急了 他将手从容涵生的掌心之下冲了出来 起身对容涵生说道 行了 别说了 反正我也吃饱了 我去收拾吧 容涵生看着他 跟着站起 眸光转向林芳如 我们一起 话音没落 他就拉着叶朵朵的手 紧紧攥在了手心里 这幅并肩作战 共同迎敌的模样 刺激了林芳如 他眼中的怒火瞬间爆炸 愤怒的情绪犹如火山喷发 一秒间在脸上蔓延开来 餐厅里火药味膨胀 在这个瞬间 膨胀到顶点 似乎立即就要炸他个尸骨无存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叶子熙那小眼珠子一转 突然丢了手里的面鱼 站了起来 窜到了林芳如的身边 用那只油乎乎的小手 毫不避讳地 抓在了林芳如 那质地华贵精良的衣袖上 奶奶 爸爸想表现一下孝心 你就让他表现嘛 别管他们 过来陪我吃东西啊 奶奶 我跟你说哦 这是我成奶奶的拿手绝活呢 你肯定没吃过 可好吃了 小家伙嘴里噼里啪里啪啦地说着 小胳膊用了他能用的最大力道 使劲将林芳如往餐桌边拉 一边拉 一边他那嘴还不停歇 奶奶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不要生气 孟爷爷说女人生气 我长周温都不好看了 奶奶 你是大美女 大美女都喜欢笑 来吧 吃一个面鱼 笑一笑好不好 叶子西双手抱着林芳如的胳膊 仰头 小脸盛着满满的笑 看着他 林芳如被他拽得站不稳 不想吃那什么让他觉得完全没有食欲的面鱼 却始终不忍心甩开孙子的手 这么可爱的孙子待了这么久 他像全天下的奶奶一样 疼叶子西疼在心坎上 就这样僵持了几秒钟 他还是被叶子西给拖去了餐桌边 奶奶 您尝尝 我帮你拿呀 叶子西那只油乎乎的小手又伸向了盘子 同时还扭头朝他爹妈挪了挪嘴 让他们快走 一场战争就这样被小家伙给化解了 如寒生赞许地看了儿子一眼 拉着叶朵朵走向那个皮箱 一手将皮箱提了起来 走向了一楼的客房 林芳如也不是第一次住这边 所以她挑了她常住的一个房间 进了房间之后 她关了门 把皮箱一放就转身 将叶朵朵压在了门上 叶朵朵 略显凌厉的嗓音起来 叶朵朵愣了一下 怎么了 她确实很懵 如寒生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有些生气 可是她想不出来她为什么生气 就算要生气也不该对她啊 她眨着眼 蝉蚓式的睫毛随着轻轻浮动 目光如窗外的春光一样晶亮 竹寒生低着头 看着眼前这张写着 懵逼两个字的脸 心里顿时有了一种无奈感 她朝旁边侧了一下脸 重重地呼了一口气 才转回来盯着叶朵朵 叶朵朵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忍让 嗯 叶朵朵歪了歪头 瞪眼看她 你的意思是 你妈妈故意为难我 我应该距离力争 然后争锋相对 最后发展成 恶语相加 大打出手 这算是很多家庭婆媳间 发生争执后的一个套路吧 叶朵朵觉得她没说错 但是显然 荣寒生觉得她回答问题的态度 不够端正 她抬手 掌心贴在她的额头上 将她的脑门摁在了门上 叶朵朵 我现在跟你强调一遍 你嫁给我 就只是嫁给我 什么嫁人是嫁给一个家庭 这样的屁话 想都不要想 你只需要对我臣服 只需要讨好我 只需要让我开心 这就足够了 那些顶着荣家事的人 不管是谁 欺负了你 都给我还回去 至少 人家巴掌甩过来的时候 记得躲开 不要像个傻瓜 我不会领情的 眼前男人的脸 微微泛着青色 炯炯双眸 蒙着淡淡的寒意 就连那十几分钟前 还柔和得不像话的脸部线条 此时也冷硬破人 所以 她是真的不高兴了 嫁了人的女人 没有几个能像她一样 从男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吧 叶朵朵的心 被暖意包裹 动容之间 她抬手 圈住了容寒生的腰 你这么说 你妈知道吗 她该说 你娶了媳妇 忘了娘了 她故意俏皮地笑着 容寒生松了手 低下脸 目光与她平视 我没有忘了她 我是尊重事实 你要是自己跑去热事 我也会打你屁股 淡淡的威胁 没什么威慑力 叶朵朵依旧笑得灿烂 你妈是老佛爷 我哪敢惹她 反正她已经住进来了 以后我一天三炷香地供着她 有嘴滑舍 容寒生轻轻拧眉 瞪了她一眼 叶朵朵故意裂出一嘴小白牙 然后朝旁边那个箱子看了一眼 别说了 快收拾吧 不然老佛爷来了脾气 又得找我晦气 你虽然护着我 可那总是你妈妈 跟她闹僵 你心里也不好受 我们稍稍顺着一些 也没什么 我保证不委屈自己 行吗 所谓的委屈 婆婆欺负了 老公再责骂 才是委屈 现在容寒生这样护着她 她也没觉得多委屈 说到底 女人在乎的都是男人的态度而已 有她的袒护 委屈的感觉 也就没有那么浓了 容寒生松了手 心疼地看着她 算了 你坐一边吧 没什么可收拾的 我来就行了 好啊 叶朵朵毫不推辞 找沙发坐了下来 靠在沙发背上 懒懒地瞧着某人忙碌 你妈这是打算跟你爸冷战了 你要不要回去劝劝你爸 叶朵朵问道 容寒生一边提了箱子 去衣柜那边 一边说道 他们要这么闹 我也没办法 不过 过两天 我还是会回去劝劝 说到这里 她突然停了下来 扶着箱子 扭头看向叶朵朵 你有没有试探过安闲的意思 她跟我爸真的 有些话 她说不出口 便显得面色难堪 问了 叶朵朵说 她说了那天的事情 只是一时凑巧 他们在一起吃个饭 就被你妈看见了 说实话 我看不出她到底是不是说谎 她的话和表情 都没有任何问题 如寒生沉默了一会儿 皱了皱眉 她是个滴水不漏的人 朵朵 她突然喊了一声 叶朵朵顿时紧张了一下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安闲这个人 有点难琢磨 你以后 还是尽量离她远一点 不要因为她帮了你两次 就对人家掏心掏肺的 容寒生不放心地嘱咐 叶朵朵笑了笑 那当然我也知道 说完 话锋一转 不顾这两次多亏了她 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个人情还是要还的 我正发愁闹 你不用管了 来日方长 她也总会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到时候再说 哦 叶朵朵想想也是 便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 其实 她跟容寒生转述安闲的事情时 还略过了一个细节 比如 安闲对她说的那些 语重心长的话 又比如 安闲对她细心地照料 这些 她都没有跟容寒生说 她也不是刻意隐瞒 只是觉得 这些事透着一股子 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 说出来 依照容寒生那凡事爱深想的性子 恐怕又会增加她的烦恼 所以 她就没说了 不到二十分钟 容寒生就把屋子收拾好了 把皮箱塞进衣柜后 她便走过来 将一直赖在沙发上的 叶朵朵拽起来了 老佛爷的请供收拾好了 就这样吧 她顺着叶朵子话调侃 叶朵朵笑了笑 尽等老佛爷垂帘听证 胡说 容寒生不认同地撑了她一眼 我们的家 我们自己做主 她的意见 仅供参考 很好 我很乐意 叶朵朵粉唇 扬起了一个可爱的弧度 从这一天起 林芳如就在这边住下了 她确实实有挑衅的言语和举动 不过幸得有叶子希 那个聪明的小东西在 每一次 她都能巧妙地化解一场 极有可能起来的战火 最后弄得林芳如也没了脾气 没事找事的回数越来越少了 对于林芳如的小性子 叶朵朵其实真的不是很在意 因为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步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五集 林芳如进住之后的第五天 早上 容寒生离开家之后 没一会儿 叶朵朵也跟着离开了家 诊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算是不了了之 那个患者确实还在医院 但是警方和卫生系统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 跟她的诊所无关 这一切本来就是一个针对她的阴谋 她平安无事了 也就没人再盯着她的诊所了 所以很快 诊所也就重新营业了 这天去诊所看了一下之后 五间十分 她去了地角 她是来找容寒生的 到了公司之后 却又没急着去容寒生的办公室 而是先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柳倩的办公室 她到的时候刚刚十一点半 办公室里大部分人都还在埋头工作 柳倩也不例外 她正纠结在一堆数据里 叶朵朵故意放轻步子 走到柳倩桌边的时候 起了恶作剧的心思 故意将包重重地放在了桌上 柳倩吓了一跳 惊呼了一声 舍得办公室其他人都朝这边看 叶朵朵这弄得动静大 不过见是总裁夫人家道 自然也没人敢说什么 柳倩仰头瞪她 压低了声音说道 姑奶奶 你想吓死我 哪有 我明明是过来看你的 怎么舍得吓死你 叶朵朵趴在桌上 呲牙咧嘴地朝她笑 柳倩惊她笑得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 便撇了撇嘴 有什么事 值得你这么高兴 没什么了 今天天气好 阳光明媚 多云转情的 值得高兴吗 叶朵朵 天南海北的瞎扯着 遮起身来 伸手又将柳倩给拽了过来 走吧 我可是掐着点过来的 请你吃饭去 吃饭 柳倩疑惑了一下 立即否决 我不去 跟你一起搞不好 又碰上试试谁 那是意外 想起上次遇见许凌涵 也多多有些尴尬 她那手 还牢牢地抓在柳倩的胳膊上 见她不语 便笑着讨好道 那不然 我把公司的保安带着吧 让他们在门外站岗 深容无尽 真是瞧不惯你这种 小人得志的嘚瑟样 柳倩鄙逼顺了她一句 叶朵朵不管不顾地拽着她走 一边对她摇耳朵道 这叫懂得利用优势 我的优势就是有好男人支持我 简直为所欲为 叶朵朵你节操呢 走到门口的时候 被刺激的柳倩停了一下 瞪眼抗议 今天又不是情人节 你跑我这里秀什么恩爱 这还让不让单身狗活了 嗯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 叶朵朵举手投降 我没有考虑到你是个单身狗 行了吧 哎 不过说真的 我给你介绍男朋友吧 韩生有很多高富帅 而且单身的朋友 什么欲打百货的公子 什么擎天国际的总裁 还有什么 闭嘴 柳倩低吼一声 伸手捂住了叶朵朵 那叠叠不休的嘴 我现在要专心工作 自己练就成豪门 别来拖我后腿 有老板这样的男人 你就自己偷着乐吧 真的不要时不时来 喂我一把狗粮了 看你那幸福样 我就饱了好吗 叶朵朵抓下柳倩的手 双臂紧紧地缠着她的手臂 好我不说了 什么时候你想通了 回心转意了 来找我 我列个名单给你 随便挑 不管你挑谁 就凭我俩这关系 就是你要容韩生 我也拱手相让 柳倩呆了 半天没吭声 叶朵朵没听到动静 以为她动心了 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笑出了声 还说不想找男朋友 动心了不是 那你说 叶朵朵 话还没说完 某人的心高采烈 就被一声断鹤给打断了 这一声还不是柳倩发出来的 叶朵朵像被突然截了屁股的小猫 吓了一跳 慌忙朝声音来源看去 寸 真是寸 她怎么偏偏就走到电梯口了 怎么偏偏那电梯就开了 怎么又偏偏里面出来的人 是容韩生 瞧她那一脸我很不悦的样子 分明是听见了刚才的话 阿弥陀佛 天要亡我 叶朵朵心里哀嚎 自觉理亏 立即松开了柳倩 转而笑脸面对容韩生 你怎么下来了 也来找倩倩 我不找她 我找你 她听秘书说 叶朵朵来了 又想着到了中午 干脆约他们一起吃饭 所以就下来了 哪知道 一下来就听见这样的话 把她送人 她是她睡觉抱着的那只抱抱熊吗 随手就能送给朋友 总裁大人表示她很生气 但是让她更生气的是叶朵朵的回复 你找我 你找我干什么 哦不 你现在别找我 我跟倩倩去吃饭 你自己解决吧 等我吃完了就去找你 她这么说着 就扯着柳倩朝楼梯口跑了 怕她逮着 电梯不能坐 只能朝楼梯跑 柳倩也是一脸懵逼 不知道叶朵朵在搞什么把戏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她扯着跑 跑了几步 她回头看了一眼容寒生 容寒生还站在原地 那表情跟她一样懵逼 有些好笑 没有理会她家老板 跟着老板娘就这么跑了 他们在十几楼 当然不能这样跑下去 所以跑了两层之后 他们就转去坐电梯了 正值下班时间 电梯里满满都是人 大家又都认识叶朵朵 见她上来 忙着退避三射 往后挤 给她腾宽敞的位置 这样的环境 两人也没法说什么 一直到出了电梯 柳倩才忍不住问道 我说老板娘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呀 找你吃饭 找我吃饭 需要把老板气得脸上长毛 柳倩反问一句 神形容让叶朵朵笑喷了 这个好 我回去告诉她 叶朵朵 你个损友 柳倩没好气的 在她胳膊上拧了一把 太过分了吧 我看你 才不是来请我吃饭的 你今天就是来公司捣乱的 气我还不够 还要气老板 你知不知道 老板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啊 下午我们经理 还要去汇报事情呢 铁定要被羊鸡吃鱼了 那让你们经理 自求多福吧 我可管不了老板的事 毕竟本宝宝不是消防员 不太擅长灭火 你就擅长煽风点火 两人你一言 我一语地说着 出了地勤大厦 叶朵朵才勉强露出了点 严肃的表情 倩倩 你别生气了 好久没看到你了 想你吗 我可是很认真的 来请你吃饭的 当然了 顺道跟你商量 一点点小事 叶朵朵那故意 做出来的嗲声嗲气 让柳倩起了 一声的鸡皮疙瘩 你行了 别跟我撒娇 要撒娇回去找老板去 有时说是 没事赶紧吃饭 我饿死了 没问题 餐厅我订好了 换了一家 叶朵朵说着 随手就朝马路 对面一家西餐厅 指了一下 柳倩对吃不讲究 没吭声 跟着她过了马路 进了餐厅 落座点餐之后 她才问道 说吧 你到底有什么事 是告知我啊 还是请我出谋划策的 嗨 倩倩 我知道你最聪明了 叶朵朵又来了一句 肉麻兮兮的吹捧 柳倩皱着眉头 双手还胸 摸了摸手臂 嘟囔 没法好好说话了 叶朵朵 我觉得你今天 一定是受了刺激 怎么这么不正常 我发誓 我没受刺激 我是 叶朵朵举手发誓 话还没说完 又放了下来 往前一亲 趴在了桌上说道 算了 是这样了 她随后就 噼里啪啦 放鞭炮似的 将事情 说给柳倩听 说完 她便闪着 如星辰般耀眼的毛子 盯着柳倩 所以 你觉得我的办法 好不好 柳倩现在 就像是看一个疯子一样 瞬目结舌的 看着叶朵朵 好半天 她才反应过来 不是啊 叶朵朵 你这种事 你跟我说干什么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我不跟你说 跟谁说 叶朵朵一本正经 刘倩抬手 拍上了自己的脑门 那我只能跟你说 我没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我去给你当灯泡 好不好 光芒照样 全世界 你乐意吗 那倒不用 我就是问问 你觉得行不行 你也知道 我可没干过 这样的事情 我怕画虎不成 反类犬 叶朵朵撅着嘴 微微地低了头 那模样 还真有些伤感之意 柳倩皱眉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才无奈地说道 我也是服了你了 这有什么画虎画犬的 这种事由心而发 自然就好 好吧 打个比方 就说你想跟老板接吻 难道之前 还要先摆度一下姿势 嗯 叶朵朵有些囧 倩倩 你好犀利 她现在觉得工作 真是一个好事情 之前 柳倩在家休养的时候 很长时间过去 精神状态 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现在好了 工作没多久 自信找回来了 洒脱也找回来了 似乎真的从那件事的阴影里 跳出来了 叶朵朵心里高兴 又一想到柳倩刚刚的话 仔细一想 还真是有道理 好吧 那看来我今天跑来找你商量 是多次一举了 本来就是 柳倩毫不客气地应道 随后揪着叶朵朵 那有些灰心丧气的模样 画风一转 很贴心地说道 好了 我知道你是怕自己做不好 你就是太在乎容寒生了 其实这根本不需要 他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知道 你做什么在他眼里都好 怕什么呢 也对 我是谁 我怕什么 柳倩本来还想好好开导一下叶朵朵 树立他的信心 一看他这样的画风 顿时又醉了 我真是多余安慰你了 算了 吃饭 刚好服务生上餐 他们也就把注意力 放在了食物上 吃完了饭 叶朵朵就在餐厅门口 跟柳倩说了再见 柳倩见他真要走 一把将他扯了回来 你不去找老板了吗 去找他干嘛 不去 叶朵朵干脆地说道 急而一笑 他爱生气 让他生气好了 谁怕他 傲娇地扔下一句话之后 他便小腰一扭 愉快地走了 叶朵朵就这样 惹了火 又愉快地走了人之后 地勤集团的整个下午 都是戚风残雨的 诚如柳倩所说 总裁大人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这一个下午 不光是投资部的经理 从总裁办 弄了个灰头土脸回来 其他部门的老大们 也是一样 甚至据说 就连一向办事得力的 首席秘书琳达 也被训斥了 理由是 穿的高跟鞋 走路太响 惹人烦 江湖传言 琳达后来出来的时候 是脱了鞋 光着脚出来的 听到这些的时候 旁人大多战战兢兢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柳倩却只暗自好笑 心里着实佩服闺蜜 那气死人 不偿命的超能力 这一天到下午六点的时候 故意赖在办公室 不回家的总裁 收到了一条短信 盯着短信上几个字 容寒生 眉心紧促地看了半天 六点十五分的时候 他离开了公司 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一森将车 停在了地勤酒店门口 这是地勤旗下的酒店 是滨海规格 最高档的酒店 一森本来还以为 容寒生是跟叶朵朵赌气 今晚睡酒店了 所以下车的时候 他还劝了两句 但是被容寒生 一记冷眼 给瞪了回去 容寒生没有理会一森 也懒得跟他解释 下了车之后 就静止上了酒店的顶层 这一层是几间总统套房 容寒生沿着光滑洁净的 能照出人影的 大理石地面 走向走廊最顶头 那个房间 在那扇镶金边 金雕大门前 住了布 门是虚眼的 两扇之间 留了不算小的缝隙 但是站在门口 却听不到里面 有什么动静 容寒生 微微凝神 站了两秒 才推开门 第一眼 他并没有看到 内发了酒店地址 和房间号 让他来的女人 进来之后 关了门 目光在 偌大套房内 搜寻了片刻 他才在卧室阳光房里 看到一抹 宝蓝色的身影 若不是对 那抹身段 极其的熟悉 容寒生 都要认不出来 那是夜赌朵了 那丫头 极少穿礼服 更极少穿 这种颜色 那个颜色 像最纯净的蓝宝石 他轻轻地 倚在阳台栏杆上 远方的万家灯火 映照在他身上 趁得他 输不出的高贵动人 容寒生 站在那里 目光触及 内抹蓝色的瞬间 呼吸 也仿佛凝滞了 回过神来 他才迈开 修长的双腿 缓步朝 内抹蓝色走去 他亲切的脚步声 已经传到 已在窗边 那个女人的耳朵里 但是 他并没有转身 而是依旧面向窗外 目光摇摇 不知道 落在何处 小丫头 你在干什么 走到近前 容寒生脸上 那堆积了 一下午的玉色 已经完全散去了 一开口 他的脖唇 便微微扬起 挑起了一抹性味 叶朵朵 这才缓缓地转身 手臂一抬 手里的酒杯 就晃到了 容寒生的面前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容寒生恍然记起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这段时间 公司的事情 他诊所的事情 都让他挂心 哪还记得 自己生日是哪天 就是父母 大概也因为 他们各自的烦心事 忘了今天的日子 这丫头 他倒是上心 心中一暖 他抬手握住了 叶朵朵的手腕 拉着他的手 往前将酒杯 送到了自己的唇边 谢谢 他轻拧了一口 上前一步 拎一只手 缓住了叶朵朵的腰 将他带到怀中 你这么乖 要我怎么降临你啊 容寒生低头 忧伤的眼眸中 荡漾着 让人迷醉的光芒 叶朵朵笑笑 手用一抬 将那半杯红酒抬起 搁在了他和他的唇边 先吃蛋糕 吃完蛋糕 我还要礼物送你 哦 容寒生来了兴致 叶朵朵顺势扭了一下 从他臂弯中挣脱出来 一手端着酒杯 一手牵着他的手 将他拉到了餐厅 象牙白的实木餐桌上 放着一只六寸生日蛋糕 桃心形状 就像他初识他时 做过的那个 上面蜡烛都点好了 叶朵朵随手关了灯 煮影绰绰 空气中还飘荡着 淡淡的食物香味 蛋糕的两边 放着两份牛排 几排稀释料理 还有一瓶已经开了的红酒 叶朵朵亲手替容寒生拉了椅子 他落座的时候 他在一旁笑道 这些可是我亲手做的 怎么样 有没有感激涕铃 你亲手做的 容寒生没有感激涕铃 只有惊恐万分 叶朵朵得意地挑了挑眉 在他身边 在他身边拽了张椅子坐下来 当然 不过是在酒店师傅的帮助下 他仰起笑脸对着他 眉眼弯弯 宛如浩瀚夜空里 那一轮星月 一间缠绕的香气 和他温暖可爱的笑颜 让容寒生心情大好 容寒生冲他笑了笑 随后拿起了刀叉 动作优雅地切了一小块 尝了尝 嗯 很好 可以出师了 必须的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准备这些东西 叶朵朵说着 看了一眼蛋糕上的蜡烛 又说道 先许愿 以往父母给他过生日 只是吃个饭庆祝一下 或者送他一些贵重的礼物 表示一下 许愿这个步骤 在他的记忆中 比较陌生 不过对上叶朵朵那双 殷切的眸子 他还是学着 电视剧里看到过的样子 双手成拳 抵在了下巴上 静默了几秒 他松了手 然后吹了蜡烛 许愿完成 叶朵朵拿起了 切蛋糕的刀 起身切了一块 放在他的面前 见他忙碌 容寒生问了一句 你怎么不问我 许的什么愿呢 许的愿望不能说出来 说出来就不灵了 叶朵朵一本正经地说道 进而抿唇一笑 反正总之是好的就行了 你倒是说的没错 容寒生笑笑 不再多言 低头 平起了蛋糕 心里惦记着身旁这个丫头 还有什么惊喜送给他 容寒生这顿生日宴 也没吃多少 吃了一块蛋糕 半块牛排之后 他便放下了刀叉 叶朵朵食量一般 见他吃好了 他也就随之起身 离开了椅子 过来 他又像刚才一样 牵起了他的手 将他拉到了刚刚 他以窗而立的那个地方 容寒生正好奇 他要干什么 就见不远处的天空中 突然展开了巨大的烟花 眼前突然绚丽夺目 他愣了一下 一低头 正对上叶朵朵灿烂 又略带得意的笑颜 这里也没什么景色好欣赏的 只能制造一场烟火表演了 不过 那个广场本来不许燃放烟花的 我扯了你的大气过去 才舒服他们的 说真的 你的名字真好用 他们允许我放一个小时 他一边得意洋洋地说着 一边伸手还住了容寒生的腰 小生板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上 脸上带着妖宫的表情看他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六集 窗外五彩缤纷的烟火 点亮了城市的夜空 为这个春夜 涂上了一笔最美的颜色 而叶朵朵温柔可人 简直像他刚刚品过的那块蛋糕 全身上下都透着香甜 让人忍不住一轻方泽 容寒生抬手 捧起了叶朵朵那张鹅蛋小脸 温暖的指腹 在他光滑细腻的皮肤上 摸索了几下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他眼中盛着笑 神情满足 很明显 在他看来 这一场烟火 比他过去二十多年 收过的各种价值不菲的 生日礼物 好太多 但是没想到 怀中的女人 却眨了眨眼 否认了 当然不是 礼物是礼物 烟火是应景的 容寒生挣了一下 旋即勾唇 你今天真是给了我 太多的想不到 是吗 叶朵朵俏皮的说道 那我告诉你 我送你的礼物 已经在你身上了 你猜猜 是什么 已经在我身上了 容寒生惊讶 下意识地低头 检视自己的身体 西装 裤子 皮鞋 甚至手上戴着的腕表 都看了一下 他也没有发现身上 多出什么多余的东西来 到底是什么 太过好奇 他忍不住追问 而那个抛出问题的小女人 此时却故意地 迈起了关子 你猜啊 猜到有奖 猜不到的话 那你就惦记这个问题 惦记一辈子吧 我不会告诉你的 他粉唇一翘 故意让他着急 他的顽劣 容寒生是早有体会 他说了不告诉他 那就肯定不会告诉他 这样的话 容寒生看来 就得采取一点措施了 心电一闪 他的手松开了他的脸 瞬间就挪到了 他的双叶下 小丫头 你说不说 你怎么这样 好痒 好痒 叶朵朵没料到 他会挠他痒痒 惊叫了一声 旋即往后跑 那抹蓝色 刚从怀中撤开 卓寒生就大手一伸 勾住了他的腰 将他捉了回来 想跑 来不及了 他一手勾着他的腰 另一手 继续骚扰着他的痒痒肉 肩货有意无意地 触碰着他的敏感地带 又酥又麻又痒的感觉 瞬间将叶多朵烟幕 他扭着身体 差不多快要笑叉气的时候 他才不得不屈服于某人的淫威 好好好 我说 我说就是了 你放开我 他气喘吁吁地求饶 容寒生这才停止了对他的惩罚 手臂还着他的腰 低头认真的看着他那光滑 惑人的脸 叶朵朵挑眉看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只突然抬手 捏住了他衬衫的第二粒钮扣 眼前那只束手 骤然捏住了他的钮扣 轻轻一拽 原本宽松的衬衫便是一紧 这么一紧 容寒生的神经也跟着一阵紧绷 你要送给我的礼物 是你自己 他觉得自己突然开窍了 眼中微微闪出了得意的筋芒 脸上甚至还带出了点沾沾自喜的意思 仿佛就等着叶朵朵表扬了 善儿 如寒生 你还能再污一点吗 那女人瞪了他一眼 小手依旧揪着他的扣子 我只能提示到这里了 你自己琢磨吧 琢磨不出来 我就不理你了 话说完 他才松了手 似乎还因为他的愚钝 有点不高兴 微微地翘着粉唇 如寒生低头盯着那只扣子 抬手捏住了 仔细地看 一粒普通的扣子 要非说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的话 那就是 这扣子的材质 比市面上那些精良许多 它的衣服都是定制款 连扭扣都是 身上这件扭扣的材质 天然琥珀 扣身金银剔透 光泽盈盈 周边镀了一层白金 扭扣很好看 连他这种眼光挑剔的人 也挑不出什么不好来 可这跟这丫头送的礼物 有什么关系 周寒生捏着扭扣 指尖在那粒扣子上细细撕磨着 百思不得其解 他心急想知道扭扣的秘密 抬眼看向叶多多 那小女人正趴在窗台上 背对着她 仿佛真的打算 他若是猜不出她的心意 他就不再理会她了 没敢再问 他又收回目光 继续研究这个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扭扣 看了几秒 依旧无骨 他甚至烦躁地 想把这粒扣子扯下来 找放大镜来仔细研究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食指的指尖 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异样的触感 他摸到扭扣的背面 指腹的感觉 却不是那么平滑 有一点点毛毛躁躁的感觉 心中一动 他立即捏住扭扣 尽力地将扭扣翻转过来 细看 眸光所及 他终于看到了扭扣的秘密 这扣子的背面居然刻了字 朵 他的名字就这一个字 刻在如此狭智的镜面上 居然也清晰无比 这种生日礼物 他可是平生第一次收到 真是够特别的 一时间 容寒生的整颗心 都被这里扭扣 宣泄出的暖意给包裹了 他松了手 迈步走到叶朵朵身边 大手揽住他的肩膀 将他的身体缓缓扳向他 真没看出来 你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这么坚硬狭小的地方 还能刻上字 他笑道 叶朵朵捏起那粒扣子看了看 我可是费了很大功夫的 不止这一件 你所有的衬衫的第二粒扣子 都刻上了我的名字 有的扭扣材质太硬 我还找了做珠宝首饰的朋友 借了能刻钻石的雕刻刀来 那 你看 手都划伤了 他松开了那粒扣子 扬起右手的食指 那上面有一道 半厘米长的伤痕 并不深 也已经快愈合了 只有浅浅的痕迹还在 卓寒生有些心疼 攥住他的手指 拉到唇边亲吻着 怎么想起来 在扭扣上刻字啊 你又不缺什么 送什么都显得没有诚意 我想了好久 才想出这个办法 而且 我也有我的目的 你还有自己的目的 卓寒生好奇 攥着他的手 抬眸看他 叶朵朵小脸严肃 目光中 闪出了几分 让人揣测不透的 坚决目光来 当然 肯定地说了一句之后 他将那根划伤的手指 从容寒生的掌心里 抽了出来 摁在了那粒扭扣上 这是距离你心脏最近的一只 我要把我的名字 刻在你的心上 无论何时何地 你都不能忘了我 扭扣坚硬的质感 在他指腹的压力下 轻压着他的胸口 微微有些个人 所以 我的生日 你送我的礼物 是把你自己刻在我心里 卓寒生梳理着他的话 反问一句 叶朵朵松了手 大眼睛亮 有问题吗 没有 容寒生答得干脆 手臂一紧 俊脸一低 博唇顷刻间压了下来 撕磨着他的唇瓣说道 一点问题也没有 好极了 多多 我很喜欢 这个逻辑 好像确实有点问题 不过 但是他却爱及了 他这份巧妙的心思 这点霸道的要求 他的心上 除了他 还有谁有资格 在那里停留 良辰没紧 不想再多耽搁一秒 他突然弯腰 将他抱了起来 刚刚没吃饱 我又饿了 他心穴道 抱着怀中女人 大不留心地 走到卧室 那张豪华 以你的大床边 拥着他倒下 他滚烫的唇瓣 便再也没有 离开他的心香 窗外 烟花还在夜空中绽放 他们彼此的眼眸中 却只有对方那张 早已经刻入心扉的脸庞 叶朵朵很乖 甚至很主动 这么美妙的时刻 他的爱意 叶朵朵完全能感知到 韩生 他进入的时候 叶朵朵拥着他 轻轻地喊了一声 容韩生稍稍停下律动 微笑地看着他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想 如果我们能一直 这样下去就好了 这样 是这样吗 容韩生故意动了一下 惹得叶朵朵脸上 一阵羞红 你想什么呢 是说 我们就这样 永远在一起 永远相爱 他的话略带孩子气 容韩生不由地倾笑出声 抬手在他的鼻尖 轻轻地刮了一下 傻瓜 我们当然要永远在一起 而且 你那么霸道 我也不敢爱别人 我哪里霸道了 叶朵朵嘟囔一声 容韩生凝视着他的脸 却仿佛有些等不及了 转心一点 他的嗓音似成年佳酿 缓缓而出 带着难言的魔力 很快 叶朵朵便在他的带领下 跌进了一场 灼热以拟的梦境里 缠绵过后 容韩生靠在床头 神情艳足地拥着 还有些气喘吁吁的女人 他们没有什么交流 只是这样静静地 相依在一起 叶朵朵眯着双眸 没一会儿 就困意来袭了 临睡之前 他还没忘了 叮嘱容韩生 打个电话回家 问问林芳如和叶子曦 他来酒店之前 已经跟家里抱贝过了 叶子曦小东西 在电话那边 一边阴阳怪气地 调侃他 重色亲子 一边又心事淡淡地保证 一定会搞定林芳如 让他安心地 陪爸爸过生日 小家伙很懂事 可他把儿子扔家里 到底还是有些内疚 所以 才要让容韩生 打个电话回去 问问情况 容韩生怕他担心地 觉也睡不好 当下立即翻出了手机 准备给叶子曦拨过去 却没想到 电话还没拨通 房门外竟然响起了 一阵异样的吵闹声 那声音很大 隔音效果极好的房间里 也能听见 一男一女 仿佛因为什么 事起了争执 不只是他听见了 已经昏昏欲睡的 叶朵朵也听见了 叶朵朵张开眼 皱了皱眉 没吭声 又集中精神戏听了一下 我怎么听着 这声音有点熟 他疑惑地说道 旋即翻身坐起 起身时 身上的丝背滑落 他又觉得有点冷 容寒生没接话 随手从床边 拿了他的衣服 披在他的肩上 先穿上 我出去看看 那声音 他已经听出来是谁了 起身下床 他从衣柜里 去了家居服穿上 然后走出了卧室 叶朵朵坐在床上 穿好衣服之后 坐了一会儿 也跟着起床了 他紧跟在容寒生身后 打开了房门 走到了走廊上 寻着那吵闹声看去 一个人影 毫无预警地 窜入了他的眼中 雪莉 太过惊讶 叶朵朵这一生 也不比学历 和那酒店工作人员的 争吵生小 这个女人不是出了车祸 不是躺在医院了吗 谁能告诉她 这个女人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 这个地方 在她和容寒生 庆祝生日的酒店里 这个女人 就这么毫无预警地 落到了眼前 这种感觉 叶朵朵心里 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翻江倒海般的 袭来 她没有理会 容寒生 朝她投来的那一眼 就这样 穿着睡袍 脱着拖鞋 静止走到了雪莉 和那酒店工作人员面前 雪莉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M国养病吗 叶朵朵承认 她的问话并不友好 甚至带着一点 质问和排斥的意思 但是雪莉 却好像没有看出 她的针对之意 而只是露出了 惊讶之意 朵朵 你 说着 她又看了一眼 叶朵朵身后的容寒生 寒生 你也在 你们怎么在这里 她一脸惊讶和无辜 一双眉目 看看叶朵朵 又看看容寒生 又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叶朵朵觉得 这应该是雪莉 自己回答才对 刚想开口 就听酒店工作人员 满脸歉意地 对容寒生说 叶朵朵 今天布置的这个房间的时候 就顺便包下了一层 反正是自家酒店 下个通知就行 她就是不想这么美妙的夜晚被人骚扰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倒是没有其他的客人 却从M国漂洋过海 来了个学历 面对这个女人 叶朵朵这一晚上美妙的心情 瞬间就化为泡影了 工作人员看着容寒生铁青着脸 心里只打鼓 见她不吭声 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得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叶朵朵 叶朵朵心知 这事也不怪她 便说道 行了 你先下去忙吧 听了叶朵朵这句 这工作人员像得了特设令一般 应了一声 赶忙走了 她离开 容寒生才朝雪莉开了口 雪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的语气 并不比叶朵朵好多少 如此一个温馨甜蜜的夜晚 突然被雪莉打断 她的怒气 全部凝聚在眉间 也许是她的表情 太过严厉冰冷 雪莉愣了一下 然后她微微皱眉 疑惑地说道 寒生 你怎么了 你这是 在怪我打扰你们了 她的目光飘向了叶朵朵 你们两个在 那目光就在叶朵朵和容寒生身上来回转 仿佛想通过他们的穿着 猜测他们刚刚在做什么事的 这种目光让叶朵朵极为不快 没等容寒生说什么 她便朗声大方地说 我跟寒生今晚在这里休息 已经很晚了 我们已经睡下了 你怎么会过来 你的伤都好了吗 她将问题丢给雪莉 雪莉的目光跟她的目光碰了一下 雪莉很快地转向了容寒生 寒生 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叶朵朵的表情瞬间拧巴了 你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 我不能听吗 这句话 好像没有经过叶朵朵的脑子 直接从心里生出 嘴里蹦了出来 雪莉似乎被惊了一下 用一种类似于看外星人的目光 看着叶朵朵 而容寒生也是侧眸看她 微微地皱了眉 她并不是责备叶朵朵出言无状 而是有些担心她生气了 看了叶朵朵一眼后 她就立即转向雪莉 眉目犀利地说道 你有什么事就在这说吧 朵朵又不是外人 我没有什么事她是不能知道的 说着话 她便很自然地牵起了叶朵朵的手 感觉到她的手有些良意 她又用力地攥了攥 雪莉看着眼前这对壁 这一人目光从她们的脸上 落到了她们交缠在一起的手上 有那么一瞬间 她心疼得无法说话 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她才调整了表情 抬起脸 神色如常地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别误会 我要说的是跟MA有关 我是怕 她看向叶朵朵 容寒生立即接到 MA的事情 朵朵也是知道的 你说吧 哦 那就好 雪莉脸上如释重负 随手将手提包搭在了行李箱上 她方尘仆仆的样子显而易见 但是容寒生 却没有体贴地让她先入住 然后再商谈 她只是站在那里 紧紧拉着叶朵朵的手 等着雪莉开口 过了一会儿 雪莉才说道 我听说墨西洋最近在滨海这边 找朵朵的麻烦 心里就想着 这一次 你应该会下决定了 所以 所以 你为了这件事 从医院跑出来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跑到这里来 雪莉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容寒生截断了 容寒生那脸上 此时双色尽险 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暖意 那模样让人胆寒 我 雪莉咬了咬唇 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到 因为这件事 一直是我在安排调查 所以我想你做决定的时候 一定会征询我的意见 这不是一件小事 我怕出现万一 我没说我现在就会做决定 而且 即便做了决定 需要你过来的时候 电话会告知你 可是现在 你擅自跑来了 雪莉 你应该知道 我用人的原则是什么 用人的原则 他用人的原则 就是服从命令 哪怕你再聪明 再能力出众 擅自做主的人 他都会弃之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不清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七集 雪莉的脸白了白 盯着荣寒生 看了好一会儿 眼中流露出了 委屈又难过的神情 过了一会儿 他才低下目光 手紧紧地攥住 手提包的袋子 说道 对不起 我只是太担心了 而且 停顿了几秒 他又抬起目光 直视着荣寒生的眼睛 四目相交 他眼中那灼热的光芒 毫不遮掩 今天是你的生日 以前我也专程 从M国飞过来 给你过生日 今天我刚好有时间 也就过来了 只是没想到 我的到来 让你不高兴 对不起 我现在就走 说着 他竟然真的拿好了包 然后提起了皮箱 转身 朝电梯间走去了 他这一举动 干脆地 让叶朵朵惊讶 抬眼看了看容寒生 只见容寒生 那张俊脸 毁暗如沐 她是对雪莉 这种以退为进的办法 表示愤怒 还是见她真的 这样委屈地走了 心中不忍 这 叶朵朵并不知道 正想着该怎么 对待雪莉的时候 前方那个刚刚走出去 几步的雪莉 突然出了状况 砰的一声闷响 她手里那皮箱 砸在了冰冷的 大理石地面上 紧接着 她的身体 就如一片落叶 缓缓地落在了地上 她晕倒了 这个瞬间 叶朵朵感觉到 容寒生 攥着她的那只手 狠狠地紧了一下 攥得她有点疼 她没有立即奔过去 目光却死死地 盯在地上 那抹人影上 她的眼中 那毁暗的情绪里 有一丝是担忧 叶朵朵看出了容寒生 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 想了想 将自己的手 从她的掌心里抽了出来 然后快步走向了雪莉 别愣着了 过来把她扶到房间里 她刚出了车祸 别再出问题 雪莉出不出问题 她一点也不关心 她关心的只是 如果这个女人真的出了问题 容寒生会非常内疚 内疚 那不是爱 却是一种跟爱一样 可以让一个男人 长久地牵挂一个女人的情感 有了这样的情感 她们的关系 便会如一团乱麻 永远扯不清 而且 她绝不允许容寒生 心里对雪莉 有这样的情感存在 蹲在雪莉身边的时候 她随手搭了一下雪莉的脉搏 指尖轻轻一压 几秒后 她便又催促地站在一旁的容寒生 快把她抱起来啊 她轰过去了 容寒生皱着眉 听她这么一说 才蹲下来将雪莉抱起 但是 她却没有按夜朵朵的指示 直接抱着雪莉 走回他们自己的房间 而是对夜朵朵说 给下面打个电话 让他们上来另开一个房间 另外 叫医生过来 叫什么医生 我就是啊 夜朵朵随口硬着 转身跑回房间 拿了手机打电话 总裁大人亲自下的命令 工作人员那腿都跑得快一点 不到两分钟 就有人拿着房卡上来了 按照容寒生的指示 工作人员最后开了一间 距离他们现在住的房间 最远的房间 将雪莉放到床上之后 夜朵朵就将容寒生往外推 你回去睡吧 我照顾她 你照顾她 容寒生眉头深锁 盯着夜朵朵 完全不知道 这丫头到底要干什么 夜朵朵没理会她 只一个劲地将她往外推 行了行了你走吧 别在这里碍事了 我忙完了就回去 放心有我在 她没事的 夜朵朵的医术 她当然是信任的 只不过 容寒生始终觉得 夜朵朵这番反应 有点奇怪 但是 她到底还是拗不过她 只能退了出来 将她推出去之后 夜朵朵关上了门 转身回来 走到客厅 夜朵朵竟然开了口 行了别装了 寒生也走了 再装她也看不见了 说了这么一句 卧室里床上那个人 并没有什么动静 夜朵朵目光摇摇地 看了那张大床一眼 冷冷地勾起了唇 你这样是瞒不过我的 如果连一个人 是不是真昏迷都看不出来 我也是白根师傅 学了这么多年的医了 说完 她已经走到了那张大床边 弟妹一看 学历还紧紧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 那样子 仿佛真的昏迷过去了 夜朵朵冷笑出声 一弯腰伸手 就在她的后脖更处 狠狠地拧了一下 舒得 床上的女人张大了双眼 那是身体上一个痛穴 除非她真的昏迷了 否则 她都忍不住 会露出破绽 事实证明 比她想象中的还没有定力 她不是皱皱眉 动动手什么的小反应 她是直接睁开了眼睛 叶朵朵直起身体 微笑地看着她 雪莉姐 你这样在我面前装婚 难道不觉得幼稚吗 雪莉比荣寒生还要年长 叶朵朵故意这么一喊 就是提醒她 她跟荣寒生是学姐和学弟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 其实雪莉比较排斥等 因为年长 她在荣寒生面前一直自卑 她甚至恨不能自己小几岁 就像这个叶朵朵一样 在荣寒生面前 做一只一人小鸟 惹她恋爱 而不是顶着学姐的身份 处处让她敬重 雪莉双眸冷冷地看着叶朵朵 没有再装 翻身坐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叶朵朵仿佛听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不用万里从M国飞过来 连我们住的酒店都摸清了 我倒是要问问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雪莉秘书 这一次她欢了称位 直接将雪莉的脸给叫白了 我不是她的秘书 雪莉冲口而出 绿色地纠正着叶朵朵的称呼 不是秘书 那你是什么 叶朵朵反问 粉唇微微扬起 挂着略形冷漠的笑 你替她管理M国的地情分公司 和她自己的公司 这么多年 她也没赏付你薪水 不是秘书 那就是助理 不然 你还能是什么 雪莉瞪大眼睛 看着叶朵朵 这个女人身材不算高挑 跟她一米七多的身高相比 叶朵朵甚至显得娇小 可就这样娇小的她 此时却站得笔直 微微低着脸 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 那清冷又略带讥讽的眼神 分明就是在告诫自己 我叶朵朵才是她的妻子 才是她的夫人 才是荣家的女主人 你是什么 你只是一个拿钱 替她工作的员工 对 自己确实是一个 替她工作的员工 可是 自己只为钱吗 自己有能力有手段 到哪里混不到 一个高薪的好职位 真的只是为了钱吗 当然不是 就是为了容寒生这个人 自己才会这么多年 留在一个地方 可现在 刹时间 雪莉突然觉得自己 这么多年的付出 好像都成了一个笑话 叶朵朵能站在这里 摆出胜利的姿态 警告她 她只是一个秘书 想必 容寒生心里 也是这么想的吧 对 她其实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是自己 是自己一直都不肯承认 不肯放弃 甚至 明明已经被她明确地拒绝了之后 还找了个那么烂的借口 拖着疲惫的身子 从M国 飞到这里来 为了就只是想在她生日这一天 看她一眼 送去她的祝福 可事实上 她正拥着心爱的女人 在这里缠绵 缠绵 眼前 叶朵朵的脖子上 都带着这样的印记 那枚 浅淡粉红吻痕 仿佛在告知全世界 刚刚容寒生 是怎么疼爱她的 雪莉的目光 凝在那个痕迹上 心中某种情绪 不断地发酵膨胀 膨胀她心里都快装不下去了 疼得难忍 你走吧 她双手揪着背面 把平整光滑的丝质背面 揪成了皱巴巴的一团 极力地压制着心中 那股快要爆炸的情绪 压抑得太艰难 以至于双衣有些发抖 叶朵朵没有动 目光落在雪莉脸上 显得愈加寒凉 我当然会走 今天是寒生的生日 我当然要回去陪她 不过 你也要走 雪莉 我不想看到你 你要是不想等寒生 自己过来让你走人 你最好马上走人 不然到时候 脸上不好看 不 不会的 她不会那么直接 她不会对我这样 雪莉不相信地摇头 那遮掩不住惊慌的目光 却泄露了她心中的紧张 叶朵朵一笑 你知道她会的 即便不会 我也让她会 我信你试试 我们可以来打个赌 我现在从这里出去 十分钟以后 她会来跟你说 她故意停顿了两秒 那双紧盯着雪莉的脸的眼睛 闪出了一丝痕印 她会直接跟你说 雪莉 我让人给你订最早的航班 你走吧 我不信 雪莉已经克制不住 心中狂躁的情绪 低吼出声 叶朵朵瞟了她一眼 没再说什么 就扭头走了 雪莉看得出 她那一眼中带着蔑视 那目光在告诫自己 她并不想跟自己多说什么 也是不屑跟自己说什么 十分钟 十分钟 她就能说服韩生 来赶走自己 自己刚刚演了一场昏迷的戏 凭她一言 容韩生就会完全相信 自己是庄的 不会的 她即便不喜欢自己 也不会这样跟自己撕破脸 她没有十多年的交情 就算是友情 她也会顾着自己的面子 容韩生的脾气 她知道 她虽然看上去是一副 生人难尽的样子 可她的心并不冰冷 尤其是对朋友更是如此 想到这里 雪莉的心 稍稍放宽了一些 她收回目光 呆呆地坐在床上 这个时候 一分一秒对她来说 都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房中静地 能听见她自己的心跳声 她的心 似乎每跳动一下 就会往上挪一点 就那么越悬越高 越悬越紧 啪哒 清浅地开门声传来 雪莉那已经悬到嗓子眼的心 突然停着跳动了 她屏住呼吸 扭头 看向卧室门口 从她现在的位置 她还看不见是谁进来了 但是不用看 她也知道是谁 十分钟 叶朵朵还真是有本事 连五分钟都没到 钟寒生就进门了 可她 真的会那么完全不顾情面吗 她不信 今年一闪 她慌忙躺了下来 闭上了眼睛 熟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她紧张地双手 在被子下面 攥成了拳 一分钟后 那脚步声停止在了自己的床边 雪莉不知道此时 在容寒生一双犀利的眼睛下 她的表情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她只能凭着多年来练就出来的卓越克制力 努力保持着镇定 保持着一个病人 该有的样子 但是 其实她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想好 是不是要继续装晕 或者装成被叶朵朵 那高超的医术 刚刚就醒的样子 跟她说几句话 而就在她的内心 还在天人交战 她还在犹豫这些的时候 耳边就传来容寒生 那低沉又略有些清冷的声音 Eason 去查一下明天去M国的航班 订一张机票 然后你明天来酒店一趟 送雪莉去机场 听到这番话 雪莉那眼在被子下面的身体 瞬间僵硬了 她依旧没有张眼 可那脸上的表情 却已经无法维持刚才那样的自然了 她暗的咬着牙 脸部线条都有一些紧绷 容寒生的这番话 简直是在向她传达叶朵朵的命令 意思完全一模一样 而她现在故意站在床边 给Eason打电话 其实就是故意说给她听的 她已经不在乎什么颜面了 只因为她现在装昏迷 所以她并没有跟她直说 而是当着她的面打电话 如果她现在是醒着的 心头犯过一丝悲凉 她又将情绪压了又压 静默地躺着 她始终没有张开眼 过了一会儿 那脚步声重新响起 渐渐远去 最后消失在门外 这个时候她才张开了眼 一张眼 两行滚烫的泪就滑了下来 走廊最尽头的那一间套房内 叶朵朵靠在床上 看着刚进门的容寒生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她没事了 她没醒 还睡着 容寒生说道 缓步走来 目光落在叶朵朵脸上 走到床边 她也没上床 而是坐在了床边 上半身 微微倾向她 你是不是很生气 我有吗 我明明很愉快 叶朵朵故意扯出灿烂的笑容 那两颗小虎牙 在她眼前闪闪发亮 周寒生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微微一笑 别跟我装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也一样 我也生气 所以 我已经给伊森打过电话了 让她明天来接雪莉 送去机场 怎么样 老婆 对您老人家的命令 我执行的还算彻底吧 什么老人家 我很老吗 叶朵朵不高兴地瞪了她一眼 伸手捧住了自己的脸颊 瞪大眼又说道 别说什么执行我的命令 我可没让你这样 对 你没让我这样 你只是说 我什么都没说 叶朵朵伸手捂住了容寒生的嘴 又强调了一遍 我什么都没说 你领悟到了什么 都是你自己的脑洞 跟我无关 她什么都没说 她的原话是 学历很健康 活蹦乱跳 现在立刻走人都没问题 这样明显的暗示 她还听不出来的话 她也是够笨的了 前面才说的话 一转眼就不认证了 这种无赖劲 也只有她叶朵朵 能干得出来 偏偏 这种无赖的样子 她也喜欢 容寒生心里好笑 一手捏住了叶朵朵的脸颊 另一手捉住了叶朵朵的手腕 将她那只小手 从自己的唇上挪开 好 你什么都没说 我们也什么都别说了 如此夜晚 说别人太浪费了 不如 我们来做一点有趣的事情 叶朵朵愣住了 卓梅盯着她 盛着满满暗示意味的脸 看了半天 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 不是刚那什么的吗 刚刚是上班差 被这么一闹 我也睡不着了 做点运动 促进睡眠 我爱你 叶朵朵抗一声 很快被容寒生火热的唇 给堵了回去 在某人卖力的后半场表演中 叶朵朵最后直接累得 在她怀里睡着了 不过即便如此 第二天早上 叶朵朵还是醒得很早 也许是默契 她张开眼的时候 容寒生 那还带着慵懒睡意的低沉嗓音 也响了起来 醒了就起来吧 我们早点走 嗯 叶朵朵还没彻底醒 脑袋还有些糊涂 容寒生坐起来 抬手随意地理了理 她那揉得乱糟糟的头发 一森很快就会来接雪莉去机场 我不想再面对她 先回家吧 前几天你做的面鱼很好吃 我早上想吃 她冲她微微勾唇 笑容似外面刚刚露头的春日暖阳 叶朵朵拧着她看了几秒 猛的一翻身抱住了她的腰 我累死了 什么也做不了 早上你下车 行 先起来 容寒生很爽快地 印下了早餐的任务 叶朵朵嗚了一声 没再说什么 立即坐了起来 两人收拾好离开酒店的时候 一森这边也敲响了雪莉的房门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和叶儿 布青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八集 雪莉小姐 雪莉小姐 在门口喊了几声 那门才终于打开 雪莉还穿着睡袍 看见一森 他并不惊讶 但是也不配合 一森 你怎么来了 有事吗 他以着门 仰装出疑惑的表情 一森并不清楚 雪莉和容寒生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是得了容寒生的命令 过来接雪莉 所以见雪莉这副表情 他也很讶异 哦 老大让我来接你去机场 机票已经订好了 九点的 现在已经快八点了 为了让雪莉重视 他特地地说明了时间 雪莉回他的 却还是一脸惊讶 机场 我昨天刚来 后来又昏迷了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啊 啊 一森皱眉 可是 老大是这么说的 是吗 大概你听错了吧 会不会寒生 让你去接别人 雪莉好心提示 一森想着 时间不早了 有点着急 脸色纠结了一会儿 便说道 那我给老大打个电话 好啊 雪莉笑笑 切儿打趣道 说不定 他是让你来接我 去哪里吃早饭哦 一森 你这个记性 真是太差了 雪莉一向都是 容寒生 敬重的人 来一次滨海 好好招待 吃个早饭什么的 太正常了 因此雪莉 调侃的时候 一森虽然微微尴尬 却没有说什么 很快 电话接通了 一森将情况 简略地说了一遍 脸色就变了变 一分钟后 他便挂了电话 一脸的不自然 对着雪莉 雪莉小姐 老大说了 她说 她说什么呀 雪莉依旧 维持着端庄的微笑 心却暗暗地揪紧了 一森眉心紧促地 僵了好一会儿 才说道 老大说 您现在要是 没收拾好 就让我去订 下个航班 下个航班 如果再收拾不好 就下下个航班 以此类推 还让我在这里陪着你 看您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帮忙 容寒生的话 其实没有这么长 他只说了前面的话 后面只有一句 你看着他 直到他上了飞机 一森觉得这话太直接 他不好意思说出口 才自由发挥 改了这么一句 而这话的意思 不管他怎么委婉 学龄还是听懂了 突然间 他觉得自己 在自找没趣 容寒生是什么样的人 他做出的决定 绝不会朝令夕改 说送他走 他就一定把他 送出冰海 哪怕他真的昏迷了 他也会让一森 将他抬上飞机 这就是容寒生 是他喜欢了 那么多年的男人 他的柔情 恐怕只对叶朵朵才有 心冷如冰 沉默了一会儿 他才朝一森 扬起了一副 无所谓的笑容 哦 我突然想起来了 韩生好像跟我说过 M国那边那些事 还没解决完 让我快点回去 我倒是没有想到 他居然这么体贴 连机票都订好了 还让你来送我 真是难为他了 算了 我现在去收拾 你帮我跟他 说声谢谢吧 曼妙身子一转 他便走回了房间 一森皱着眉 心里执犯嘀咕 他们家老大 那是体贴吗 真不知道 这个雪莉小姐 是怎么想的 他最终 也没有进去帮忙 就站在门口等 这回 雪莉的速度倒是快 不到二十分钟 他就拖着皮箱出来了 他在酒店磨叽了这么长时间 一路上 伊森也是家足了玛丽在跑 才勉强赶在飞机起飞之前 将他送到了机场 看着雪莉上了飞机之后 伊森才回去顾目 到公司 将雪莉已经走的消息 告知了荣涵生 荣涵生点了点头之后 就拿出了手机 给叶朵朵发了个信息 信息没多长 四个字 雪莉走了 虽然只是四个字 但是叶朵朵收到短信后 却看了很久 他是怕他不放心 才会发这么一条短信来 其实这一点 荣涵生真的是想多了 他对荣涵生是很放心的 只不过 他对雪莉却不放心 那个女人 叶朵朵总觉得 是个比许凌涵 还要难缠的角色 许凌涵那个女人 荣涵生对她并没有 多深厚的感情 以前之所以会跟她在一起 是为了应付结婚这件事 可雪莉不同 雪莉跟她有十多年的交情 而且现在 她还在帮她做事 这就决定了 他们会继续游往来 来日方长 谁知道以后会有什么事 女人的情感 向来比男人持久专一 尤其是像雪莉这样的女人 一般男人她看不上 所以即便她现在 从滨海飞走了 她也不会就此忘了荣涵生 这一点 叶朵朵可以预料 只是预料归预料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她没办法做什么措施 只能按部就班地 过着眼下的日子 雪莉走后 她和荣涵生的日子 平静了几天 但是也就那么几天 临近下旬的时候 荣涵生突然史无前例地 爆发了一次脾气 这天她像往常一样 晚上六点的时候 进了家门 她回来后 没多久 荣涵生也回来了 她本来想跟他商量一下 晚餐的菜色 但是一看他的表情 她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荣涵生是个 不会把工作情绪 带回家的男人 集团的事情千千万万 几乎每天都有 麻烦不顺心的事情 这些年断练下来 她的承受力 早已不是一般人 可以比拟 所以 叶多多从未见过 她这副圣怒的表情 回家 那脸色轻得 像铁一样闪着寒光 眼中更是燃烧着 谁都能看得见的火苗 林芳如和叶子曦都在家 她不想吓到老人和孩子 一看到荣涵生这副样子 她便迎了上去 刚想开口 容汉生先说话了 我有事要处理 晚饭你们先吃 不用等我 说完 她竟没有看叶多多 直接奔向了楼梯口 因为愤怒 她上楼的脚步声 都显得比平时响亮 好像那一声的怒气 已经无处发泄 必须发泄在脚下似的 叶多多没多想 随即跟了上去 进了二楼书房 将门一关 她才问道 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容汉生先进来 背对着她 没有转过来 却在烦躁地扯着领带 叶多多上前 小手抬起来 捏住了她领带上的活节 将领带 从她脖子上解下来后 她听容汉生突然骂了一声 混蛋 叶多多一愣 抬头惊讶地盯着容汉生 不是说你 容汉生语气冷硬地说道 没有往日的温柔和耐心 她整张脸上都写着 不耐烦三个字 说完 她也没再多说 直接大步迈到了桌边 手钻成拳 狠狠地一拳 砸在了质地坚硬的 林木书桌上 肌肤和木质桌面 激出的一声闷响 让叶多多心都颤了一下 从未见过容汉生 发过这么大脾气的她 甚至有些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犹豫了一下 她才捏着那条 刚刚从她身上 解下来的领带走过去 靠近那个挺拔 却冷硬的背影 出了什么事了 她一手轻轻地搭在 容汉生的胳膊上 语气温柔地问道 没什么 容汉生没看她 生硬地回了一句 随后就走向了座椅 坐了下来 落座之后 她的目光 才落在叶多多脸上 多多 我要打个电话 你先出去一下 这句话她的语气 比刚才缓和了许多 脸色也比刚刚 温柔了一些 叶多多虽然 很心急 想知道到底是 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能让容汉生 动怒如此 可她也不是 那么不懂事的人 听容汉生 这么一说 她立即答应了下来 那行 我先出去了 不过 你 稍微小点声 别让妈担心 周汉生没多说 叶多多随后退了出来 关上了门 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她才离开 到卧室 将那领带放好之后 她便准备下楼 去准备晚餐 刚动步 林芳如从叶子西的 房间出来了 是不是 韩生回来了 嗯 是 她刚回来 不过还有些事情 没处理完 在书房打电话 叶多多解释了一下 林芳如并没有多想 只朝着书房 看了一眼 正美有些抱怨地说道 一天到晚的忙 身体要受不了的 你也是 你不能劝着点 当了容家的媳妇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那个诊所 你非要开 韩生惯着你 我也不说什么了 但是你别忘了 你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在容家 你的职责是 照顾老公和孩子 现在好了 韩生一天到晚忙工作 你帮不上任何一点忙 子西也是我在照顾着 你这个当妈的 成天见不照人影 叶多多 你是不是太不把容家 太不把韩生 当回事了 林芳如从那日 住进来起 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不是当着 叶子西和容寒生的面 她就尽可能地 恶言相加 把从容若普和安贤那里 还没消的气 全朝她发泄 每次被这些 不友好袭击的时候 叶多多总是头一低 随意地应了一声 或者一声不吭了事 她知道 林芳如再故意 挑起战火 一旦婆媳开战 她这个不省油的婆婆 一定会折腾出 更多更激烈的花样来 这就是那句话说的 以不变应万变 她一旦回应 林芳如会立即 抓住机会闹一场 而她不回应 林芳如却每每 只能气得咬牙 又拿她没办法 这是叶多多的聪明之处 同时也着实 把林芳如气得不轻 不过 林芳如不是那么 甘心失败的人 越是受气 她越是愈挫愈勇 就像现在 站在容寒生书房的门口 她也机关枪似地 扫了一梭子冷言冷语出来 叶多多心里惦记着 容寒生为什么生气的事 不想跟林芳如多说 就只干脆朝她笑了笑 妈 我知道了 我错了 我下次改 那个厨房里炖着汤 我得去看一下 给你补身子用的 活后不能过了 我下去了 她转身 跑下了楼 林芳如见她又不听训斥 指着她的背影 哎 你 奶奶 叶子曦跑出来 我们的游戏还没玩玩呢 你怎么中途跑了 快进来 不然我们就要输了 这是她最近给林芳如 培养的一个新爱好 教她打网络游戏 免得她整天闲得 就找自家妈咪的麻烦 林芳如被叶子曦拖回去时 叶多多也到了厨房 汤是早就包上的 每天都有 她不用管 随便想了几个菜色 告诉阿姨之后 她便出来给伊森打了个电话 问过伊森之后 她心里也有些吃惊 楼上书房还是房门紧闭 她没有上去找容寒生 挂了电话后便去了厨房 一边帮阿姨打下手 一边琢磨着 从伊森那里听来的事 这样晃到了快七点 饭菜好了 她就上去叫了叶子曦和林芳如 顺便也敲了敲书房的门 叫了容寒生一声 祖孙俩下楼后 容寒生也终于从紧闭的书房中出来了 她的脸依旧紧绷 但是比刚才好了一些 吃饭的时候 林芳如和叶子曦都瞧出了苗头不对 叶子曦一双小眼睛 喵喵爸爸又喵喵妈妈 接收到叶朵朵一记眼神暗示之后 便低头爬饭去了 林芳如不向叶子曦 她有什么问什么 见容寒生不对劲 就随口问了一句 容寒生也没说别的 只说一个项目出了问题 心里有些烦躁 知子莫若母 林芳如当然也瞧出来 容寒生有些话不想跟她说 再瞧瞧叶朵朵的脸色 她又分明什么都知道 这才是儿子结了婚之后 跟媳妇最亲 什么话都对媳妇说 早就把她这个当妈的 给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心里不高兴 她又狠狠地弯了叶朵朵一眼 不过 她也怕惹儿子生气 心里那些话也就压了下来 一顿晚饭 在压抑的气氛中吃完 容寒生放了碗筷后 叶朵朵也跟着放了碗筷 随她上楼去了 容寒生又进了书房 叶朵朵也没怕打扰她 紧跟着她进去了 关警门 她便说道 MA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也别生气了 就算这次时机不对 MA也肯定元气大伤 也够墨西洋头疼的 一森告诉她 F国那边突然有人将 MA近五年的非法生意明细 报给了警方 其中更有涉及军火的部分 直接报给了F国国家安全局 这本来其实是容寒生的计划 她打算下个月月底 大选开始的时候 把这件事挑开 借天时地利一举打压MA 让墨西洋永无翻身之地 但是现在 突然提前了一个月 时机不对 很可能最终的结果 就是天壤之别 说不定 平墨西洋那本事 她还能全身而退 这等于让容寒生 为这件事废的心思 全部泡汤了 她自然是生气的 不过 最让她生气的 还不在于此 而是 擅自将这件事捅出去的 很可能就是雪丽本人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一森没有多说 只说现在 还没有确定的结论 只是很可能是雪丽 这才是容寒生生气的重点 听叶朵朵这么说 容寒生才转过身来 她要耍脾气我不拦着 但是她不应该拿 这样重要的事情来开玩笑 为了查清楚 MA这些年所做的那些事 不光是她付出了努力 还有很多人也一样付出很多 她这样一起用事 不把我放在眼里也就罢了 坏了全盘的计划 践踏了别人的劳动 就只是为了 她没有再说下去 双拳捏起 又转过去 快步走向书桌 叶朵朵急忙跟上去 不是说现在 还不确定是不是她吗 等查清楚再说 你别生气了 已经这样了 再生气又能怎么样 如果真是雪丽 那她这番做法 既是示威 也是挑衅 更有背叛的嫌疑 她明知道容寒生 在意这件事情 偏偏挑在这个节骨眼上 违反她的命令 擅自将事情捅开 到时候 MA现在支持的一方 很多人还在重要岗位上 还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她墨西洋 混个全身而退 根本不是难事 纵虎归山 后患无穷 没人知道以后 还得费多大的功夫 才能彻底打压墨西洋 雪丽是容寒生 最信任的帮手 被这样的人 来了这么一手 她心里岂能好受 叶朵朵劝完 见容寒生坐了下来 她又走到她的身边 小手附在了她那只 依旧紧钻的手背上 伤心的暖意传递过去 容寒生 那紧绷如铁的脸 才稍稍缓和 她刚想说什么 手机就响了 叶朵朵低头顺势看了一下 是雪丽打来的 见容寒生没动 她便伸手拿了起来 却没想到 这时候 容寒生一把 抢过了手机 直接挂断 然后将手机 拍在了桌上 不是她 没有谁能有这个本事 所有的资料 除了我这里的疑愤之外 就只有她那里有 她做事一项小事 都不会出错的 更何况是这样的事情 我已经三令五声地跟她说过 这次对MA的动作 要一击而咒 不能出什么岔子 否则会牵涉到两国 会非常麻烦 但是 她越说越生气 听了一下 又瞟了前方反扣着的手机一眼 神色冰冷决决地说道 我现在不想听她任何解释 更不想听她说这件事 跟她无关 叶朵朵沉默着 顺着她的目光 也看了一眼她的手机 继而才柔声地说道 就算真的是她 那也是一时一级用事 可能也怪我 你生日那天 让她生气了 这一回去 才会这样不计后果 说白了 她是被气着了 而且应该是被我气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容寒生仰脸 不悦地纠正她 我没那么多精力 去迁就每一个人的感受 我不喜欢她 说得那么清楚了 她装不明白 我也没办法 说完这些 她稍稍停了一下 脸色缓和了之后 才翻手握住了叶朵朵的手 突然用力地 将她扯到了自己腿上坐下来 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她 感谢您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欢迎收听 都市言行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七 作者 初涵 演播 八音六合 叶儿 布京 后期制作 千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九集 朵朵 我知道 你是为了安慰我 故意这么说的 但是 我真的很失望 她低着脸 额头紧紧地贴在 叶朵朵的肩上 沉闷痛苦的语气 让人心疼 叶朵朵沉默了几秒 转身回报住了容寒生 她没有立即说话 只是这样沉默着 任由她自己 慢慢调整情绪 过了好一会儿 容寒生的脸 才抬了起来 叶朵朵低头看她 这才问道 现在 还有没有什么 补救的措施可以做 补救 容寒生重复了一句 双眉之间 微微隆起沟壑 这个我需要想一想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再做什么 也不一定会有效果 死马当成活马医马 叶朵朵故意做出轻松的表情 双手收回 掌心贴在了她的双颊上 你别生气了 你知不知道 你生气的样子可难看了 学历的事情 等MA的事情过去之后 再好好跟她谈吧 谈 有什么好谈的 容寒生脸色一冷 叶朵朵愣了一下 那你的意思是 我身边不需要一个随时会跟我耍脾气的助力 更不需要一个心里还对我有想法的助力 你打算让她走人 叶朵朵盯着容寒生 只见她眼中闪过一丝冷清击窍的光芒 难道我还要留着她继续给我添麻烦吗 说 叶朵朵本来觉得容寒生这样做稍显绝情 但是一转念又觉得自己是犯了圣母病 所以犹豫了一下又笑了笑 话锋一转 随你 你自己决定 不过还是一条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她嘴里念叨着 双手又将容寒生的脸捧了起来 揉了揉 她的掌心很暖 容寒生那冷硬的面部线条 也被融化得柔软了一些 笑笑之后 她才抬手将叶朵朵的手捉了下来 好了 我不生气 行了 你也不用在这里陪我了 早点回房间里休息 我要想一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嗯 好 叶朵朵从她腿上滑了下来 站稳后 目光不知不觉地又瞄到了她的手机上 容寒生顺着她的目光看了一眼手机 随手拿起手机 看向她 我不会给她打电话 也不会接她电话 今晚 不想跟她说任何的话 那是你的事 跟我说这么清楚干什么 叶朵朵嘟囔一句 心里却暖暖的 她当务容寒生想事情 她没再停留 转身离开了书房 房门轻轻关上 容寒生又坐了一会儿 然后起身 走到了落地窗前 面对着外面浓稠的夜色 占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之后 她才转身 回到书桌边 拿起电话 数分钟后 伊森上楼 去把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那些资料 交给何秘书 你不用多说什么 该谈的 我之前已经跟他谈了 我会把相关的证据 交给上级纪委 您现在要收拾许家 伊森问了一句 容寒生看了他一眼 许家跟MA是一根身上的骂斩 谁也跑不了 他的话透着很劲 伊森沉默了一会儿 却突然用了一种 略带惋惜的口吻说道 本来这件事 是可以处理得很完美的 学历小姐也真是 本来容寒生的计划 是下月F国那边大选开始之后 去称是揭发MA的那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将线索引向许家 那时候会有证据证明 这一切都是许家人 在背后搞的鬼 毕竟分赃不均 怀恨在心这样的理由 太合适不过了 而同时在国内 上一级纪委也会随之收到 关于许家的检举材料 同样 许家如果动用关系去调查 也会最后挖出 是MA陷害他们 那样 既能愉快地做商观虎斗 不将地勤集团牵涉其中 又能将这两家一网打尽 这是个完美 却有艰难的计划 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容寒生之前做了很多的努力 每一个细节 都是他亲自推敲的 只是没想到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的时候 他最信任的助手学历 却在这个时候横插了一刀 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让他们之前的努力 全成了笑话 更是给墨夕阳留了很可能 逃身 以至于翻身的余地 这些让伊森想起来 心里都有些怨恨 但是 他这么说了一句后 看着容寒生 那阴郁弥漫的脸 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便将头一滴说道 那行 我现在就去办 回来 容寒生轻冷 喝止了伊森 这件事 可以等明天早上 现在 去查清楚墨西洋的行踪 然后 容寒生传达了一道指令 伊森 微微一惊 这样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容寒生 幽碎的阴谋中 掠过一丝狠光 这个时候 M.A.自顾不暇 谁还来管合不合适 事业 滨海某别墅区内 沐峰也将墨西洋的东西 提上了车后备箱内 砰的一声 关上后备箱 他才转脸 看向站在一旁的墨西洋 先生 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走 好 墨西洋 淡淡地应了一声 站在车边 回头看了一眼 住了很久的地方 目光 似着天色一样幽沉 沐峰知道他的心思 但是不得不劝道 先生 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又站了一会儿 墨西洋 才将目光转过来 沐峰 已经拉开了车门 等墨西洋 上了车之后 他才关了门 快速地绕到了 驾驶座上 他们的目的地 是机场 车轮转起后 沐峰 回头看了一眼 墨西洋 犹豫了一下 便说道 先生 其实也不必难受 我们已经将 大部分的财产 都提前转移了 只要您安然无事 爱抹 东山再起 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墨西洋看了他那方向一眼 沉默一会儿 才与身沉闷地说道 我并没觉得有什么 爱抹 现在就是一个空壳 没人会在乎 他们怎么查 是啊 这都多亏了先生 您未雨绸缪安排得好 荣寒生那边 那个雪莉 实在太狡猾了 他跟您做交易 让你杀个人 自己却只给你 一个模棱两可的消息 只说荣寒生 打算大选开始后 对您下手 这种话听了 要不是您机名果断 提前做周权了布局 这次恐怕 MA就真的完了 墨西洋冷哼一声 那个女人 心狠不属于徐灵汉 又比她聪明 这还真是一场好戏 沐风愣了一下 又回头看了墨西洋一眼 先生的意思是 不打算收拾那个雪莉 这次 他可是背叛了荣寒生 也出卖了我们 艾福国那边 已经传来了 确切的消息 这件事就是雪莉做的 是他背着荣寒生 私自行动 他这么对付我们 难道先生要饶了他 用不着我 墨西洋回应淡淡 起而竟是一笑 我对付他干什么 留他这样一个女人 在荣寒生身边 多有趣 最大的伤害 就是被自己 最信任的人捅刀 这一点 想必荣寒生 已经有了初次的体验 不过 这并不算什么 他知道 这个叫雪莉的女人 不会停手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做的事情 还很多 这么算 这个女人 跟自己的目标 倒是体一致的 所以自己 何不做个愉快的旁观者 墨西洋这句话说完 心思却没有在 沐风身上 多做停留 他的目光 从驾驶座 挪向了前方 隔着车窗 看向那浓稠的 化不开的夜色 陷入了沉思中 沐风没有察觉 他的心思 已经犹疑去了别处 依旧顺着 他刚才的话说道 这倒是 有这么个 蛇险美人在 荣寒生的日子 想必也不安稳 倒是省得 先生您出手了 只不过 算起来 这一次先生和荣寒生 其实都被 这个女人给耍了 想想 还是有些憋屈 听了这话 墨西洋将心思 又转了回来 他不能算耍我 我没杀叶多多 他给那种 模糊的消息 也不算多过分 而且 他这么提前行动 对我们来说 是有利的 荣寒生现在 应该比我 更不淡定 他薄唇勾起 冷冷笑道 沐风在前面 听了这话 语气也轻快了许多 这倒是 先生 您已经用了 金蝉脱销之急 现在只要人没事 到时候 那边自然会 交出几个替死鬼 钱在那里 过两年公司 换个名字 又能回来了 荣寒生要是知道 他最得力的手下 之前还跟您 透露过这样一个消息 还不知道 得气成什么样呢 墨西洋浅浅地笑了一声 没有多说 又将目光转向了前方 拧着前方路上 星星点点的车灯 看了一会儿 他突然说道 去他那一趟 沐风起初一愣 回过神来 立即扭头惊讶地 看着墨西洋 先生 是要去柳小姐那儿吗 我们订的 一个小时以后的航班 现在应该去机场了 还有一个小时 他那里去机场 只要三十分钟 来得及 来得及 这是来得及吗 他们从这里过去 还要一会儿 中间只要稍稍堵个车 或者遇到点什么情况 那就来不及了 沐风眉头紧索 很着急 墨西洋见他 没有立即应下 便将犀利的目光 转向他 前面路口转过去 他的语气很冷 神色决绝 沐风还想再说什么 见了他如此模样 也知道劝说无用 只能应到 是 先生 不敢违抗墨西洋的命令 沐风只能尽可能提速 节省在路上的时间 十几分钟之后 他们的车停在了 柳倩家小区的楼下 这个地方 沐风不止一次的 驾车过来 几乎每一次都是深夜 他们来了也就来了 墨西洋并没有做什么 只是坐在车里 在这里停留一会儿 然后就走了 这一次 沐风依旧以为墨西洋 只是看看那高楼上 某扇窗子 并不会做什么 可他却没想到 车刚一停稳 墨西洋竟开门下车了 先生 他误了时间 沐风忍不住又叫住了他 先生您要去干什么 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MA的资产已经转移出去了 集团那边 跟几个重要的大股东 也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他墨西洋自己的安危了 他必须躲开这个风口 换句话说 就是他这个主要责任人 必须在这个时候隐藏起来 至少要等到大选结束之后 政局定下来 他才能重新活动 那时候 他可以像贿赂现在的 执政的这群人一样 重新找机会 拉拢新上台的人 风口过去 为了利益 他们自然不会深究 而现在 如果他不妥善地隐藏起来 被那些调查MA的人抓到的话 即便现在 还是他们的盟友当政 到时候 也会有无穷的麻烦 他们爆出丑闻 盟友可能为了自己放弃他们 盟友的竞争对手 也会趁此大做文章 抓住他不放 那样 他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不管怎么说 他的人必须是自由的 必须是远离风暴中心的 那样 他才好运筹为物 才好东山再起 这跟杀了人之后的亡命天涯 没什么区别 但是墨西洋并不觉得什么 相反的 在这场博弈中 他觉得自己能够从学历 那只言片语中 就预测到了今日的局面 提前做了部署 保存了公司的实力 这就是他的成功 唯一让他有些 不舍的事 他不知道还有多久 才能重新回来 滨海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 还要多少时间 才能再一次 站在这栋楼的楼下 仰望楼上某处 那点灯光 从那件事情 他也没有正式 跟那个女人见过 他有她的事情要忙碌 也知道他抵制她 为她如虎 所以墨西洋 并没有为她 花费特别多的心思 没想着 要去创造机会见她 她只是 偶尔睡不着的时候 或者心烦的时候 让沐峰把车开到这里 就在这个楼下 驻留片刻 仅此而已 但是今天 他要的不只是 那些灯光 带来的些许慰藉 他要的是 在单元门口 停了一秒钟 他便迈开了双腿 毫不犹豫地 走进了门洞里 上了台阶 先生 沐峰急得又喊了一声 墨西洋却没有理她 反而是加快了脚步上楼 看着她那样坚决的背影 沐峰心里 焦急万分 他们最多最多 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除去路上的三十分钟 墨西洋剩下的 顶多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 见了那个女人之后 十分钟 她就能下来吗 沐峰本想一直跟着 随时提醒墨西洋该走了 但是只跟了几步 就被墨西洋回头喝纸了 不敢再上前 她只能眼看着墨西洋的背影 消失在光线毁暗的 老式居民楼的楼道里 一分钟后 墨西洋停在了柳倩家门前 站了几秒 她才抬手敲门 她知道 门里那个女人 看见她之后会是什么反应 但是她没打算离开 甚至敲过门之后 她那只手也没放下来 就附在门上 微微用力推着门 她知道 柳倩没有晚上外出的习惯 所以料定一定会有人来开门 却没想到 敲过几遍之后 那门还是紧闭的 这么晚了 她上哪儿去了 是跟谁出去玩了 还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拖着回不来 一双剑没收紧 她收回了手 盯着毫无动静的门看着 犹豫了一会儿 她又抬手 更用力地敲了敲门 这一遍如果没人 她就要走了 航班不等她 滨海这个地方 是容寒生的地盘 雪绿擅自挑开MA的事情 容寒生生怒之后 一定会有别的举措 她不能在滨海这个 已然对她十分不利的地方停留 她必须立即离开 但是 手在门前停止了一秒 她又用了更大的力道 砸向了那扇门 烦躁 心急 都在这惊天动地的砸门声里 可就是这样 门都被砸得乱颤 里面还是没人硬 手臂僵直了数秒 最终墨西洋 无力地垂下了手臂 又站了一分钟时间 她才缓缓转过僵硬的身体 动步的瞬间 一阵细微的声音 让她的心一紧 她没再走 也没转过身 而是往旁边闪了一下 避开了猫眼的位置 咔哒声响过 熟悉的声音很快 窜入她的耳中 妈 你怎么回来了 柳倩的声音 带着浓浓的鼻音 懒洋洋昏沉沉的 一听就知道不对劲 墨西洋紧贴在身侧的双手 紧钻了一下 不自觉地深呼吸一次之后 突然从旁边闪了出来 她这一闪 已经睡了一下午的柳倩 只觉得眼前昏 等她看清楚 她吓得瞪大了眼睛 连喊叫也忘了 只正正地盯着墨西洋 这样盯了几秒后 她那突然惊飞的魂魄 才又回到了意识里 没有多想 她立即往后退了一步 躲进了门里 随手狠狠地拴上了门 但是 她那点力道 哪能抵得过墨西洋 在她面前 墨西洋是狼 而她 只是一只小猫 只稍稍一抬手 墨西洋就阻止了 她关门的举动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 不知是因为紧张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墨西洋的嗓音 有点暗哑 刘倩双手死死地抓着门 大半个身体 藏在门后 警惕惊恐地盯着她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滚 滚 林虽然治好了 可那并不代表 她能够正视 这个曾经强暴她的男人 只这么一两分钟的时间 那些可怕的影像 就像电影回放一样 从她脑海中依依掠过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播叶儿 在这里插播一条广告 如果大家喜欢我讲的书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QQ粉丝群 群号是271650230 271650230 我在群里等你们哦 感谢您收听都市言情小说 总裁的恶魔小亲